第1081集 虽然决定留下冒险 但她也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伴随着修为的提升 她们的生存能力 也大幅度地增强了 有心算无心的情况下 并不是完全没有机会 白秀秀点了点头 嗯 就按你说的吧 咱们做好充分准备 然后就是听天由命 咱们先练练两个人 一起进入催魔战舰 机会可能只有一瞬间 好 等待 有的时候才是最煎熬的 对于蓝轩宇和白秀秀来说 也是如此 但也幸好她们是两个人 如果只是单独一个人的话 这种感觉会更加痛苦 两人身居减出 基本上所有的时间 全都留在住处修炼 浓厚的生命能量 对她们的提升 还是非常有帮助的 蓝轩宇一边回忆着龙力 在吸收过程中的变化 一边将她在龙力厅中 记忆的魔纹画下来 龙力厅的魔纹非常复杂 只是那一次记忆 她只是记住了很少的一部分 还需要更多次地去仔细观察 才能全部记忆清楚 通过重新绘制魔纹 她发现 这魔纹的作用原理 虽然还不完全明白 但和魂倒法阵 也有异曲同工之妙 而那枚在龙力厅顶部的巨大晶石 反而是问题了 现在还搞不清 那晶石的作用是什么 毫无疑问 那么大的一块晶石 本身应该就是质宝了 很可能会有过滤能量的作用 或者是凝聚吸收能量的效果 想要找到这么一块磨石 对他们来说 也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把注意力转移到 对龙力厅法阵的研究上 他们的心情 才平复了几分 时间比预想中 等待得更长了一些 整整三天后 黄元朗才打来通讯 请他们去城主府 蓝轩宇和白秀秀 仔细地收拾之后 又相互检查了对方的气息 确认没有任何遗漏的地方 两人这才出了住处 直奔城主府而去 这次 他们没有飞行 而是步行过去 在没必要的情况下 蓝轩宇要尽可能 少将自己的状态 暴露在对方面前 那位木恐龙骑士 可是顶尖强者 任何一处细节的失误 都有可能被对方发现 端倪 当他们来到城主府的时候 黄元朗已经在大门处等待了 看到二人 忍不住有些抱怨道 你们怎么没飞过来啊 我在这里 可是等了很久了 是木恐龙骑士大人来了吧 我们怕飞过来 对他不尊敬 不会的 罗兰大人非常随和 对于后辈 更是很爱提携 快跟我来吧 一边说着 他转身向内走去 蓝轩宇和白秀秀对视一眼 跟在他身后 无疑 黄元朗的话 已经证明了 确实是那位木恐龙骑士来了 三人一起走进城主府主客厅 主客厅内坐着两个人 黄道琪坐在次位上 主位处却让给了另外一人 此人看上去比画卷中还要年轻一些 画卷上的他 面旁只是在面甲之下露出一点 并不明显 而且身穿甲皱 又骑成在巨龙背上 显得凶威赫赫 而眼前这位 看上去 却不过是一位三十岁左右的中年人 身材修长 挺拔 相貌英俊 但眼神却异常深邃 从外表根本看不出 他的实际年龄有多大 一双墨绿色的眼瞳 非常有特点 瞳孔偶尔会略微竖起 显现着他的龙族身份 但从他身上 蓝轩宇和白秀秀 却都感受不到半分的能量波动 就像是普通人似的 在他面前 黄道齐显得非常恭敬 坐在那里 连腰背都是挺直的 罗兰大人 秀秀和蓝到了 黄元朗恭敬地向那位中年人行礼 毫无疑问 这位 就是默恐龙骑士 罗兰了 罗兰目光平和地看向 蓝轩宇和白秀秀 刹那间 两人都有种 全身被看得通透的感觉 体内血脉瞬间变得躁动起来 蓝轩宇早就已经做好了准备 血脉漩涡中 银龙王血脉 在他的全力压制下 处于静默状态 金龙王血脉 释放到最大程度 包袱在外 七彩色的龙神血脉 作为中央的阻隔 挡在两种血脉之间 金龙王血脉在外 银龙王血脉在内 就像是三圈环形一般 寻宝兽告诉蓝轩宇 哪怕是超神级强者 只是凭借神识探查 也不可能刺入到 金龙王血脉内部来 低沉的龙吟声 几乎是同时 从两人身上散发出来 两人的眼眸 也都在瞬间变成了树桶 蓝轩宇身上的龙吟 骤然变得嘹亮起来 金色鳞片 从体内浮现而出 遍布全身 一股强势无比的凶利气息 从他体内喷泊而出 站在他身边不远处的黄元朗 都被惊得跌退几步 明显感觉到 自身血脉 似乎是受到了影响 有意思 罗兰的目光落在蓝轩宇身上 眼底光芒 突然变得明亮起来 下一瞬 他突然抬起手 向蓝轩宇做出一个 虚抓的动作 顿时 蓝轩宇感觉到 身边的空气 骤然凝制起来 恐怖的力量 似乎从四面八方 向自己压缩而来 在他身边的白秀秀 已经紧张得 随之都准备激发龙之怒了 因为他们都不清楚 这是试探 还是这位木恐龙骑士 已经发现了什么 蓝轩宇眼中 金光绽放 右手抬起 瞬间抓出 金龙爪骤然放大 一道道漆黑的裂痕 在虚空中出现 发出刺耳的撕裂声 那劲骨向他的力量 顿时被撕开 一道道裂缝 顿时 整个客厅内的气流 骤然变得剧烈起来 罗兰大手一挥 所有的一切 都重新归于平静 被蓝轩宇抓出的空间裂痕 也在刹那间 弥合起来 他看着蓝轩宇 有些满意地点了点头 不错 没白让我跑一趟 道歉 你可是发现了个宝啊 这孩子的血脉之力之强盛 乃是我生平仅见 其中蕴含着虽然只是力量 但却是力量的极致 更带着一种 无所畏惧的兄弟气息 很有潜能啊 蓝轩宇身上金色鳞片褪去 眼中露出惊疑不定之色 他知道 刚刚的攻击是试探 否则就不会这么轻易结束了 这位木恐龙骑士 虽然只是很简单的出手 但释放出的威能 却依旧领得心头震撼 因为他依旧感觉不到 对方究竟是什么级别的存在 就在刚刚他出手的那一瞬 他能清晰地感受到 对方的神识 从自己身上 整体扫描了一遍 自己的金龙王血脉 对于他所见过的龙类魂兽 以及龙类五魂拥有者 所产生的压制 在这位身上 根本没有起到任何作用 对方就像是一个 无底深渊一般 根本探查不出真正的实力 未知才是最可怕的 突破了六环之后 蓝轩宇对自己的信心增强了许多 但面对眼前这位 他却能明显感觉到 对方的恐怖 远远不是自己所能抗衡的 而这位在龙骑士之中 只是排名第七 而且还是 没有使用作龙的情况下 就让自己有这样的感觉了 黄道奇此时微笑道 看来您判断的没错呀 没想到蓝的血脉更加纯长 嗯 非常纯净的龙族血脉 他已经不只是 上位龙族那么简单了 从他身上 我已经感受不到 任何属于原本种族的气息 只有最为纯粹的龙族气息 这样的情况极为罕见 我只在兄长身上见到过 没想到还能见到第二位 很不错 未来啊 或许会有他一席之地 另外一个小姑娘也很好 双属性 兵与岸结合得非常好 但潜能还需要进一步开发之后 才能看得清楚 嗨 大家好 我是蓝轩宇 最近新书 当医生开了外挂上架了 我在里面学到了很多医疗知识 快来和我一起听吧 第1082集 黄元朗站在旁边 此时眼中满是震撼之色 他见过罗兰的次数 自然要多得多了 对于这位墨恐龙骑士 再熟悉不过 这位墨恐龙骑士 虽然性格平和 但却很少称赞人 他今天对蓝的评价 居然如此之高 有一席之地这种话 从龙骑士口中说出来 那可不是开玩笑的 而是真正认为 蓝是有机会成为龙骑士的 毫无疑问 他已经不可自拔地喜欢上的蓝 竟然真的有龙骑士之姿啊 相比之下 反而是秀秀 能否成为龙骑士是未知的 罗兰目光转向蓝轩宇 很有兴趣地看着他 你叫蓝是吧 是的 龙骑士大人 你很好 当初你在血脉进化的时候 有过什么样的感觉吗 蓝轩宇心头一脸 他知道 罗兰对自己的考察 并没有结束 或者说 他对自己的能力 非常有兴趣 想要从自己身上 知道更多的情况 略作思考状 沉吟了一下后说 疼 特别的疼 全身如同撕裂一般的剧痛 整个身体 仿佛都要碎裂开了一般 每一寸肌肤 都像是在破碎 说到这里 蓝轩宇眼中 流露出强烈的恐惧 甚至是战力的感觉 这并不是装出来的 他最聪明的地方 就在这里 他一边说 一边努力回忆着 自己当初在突破的时候的感觉 这都是真实的痛苦感受 后来 我的意识 就渐渐地模糊了 我觉得自己可能已经死掉了 再之后 就什么都不知道了 当我醒来的时候 就已经变成了现在的样子 现在的样子 人形还是龙形 人形 但身上 却长满了金色的鳞片 嗯 那就对了 应该就是这样 他应该是龙族血脉 觉醒最彻底的那一种 哎呀 没想到竟然还能发现一味 是大有前途的 卢兰大人啊 什么是 觉醒最彻底啊 就是说啊 他原本的血脉 和龙族血脉极为相近 在龙变时期啊 他在出现龙变的过程中 自身血脉 几乎被龙族血脉 完全替代了 就像是彻底换了一个身体 只有意识 还是他本来的 最终 就成了这样 他的血脉非常纯粹 而且强大 这样的情况 只有兄长身上出现过 等遇到第二位 确实是非常幸运的情况 他的身份 毋庸置疑了 此言一出 蓝轩宇和白秀秀 都不禁松了口气 蓝轩宇之所以 在刚刚说 自己醒来之后是人形 是他和寻宝兽 讨论出来的结果 蓝轩宇并不熟悉 原本龙族是什么样 但寻宝兽熟悉啊 他可是伺候过龙神的 他告诉蓝轩宇 当龙族实力 强大到一定程度的时候 是会自行变成人类模样的 然后身上鳞片 再逐渐退去 这是龙族血脉之中的 一种变化 也和在神界的时候有关 所以 如果这里的龙变时期 真的是因为 原本神界的龙族遗留影响 应该也会有类似的情况 蓝轩宇一样而说 没想到真的是误打误撞 成功地通过了 罗兰的询问 从罗兰的语气和表情 就能看出 蓝轩宇所描述的这种情况 是绝大多数龙族所没有的 换一位强者在这里 或许还会质疑 但他 却刚刚好知道 有这种情况出现 而这种情况的描述 没有经历过的话 正常情况是根本说不出来的 因此 他一下就认可了蓝轩宇的身份 毫无问题 黄道奇听了罗兰的话 也是大喜过望 罗兰大人 兰已经加入我们家族了 而且也经过了龙力厅的洗礼 您看 怎么 还怕我跟你抢人不成啊 就算是抢 也不是现在这个时候 他们的成长还需要很长一段时间 你尽可放心好了 你的运气 或许会改变皇家的未来 还请大人教我 他们都是值得培养的对象 而且本身关系又是姐妹 我看啊 倒是可以按照一对来培养 虽然这一个稍微弱了一点 但双属性还是很有前置的 未来以蓝为主 以秀秀为基 很有可能会有一番成就 具体能达到什么样的程度呢 就要看他们自己了 黄道奇赶忙站起身 向白秀秀和蓝轩宇说 还不谢谢罗兰大人的栽培 蓝轩宇和白秀秀 赶忙再次向罗兰行礼 只不过 此时两人的心情都有些异样 当初 在刚刚知道这个世界 有龙骑士的时候 蓝轩宇就曾经和白秀秀 开过玩笑 说是要骑他 而罗兰刚刚的话 似乎正是这个意思 如果不是眼前这种情况 恐怕白秀秀的白眼 就已经扔给他了 一语成衬呢 龙骑士修炼之法 可以传授给他们的 让他们尝试开始修炼 三个月后 升龙大赛让他们参加 看看能走多远 升龙大赛啊 是绝佳的锻炼场所 他们毕竟是新入的龙族 也需要和同族熟悉 至于他们的身份 你大可放心 有我做宝 没有任何人会有质疑 就留在皇家 等未来他们能够成就 龙骑士之后再说吧 多谢罗兰大人的栽培 好了 我回去还有事情 等升龙大赛的时候 如果他们能够闯入 最终的决赛阶段 应该还有再见之日 说完 墨绿色光芒一闪 空气中隐约留下一道 悠长的龙吟声 他的身影 已经鸿飞鸣鸣 消失得无影无踪 直到这位墨恐龙骑士消失 蓝轩宇和白秀秀 才算是大大的松了口气 虽然从始至终 罗兰身上都没有什么 强大的气息流露出来 但给他们的压力 却是始终都是巨大的 这位墨恐龙骑士 有种一切内敛的感觉 似乎本身就是一个黑洞 吞噬的不是外界 而是他自己 将自己的一切 全部掩盖在内 根本无从判断他的修为 这才是真正的强者 黄道奇一直躬身 对着墨恐龙骑士的方向 直到那龙银声彻底消失 这才重新执起药来 转身看向蓝轩宇和白秀秀 忍不住哈哈一笑 真没想到啊 罗兰大人对你们的认可 会是如此之高 恭喜你们啊 谢谢父亲 谢谢组长 蓝轩宇和白秀秀 何等聪明 两人都是从自己身份出发 表达了谢意 黄道奇看向一旁 有些失落的黄元朗 元朗 你先出去一下 我和蓝和秀秀呢 有话要说 是 黄元朗深深地看了蓝轩宇一眼 走了出去 并且把门关好 黄道奇向蓝轩宇和白秀秀 示意道 你们坐下吧 咱们坐着说 蓝轩宇和白秀秀 在他身边坐下 二人能明显感觉到 黄道奇对他们的态度 不一样了 如果说之前的和蔼 都是有种上位者 对晚辈关心的感觉 那么 现在的黄道奇 就有点像是 对他们平等看待了 无疑 这会更增加 他们在封龙城的地位 和安全性 木恐龙骑士的到来 固然是一次极大的考验 但是 度过了 就是真正的融入 嗨 大家好 我是蓝轩宇 最近新书 当医生开了外挂上架了 我在里面学到了 很多医疗知识 快来和我一起听吧 第1083集 今日得到了 罗兰大人的认可 你们在家族中的身份 就已是根深蒂固了 有罗兰大人做宝 谁也不能否认 你们就是我皇家中人 你们尽可以 展现自己的能力 为未来的龙骑士争夺 做出努力 三个月后的生龙大赛 就是你们展现自身的 一个重要的机会 尤其是蓝啊 莫恐龙骑士 如此地看重你 你可得在生龙大赛上 好好表现啊 如果能进入决赛阶段呢 咱们家族 也会有极大的奖赏给你 组长 生龙大赛是什么 呃 这所谓生龙大赛呢 就是咱们龙族 提高身份的一次机会 下位龙族 自认为自身足够强大者 可向中位龙族挑战 以此类推 最重要的部分呢 自然是上位龙族 相互之间的挑战 生龙大赛仅限于 神迹以下所有的龙族 乃是展现自身的 一个绝佳的机会 从地位上来看啊 在咱们天龙星 仅次于龙骑士选拔之战 呃 这龙骑士选拔战呢 最大的区别啊 是没有实力限制 要通过选拔 来获取坐龙的认可 也有龙骑士 是本身就拥有坐龙的 但战斗时呢 龙骑士和坐龙 就要接受双重挑战才行 要分别击败对手 才能真正的成为 龙骑士呢 哎 咱先不说龙骑士之战嘛 那对你们来说 还是比较遥远的 升龙赛也是非常重要 并且艰难的 各大家族最优秀的天才 都会参加 只有进入决赛阶段的龙族 才有在未来参加龙骑士 选拔的资格 这升龙赛十年一次 错过这次机会呢 恐怕就要等很久之后 才能再参加了 按照之前罗兰大人的建议是 兰 你作为龙骑士 而秀秀 你作为坐龙 你可愿意啊 黄道奇一边说着 目光是看向白秀秀的 一般来说 能够化身成为 人形的上尾龙族 大多数是不愿意 充当作龙的 作龙也是上尾龙族担任 但都是无法化身人形 但自身却特别强大的存在 白秀秀扭头看向蓝轩宇 目光极为古怪 看他有些犹豫和沉默 黄道奇赶忙道 虽然是作龙 但是龙骑士大人的 作龙地位 也是极为尊重的 仅次于龙骑士 而且呢 拥有作龙的龙骑士 参加选拔赛 会减少选择作龙那一关 在最终选拔的时候 龙骑士要骑成作龙 挑战现有的龙骑士 能早一些拥有作龙啊 彼此配合修炼 一定会比现场选择作龙 要好得多 这对你们双方来说呀 都是好事 而一旦你们在生龙赛 能够双双进入决赛阶段 成为龙骑士候选者 那家族一定会竭尽全力 不惜一切代价地 培养你们 秀秀 你可要想好了 这可是罗兰大人的建议啊 组长 那如果我做作龙 让秀秀做骑士呢 哎 不可不可 罗兰大人已经给出建议了 如果我们不听从 大人的建议呢 对你们未来成为龙骑士啊 会有极大的阻碍的 就缺少了 来自罗兰大人的助力 这更重要的是什么呢 我相信罗兰大人的眼光 他今天肯当着我们的面 说你有一席之地 那就意味着 你成为龙骑士的几率极大 这作龙啊 很重要 但龙骑士本身强大 更为重要 你的实力要强于秀秀 而且罗兰大人的意思呢 你的天赋也强大得多 因此啊 你一定是要当龙骑士来培养的 对于这一点 他说的斩钉截铁 罗兰可以说是 皇家的护卫者 身为组长 他绝不可能违背 这位木恐龙骑士的意愿 我愿意 正在这时 白秀秀突然说道 他抬起头 目光平静地看向黄道奇 父亲 我愿意给姐姐当作龙 哎呀 女儿真是有远见呢 相信我 你的选择不会错的 而且啊 就算是成为坐龙 也不影响你变成人形 在咱们这十八位龙骑士中啊 有八位龙骑士大人的坐龙 是可以幻化成人形的 其中有四位龙骑士大人 和自己的坐龙 更是夫妻身份 最亲密的伙伴 可没有地位高下之分呢 嗯 父亲 那龙骑士应该怎么修炼呢 还有三个月的时间 我们现在修炼还来得及吗 尽力而为吧 龙骑士修炼之法 我这就传授给你们 你们跟我到龙历厅来 说的 他已经站起身 蓝轩宇和白秀秀 也跟随着站起 蓝轩宇向白秀秀看去 白秀秀狠狠地瞪了他一眼 率先向外走去 蓝轩宇摸了摸鼻子 有些无奈地跟上 黄道琪也是神级强者 当着他的面 两人也不好彼此传音 但无论怎么说 他们此时的亲情 都是大好 这一关度过的逼想象中 要容易一些 身份并没有引起怀疑 而且 马上就能获得龙骑士修炼之法 虽然这龙骑士修炼之法 对于人类魂师来说 可能意义不大 但对于研究龙骑士来说 却有着非同一般的重要作用 未来斗罗联邦和龙马星系作战 最重要的就是和龙骑士的对抗 罗兰刚刚所展现出的 只是自身实力的冰山一角 这种层次的强者 足有十八位之多 只有学习他们的修炼方法 才能进一步地了解他们 战胜他们 再次来到龙骑厅 这次 只有黄道奇和蓝轩宇 白秀秀三人 黄道奇说道 龙骑士修炼 主要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呢 叫龙骑翠体 也就是 洗手龙骑士修炼身体的过程 我现在就传授给你们 就是这个方式 父亲 那后面两个阶段是什么呢 不要好高骛远 后面两个阶段啊 是建立在第一阶段完善的前提下 才能进行修炼的 分别是画龙与合龙 就是先将自己的身体 催炼到一定程度 然后进一步地完成画龙 画龙就是让自身的血脉 变得更加的纯净 和龙族血脉彻底的融合 楼兰大人之所以那么看重蓝啊 就是因为 他自身龙体纯净 龙族血脉完全融合 在画龙那一关的过程中啊 走得应该会是非常的顺利 最后的合龙呢 就是龙骑士与坐龙之间的融合了 也就是我刚才跟你们说的 为什么越早拥有 属于自己的坐龙越好 那不是每一位龙骑士 在修炼过程中 都会先拥有坐龙吗 为什么 还有在最后选拔阶段 才寻找坐龙 获得坐龙认可的 哪有你们想的那么容易啊 拥有龙骑士资质的上位龙族 哪一位不是高傲的存在啊 他们对坐龙的要求啊 都是极高的 绝不会轻易地选择 自己的坐龙的 这坐龙啊 不但要与龙骑士属性契合 同时还要彼此默契 更要有着强大的底蕴 而拥有强大底蕴的上位龙族呢 更多的也都是希望能够成为龙骑士 本身强大又无法化成人的 那毕竟是极少数的 就像你刚才 不也是在犹豫吗 因此啊 很多龙骑士都是到了选拔的时候 凭借自身已经很强大的实力 来争取上位龙族的认可 从而获得自己的坐龙 那个时候那就是双向选择了 龙骑士寻找自己的坐龙 比寻找伴侣啊 都要严格得多呢 你们姐妹这种情况呢 还是比较少见的 罗兰大人都说呀 你们可以作为一对 来竞争龙骑士 这样啊 激励会大的很多 嗨 大家好 我是蓝轩宇 最近新书 当医生开了外挂上架了 我在里面学到了很多医疗知识 快来和我一起听吧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关注喜悼公子 订阅本书 三十刻度团队 将为您带来更多精彩作品 第1084集 白秀秀看了蓝轩宇一眼 扁了扁嘴 却没有再说 黄道吉继续道 脆体这一关呢 虽然是基础 但却也是龙骑士修炼三步之中 最难的一步 脆炼就需要火焰 而我们龙族脆体 所需要的火焰呢 则是来自于血脉燃烧 血脉燃烧 血脉燃烧不就死了吗 正常情况下是如此的 但是在龙骑厅修炼 咱们就不用担心这个问题了 血脉燃烧会让血脉沸腾 从而将我们龙族血脉中 最强大和纯粹的力量 给激发出来 这些力量自然而然的 会淬炼我们的身体 让我们变得更加强大 而在淬炼的过程中呢 确实也是极为危险的 因为一旦淬炼过度 有可能就会重创 甚至是死亡 淬炼不够呢 又会提升速度慢 因此这一关也最为难过 龙骑翠体的修炼 对任何龙族 都是一生的事情 哪怕是龙骑士大人们 现在修炼方法 也依旧是脆体 通过不断燃烧血脉 脆裂身体 让自身变得更加强韧 从而也变得更加强大 由外而内不断地提升 蓝轩宇眉头微醋 由外而内 要知道 他从小学习的玄天功 都是由内而外 先修炼魂力 再也魂力 滋润身体 增强自身 这龙骑士修炼之法 竟然是由外而内 父亲 由外而内修炼的话 内脏会不会受不了 这就是脆体中 最重要的问题所在了 咱们龙骑厅最大的好处 有三个 第一个就是引导龙骑 提供给我们吸收 第二个 则是重中之重 那就是在你们修炼的过程中 一旦感觉到身体 承受不住血脉火焰的淬炼 就可以立即终止 从而不会出现受到重创的问题 第三个作用呢 就是引导龙骑互助内脏 当你们的脆体达到一定程度之后 自身的强大会带动内脏进化 从而由外而内 变得更加的强大 黄道奇的话 对于蓝轩宇和白秀秀来说 都可以算得上是 别开生命的 这样的修炼方式 简直是闻所未闻 和人类世界的修炼 截然相反 在人类世界修炼 再疯狂的人 也不会想要点燃自己的血脉 来淬炼身体 点燃血脉 和点燃生命之火 没什么区别 短时间内 会获得强大的力量 可一旦血脉和生命能量 燃烧殆尽 立刻就会死亡 而天龙星这龙骑式修炼之法 却是反其道而行之 将这种自杀式的 提升修为的方法 作为修炼之法 来淬炼自身 蓝轩宇略做思考之后 就明白了其中的道理 天龙星和斗罗星 最大的区别就在于 这里拥有着庞大的生命能量 血脉燃烧脆体之后 必定需要大量生命能量的补充 需要的生命能量层次 自然是越高越好 这在斗罗星难以实现 但在这里却可以 还有就是 黄道奇所说的龙骑补充了 那龙骑对于龙族来说 就是纯粹的血脉之力 任何属性的龙族 都能吸收这份龙骑补充血脉 一边淬炼 一边补充 消耗之后 还可以修复和守护 所以才有了这奇特的修炼方法 打开眼界 真的是打开眼界 只是不知道 这种修炼方式 如果应用在人类回虚身上 是否可以研究出 类似的修炼方法 接下来我就传授给你们 脆体之法的基础方法 你们刚开始尝试的时候 一定要小心进行 千万别贪功冒进啊 宁可催炼得慢一点 也要及时终止 千万不要受到重创 毕竟血脉焚烧所带来的创伤 是非常难以修复的 当下 黄道奇将有关于龙骑式 龙力萃体的修炼方法 以及龙力厅的正确使用方式 开始向两人传授 这种修炼方式其实并不复杂 最重要的是龙力厅 没有龙力厅 根本就无法进行龙力萃体的修炼 黄道奇建议他们 在龙力厅修炼一次脆体之后 要回去修养七天时间 如此循环往复 只要有他们二人在修炼的时候 家族其他成员都不会来打扰他们 龙力厅只给他们使用 你们今天就可以开始尝试了 在开始尝试之前呢 先吃了这个 一边说着 黄道奇手中光芒一闪 多了一个盒子 那是一个看上去 像是玉石一般的盒子 盒子上散发出淡淡的红色光运 而且光运犹如活物一般 若隐若现 白秀秀好奇地问道 这是什么 刚才你不是问我 修炼过程中 护不住内脏怎么办吗 这个就是保护内脏的好东西了 一边说着 他已经将手中的玉盒开启 露出了里面的两枚果实 当玉盒开启之后 蓝轩宇和白秀秀才发现 并不是这玉盒本身 散发着红色光芒 而是 里面两枚红色果实散发的 那是两枚拳头大小的红色果实 通体呈现为椭圆形 看上去 晶莹剔透 红色表皮之下 隐约能够看到 里面有枝叶在流淌 淡淡的温暖气息 从上面散发出来 极为奇异 哥 好东西 好东西 这是龙黄果呀 蓝轩宇心中 几乎是瞬间就响起了 寻宝兽的声音 寻宝兽能寻万宝 尤其是对天才地宝的植物 最为敏感 但蓝轩宇还是第一次感觉到 阿宝如此激动 立刻在心中询问 主人 龙黄果当初在咱们神间 也是好东西呢 只不过出产极少 这家伙手中的龙昏果 虽然不具备先灵之气 不能和咱们神界的龙昏果相比 但却是真正的龙昏果 没有错 千万别跟他客气 吃了再说 因为黄道奇还在 现在也不是过多询问的时候 蓝轩宇赶忙将龙昏果接了过来 递给白秀秀一颗 自己拿了一颗 直接吃了就行了 黄道奇提醒到 蓝轩宇毫不犹豫地就咬了一口 顿时 一股有些酸涩 还带着几分辛辣味道的汁液流入口中 但下一瞬 蓝轩宇就感觉到 自己全身的血液 仿佛沸腾了一般 就连精神之海 似乎都在刹那间 变得明亮了 血脉漩涡疯狂地旋转起来 不知道要比上次 在龙里厅吸收龙里的时候的效果 强胜多少倍 白秀秀看他吃了 也吃了一口 顿时 笑脸变得一片脱红 蓝轩宇没有理会体内变化 三口两口就将龙魂骨都吃了下去 嗨 大家好 我是蓝轩宇 最近新书 当医生开了外挂上架了 我在里面学到了很多医疗知识 快来和我一起听吧 三十课度团队将为您带来更多精彩作品 第1085集 黄道奇看他毫无戒备地吃了龙魂骨 满意地点了点头 这龙魂骨乃是不可多得的好东西啊 产自于咱们天龙星最神秘的地方 也就是众位龙骑士大人修炼的地方 这两枚啊 是莫恐龙骑士这次带回来的 专门让我转赠给你们 辅助你们开启脆体修炼 应该有事半功倍的效果 当初啊 我也吃过一枚 消化吸收需要一段时间 以脆体之法消化 效果最佳 你们开始修炼吧 在你们出关之前呢 没有任何人会打扰你们的 蓝轩宇和白秀秀 面对面盘膝坐下 他们此时还没法修炼 因为那龙魂骨的效力 实在是太凶猛了 蓝轩宇也吃过不少天才地宝 还在森罗星的冰火两一眼之中 淬炼过自己的身体 但从未有一次像眼前这样 效果如此强烈 黄道奇满意地点点头 转身走出了龙历厅 将这里留给他们二人 蓝轩宇身上气息外放 以自身的血脉之力 连通白秀秀 让他的血脉气息 受到自己影响 两人此时都感觉到 全身血脉在剧烈地沸腾着 龙魂骨的药力 正在飞速地融入到 他们身体的每一处角落之中 体内的龙银声 激荡徘徊 疯狂奔涌 但奇妙的是 这沸腾的血脉 却并不让他们难受 只是有些灼热 但身体却仿佛生化一般 在变化着 体内的杂质 似乎在燃烧之中 不断地消失 按照龙力 脆体之法修炼 蓝轩宇有些艰难地 向白秀秀说道 一边说着 他握住了白秀秀的双手 体内龙神血脉 率先触动 引导着沸腾的血脉气息 开始向四肢摆 海中散去 龙骑士修炼之法 所说的 由外而内 是真正意义上的 由外而内 从表皮到肌肉 从肌肉到骨骼 从四肢到躯干 散开的血脉之力 令它们的身体 刹那间 变得一片通红 两人都能清晰地感受到 其中的变化 这次的血脉沸腾 不是它们自己点燃的 没有焚烧自身血脉 而是完全来自于 龙魂果的效果 可见这龙魂果的药效 有多么强烈 最为奇特的是 龙魂果燃烧的血脉之力 并不伤害它们 反而是滋润它们的身体 它们并不知道的是 无论是龙血树枝 还是龙魂果 这都只是拥有 龙族血脉的存在 才能服用的 换了其他生物服用 立刻就会暴毙而亡 龙魂果的珍贵程度 又远远不是龙血树枝 所能比拟 拥有上位龙族 在刚刚开始修炼 龙力脆体的时候 才有可能服用 在皇家 也只有黄道琪 黄元朗父子俩服用过 就算是黄元朗的 弟弟妹妹们 因为资质问题 都没有资格服用龙魂果 服用龙魂果修炼 最大的好处就是 不用真正燃烧血脉 却能感受 燃烧血脉之后 淬炼自身的效果 从而让修炼者 更容易入门 感受淬炼的感觉 蓝轩宇和白秀秀 此时就沉浸在 这种感觉之中 脆体的效果 比想象中要好得多 他们能感觉到 自己的身体 在潜移默化地变化着 而在这淬炼的过程中 白秀秀的感受 要比蓝轩宇更加深刻 蓝轩宇乃是 双龙王血脉 结合的龙神血脉 论龙族血脉的强度 没有任何人 能和他相比 龙魂果的效果虽好 但对他来说 却和他燃烧自身血脉 相差极大 而且 每次他以前突破的时候 都会经历巨大的痛苦 因此 这种燃烧的感觉 他虽然感受到 自己身体在变强 但并不是那种 特别巨大的变化 可白秀秀不一样 他是从 魔魂大白杀计划而来 深渊冰魔龙之中 有他和魔后的力量 而哪怕是魔后 血脉强度 也远远不能和蓝轩宇相比 在龙魂果的作用下 淬炼自身 让他感觉到 整个人都有种 在净化一般的感觉 就像是 蛇褪皮一般的蜕变 很快 二人就进入到了 物我两望的状态之中 不知过了多长时间 白秀秀从沉睡中 苏醒过来 但当他睁开双眼的时候 却惊讶地发现 蓝轩宇并不在 自己身边了 整个龙里厅之中 只剩下他一个人还在 是 他几乎下意识地 就差点叫出蓝轩宇的名字 但却突然意识到 这是在什么地方 赶忙住口 警惕地看了一下四周 没有其他人在 这才凝神内视 感受了一下自己身体的变化 白秀秀发现 自己的血脉之力 明显变得旺盛了许多 尤其是丹田中 新出现的那枚核心 增大了足足一倍 最奇特的变化在于 自身魂力和血脉之力 似乎有些重合了 再无分彼此 身体也变得有些不同了似的 这龙力脆体之法 竟然是如此霸道的吗 他没有在这里去尝试联系蓝轩宇 站起身 活动了一下 全身轻飘飘的 仿佛魂不受力 整个人都有种奇妙的感觉 这种感觉很特殊 仿佛身体已经不是自己的事的 看看手掌 手背的皮肤 晶莹剔透 隐隐还有红色光韵 全身的温度 明显比正常情况要高一些 最明显的是 体内血脉之力的增长 绝对是增长了一大截 就连精神之海 似乎都随之扩张了似的 魔后自从和他完全融合之后 已经消失了 要等到他未来突破神级 才会在此苏醒 所以现在他也没有询问的对象 但自身修为整体提升 是肯定的 走出龙里厅 外面有仆人在等候 立刻送上饮品和水果 白秀秀顾不上去吃喝 向仆从问道 我姐姐呢 蓝大人三天前就已经离开了 说是先返回住处巩固自身 让您醒来之后回家就好 轩宇竟然没等我 这不像他的作风啊 就在这时 他脑海中灵光突然一闪 意识到了什么 顿时恍然 不再停留 大步向外走去 到了城主府外 他也不掩饰什么 直接释放五魂真身 化为深渊冰魔龙 腾身而起 这一变成龙形 白秀秀顿时感觉到了不同 他发现 自己的身体 足足增大了百分之十开外 只是双翼一拍 就已经扶摇直上 体内血脉流转 尤其是龙翼感受 最为明显 风的阻力 被轻松破开 身体由内而外地 散发出强悍的气息 这是脆体之后的提升 在他的感觉中 似乎只是十几次拍动龙翼 就已经看到了自己的住处 双翼收敛 虎冲而下 带着一阵狂风 直接落向主楼的圆顶 即将抵达圆顶的时候 双翼才骤然张开 轻而易举地化解了冲力 圆顶开启 它从天而降 落了下去 在身体飘落的过程中 已经重新变化成人形 落下 当他脚踏实地的时候 脸上就已经流露出了微笑 因为他看到了熟悉的身影 不只是蓝轩宇在 唐玉阁 袁辉辉 贤蓝以及蓝梦琴都在 只有刘峰不在 他刚刚意识到的就是这个 他们和伙伴们是约定了时间的 蓝轩宇提前离开 一定是去太空中接应伙伴们回来 蓝轩宇微笑地看着他 修炼完了 嗯 感觉变化很大 你呢 嗨 大家好 我是蓝轩宇 最近新书 当医生开了外挂上架了 我在里面学到了很多医疗知识 快来和我一起听吧 第1086集 我也有一些变化 但应该没有你的效果明显 我的血脉不太一样 我只是怕大家等得太久担心 修炼得差不多就先回来了 刘峰呢 我让他驾驶33天翼回去接人了 把大家都接过来 现在我们可以算是在这里 已经站稳了脚跟 未来三个月 主要就是留在 蜂龙城之中修炼 让大家也来到这边 能更好地提升 嗯 你们在聊什么 龙力脆体之法 我这几天仔细思考了一下 这龙力脆体之法 还是很有可取之处的 你是想把它转化为 大家都能修炼的方式 有这个想法 虽然我的修炼效果明明好 但应该是那龙魂果 对我作用比较小的原因 如果我是燃烧自己血脉修炼 效果应该会强不少 但前提是 龙力足够充足才行 可大家去不了龙力厅 也没有龙足血脉 怎么尝试 我想到一种可能 大家确实是没有血脉和龙力 但燃烧自身血脉 还是能够做到的 也就是说 龙力脆体的第一步 燃烧血脉 淬炼自身 这是每个人都能做到的 问题在于 它没有适合自己的血脉之力 对自身进行补充 而这方面 我在想 是否可以通过 生命能量的注入来替代 这颗星球上最不缺少的 就是生命能量 那如何中断燃烧 要是中断不了 就完了 我们自己中断燃烧很难 但借助外力 却不是不可能 我就在想 如果是借助那些位 植物系浑兽的力量 他们都拥有着庞大 而精纯的生命能量 对于生命能量的掌控 也极高 整体能量强度 又比我们大多数人强得多 由他们帮助中断燃烧 或许就变成了可能 而燃烧血脉 淬炼自身这个过程 熟悉到一定程度 能量力强大到一定程度 就能够自我控制来进行中断 在这黄道奇说的修炼方法中 就是如此 所以 我觉得这是有可能尝试的 你这方法 是不是有点太冒险了 虽然有点冒险 但我们讨论之后觉得 理论上是完全可行的 毕竟呢 咱们有这么多植物系大佬在 它们对于生命能量的操控 比我们强得多 还有数了 如果能成的话 我们大家修炼的速度 一定会大幅度增强的 而且我们发现 事实上 在联邦也有类似的修炼之法 只不过现在几乎已经失传了 这和龙力粹体之法 有异曲同工之妙 也是有外而内的修炼 那是什么 本体宗的修炼方法 本体宗 白秀秀顿时恍然 有关于本体宗的历史 他们也都学习过 本体宗 乃是窦罗大陆上 一个特殊的宗门 曾经强极一时 本体宗最大的特点 就是所有成员的武魂 都是自己身体的一部分 有的是手臂 有的是脚 有的是眼睛 只要是以身体一部分为武魂的 都是本体武魂 传说中 本体宗宗主 有一种修炼方式 就是通过各种药物 不断地淬炼 锻造自身 让身体变得极其强大 近乎不死不灭 这种修炼方式 也是由外而内的 但不知道为什么 后来失传了 等下次返回学院的时候 我去问问岳叔叔 他应该知道的更多 我们现在的优势在于 跟随我们前来的40位 植物系前辈 对生命能量的掌控率都极强 可以配合我们修炼 同时 这颗星球上的生命层次极高 我们这种实力修炼 能够吸收到的生命力 也是足够的 而大家的身体增强 由外而内的增加自身承受力 再由内而外的提升魂力 两者相辅相成 如果成功的话 不但可以加快大家的修炼速度 而且还能在未来 突破神级的方向上 奠定坚实的基础 想要突破神级 首先要做到的 就是身体要承受得住 神级层次的魂力强度才行 否则的话 一切都将是天方夜谭 因此 到了超级斗罗层次之后 巩固自身的强度 就要变得极其重要 我们如果能用这种脆体之法 提前帮大家做到这一点 未来突破的时候 就会容易得多 我觉得可以试试 就从我们几个开始吧 我们实验成功了 再向大家推广 咱们的同学们 从来都不缺乏冒险精神 我第一个来 我觉得也可以尝试 胖子的身体强度 在同学中手去一只 他的身体也受到筋胖子影响 血脉一直在变化 脆体有助于血脉纯化 我们可以从燃烧很少的一部分 开始进行尝试 就算是失败了 也不会有太大的风险 众人纷纷点头 表示同意 蓝轩宇和白秀秀 这段时间的实力飞速提升 大家都看在眼中 谁不希望更快地提升自己呢 来到天龙星之后 他们都意识到了实力弱小的问题 和天龙星上的强者相比 他们差距实在是太大了 但这里对他们来说 却是修炼的天堂 按部就班的修炼 固然稳健 但时不我待 想要成为真正的顶级强者 一定程度上的冒险是必然的 而且这种尝试 很可能会在联邦创造历史 一旦成功 先不说在联邦之中推广 但是史莱克学院和唐门 都会因此大大的受益 我们晚上去找树了 秀秀 你留在家里巩固修为 其他人跟我一起去 是 就在白秀秀离开城主府不久的时候 黄道琪就已经得到了消息 此时 黄元朗也在他的书房之中 黄元朗目光有些迫切地看着黄道琪 父亲 可以让我试试吗 你真的如此痴心 第一眼看到他的时候 我就被他深深打动了 其实你也知道 我有过很多伴侣 但却始终没有娶气 就是因为没有一个 能够打动我的灵魂啊 那天 我第一眼看到他的时候 我就觉得自己找到了 找到了一生的灵魂伴侣 尤其是当他展开双翼 变成金色巨龙的时候 那种感觉 真是太奇妙了 让我整个人仿佛都陷了进去 父亲 如果我能成功 对家族来说也是大好事啊 你也说了 他成就龙骑士的几率很高 如果 我真的能让他嫁给我 未来 就相当于绑定了这位龙骑士 更何况 还有秀秀呀 秀秀做他的做龙的话 也算是一体 我们这可以说是一剑双雕啊 至于联姻 我觉得反而有问题 你应该看得出来 莫恐龙骑士 对他的重视程度 未来 未必会允许他 和其他龙骑士联姻啊 嗨 大家好 我是蓝轩宇 最近新书 当医生开了外挂上架了 我在里面学到了 很多医疗知识 快来和我一起听吧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关注喜道公子 订阅本书 三十刻度团队 将为您带来 更多精彩作品 第1087集 黄道奇双眼微眯 看着自己眼神急切的儿子 半赏之后 才悠悠叹息 唉 不可勉强啊 顺势而为 如果真的有机缘的话 倒也不是坏事 但前提是 不能打扰到他们修炼 莫恐龙骑士 昨天又询问了我一下 他们的修炼情况 目前看来啊 是符合预期的 绒魂果 对秀秀的作用很明显 但对蓝的作用 就要差一些了 进一步证明了 蓝血脉的强大 那您要给我制造点机会啊 黄元朗的眸光 变得明亮起来 黄道奇瞥了他一眼 赤道 没出息的东西 圣龙赛 就由你来带队吧 是 谢谢父亲 你自己也要参加圣龙赛啊 这次咱们封龙城 就你们三个参加 但你要是想让蓝看上你 你自己表现得如果太差 你应该知道会是什么情况 时间不多了 你最好在去之前呢 好好努力努力 如果你也能进决赛 我估计啊 你的机会会大一些 我明白 父亲 正好秀秀也出了龙历厅 那我现在就去修炼 目送着儿子兴高采烈地走了 黄道奇不禁有些无奈地摇摇头 其实 他很能理解儿子 看上那个蓝 蓝无论是品貌 还是能力 都是上上之选 可以说 在封龙城 无人能出其右 而且蓝看上去 和秀秀也不一样 相比来说 秀秀的感觉 要单纯一些 蓝 则是更加内敛 莫恐龙骑士那天如此称赞于他 他都没有过多的表现 情绪始终没有流露什么 如果未来能够成为封龙城的主母 辅佐黄元朗 倒也不失为一件好事 尤其是他如果能够成为龙骑士的话 就更加完美了 原本收秀秀为女儿 首先考虑到 未来他能够成就龙骑士的时候 可以和其他龙骑士和亲 以换取更多 对封龙城的支持 那是因为黄道奇认为 秀秀的天赋虽然好 但毕竟不是天龙族 就算成为龙骑士 实力也会被局限在一定范围内 肯定是排名靠后的存在 可蓝不一样 连木恐龙骑士都对他如此认可 更说了这种情况 在龙骑士之中 只有他的兄长是如此 木恐龙骑士罗兰的兄长 在天龙兴 可是一人之下 万人之上的存在 可想而知 蓝的天赋有多么强悍 未来如果他能够进入龙骑士排名前十 那意义就完全不一样了 其潜能 甚至可以到更高的位置 到了那个时候 封龙城自然会水涨船高 所以 他要是能够成为自己的儿媳妇 也是相当不错的情况 夜幕降临 风龙城郊外 前蕾盘膝坐在地面上 在他身边 正是蓝轩宇和蓝梦琴 此时他们所在的地方 身前就是树脑所化的参天大树 周围的生命气息 似乎以树脑为中心 汇聚在此地 令生命能量气息变得无比浓郁 开始吧 蓝轩宇向前蕾说道 站在旁边的蓝梦琴 顿时有些紧张起来 白秀秀留守于住处 其他人各自去忙碌 蓝梦琴和蓝轩宇跟随前来 蓝轩宇负责指引 蓝梦琴则负责随时援救 具体情况他们已经向树脑说明了 树脑没有给什么意见 他只是表示全力支持 嗯 好 钱蕾点了下头 深吸口气 身上顿时金光缭绕 下一瞬 他坐在地上的身体 已经开始膨胀起来 转瞬间 化为黄金笔蒙身躯 此时 他所化的黄金笔蒙 身高已经超过了十二米 哪怕是坐在那里 也如同一座小山似的 极其雄壮 灿烂的金色毛发 在夜晚也是熠熠生辉 强盛无匹的气血波动 令周围的空气 都变得灼热了几分 前蕾双眸略微泛红 看向蓝轩宇 蓝轩宇沉声道 守住心神 当我感觉到你的心神不稳的时候 会出手 但还是要依靠你自己 否则的话 你永远也无法真正掌控 黄金笔蒙的力量 是 老大 黄金笔蒙状态下的前蕾 瘟声瘟气地答应着 开始 前蕾深吸口气 整个人的气息 开始随之出现变化 他在黄金笔蒙的状态下 血脉之力和魂力 是融合于一体的 从而爆发出最强悍的战斗力 此时 在他的刻意控制下 血脉之力缓缓点燃 顿时 以他的身体为中心 金色光焰 顿时浮现出来 黄金笔蒙的气息 也在刹那 宛如几何倍数一番暴增 凝神炼体 蓝轩宇低贺一声 与此同时 一根根粗壮的根筋 从地面钻出 纷纷缠绕在前蕾身上 将浓郁的生命能量 注入到他身体之中 前蕾的身体 开始颤抖起来 他勉强控制着 那燃烧起来的血脉之力 按照蓝轩宇传说的方法链体 他身上散发出的金色光芒 开始出现变化 这份变化非常明显 忽明忽暗 能够看到 他的右臂变得越来越明亮起来 链体的首要目标 就是右臂 右臂膨胀 金色光焰 光彩独目 但前蕾脸上的表情 却开始变得越发 猙獰起来 显然是在忍受着 剧烈的痛苦 片刻之后 蓝轩宇脸色微变 猛然腾身而起 飞跃到前蕾头顶上方 一掌拍落 落在他肩头之上 扑得一声清响 金色光焰熄灭 被蓝轩宇 以自己的金龙王血脉 强行压迫下来 前蕾庞大的身躯 猛的一颤 下一瞬 右臂就已经软了下来 口中喷出一口金红色的血液 整个人看上去 都有些伪顿 蓝梦琴不敢怠慢 月耳的琴声响起 大片的绿色光韵 宛如奔腾河水一般 向他体内涌去 滋补着他的身体 蓝轩宇凭空落下 眉头紧簇 不行 是的 在刚才的修炼过程中 出问题了 他一直用自己的精神力 感受着前蕾的身体变化 他发现 在前蕾用血脉燃烧之力 去尝试炼体的时候 外部涌入的生命能量 补充到他体内 补充的 只是他燃烧的血脉 也就是说 可以让他燃烧的时间更长 却没能补充到 他被火焰炼制的右臂之中 右臂经脉 一下子就受到了重创 那一瞬间 前蕾固然可以通过右臂 爆发出远超平时的攻击力 可实际上 却并不能让右臂 由外而内的变得更强 幸好 前蕾的黄金笔蒙之体 极其坚韧 虽然受创 但没有伤及根本 在蓝梦琴的治疗下 渐渐恢复正常 但当他变回人形的时候 脸色还是不禁有些苍白 蓝轩宇看向前蕾 怎么样 没事吧 太疼了老大 那是撕心裂肺的疼痛啊 燃烧的好像不只是血脉之力 甚至连灵魂都燃烧了 树老传递给我的生命链 可以让我本身保持活性 但燃烧带来的痛苦 和焚烧右臂造成的创伤 却不能被弥补 和你说的龙力链体 感觉截然不同 蓝轩宇在进行龙力链体的时候 是通过那龙魂骨 带来的燃烧之力 淬炼身体 身体会潜移默化地被滋养 虽然也很痛苦 但炼制的过程中 能明显感觉到 破坏与创造同时存在 有种破而后立的感觉 嗨 大家好 我是蓝轩宇 最近新书 当医生开了外挂上架了 我在里面学到了很多医疗知识 快来和我一起听吧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关注喜道公子 订阅本书 三十刻度团队 将为您带来更多精彩作品 第1088集 血脉淬炼之法 无疑是一种极其霸道的修炼方法 蓝轩宇用着没问题 可刚刚潜蕾在用这种方式修炼的时候 最大的问题就在于 完全是破坏 没有恢复了 这是血脉造成的问题 生命能量能够补充的是全面的 从某种意义来说 生命力是万能的 可是血脉之力 需要的不只是生命力 更是血脉的补充 而且你这修炼之法 应该是专门针对于龙族血脉拥有者 对于其他的血脉 可能不行 开始我就想到了这点 否则的话 天龙星也不会只是龙族 能够修炼这龙力炼体法门了 但龙力厅最大的优点 就是补充龙力 今天的实验并不白费 至少让我们知道了 非龙族进行龙力炼体时的效果 其实整体方法是没有问题的 问题就出在 胖子没有血脉之力的补充 但如果是在龙力厅进行 直接补充龙力 他的血脉又会排斥 融合不了 但如果我能够将血脉之力 进行一定的转化 把龙族血脉之力 转化成适合前蕾的血脉之力 就相当于补充 他的黄金笔蒙血脉 是不是就能帮他 进行龙力炼体呢 或者说是黄金笔蒙之力炼体 从理论上来说 是可行的 可是这血脉之力 从何而来啊 又怎么转化成为 黄金笔蒙血脉之力啊 或许 我有办法 他在今天实验之前 就已经猜到了 效果不会太好 很难一次性成功 但他也想到了一种可能 一边说着 他看向自己的右手 右手拇指上 深蓝色的戒指 光芒闪耀 什么办法 现在还不能肯定 但可以尝试 走吧 我们先回去 当他们回到住处的时候 白秀秀还没有睡 一直等着他们回来 唐宇格和袁灰灰也在 袁灰灰有些迫不及待地问道 情况如何 和想象中差不多 因为缺少血脉能量的补充 所以在炼制过程中 只有破坏 却没有创造 所以效果不好 但我有一个想法 我觉得我们可以试试 成功的几率会比较大 这次胖子尝试修炼的过程中 我一直在观察着 他燃烧血脉 对于身体的影响 以及黄金笔蒙血脉的气息 想要让他的炼制能够成功 那么就需要拥有 同样血脉能量进行补充 这就和龙力链体殊途同归 在他身上就变成黄金笔蒙链体 所以我们首先要做的 就是为他提供黄金笔蒙的血脉之力 黄金笔蒙我们没地方找 但是阿宝却能够通过 对他的血脉能量了解 去模拟出黄金笔蒙血脉 就像是把我们变成各种样子一样 这是他的另一种能力 能量转换 只不过模拟的能量层次越高 消耗也就越大 想要模拟血脉之力 首先要使用的基础 也是血脉之力 你的意思是说 抽我们其他人的血脉之力 经过寻宝兽的转化之后 给他修炼就能够获得成功吗 不 当然不是 血脉之力如果被抽出 对我们是直接的损耗 想要恢复 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那岂不是如同 饮阵止渴一般 捡了芝麻丢了西瓜吗 但是血脉之力 可不只是我们才有啊 在天龙星上 血脉能量最强的就是龙族 如果我们能够冲出龙族的血脉之力 再通过阿宝的转化 提供给胖子的话 说不定就能帮他完成 黄金笔蒙链体 如果在你身上 那就是五行麒麟链体 在灰灰身上 就是精灵龙血脉链体 甚至会比龙族链体的效果更好 因为龙族厅之中的龙族 强度是有限的呀 众人听他这么一说 顿时眼神都变了 白秀秀失声道 你的意思是 猎龙 岳叔叔给我的黄金龙枪 以及我的天圣猿链体 都有一个特点 那就是 吞噬 这些吞噬而来的能量 可以直接被我吸收 或者倾泻掉 黄金龙枪转化的只能是生命力 也就是将对方的生命能量吞噬过来 为我所用 补充自身 越战越强 而天圣猿链体吸收的 却是全部 他能够将一切吞噬 转化为自己的攻击之力 这是他和黄金龙枪的不同之处 根据岳叔叔所说 这天圣猿链体 乃是当初深渊卫面之主 深渊圣君的武器 是一件不逊色于 海神三叉戟的超神器 在他的指点下 我现在已经知道 天圣猿链体 真正的应用方法 所以我们可以 诚实在猎龙之后 通过天圣猿链体 将龙族的能量 剥离出来 取其中的血脉之力 让阿宝进行转化 转化成为适合 你们每一个人的血脉之力 然后利用这份血脉之力 让你们完成炼体 这样一来 血脉炼体之法 就有可能在你们大家 每一个人身上成功 天龙星上的这些龙族 都是龙变时期 出来的伪龙 但血脉之力 都相当不弱 提升血脉之力 甚至要比提升 你们的魂力 会让你们进步更快 可以说 你们每个人 都能够按照 龙骑士的方式 进行修炼 众人看着蓝轩宇 一时间都有些 没回过神来 还是潜雷打破了平静 老大 你这也太敢想了吧 之前你说尝试 燃伤血脉炼体的时候 其实我是觉得不靠谱的 但为了对你支持 才想要尝试一下 现在听你这么一说 我觉得真的可行啊 猎龙炼体可还行 你这脑子 这怎么仗对啊 这种方式 也只有在天龙星上 才能用 因为在这里 我们举世皆敌 其实 在我们母星上 我们魂师 早就这么干过了 猎杀魂兽 获取魂环 和过这种方法 没什么差别 只不过那时候 针对的是魂兽而已 不过 这种方式 我希望大家保密 仅仅局限于 我们三十三天意之中 未来 如果我们真的能够 占据天龙星 这种方法 我不希望流传出去 以免制造许多 不必要的杀戮 不会的 没有你在的话 这种方式 根本没法使用 这可是需要 天圣猎猿戒 加上阿宝 才有可能成功的 那我们什么时候 开始尝试 不急 我们先要做一些准备 接下来的几天 他们都留在住处修炼 皇家那边 也始终没有 让人来打扰 但各种珍稀食材 滋补的药物 不断送来 提供给蓝轩宇和白秀秀 作为修炼资源 三天后 夜幕降临 荧光一闪 风龙城郊区一栋 安静的房子里 六道身影浮现出来 正是蓝轩宇六人 这座房子 就是之前蓝轩宇让钱磊 他们买下来 作为临时住处的 同时 也是一个中转处 蓝轩宇看着地面上的 银色魔纹 短距离传送非常顺畅 毫无问题 接下来 我们尝试一下 长距离传送 嗨 大家好 我是蓝轩宇 最近新书 当医生开了外挂上架了 我在里面学到了 很多医疗知识 快来和我一起听吧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关注喜道公子 订阅本书 三十课度团队 将为您带来 更多精彩作品 第1089集 一边说着 他带着伙伴们 走到隔壁客厅之中 一片更大的魔纹之中 一圈圈橙色光环 从蓝轩宇脚下升起 六圈橙色光环 散发出的光芒 令整个房间内 都变得绚丽起来 排列在最后一位的 橙色光环 光芒大发 刹那间 蓝轩宇身上 银色鳞片奔涌而出 灿烂的银色光滑 化为光环 将六人全部笼罩在内 荧光一闪 六人凭空消失 当他们再次出现的时候 已经是在一处 郊外的山坡顶端 夜风袭袭 带着清爽而舒适的气息 浓郁的生命能量 给人一种 全身通畅的感觉 蓝轩宇打开 天龙星上购买的定位系统 看了一下 向众人比了个大拇指 千蕾 由衷地赞叹道 凶兽级别的空间元素控制 真的是厉害啊 很久没有战斗过了 手得有些痒痒了呢 猎龙行动 正式开始 他们此时 所在的地方 已经远离了风龙城 而是在距离风龙城 最近的城市 萧云城附近的郊外 正所谓 兔子不吃窝边草 蓝轩宇从一开始 就没打算 在风龙城动手 毕竟 龙族对于天龙星来说 是最为重要的 每一位龙族都在边 一旦有龙族消失 所在地必定会进行调查 他们就算能够做到 毫无踪迹留下 但龙族失踪 还是会引起注意 所以 萧云城 就是第一站 你们在这里做好准备 我去诱敌 蓝轩宇向五人说道 下一瞬 翠魔战舰 就已经被他释放了出来 闭光一闪 蓝轩宇已经没入 翠魔战舰之中 消失不见 闭光冲天而起 在飞行的过程中 却是凭空消失 眨眼间 连蓝轩宇的气息 都已经随之消失无踪了 前蕾看着蓝轩宇消失的方向 有翠魔战舰 有空间元素掌控 老大现在真的是越发地神出鬼没了 别废话了 赶快准备吧 蓝梦琴拍了他一下 翠魔战舰飞行速度极快 在蓝轩宇的控制之下 速度更是能够任意犹新 远远的 他已经看到了巨大的城市 萧云城的规模 要比丰龙城更大 就像黄道奇所说的那样 封龙城 确实是十六大城市之中 相对最弱小的一座 在寻宝兽的幻化之下 它完全是隐没于空中的 降低飞行速度 进入萧云城范围之中 夜晚的萧云城 极为热闹 街道上 龙马星系的各个种族 都能见到 不过 蓝轩宇发现 自从上次 玉空族来大闹之后 他在 风龙城那边 就再也没有见过 玉空族人了 在萧云城这边 也同样没有 玉空族出现 略微搜寻了一会儿 蓝轩宇就找到了一个 合适的目标 萧云城的大道上 一头身形肥瘦的龙族 正在迈着大步走着 不过 他的身体有些晃动 身上也散发着一种 奇怪的味道 来到天龙星 也有一段时间了 对于这种味道 蓝轩宇已经知道来历 那是一种 迷幻饮料 价格非常的昂贵 服用之后 会出现幻想 在幻想中 会感受到快乐 是龙族特别喜欢的一种饮品 用来在放松的时候服用 但服用之后 感官会变得迟钝一些 从天龙星官方 是禁止服用这种饮品的 但是实际上 在各大城市明面上 都有出售 毕竟 这是龙族才用得起的东西 眼前这个龙族 身长在十五米开外 背后翅膀 却显得有点小 不知道能不能飞得起来 全身覆盖着铁灰色的鳞片 下腹没有鳞片存在 肥瘦的肚子 在行走过程中 都要贴到地面上了 眼神也有些涣散 明显是受到迷幻饮料的影响 无疑 这是一位下尾龙族 任何事情 当然是由意到难 眼前这位下尾龙族 无疑是最合适的 从能量气息上判断 这位下尾龙族 虽然已经是成岩体 但也就相当于是 八环魂斗罗左右层次的 能量波动 能力是什么 不清楚 蓝轩宇缓缓飞到他上方 翠膜战剑悄然收起 寻宝兽幻化能力转换 下一刻 他已经化为一头 同样是下腹没有鳞片的龙族 凭空落去 落点刚好是那位下尾龙族身前不远处 那下尾龙族 正在大踏步地向前走着 前方黑影一闪 一头身形比他要小一些的下尾龙族落下 落下时 翅膀还扫在了他头上 派得他一个猎戒 险些摔倒在地 混蛋 你没张眼睛吗 引用了迷幻饮料的下尾龙族顿时大怒 哪怕对方是和自己一样的龙族 也是如此 蓝轩宇回过身 看了他一眼 不屑的声音 从龙口之中吐出 你会飞吗 不会飞的笨蛋 也有资格走大道 你说谁不会飞 那位下尾龙族顿时更加愤怒了 就像是被触动了逆鳞一般 背后双翼猛然张开 别说 他那双翼有些折叠 伸展开来的时候 比原本看上去要大一些 说你啊 看你飞的都成什么样子了 真是给我们龙族丢脸 你想找揍是不是 下尾龙族猛然上前 低头就向蓝轩宇撞来 蓝轩宇假意抵挡 却突然移侧身 利用对方反应不敏锐 翅膀一下扇在他头上 顿时 那位下尾龙族 被拍击地向侧相冲出 直接扑倒在地 懒得理你 要不是大道不许争斗 今天我就揍你 蓝轩宇不屑地说了一句 拍动双翼 重新飞起 龙族的这些尾龙 在天龙星上 一向都是横冲直撞的存在 骄傲得不像样 从蓝轩宇的观察就能看出 实际上 其他种族对于龙族 除了敬伪之外 更多的是憎恨 此时就是如此 大道两侧 看到两头下尾龙族 突然发生争端 其他种族都是一副 看好戏的样子 根本没有谁上来劝架的 事实上 按照天龙星的规矩 龙族的争斗 也只有龙族才能处理 蓝轩宇展翼高飞 那下尾龙族已经炸了 他也知道 在大道上不能动武 所以刚才才示威性的 想要顶蓝轩宇一下 却没想到对方 竟然是对他直接出手 把他抽倒在地 眼看对方要跑 他如何肯干 用力地拍动了两下双翼 助跑两步 就向蓝轩宇追了 口中还发出愤怒的龙吟声 蓝轩宇发现 这家伙确实是能飞的 只是 这飞行的速度 就有些令人不敢恭维了 简直是龙族的耻辱 估计 这位在下位龙族之中 都是很差的存在了 飞起来 那沉重的大赌男 不断地向下坠去 蓝轩宇不屑地回头 瞥了他一眼 就凭你 也想追杀我 略微增加了一点速度 朝着来迟的方向追去 对于他们的争执 根本就没人来管 龙族好战 更是最强种族 在天龙星 有着太多的特权 只要不是生死搏斗 一般来说 就算是龙族自己 也是不管的 只会放任自留 下位龙族在迷幻饮料的作用下 此时的愤怒 已经达到了顶点 身上散发出一股 铁灰色的光运 一双龙翼之上 竟然生长出一块块 巨大的鳞片 顷刻之间 让龙翼开始变大起来 在空中拍动 推动更强的气流 居然速度也是增加了许多 直奔蓝轩宇追来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关注喜岛公子 订阅本书 三十刻度团队 将为您带来更多精彩作品 第1090集 这是金属元素掌控吗 蓝轩宇发现 那位夏卫龙族翅膀上 长出的鳞片 是由金属元素凝聚而成 附着在他的翅膀两侧 让翅膀增大 蓝轩宇也随着加速 一前一后 很快就飞出了萧云城范围 向郊区飞去 出了萧云城 蓝轩宇故意开始降低速度 让对方越追越近 那位夏卫龙族也看快要追上了 顿时再次加速 双翼拍动 空气周围大量的金属元素 开始凝聚 令他的身体开始持续变大 然后直奔蓝轩宇撞击上去 头顶上阴影大放 蓝轩宇双翼收敛 看似有些慌乱的闪避 身躯向下方坠落 直奔地面方向飞去 有本事你别跑 那夏卫龙族 看着对方狼狈的样子 顿时大感畅快 骤然下扑 直奔蓝轩宇压来 宛如泰山压顶一般 就在这时 蓝轩宇变了 幻化的身形突然收敛 身体猛然变小 加速下冲 没入森林之中 夏卫龙族一愣 龙族的能力 也是千奇百怪 因为在龙变时期 伪龙出现 都是不同种族 龙变而来 甚至很少有能力 相同的伪龙 他们的能力 都和龙变之前的 本体有关 这是什么能力 身体缩小 此时 他服用的迷幻饮料 效果正在不断消退 龙族都是有较高智慧的 他也感觉到了 有些不对了 双翼张开 悬停在半空之中 龙族之争并没有什么意义 毕竟是同族 怒哼一声 这位夏卫龙族 并没有要飞下去的意思 算你走运 别让我再看到你 抛下一句狠话 他就准备回去了 毕竟 自己知道自己事 他很清楚 哪怕是在夏卫龙族之中 自己也是较弱的存在 这荒郊野外的 真被揍一顿 可就得不成诗了 但就在这时 空中突然传来一声厉笑 还没等他反应过来 一根箭矢就已经到了他面前 那箭矢就像是凭空出现的一般 根本没给他闪躲的机会 砰的一下 箭矢直接插在他的左翼上 紧接着 一股强烈的麻痹感 瞬间扩散 令他大惊之下 沉重的身体 不受控制地向下方落去 赶忙控制着双翼 拼命开打 想要控制住自己的身形 可再想控制 谈何容易 他刚才就已经用金属元素 遍布全身 无论攻击 防御能力 都达到了最强程度 可以让他的体重 达到了最佳状态 无奈之下 他只能是收敛双翼 包袱住自己的身体 同时 金属元素再次提升 他对自己的防御力 还是很有信心的 哪怕是从这个高度摔下去 也不会有太大的危险 毕竟 下面都是树木 下尾龙族坠落 就在他距离地面 还有三十米左右的时候 一道身影 突然腾空而起 这道身影看上去 有些虚幻 但却非常庞大 下尾龙族只觉得 一双粗壮的手臂 猛然搂住了自己的脖子 下一瞬 他那么沉重的身躯 就已经不受控制地 被猛然抢起 借助下坠之势 狠狠地砸向地面 地面被砸出一个深深的大坑 下尾龙族被摔得七昏八落 仿佛连环都要被摔出来了似的 下一瞬 他身上一沉 一道身影 就已经落在了他的背脊上 一股令他毛骨悚然的危险感知 突然出现 他毕竟是龙族 自身实力再弱 那也是在龙族之中而言 毫不犹豫地身体蜷缩 身上所有的鳞片全部暴涨 犹如一面面盾牌一般 护住身躯 他最强大的能力就是防御 他虽然不知道 袭击是从何而来 但那致命的威胁感 却太过清晰了 可是 就在他的鳞片 才刚刚凝聚出来的刹那 突然间 他感觉到自己的身体 仿佛像是在融化一般 所有的金元素 都在离他而去 紧接着 深蓝色的光影 就已经没入了 他的后颈之中 无论是坚硬的鳞片 坚韧的龙皮 在这一瞬 都没有起到任何防御作用 恐怖的吞噬之力 顷刻间袭来 令他的身躯 剧烈地颤抖起来 他拼命地想要挣扎 但搂住他脖子的那两条 粗壮手臂 却爆发出 恐怖之极的力量 而且 还有一种 令他产生出 强烈恐惧的气息 蓝轩宇 站在下位龙族背上 天圣列渊 已经狠狠地 刺入了他的脖子 刹那间 天圣列渊 深邃的深蓝色 已经变得通透起来 能够明显看到 内部的光运流转 孟禽 你来 蓝轩宇 向旁边不远处的 蓝孟禽说 好 蓝孟禽盘膝而坐 他是看过 前蕾 当初在尝试 血脉炼体的时候的状态的 毫不犹豫地 点燃了自己体内的 部分血脉 他虽然没有 前蕾那么强悍的体魄 却有翡翠天鹅在 他的恢复力 是所有人之中 最强的一个 而且 就算是有危险出现 翡翠天鹅 也能够帮他及时止损 绿色光焰 从蓝孟禽 体表上浮现而出 光焰流淌 他首先选择的 也是右臂 他的右臂 几乎是在刹那间 就变得透明起来 甚至都能看到 在那透明的手臂之中 有光焰流淌 阿宝 蓝轩宇沉声喝道 寻宝兽搜的一下 从蓝轩宇额头处钻出 蓝轩宇的双眸 突然变成了深蓝色 一种恐怖的气息 从他身上迸发而出 在这一刻 仿佛已经变成了 黑洞一般 吞噬着周围的一切 甚至包括光线 千蕾紧紧地搂着 那位下尾龙族的脖子 不让他动态 所以 距离蓝轩宇最近 他能清晰地感受到 此时 蓝轩宇身上 散发出的气息 是何等的恐怖 幸好 这感觉只是 持续了一瞬间 下一瞬 蓝轩宇右手 握着天圣猎猿脊 左手向寻宝兽的方向 拍出 顿时 一股灰黑色的能量气流 直奔寻宝兽而去 寻宝兽双眸明亮 双手一圈 在自己身前 顿时出现了一个 白色气旋 灰黑色能量 钻入气旋之中 被不断地吞没 蓝轩宇脚下的下尾龙族 庞大的身躯 开始变得干瘪起来 自身的挣扎 也变得越来越微弱 寻宝兽的双眸 猛然亮起 一双大眼睛 看向蓝梦琴 两道闭光 从她的眼眸中射出 落在蓝梦琴身上 蓝梦琴此时 因为燃烧血脉 全身已经在 剧烈地颤抖着 右臂的衣物 都已经被焚烧殆尽 闭光涌入 她的身体猛然一震 右臂上的光芒 反而收敛了几分 蓝梦琴只觉得 自己的血脉之中 似乎有一股洪流 奔涌而来 与自身能量疏突同归 正在因为焚烧 而被破坏的经络 骨骼 血肉 都在被飞速地修复着 而火焰灼烧中 所产生的一种奇异沉淀 似乎就在这灼烧 与恢复的过程中 循环往复 痛苦迅速降低 虽然依旧剧痛 可因为比之前强了许多 似乎也不是不能忍受了 嗯 可以 唐宇阁向蓝轩鱼 点了下头 蓝轩鱼比出大拇指 继续吞噬那位下尾龙族 这下尾龙族 本身的能量强度 虽然有八环左右 但因为服用了迷坏饮料 再加上 明显不是经常战斗 在之前战斗的过程中 根本没有发挥出全部实力 更何况 他所面对的 乃是包括 媲美封号斗罗层次的蓝轩鱼 金属属性 完全克制他的唐宇阁 远程攻击的袁安徽徽 以及力大无穷的潜蕾 第1091集 下尾龙族几乎没有什么招架之力 就被赶翻在地 此时他的生命气息 正在急剧下降 蓝轩鱼 寻宝兽 和蓝梦琴 完成了一条修炼通道 寻宝兽擅长于能量转化 蓝轩鱼早就知道 毕竟 当初他在三罗星 冰火两一眼修炼的时候 就是寻宝兽 经常将冰火两一眼的能量 转化为仙灵之气 提供给他修炼 只要是寻宝兽 见过的能量 血脉之力 他就能转化出来 前提是 有足够的能量供应才行 不然 就是消耗他自身的本源之力了 此时这种转化的过程 其实对寻宝兽自身 也是很有好处的 他将那些适合转化为 血脉之力的能量 传递给蓝梦琴 而残余的生命力 以及下位龙族的其他力量 就都被他自己过滤吸收掉了 这段时间 他持续幻化 帮助蓝轩鱼 他们各种伪装 自身的消耗 也是相当不小 只能通过蓝轩鱼的力量 补充自身 但这 会拖延蓝轩鱼的修炼速度 此时有这位下位龙族补一补 也让他有种精神焕发的感觉 持续给蓝梦琴 灌输血脉之力 五分钟左右 蓝轩鱼喝道 梦琴 停止修炼 巩固 宇阁来 唐宇阁在蓝梦琴身边 不远处坐下 蓝梦琴那边 闭光闪烁 一道碧绿色身影 出现在他的身后 正是翡翠天鹅 碧绿色的光运涌动 宛如水波荡漾一般 将火焰斧平 结束了血脉炼脂之苦 就是这么一会儿的功夫 蓝梦琴全身的衣襟 就已经被汗水浸透了 可见这血脉炼脂 是何等的痛苦 蓝轩鱼和白秀秀 上次进行血脉炼制的时候 之所以没有那么痛苦 最主要的原因是 因为他们服用的是 龙魂果 而不是点燃自身血脉 痛苦程度 较小得多了 蓝轩鱼刚刚已经感觉到了 蓝梦琴的精神波动 有些不稳 及时终止了他的修炼 柔和的五彩光焰 在唐宇阁身上点燃 他的血脉光焰点燃时 明显和蓝梦琴 又有所不同了 首先是稳定 火焰要比蓝梦琴 之前身上燃烧得稳定得多 唐宇阁自身修为深厚 积累也足 再加上年龄 要比其他人大了两岁 身体发育也更加完全 此时 火焰刚刚点燃 他竟是完全可以控制 同样也是选择的是右臂 向右臂之中 涌动过去 头顶上方 阴阳混沌鸟 悄然浮现而出 化为黑白双色盘旋 为他守护 这种并不算太剧烈的燃烧 他直接通过阴阳混沌鸟 就可以帮自己灭火 寻宝兽眸光一转 从先前的碧绿色 瞬间化为五彩色 五彩光芒照耀 落在唐宇阁身上 唐宇阁身体微微一阵 全身顿时散发出一层 宛如琉璃一般的五彩光芒 自身循环 五彩火焰灼烧锻造 他的情况 比蓝梦琴要稳定得多 虽然也是眉头微醋 承受痛苦 但身体的振动 就明显小多了 看到唐宇阁的状态 蓝轩鱼也是松了口气 事实证明 他的设想是成功的 在他和寻宝兽的 共同努力下 燃烧血脉 淬炼自身之法 终于完成了 血脉在淬炼之下 身体强度 必定会持续增强 增强身体的所有强度 甚至也在同时增强精神力 这种修炼方法 极其霸道 一个不好 就会造成不可弥补的伤害 同样的 正因为他的霸道 所以他在修炼的过程中 才会产生强大的效果和作用 蓝梦琴那边 已经渐渐稳定下来 开始大量地吸收着 空气中的生命能量 补充自身 潜蕾此时 已经松开了 搂住夏伟龙族的手臂 重新变回人形 那夏伟龙族 已经是奄奄一息 再也不能挣扎了 他快不来到蓝梦琴身边 为他守护 唐宇格的修炼 一直持续到这头夏伟龙族 咽下最后一口气 身体完全干瘪下去 才停止下来 他的承受力 比蓝梦琴强上许多 一个是修为原因 另一个 则是他的天干其林 五行轮转之下 对于火焰的控制 更加精妙 自己身体的强度 本来也更强 五行遁法 对于燃烧血脉的火焰自伤 有很好的抵抗作用 光芒收敛 唐宇格也渐渐停止了修炼 同样的 他的身体 也开始迅速吸收 周围的生命能量 补充自身 蓝轩宇将夏伟龙族的尸体 收入到自己的命运之环之内 没有什么 比把尸体直接收走 更能毁尸灭迹的了 而这 还能够成为功勋 带回给第七舰队 这可是天龙星上的龙族尸体 对于斗罗联邦研究天龙星龙族 会有很大的帮助 整整两个小时之后 唐宇格和蓝梦琴 才先后苏醒过来 但二女明显都有些虚弱 蓝梦琴沉声道 我们先回去 荧光缭绕 卷住众人 与定位连通 光芒闪烁之间 六人凭空消失 回到了封龙城郊外的临时住处 此时此刻 大家的眼神都是亢奋的 乾雷有些迫不及待地 向蓝梦琴问道 怎么样 嗯 有很强的效果 我的右手已经感觉变得不一样了 但后遗症也很严重 需要很多生命能量 补充之前的消耗 那些从下尾龙族 吸来的血脉之力 只能修复炼制过程中的损伤 但不能补充我自身的消耗 我估计 需要闭关一段时间 才能将这次的炼制效果 完全体现出来 我的情况也差不多 需要很多生命能量 才能补充自身 稍后送你们到树老那边去 请树老帮你们吸引更多的生命能量 帮助你们修炼 目前来看 这种方式是可以进行的 同时还能削弱敌人 但有一点 我提醒一下大家 今天我们面对的 很可能是全部龙族之中 最弱小的存在 龙变时期 一共有千余各种伪龙出现 但现在距离龙变时期 已经过了很多年 我们虽然繁衍的速度慢 但也依旧在繁衍生息 就像黄稻齐 都已经有六个子女了 这种繁衍的后代 血脉纯度会更加变弱 未来我们面对其他龙族时 还要更加小心 但我估计 越强大的龙族 血脉之力也越强 能够提供给我们更多人修炼 下次我来试试 轩宇哥哥 咱们什么时候再行动啊 嫌不及 这次我们只是尝试 其实准备并不充分 一头龙族消失 还不那么容易引起注意 但如果在短时间内 有多个龙族消失 肯定会让天龙星注意到的 我会让梁浦 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 在十六座城市 都找偏僻地方 购买住房 不 天龙城除外 天龙城我们还是不去为妙 然后我们在这些住房之中 我会制作定位昏倒法阵 让我们能够进行远距离传送 但太远的距离 我现在可能还做不到 到时候需要大家 齐心协力帮我 有寻宝兽的能量转化在 完全可以将其他人的魂力 转化给蓝轩宇 补充他的消耗 让他能够传送到更远的地方去 先前的萧云城 是距离风龙城最近的 再加上蓝轩宇布置好的法阵 以及橙金色魂环本身的强大 这才能够完成传送 但往返这一趟 他自身的魂力 足足消耗了接近七成 比战斗史消耗的还要多得多 再远一些的城市 传送就可能会出现问题 第1092集 但蓝轩宇也有他的办法 一次传送不行 就两次 只要在每座城市 都建立传送中转站 那么就可以通过多次传送 抵达更远的地方 然后再作战 猎杀伪龙的战场 肯定是要在整个天龙星进行的 不过 一头下伪龙族 只是让唐宇格和蓝梦琴 两个人修炼 还是让蓝轩宇有些惊讶的 原本他认为 一头下伪龙族的血脉之力 应该能让他们几个都修炼才对 至少要是四个人 但事与愿违 唐宇格一直坚持到了 他的生命能量完全消失 当然 唐宇格的承受力 是最强的 其他人肯定没有 他这么强的承受度 如果是上伪龙族的话 或许效果会有所不同 毕竟 下伪龙族的血脉之力 过于博杂 龙族血脉并不纯粹 而龙变之后 越类似于龙族的血脉 其中蕴含的能量 也就越是庞大 这次成功 还是让蓝轩宇大为欣喜的 虽然修炼之后 需要庞大的生命能量 作为补充 但在天龙星 最不缺少的 就是生命能量啊 未来 如果他们强大到一定程度 能够猎杀一位龙骑士 来修炼的话 还不知道 能达到怎样的程度呢 当然 现在还只是畅想 龙骑士那种层次的存在 想想也就可以了 庞宇阁和蓝梦琴 被送到树老处修炼 吸收生命能量 蓝轩宇带着白秀秀 袁徽徽和钱蕾 重新传送回城主府之中 凭借着空间传送 他们夜晚的行动 可以说是神不知鬼不觉 几个小时的时间 就已经完成了 前往萧云城 猎杀下尾龙族 吞噬下尾龙族能量 血脉淬炼的所有过程 这个过程可以说是紧张 有刺激的 以至于 直到返回了白秀秀的住处 众人的情绪 都含有些兴奋 炫宇 如果是你直接吞噬那些龙族的力量 是不是也可以进行血脉淬炼 应该是可以的 而且要比龙历厅效果更好一些 龙历厅的龙厅对我来说 纯度和总量有些不够 下次可以尝试一下 猎杀龙族进行吞噬修炼 不过还是先等一段时间吧 看看消失了那位下位龙族之后 有没有什么反应 如果这边也下令让龙族小心的话 我们就要收敛一段时间了 明天我们再去龙历厅吧 现在继续修炼 好 母星 史莱克学院 唐武林踏波而行 悄然落在了岸边 今天的天气很好 阳光明媚 海神湖湖面上光影闪动 波光淋漓 湖中心的永恒之术依旧高松 今天没有什么云朵 从岸边也能看到 它那遮天蔽日一般的巨大散盖 散盖的阴影 在阳光的照耀下 投射在海神湖的一侧 呈现出奇异的景象 这还是唐武林回到史莱克学院之后 第一次离开海神阁 到外面来看看 它的状态基本已经稳定了 血脉突破的躁动 被它终究还是压制了下来 毕竟 万年的沉淀 才让它有了突破的契机 这是后机勃发的结果 借助了第十七道封印中的能量 跨出了那一步 但它却明白 自己距离最后第十八道封印 还是遥不可及的 从第十七道封印突破的情况来看 如果它敢开启最后一道封印 恐怕意识就会被金龙王吞噬 想要彻底化解金龙王 留在它体内的意念 恐怕需要有神奇之位镇压才行 而现在的母星 又到哪里去找神奇之位呢 爸爸 妈妈 你们什么时候才能回来呢 思念的情绪在心头荡漾 他还清晰地记得 那为数不多的几次 与父亲交流的情况 正是在父亲的帮助下 他才能一次次度过危机 哪怕他从未见过自己的亲生父母 可在他内心深处 却始终深深地爱着他们 一边想着 他沿着岸边而行 目光向周围看着 似乎是在寻找着什么 半晌之后 他来到了一座木屋前 看着这座木屋 以他的修为竟是有些犹豫 有些鼓足不前 就在这时 木屋的门突然开了 从里面走出一名中年女子 她穿着一身干练的运动服 脖子上搭着一条毛巾 看样子是要出去运动的模样 当他走出门 看到站在门外的唐武林时 也是不禁有些呆滞了 失声惊呼道 岳公子 你好 您是南城女士吧 我们应该见过 对对对 见过的 我们 我们在您的演唱会上见过 南城兴奋得有些 像小女生一般雀跃 唐武林却是很客气地说 我能找您聊几句吗 当然可以 请您进来吧 一边说着 她做出一个请的手势 同时 推开了房门 唐武林在南城的带领下 走进了木屋 木屋内 清爽洁净 因为是在海深湖畔 周围有众多植物的原因 所以 木屋之中 也充斥着淡淡的植物芬芳 非常的舒服 跟随着南城走到客厅之中 唐武林一眼就看到 在墙上挂着一张照片 那是一家三口的照片 看上去 只有七八岁的蓝轩宇 和南城 与蓝霄 三人笑得都很开心 看到这张照片 唐武林停下了脚步 眼眶一下子就湿润了 连她自己都不明白 为什么自己的情绪 在这一刻 会变得如此脆弱 南城看向唐武林 或者说她眼中的月公子 月公子 你没事吧 这是我丈夫 您 突然 她意识到了什么 眼睛瞬间睁大 当她第一眼看到唐武林的时候 脑海中只是想到 这是那位大明星 自己最喜欢的大明星 一时间 心情激荡 但是 她此时却突然想起 蓝轩宇对她说过的话 也意识到了 唐武林的身份 谢谢你 唐武林突然转向南城 深深地向她鞠了一躬 南城吓了一跳 连忙摆摆手 不不不 没什么 我 她也有些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看着唐武林 再看看照片上的儿子 是啊 他们长得可真像 房间内突然变得沉默了几分 足足半赏之后 唐武林才说 我能听您讲讲 轩宇小时候的事情吗 南城此时 也已经回过神来 她笑了笑 哦 当然可以 轩宇这孩子 从小就特别听话 天龙星 只有龙神血脉的火焰 对自己的身体淬炼 才是最彻底的 未来自己的突破 要承受的 是金龙王血脉 和银龙王血脉的双重冲击 只有龙神血脉的力量 才能够承受得住 可是 龙神血脉的点燃 却差点让它崩溃 那种巨大的痛苦 瞬间叫将它吞没 而且 整个龙历厅内的龙历 宛如长径吸水一般 瞬间 就被它吸收得一干二净 以至于身边 正准备修炼的白秀秀 目瞪口呆地看着 蓝轩宇身上 腾起的七色光焰 第1093集 光焰只是持续了五秒钟 就被蓝轩宇 强行地中断熄灭了 她的脸色一片苍白 身体更是不断地颤抖着 你没事吧 白秀秀赶忙上前扶住她 蓝轩宇嘴角抽搐一下 没 没事 龙身血脉燃烧起来太霸道了 就是一瞬间 我都觉得身体 仿佛要融化了似的 幸好这是我自己的血脉力量 才勉强压制住了 有效果吗 效果还是有的 只是太短暂了 能起到的作用不够大 这里的龙历远远不够充足 我大约需要吸收两天的生命能量 能够恢复吧 影响你修炼了 按照龙道奇所说 龙历被抽空一次 大约需要一天的时间来恢复 你明天再来吧 我们先回去 回到住处 蓝轩宇一边吸收着 黄道奇送来的那些天龙星特产 具有浓郁生命能量的各种食物 一边思考着自己的情况 现在已经证明了 龙历萃体 对他们的好处相当大 那天他吃下龙魂果 进行修炼的时候 就已经感觉到了 只是 和今天一样 持续的时间 有点短 现在他已经完全可以肯定 真正强大的天龙星伟龙 一定都在那个空间之中修炼 只有在那里的龙历强度 才能满足他们的修炼所需 他的问题就在于 龙神血脉层次太高 以至于吸收这种被过滤之后的温和龙力 根本不足以补充自身 龙魂果的话 一次吃个五六枚 还差不多 或者就是猎杀龙族 而且还不能是下尾龙族 那天在吞噬那只下尾龙族的时候 蓝轩宇就能感觉到 哪怕那只下尾龙族的血脉精华 全都给他一个人 都不够他修炼一次的 血脉博杂 想要过滤成为龙神血脉 恐怕根本没有多一点 真正能够对他修炼有帮助的 恐怕需要吞噬上尾龙族才行 只是 成年的上尾龙族 最起码也有封号斗罗以上层次的修为 甚至大多数 恐怕都是神级 这根本不是随意能够下手的 一旦被对方逃脱 那么 之前所做的一切 恐怕就要前功尽弃了 可是 不用上尾龙族进行修炼 他现在找不到龙力脆体的好办法 对于伙伴们来说 倒是都能修炼 他反而是成了问题了 但蓝轩宇同时也明白 正是因为修炼的麻烦 这龙力脆体之法 对他的好处 也一定是非常大的 能够极大的加快 他融合两大龙王血脉 成就龙神血脉的速度 虽然艰难 但也要迎难而上 蓝轩宇下意识地攥了攥拳头 必须要有周密的计划才行 至少在去参加生龙祭之前 自己要完成一次 真正的龙力脆体修炼 让自身变得更加强大 这样也能更有把握 至于现在 虽然不能使用龙力脆体修炼 但他还能用 寂灭神雷脆体 脆炼自身 他也比较过这两种修炼方式 两种方式是不一样的 效果也有所不同 寂灭雷霆脆体 相当于是最强大的元素脆体 是在升华他自身的生命层次 而龙力脆体 则是纯粹地增强肉身 让身体强度暴增 血脉气息变得强大 这强大的血脉之力 直接就能够成为他的力量 令他觉得有些可惜的是 那天木恐龙骑士到来的时候 他的修为不够 无法真正感受到 那位龙骑士的状态 否则的话 应该能够发现一些龙力脆体 更多的奥妙 黄道奇说过 哪怕是到了龙骑士那个层次 也同样要持续进行 龙力脆体的修炼 来增强自身 先以寂寐雷霆脆体修炼吧 以寂灭雷霆修炼 进步速度同样很快 还能增强身体的强韧程度 在龙力脆体燃烧的时候 身体承受力也会变强 能够脆炼得更加彻底 时间就在修炼中度过 梁仆已经被蓝轩宇派遣了出去 专门在十六座城市购买住处 他购买一处 夜晚的时候 蓝轩宇就驾驶着翠魔战舰前往 布置传送法阵 当然 天龙城除外 但天龙城那边 还是要购买房屋 毕竟 未来不知道什么时候 还是会去的 除了自身修炼提升之外 蓝轩宇还在帮助寻宝兽修炼 寻宝兽的作用 正在日益变大 无论是能量转换 还是帮他们幻化守护 如果寻宝兽的神石层次 能够达到媲美一级神级 也就是超神级的层次 那么 就算是在天龙星手座面前 他们都不用担心 会被认出来了 蓝轩宇以寂灭雷霆 添炼身体 他的血脉之力 虽然不会直接增强 但却会被添炼得更加纯粹 再吸收生命能量 补充自身 有黄道琪提供的 那么多修炼资源 不用白不用了 提升起来的血脉之力 他也让寻宝兽 吸收 修炼 除了先灵之气外 这是对寻宝兽 最好的东西了 刘峰带着伙伴们 在九天之后回归 蓝轩宇亲自迎接 将三十三天翼所有伙伴 全都接到了天龙星上 为了安全起见 前后一共飞了三次 由寻宝兽全面掩护 抵达之后 再分批进入封龙城 再准备好的郊外住处 住下来 虽然有些拥挤 但也勉强够用了 天龙星的环境 令众人都是大开眼界 没有蓝轩宇在 他们是不能够离开住处的 因为人类外表太过明显 虽说上尾龙族 也能变成人形 但也不能一下出现 这么多上尾龙族呀 安顿好伙伴们之后 蓝轩宇直接找到处老 把自己的想法说了一下 他的计划很简单 这次来的四十多位植物系大佬 已经吸收了一段时间生命能量了 虽然中途折腾过一次 但有了那次折腾之后 反而是变得更加稳定了 现在都在以封龙城为中心 周围的大森林内 寻找最适合自己的地方 吸收生命能量 提升自身 这次三十三天翼的众人来了 蓝轩宇就希望给伙伴们 每一个都安排一位 对应的十万年植物系魂兽 跟随他们一起修炼 有这些植物系大佬 吸收的庞大生命能量 在契合的情况下 对众人的修炼提升 自然是事半功倍 这也是来之前 蓝轩宇就已经跟这些 植物系魂兽说好的事情 至于谁是和什么样的魂兽 树老肯定是最容易辨别的 由树老带着他们 去找这些植物系魂兽 安排他们修炼 最合适不过 这第一批植物系魂兽 蓝轩宇的计划是 让他们在这里修炼个三个月 到半年左右的时间 大概在生龙赛结束之后 让他们返回学院一趟 给永恒之术带回生命能量 经过学院确认以后 所有神级以下植物系魂兽 可以一同前来 在天龙星悄悄地抽取生命能 树老自然是欣然应援 植物系魂兽们 在这里获得的好处 都相当不小 他自己也能明显感觉到 因为生命层次的不同 连他都有种 焕发青春的感觉 生命衰败的状态 都暂时停滞了 也就是说 如果他一直生活在天龙星 就能活得更久一些 唐宇哥和蓝梦琴 用了七天时间 完全恢复了之前 血脉脆体的消耗 充足的生命能量补充 让他们都有种 脱胎换骨的感觉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关注喜道公子 订阅本书 三十刻度团队 将为您带来更多精彩作品 第1094集 不只是淬炼的手臂位置 强度增强了许多 全身的整体强度 都有了不小的提高 证明了血脉脆体 对魂师修炼 确实是有极大好处的 只不过前置条件 要求太高 并不适合所有人 无论是修炼时 承受痛苦的能力 中断血脉燃烧的能力 还是血脉补充 这都不是一般魂师 所能做到的 伴随着他们的修炼结束 下一次猎杀龙族 也提上了日程 一位下位龙族的消失 似乎并没有引起 龙族的整体注意 至少 封龙城这边 毫无动静 这七天来 也已经又有两座城市 梁浦安排好了住处 这其中就包括 他们去过的萧云城 不过 蓝轩宇并没有 在萧云城 布置传送法阵 因为他们毕竟 刚在那边 完成过猎杀 这次的目标 则是换成另一座城市 距离丰龙城 依旧较近 在另一个方向 只比萧云城的距离 略远一点 而且 这次有了住处的定位 当夜幕降临 展开传送之后 加上回归的流风 七个人同时 悄无声息地出现在 这座城市的住处 云峰城 依山傍水 背靠云峰山脉 这片山脉在天龙星上 都是最大的 几座山脉之一 根据蓝轩宇 打探到的消息 有不少龙族 都喜欢在大山之中 遨游 练习飞行 以及空中战斗 因此 云峰城这边 聚集的龙族数量 要比丰龙城 多得多 这种龙族数量 较多的地方 想要寻找目标 自然也会容易得多 当然 前提是 不要被另外的龙族 发现才行 七人从住处离开 这种点对点的 传送法阵 经过蓝轩宇 空间之力的激发 对他的消耗 是最小的 他们这次的目的地 就是云峰山脉 在山脉之中动手 要比从城内 引诱龙族出去 方便得多 上次猎杀 那头下尾龙族时 如果那头下尾龙族 没有跟出来 他们就会比较麻烦了 而且 城市中一般都有监控系统 虽然蓝轩宇 已经幻化成了 下尾龙族的模样 但那死去的下尾龙族 是怎么离开的城市 还是会被记录下来 如果有心人查验的话 就容易露出马脚 所以 这次蓝轩宇 是经过深思熟虑之后 选择的云峰山脉 在山脉之中 修炼的龙族 修炼多长时间 都有可能 失踪一头 根本不会引起注意 不过 这次他们也更加小心 通过电子地图 很快他们就进入到了 云峰山脉的范围之内 蓝轩宇催动魂力 施展出金龙王真身 化为巨龙 让伙伴们 都齐承在自己背上 再经过寻宝兽的幻化演示 让他又重新变成了 下尾龙族的模样 而他背后的六人 全都在幻化中 消失了身影 双翼拍动 蓝轩宇飞入云峰山脉之中 在夜空中遨游 他现在身上的鳞片 也是铁灰色的 而且幻化而成的模样 和上次他们猎杀的 那头下尾龙族 一模一样 一看就是龙族之中 最为低等的存在 夜晚中 他们这样的外观 并不醒目 一边飞行 一边展开精神力 搜寻目标 这次计划 还是要猎杀一头下尾龙族 让钱磊流风 圆灰灰三人 尝试第一次血脉脆体的修炼 云峰山脉 真的是太大了 一眼望不到边际 哪怕在空中都是如此 漆黑的夜空之中 在极为遥远的地方 隐隐似乎有光芒闪烁 不知道是不是龙族身上 发出的光芒 但这些有发光龙族的地方 蓝旋渝肯定会远远避开 天知道 那是不是神级层次的龙族 族族飞行了半个小时 他们都没有找到目标 不知道是因为云峰山脉太大了 还是这边的龙族都已经没在修炼 找地方休息去了 主人主人 那个左侧那座山峰 下面有个窟窿 里面应该有五鬼龙 寻宝兽的声音 在蓝轩宇脑海中响起 他的神识更加敏锐 终于发现了目标 能感受到是什么生命强度吗 应该是下位龙族 蓝轩宇点了下头 双翼收敛 向下方落去 只要是落单的下位龙族 他们应该都能在较快的时间 解决问题 双翼收敛 向下方落去 果然 在半山腰略为靠下的位置 一个有黑的山洞在那里 山洞入口很大 虽然周围寸草丛生 但也不足以将其掩盖 蓝轩宇收敛双翼 直接飞了进去 同时 精神力向内探去 顿时 他也感觉到 里面有一个生命体 浓厚的气血波动 正在稳定地律动着 没有停顿 这样在山洞之中的目标 反而最适合他们 蓝轩宇放轻脚步 背负着众人 悄然前行 洞穴很深 足足前行了百余米 拐过一个弯 内部豁然开朗 是一个天然的洞窟 当蓝轩宇他们 来到洞窟内的时候 一头身长十五米 开外的下尾龙族 正朝着他们的方向看来 你是谁 这是我的地盘 离开 下尾龙族朝着蓝轩宇 发出一声低沉的咆哮 这头下尾龙族 通体呈现为暗红色 身上散发着淡淡的红芒 洞窟内的温度 明显有些增高 显现出他自身 具备活属性的能力 他的头部有些大 身躯相对纤细一些 背后双翼张开 不善地看着蓝轩宇 幻化的下尾龙族 谁能证明 这就是你的地方 我要说这是我的呢 蓝轩宇一边不屑地说道 一边向伙伴们 传递了消息 你胡说 按照规矩 那下尾龙族 愤怒地咆哮一声 刚一开口 蓝轩宇他们就动了起来 蓝轩宇背后 一片冰冷寒意 瞬间蔓延 令原本有些 灼热的洞窟内 温度骤降 那正在说话的 下尾龙族身体一僵 全身瞬间被冰封 幻化解除 巨大的深蓝色双眸 在空中凝视 正是白袖袖的 深蓝凝视 修为达到八环层次 深蓝凝视这一瞬间的爆发 就算对方是火属性 也被强行禁止 其他人毫不犹豫地 都冲了出去 袁灰灰手中 紫星灵宫光芒闪烁 一道箭矢 暴射而出 化为光芒 融入到唐宇阁体内 顿时 唐宇阁瞬间加速 在箭矢的推动下 几乎是寝客间 就到了那头巨龙头顶上方 右拳五色光芒融具 大五行神光 喷波而出 重重的一拳 砸在了那位下尾龙族 巨大的头部 但也就在这时 炙热的火焰 喷波而出 那下尾龙族头部的冰层炸裂 口中喷出大盆火焰 顿时 令洞窟内的温度重新升高 可惜 他面对的 乃是拥有五行顿法的唐宇阁 唐宇阁身上 红光流转 那喷吐出来的火焰 被他牵引着 向一侧而去 大五行神光面前 火焰瞬间暗淡 一拳 依旧将他砸的头部侧歪 一道庞大的金色身影 已是从天而降 双手合握在一起 重拳砸漏 下尾龙族的大头 直接被砸入了地面 黄金笔蒙的壮朔身躯 从天而降 狠狠地踩在了他头上 黄金笔蒙 曾经在斗罗星 被称之为吃龙兽 可不是没有道理的 对普通龙族 他们有天生的压制作用 上次猎杀下尾龙族的时候 那位下尾龙族 在前垒的前置之下 就无法挣扎 前垒一屁股坐在那下尾龙族的脖子上 双拳不断砸落 根本就不让那下尾龙族 有抬头的机会 唐宇哥大五行神光 持续输出 席卷下尾龙族全身 镇压住他的火属性 蓝轩宇从天而降 天圣猎猿鸡 直接刺入下尾龙族 几倍之中 下尾龙族的身躯 剧烈颤抖 生命力宛如潮水一般 涌入天圣猎猿鸡 蓝轩宇能感觉到 这头下尾龙族 所具备的能量 明显要比上次 猎杀的那头 精纯不少 总量也要多一些 风子 你第一个 蓝轩宇看向刘峰 刘峰毫不犹豫地 在角落出坐下 点燃自己的血脉 开始淬炼身体 他能够走到今天这一步 可以说绝大多数 都是靠着自身的一股狠劲 淬炼血脉这种修炼方式 在他看来 正是最为适合自己的 更何况 他自身的白龙王腔 也有一定的龙族血脉 所以 当寻宝兽转化血脉能量 进入他的身体时 刘峰的修炼效果 竟是出奇地好 他直接淬炼的 就是自己拥有 银月狼右臂骨的右臂 低纯的龙银声徘徊 银白色的光芒 载得身体周围缭绕 刘峰面无表情地 催动血脉火焰 淬炼右臂 身体半点颤动都没有 蓝梦琴在他身边守护 随时准备救援 但他发现 似乎并不太需要自己 刘峰的意志力 要比他强得多 修炼过程中 根本没有半分动摇 就那么持续吸收 持续淬炼 感受着刘峰的身体变化 蓝轩鱼也不禁暗暗点头 今天的猎杀过程还算顺利 这头下尾龙族的生命能量 总量也相当不错 刚好可以满足三位伙伴的修炼 持续了大约十分钟左右 刘峰的身体承受接近极限 荆棘龙从他身后出现 中断了火焰的燃烧 他依旧坐在那里 默默调整着自身 吸收空气中的生命能量 灰灰 你来 蓝轩鱼向袁灰灰示意 袁灰灰飘身落地 一团白色光芒 从他头顶上方升起 正是精灵龙 精灵龙舒展双翼 守护在他上方 袁灰灰血脉之力 开始燃烧 寻宝兽转移方向 柔和的绿色光芸 涌入袁灰灰体内 袁灰灰身上 开始腾起淡绿色的光焰 光焰之中 仿佛充斥着 浓郁的生命能量波动 要知道 袁灰灰虽然修为不如唐语格 但一直以来 他都是伙伴们之中 魂力修为排名第二的 而且 拥有精灵王血脉的他 自身生命能量 极其强盛 纯粹 虽然点燃了血脉火焰 灼烧自身 但他的情况 也相对稳定 没有出现太大的纰漏 比刘峰的修炼时间 还要略长一点 持续了十五分钟左右 胖子 赶你了 此时 那位夏伟龙族 已是奄奄一息 没有挣扎的可能 潜蕾迫不及待地 从他头上跳下 变回人形 盘膝坐下 他之前已经尝试过一次了 那次的痛苦 他可是记忆犹新 所以 这次刚刚点燃血脉火焰的时候 他就已经开始呲牙咧嘴 但当寻宝兽 将夏伟龙族血脉 转化为金色光芒 注入他体内之后 他一下就稳定下来 金胖子的光影 在他身后 若隐若现 看着夏伟龙族的身体 眼中满是贪婪之色 张开双臂 在潜蕾背后 不断做出 深吸气的状态 顿时 潜蕾吸入体内的血脉能量 开始变得越来越多 幸好今天这头夏伟龙族 要比上次的夏伟龙族 生命能量强度大了不少 否则的话 还真的未必够他修炼的 正在潜蕾修炼到 关键时刻的时候 突然间 一声震耳欲聋的龙吟声 从洞外响起 众人脸色顿时变了 又有龙族来了 我们从进入到现在 前后也不过半个多小时的时间而已啊 怎么会这么强 蓝轩宇心头一沉 他突然意识到 自己有一个失误 当他们刚刚进入洞窟 见到这头夏伟龙族的时候 直到看到他 那位夏伟龙族 才流露出惊讶的表情 而在进入过程中 虽然放轻了脚步 但蓝轩宇 毕竟是幻化成的龙族身体 落地不可能一点声音没有 也就是说 那位夏伟龙族早就发现他了 并没有在睡觉的情况下 也没有因为有动静而惊讶 这意味着 很可能这里居住的 不是他一个人呢 唐宇阁白秀秀 蓝梦琴三女 毫不犹豫地飘身而下 并肩而立 蓝轩宇现在 还在帮助前蕾修炼 如果中断 那位夏伟龙族 剩余的血脉能量 就要浪费了 来敌情况不明 他们先坐低打 低沉的轰鸣声 持续响起 一百多米的距离 对于龙族来说 那就是几步的事情 转眼间 一头全身火红色的巨龙 就已经出现在了众人眼前 他一眼就看到 被蓝轩宇天生肋猿剑 刺入身体 已经濒临死亡的下位龙族 瞳孔瞬间收缩 树桐凝聚的宛如针尖大小 一张嘴 一口赤红色的吐息 就已经朝着众人喷吐而出 这头巨龙身长超过三十米 关键是 下腹部 覆盖满了鳞片 这分明是一头 至少中卫龙族的存在 他身上的能量强度 极其暴躁 至少也是封号斗罗级别的强者 危机的突然降临 令蓝轩宇七人 顿时陷入了危机之中 最关键的是 现在刘峰 袁恢恢 潜蕾 甚至是蓝轩宇 都不能动手 只能依赖于三位女将 唐玉阁一步跨出 已是腾身而起 身体在半空之中 五彩光芒流转 瞬间化为五行麒麟 五彩光芒再转 融合 天干麒麟 右前找拍击而出 天干神光迸发 化为屏障 将所有的火焰 全部阻挡了下来 在天干神光的作用下 火焰飞速地减弱 但那强烈的冲击力 却将唐玉阁 轰击地倒飞而出 撞击在远处的墙壁上 这是能量强度的差别 龙族之所以强大 除了身体强度之外 就是能量强度了 大胆 一声娇和突然响起 紧接着 白秀秀身形膨胀 背后龙翼张开 展现出了深渊冰魔龙真身 绚丽的深蓝色鳞片 在对方身上的火光照耀下 愤怀鲜明 看到他突然变身 对面那火红色巨龙 顿时呆了一下 尚未龙族 为何要杀我儿 白秀秀却没有开口 周围的空气 骤然变得昏暗起来 大片蓝紫色的光球 在空气之中钻出 疯狂地向对方砸去 死亡凋零 那火红色巨龙 愤怒地咆哮一声 顿时 顾不得对方是尚未龙族了 他那庞大的身体 收缩几分 一层暗红色光芒 从体内迸发而出 每一颗蓝紫色光球 落在那光幕上 固然会让光幕 暗淡几分 却硬是挡住了 死亡凋零的腐蚀 此时 令蓝轩宇 唯一有些庆幸的就是 这头巨龙并不是神级 但肯定也是 封号斗罗层次的 强大存在了 死亡凋零被挡住 白秀秀右手虚空一抓 一根冰锚 落入掌中 窦凯从体内 瞬间涌出 覆盖全身 背后窦凯双翼拍动 骤然拔高几分 一头头天干麒麟 飞也式地 扑向那火红色巨龙 杭宇阁武魂真身释放 十大天干麒麟疯狂扑上 炳火麒麟和丁火麒麟 负责压制对方属性 其他八大麒麟同时进攻 但是 这次蓝轩宇他们 就真正见识到了 擅长战斗的龙族 有多么强悍 火红色巨龙收缩的身体舒展 双翼展开 猛然前拍 狂风吹袭 风筑火势 虽然有丙丁双火麒麟的压制 但刹那间 整个洞窟内的温度 还是急剧升高 周围的墙壁 开始融化 宛如岩浆一般 向下流淌 那火龙的双眸 已经完全变成了 赤裂的金红色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关注喜道公子 订阅本书 三十刻度团队 将为您带来 更多精彩作品 第1096集 冰冷的寒意绽放 一层白色光照张开 将蓝轩宇四人笼罩在内 蓝梦勤一头白发 无风自动 护住了蓝轩宇他们 不至于被高危影响 与此同时 暴风雪 以他身体为中心 骤然向外绽放开来 他的郊区 缓缓悬浮而起 洁白的二字豆楷 覆盖全身 哪怕是露在外面的肌肤 在这一瞬 都已经变成了冰白色 五魂真身 冰天雪女 蓝梦勤 乃是双生五魂 除了玉皇勤之外 还有冰天雪女 面对强敌 三人毫不犹豫地 都将自己的五魂真身 施展出来 火龙右前爪 躲在地面上 震耳欲聋的轰鸣 仿佛要将整个洞窟 都震塌一般 冲向他的天干麒麟 纷纷被掀飞出去 在他身体表面的那层红色护罩 强度非常高 至少到目前为止 三人都无法破防 火龙眼看后代就要陨落 此时都已经急眼了 猛地一低头 双翼向后拍动 全身红光大盛 庞大的身躯都变得通透起来 仿佛完全是由火元素凝聚而成似的 悍然前冲 直奔蓝轩宇的方向冲去 就在这时 石天干麒麟 瞬间合一 化为一头 全身闪耀着五彩光芒的巨大麒麟 正面迎了上去 白袖袖悬浮在空中 手中冰毛已经化为蓝紫色 背后隐隐有深蓝色巨龙光影闪烁 下一瞬 地八浑环光芒绽放 手中冰毛飞射而出 扑得一声轻响 冰毛炸裂 化为一个漆黑的漩涡 恐怖的吸引力 硬生生地拉拽出了火龙前冲之势 白袖袖的第八魂迹 深渊吞噬 能够清楚地看到 大量的火元素被那深渊吞没 令火龙身上的火光随之减弱 身体也被强行迁拉 如果不是它实力太强 一旦被拉入这深渊之中 瞬间就会在其中泯灭 这是个范围形的强大痕迹 白袖袖在掌握之后 也还是第一次使用 乃是当初深渊魔龙魔后 压箱底的能力之一 如果让它施展 直进百米范围内 会化为巨大深渊 将敌人拉入深渊之中 一旦进入 就再也别想出来了 火龙疯狂咆哮 拼命地挣扎 一步步缓慢地向前 蓝梦琴身形一闪 已经到了白袖袖身边 两人手牵手 悬浮在半空之中 身影在刹那间 有些要重叠的趋势 蓝梦琴左手挥出 一柄深蓝色冰箭 虚空而下 冰箭在空中 瞬间变长 眨眼就变成了一柄 十米巨箭 冰雪女神 知寒冰蓝箭 当初 她们曾经一起服用过 冰神并地莲 从而让血脉之间 有所相通 哪怕是之后 她们分别融合了 不同的魂力 让自身的血脉 发生了变化 但这份联系 也从未消失过 冰雪女神状态之下 她们能够从对方身体 借用到魂力 从而施加在自己的下一次攻击之中 此时二女都是五魂真身 战力最强时刻 魂力叠加之下 这一记寒冰蓝箭 已经斩出了蓝梦琴的巅峰 哼的一下 冰箭破碎 但在那一瞬 火龙身体凝固 全身表面都浮现出了一层冰霜 就连眼神都陷入了短暂的呆滞之中 与此同时 十天干合一的唐语阁 已经飞升而上 身上同样是第八横环闪耀 又找点出 一缕彩色光芒顺闪而逝 没入到了那巨龙的额头之中 火红色巨龙身体猛然一颤 下一瞬 惨烈的吼叫声响起 身上火光爆炸 将所有寒冰炸碎 就连身边的深渊吞噬漩涡 也随之破碎 但它却似乎丧失了神志 没有再冲向蓝薰宇那边 而是翻倒在地 在原地痛苦地挣扎着 一时间周围的地面 纷纷破碎 化为岩浆 白秀秀三女汇聚于一处 迅速后退到伙伴们身前 布下一道道黄玉 白秀秀有些吃惊地 看了一眼唐语阁 唐语阁说 那是我的第八魂计 天干神针 集中十天干之力 化为针芒 透点攻击 使用一次 需要至少一刻钟 才能再次凝聚 要知道 唐语阁在八魂之中 也是顶级强者 尤其是他那天干麒麟武魂 更是史无前例 和十天干之力 化为一击 还是透点攻击 就算是巨龙也扛不住啊 但是 这头火龙展现出了 强大的生命力 哪怕是大脑被刺穿 竟然还没有死 还在原地疯狂地挣扎 能够清楚地看到 它头部红光 不断闪烁 每一次闪烁 光芒都会变得 更加强盛气氛 恐怖的能量波动 不断地上升 汹涌澎湃 看上去 似乎有爆炸的趋势 不好 如果他的身体爆炸 蓝梦琴脸色大变 就在这时 蓝轩宇的声音响起 梦琴 给那火龙治疗 啊 蓝梦琴一愣 扭头看向蓝轩宇 蓝轩宇飞速地 向他点了下头 不再犹豫 蓝梦琴一仰手 一道绿色光芒 就向那火龙覆盖而下 笼罩在他头部 绿色光韵 如丝如缕一般渗入 火龙的身体一凝 似乎是好受了几分 但是 很快又继续翻腾起来 龙族的防御力超强 但是 被天干神针灌恼而入 石天干之力 在头部之中爆发 那种痛苦 无论什么种族 也承受不住啊 要不是他坚硬的颅骨 过滤了大部分攻击 早就大脑爆裂而亡了 继续 蓝轩宇的声音 提高了几分 蓝梦琴手上 一道道绿光落下 不断地安抚着 那头巨大的火龙 事实上 那火龙在被灌脑的刹那 就知道自己可能活不了了 剧烈的痛苦中 疯狂挣扎 将自身积穴的龙力 疯狂提升 他要引爆自身的能量 和眼前这些伤害自己的家伙 同归于尽 但当蓝梦琴的治疗术 落在他头上的时候 创伤瞬间被压制了几分 令他的神智也随之清醒了一些 只要是生物 就没有不怕死的 只要有一分活下去的机会 谁愿意去死呢 本能的 体内的火元素 就被他控制了一下 然后他就感觉到不对 再次想要引爆 治疗术又来了 生物在剧痛的情况下 瞬间痛苦下降 一定会出现片刻的恍惚 就是这瞬间恍惚的状态 令火龙竟是没有办法引爆自身 眼看着火龙身上的火属性能量 忽明忽暗 唐宇格不禁暗暗钦佩 如果换了是他 根本想不出任何办法 来面对眼前的情况 只能是用自己的武魂真身 却尽可能地帮伙伴们抵挡住攻击 哪怕是牺牲自己 也要守护伙伴 他现在越发庆幸 当初自己的选择 选择来到了这个班级 就在这时 一声龙吟 从蓝轩宇口中响起 下一瞬 他已经腾身而起 脚下那头下位龙族 终于毙命 前蕾身上金光闪耀 然后渐渐熄灭 他的血脉脆体也结束了 蓝轩宇身形一闪 就已经到了那火龙上方 在他的龙吟声中 那头火龙身上的气息 明显减弱了几分 挣扎也降低了少许 他大脑中的神经 先前被天干神针破坏了太多 以至于无法完全控制 自己的身体了 否则 他早就发起进攻 唯一能勉强控制的 是能量 可是 在这一声龙吟的压迫之下 他的血脉气息 都随之减弱 再也别想自爆了 手起脊落 蓝轩宇手中的天圣猎猿脊 瞬间刺穿了火龙背部 天圣猎脊上 亮起幽幽蓝光 能够清楚地看到 蓝轩宇的身体 都被映射成了蓝色 一团金银双色漩涡 在他胸口处若隐若现 一蹴七彩火焰 从胸前喷波而出 瞬间席卷全身 蓝轩宇原地盘膝坐下 七彩火焰翻卷 向他四肢百骸 漫延开去 虽然这次险象还生 遭遇中卫龙族的攻击 但危险的同时 也是机遇 蓝轩宇终于可以第一次尝试 真正的龙力脆体了 一头中卫龙族的全部龙力 对他来说 绝对是极大的滋补 比任何天才地宝 都要更强得多 七彩火焰汹涌澎湃 蓝轩宇胸口处 已经被彩色鳞片 完全覆盖 左侧身体覆盖银色鳞片 右侧身体覆盖金色鳞片 就连面庞上 也都宛如戴上了双色面具一般 被鳞片所覆盖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关注喜道公子 订阅本书 三十刻度团队 将为您带来更多精彩作品 第1097集 七彩火焰 不断地蔓延 绽放 他的身体 在剧烈地颤抖着 但是 已经经过了寂灭雷霆 炼体的痛苦 蓝轩宇的承受力 比以前要强大得多 身体强度 也更加强悍 血脉脆体 更主要的是 对全身血脉的淬炼 在这个淬炼的过程中 蓝轩宇用龙神血脉 点燃的火焰 灼烧自己的身躯 让身躯对这股力量 更加的熟悉 和接受 并且在灼烧的过程中 将金龙王 银龙王血脉 尽可能地融合在内 唐宇格说 我去洞口守着 你们在这里守他 这个洞窟已经不能再容 那下一场战斗了 其实先前 如果不是受到地形的限制 他们想要击杀那头火龙 会更加困难 白秀秀看着 盘西坐在火龙背上 单手握着 天生烈冤己的蓝轩宇 双眸之中 一彩连连 真正的龙力脆体 会对轩宇有怎样的帮助呢 火龙的能量 不断钻入体内 在龙神血脉的压制下 他根本掀不起任何波澜 瞬息之间 就被蓝轩宇的血脉漩涡 所吞噬 补充到正在不断燃烧之中的血脉能量内 这和其他人修炼过程是不一样的 其他人在进行血脉脆体的时候 吸弱的血脉能量 会直接对身体进行修补 但蓝轩宇却不是 因为他吸弱的血脉能量 是没法修补自身的 就算是寻宝兽 也转化不出龙神血脉的力量 因此 需要通过他自身的血脉漩涡 通过龙河进行转化才行 或者说 是将这些龙力 完全补充给龙河 让龙河内的血脉能量 变得更加强大 之前有过龙魂果脆体的经验 蓝轩宇对于龙力脆体 比其他人更加熟悉 他将燃烧的七彩火焰 向全身散去 每一处的火焰都降为稀薄 灼烧着自己身体的同时 也努力保持着 对七彩火焰的控制 在这个时候 他精神之海的第二龙河 或者说是精神龙河 就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完美地掌控着火焰灼烧的程度 全身虽然不断传来 剧烈地痛楚 但在蓝轩宇的感知中 他完全知道 自己的极限在什么地方 火焰燃烧到什么程度 是自己承受不了的 血脉之力 不断地浸润着他的身体 在火焰的燃烧下 就像是锻造稀有金属一般 反复断烧着身体的每一处 也只有他 敢将火焰散开到全身这样 这就是精神力 达到灵欲境的好处 强大的精神力 掌控着一切 只要火焰不燃烧地超出极限 他就能够清晰地控制 这头火龙所具备的血脉之力 要远比之前的两头下尾龙族 强大得多 蓝轩宇正是因为 曾经吸收过那两头 下尾龙族的血脉之力 此时才感受得更加清晰 炽热的血脉之力 宛如长江大河一般 通过天圣列元脊 传入体内 他可没有寻宝兽的过滤 他的血脉漩涡 已经自行完成了过滤的过程 只留下最纯净的血脉之力 多余的部分 都在龙神血脉燃烧之中 被吞没了 化为燃料的一部分 没有浪费 但却只是起到 助燃剂的作用 寻宝兽此时 也已经回到蓝轩宇体内 在蓝轩宇进行 龙力萃体的过程中 他也是受益者 他能够在这个过程中 也沐浴在龙神血脉火焰之中 他的生命层次 其实已经达到了神级 但身体还远远没有恢复 龙神血脉的燃烧 有助于他自身 逐步恢复起来 巩固身体 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 蓝轩宇身下 庞大的火龙 正在逐渐干瘪 他似乎已经感受到了什么 刚开始的时候 还试图反抗 但很快 就连反抗的意念 也没有了 蓝轩宇的气息不断变化 感受不出强弱 但是 他身上的龙神鳞片数量 却在缓慢地增加 一圈一圈地向外延伸 向上 已经开始覆盖到了肩膀部位 向下 则已经下探到了小腹上方 就连背后 也开始星星点点地 由七彩鳞片浮现而出 全身都散发着七彩光焰 给人一种射魂毒破般的感觉 白秀秀 以及正在修炼之中的刘峰 感受得最为明显 他们身上都有龙族血脉存在 此时 感受蓝轩宇身上的血脉波动 他们自身的龙族血脉 也在剧烈地颤动着 吸收着空气之中 流淌着的龙神气息 自身血脉 持续受到注入和提升 这就是伴随在蓝轩宇身边修炼的好处 哪怕不是龙族血脉 在他这龙神血脉的气息之下 自身的血脉 都会受到影响 而缓慢进化 尤其是在龙力脆体的情况下 蓝轩宇的龙神血脉 已经被他催发到了极致 所产生的效果 更是要比平时 不知道强大多少倍 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 那巨大的火龙 早已经彻底死去 身体干瘪 天圣猎原脊上的光芒 也随之暗淡下来 蓝轩宇身上的七彩光焰 逐渐熄灭 但他的皮肤 此时却依旧散发着一层 七彩色的光韵 给人带来奇异的感觉 气息在呼吸吞吐之间吸收 释放 血脉宛如长江大河一般 流淌壮大 其他人此时 早都已经从修炼中苏醒过来 钱磊刘峰和袁徽徽 无疑运气极好 他们在第一次血脉 脆体的过程中 享受了龙神血脉 燃烧散发的气息感染 从而让自己的血脉 都获得了不少的好处 一个个面露欣喜之色 显然是提升了不少 但此时 他们在看蓝轩宇的时候 明显有种恐惧的感觉 蓝轩宇身上此时 散发出的气息 深邃而强大 仿佛有种天上地下 唯我独尊的气势 伴随着彩色光运 逐渐内敛 鳞片一块块褪去 这股气势才逐渐降低 蓝轩宇的身体 也渐渐恢复了正常 当他睁开双眸的时候 整个洞窟内 仿佛都闪亮了一下 似乎有两道七彩电芒 略过一般 蓝轩宇抬起双手 看了看自己的手掌 感受着全身充斥着的恐怖力量 心头也是一阵欣喜 这才是真正的龙力脆体啊 虽然并不是上位龙族 但这次吸收的这头火龙 应该也是中位龙族中的成体了 修为虽然没有超级斗罗层次 但也已经十分接近 要不是宇哥他们三人实力强大 再加上这个地形 限制了火龙的发挥 想要将他击败 还没有那么容易啊 这次的龙力脆体 让他真正意义上地感受到了 这种修炼方式带来的好处 蓝轩宇能明显感觉到的是 他自己的身体变得坚实了 尤其是对于血脉之力的承受力 明显增强 由外而内的淬炼 让他的身体每一处 都在龙力的侵袭下增强着 龙神血脉 事实上一直都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他的身体 但这份影响 却是要缓慢而持续地完成 而龙力脆体 就相当于瞬间加速了这个过程 让他的身体以百倍的速度质变 无疑 在这样的过程中 他的身体就会飞速变强 变得连他自己都震惊 魂力和血脉之力 浑然一体的情况下 他刚刚突破不久的修为 这次又有了提升 应该已经突破了62级的程度 要知道 他这六环 可是相当于普通魂师 封号斗罗层次的实力 突破一级 也和封号斗罗差不多 只是一晚上的时间 就完成了这样的突破 这已经是极大的进步了 更何况 龙力脆体最大的好处 还不是在于修为突破上 而是增强身体上 蓝轩宇完全可以肯定 以这样的方式修炼下去 当自己的修为达到六环巅峰 向七环突破的时候 一定会比原本预想中 要容易得多 这才是他最为兴奋的地方 突破七环 很可能就意味着 他的修为接近神级 甚至是突破神级层次了 虽然惊险不小 但收获也不小 咱们走吧 蓝轩宇从干瘪的龙狮上 跳了下来 将两具龙狮 收入命运之环内 扫除了洞窟内的各种痕迹 和伙伴们一起 飞速清理了洞窟内的痕迹 这才重新利用空间转移 借助城内住处 跳跃之下 返回到了丰龙城的住处 这次吸收 就连蓝轩宇自己 也需要一段时间来消化 血脉炼制之后 他的身体 就像是失去了水分一般 需要不断地补水 来补充自己 在燃烧过程中 消耗的生命力 庞大的生命能量 就是他最需要的水分 这自然是需要过程的 白秀秀还在龙力厅修炼 他修炼的时候 蓝轩宇也跟去 但龙力厅 对于蓝轩宇的效果不大 他更多的是 服用那些黄道奇 送来的天才地宝 补充生命能量 之前魂力直接提升了一级 蓝轩宇感觉到 如果自己完全调整好 应该还能再提升一级 毕竟 那可是一头中卫龙族的全部血脉能量啊 对他来说 是绝对的大补 而这样的方式 也让他对于龙力脆体 有了全新的认识 更明白 这很可能是最适合自己 现在的修炼方法 最初的时候 寻宝兽就对他说过 未来他可能成就龙神 但那时候 蓝轩宇内心深处 一直认为这是天方夜谈 龙神可是神王层次的强者 甚至 在神王之中 都是顶尖的存在 想要达到那样的修为 谈何容易 更何况 他清楚地感受着 每一次突破的剧烈痛苦 他也不知道 自己能支持多久 但这次龙力脆体之后 让蓝轩宇第一次有了 或许可以的感觉 如果能够持续吞噬龙族 以龙力脆体之法 脆炼自身 说不定真的有可能 把金龙王和银龙王血脉 合二为一 向龙神的境界靠拢 这一次龙力脆体 就让他感觉到 自己体内的两种血脉 相互之间的排斥 似乎减弱了一分 或者说是 自己的龙神之力 对他们的掌控 又多了一分 这还只是吞噬了中卫龙族 如果是上卫龙族呢 神级层次的龙族呢 龙骑士呢 那又会是怎样的变化 现在不知道 不过 蓝轩宇对唐武林的教导 也记得很清楚 虽然这样的修炼方法 效果极好 但无疑 也是极为危险的 一旦被伪龙们发现 他们就将陷入生死危机 所以 这次 在又吞噬了两头龙族之后 蓝轩宇决定 按兵不动 伙伴们也都是各自 跟随生命能量庞大的 植物系魂兽们修炼 而他自己 也是如此 暂时陷入沉默 等过段时间 一切平息之后再说 而且 后面他和白秀秀 还要参加生龙大赛 也要为生龙大赛 进行一些准备工作了 时间就在这样的修炼过程中 一天天度过 黄道奇除了不断地送来 各种资源之外 竟是很少打扰他们 黄元朗 偶尔会来看望他们 负责将那些天才地宝送来 在黄家的眼中 蓝轩宇和白秀秀 根本就是大门不出 二门不迈 很偶尔 才会出去转一圈 更多的 还是到交易中心那边看看 在这段时间之中 梁浦的生意 倒是做得风生水起 黄家知道 他是蓝轩宇和白秀秀的仆人 自然是给了他 不少赚钱的机会 一点钱财 对于黄家来说 根本不算什么 如果能够获得 一位强大的龙骑士 那才是对黄家 天翻地覆的改善 不知不觉间 两个多月就已经过去了 期间 蓝轩宇没有让植物系浑兽们回归 只是让刘峰 钱磊 护送了一批资源 返回过第七舰队一次 将他们获取的三头龙狮 也送了过去 对于斗罗联邦来说 三具龙狮的价值 才是最高昂的 相比来说 那些矿产资源 反而不算什么了 嘉奖自然是必不可少的 但具体的奖励 还要等未来 他们潜伏完毕 返回之后 才能统一给予 蓝轩宇他们正在用行动 不断地向联邦证明 他们的潜伏 具有何等重大的意义 对于他们 联邦也是越来越重视了 已经开始和史莱克学院磋商 增加他们在这边 从今的时间 史莱克学院方面 自然也没有不应允的道理 他们也期待着 蓝轩宇能够带回去 更大的收获 植物系浑兽 带回来的生命能量 才是最重要的 永恒之术 不只是母星的根本 同时也是史莱克学院的根本所在 关系到未来 史莱克学院 能否再出超神级强者 蓝轩宇和白秀秀 正在住处修炼 他手上来自于皇家的通讯器 轻微地震动起来 从修炼中苏醒过来 蓝轩宇低头 向通讯器砍去 来电的是黄元朗 蓝轩宇接通通讯 淡淡地问道 皇兄你好 有事吗 实在抱歉 蓝 打扰你修炼了 是这样 因为距离生龙大赛 已经不远了 家父为你和秀秀 准备了一些东西 用于你们参加 生龙大赛 你们可否来 成祝福一趟呢 好的 谢谢 蓝轩宇立刻答应下来 白秀秀听到他这边的声音 此时也停止了修炼 扭头向他看来 蓝轩宇挂断通讯 向他微笑道 应该是有好东西来了 看看皇家 在咱们身上的投资 到底有多大了 十分钟后 蓝轩宇和白秀秀 已经来到了成祝府 两人是飞过来的 黄道奇黄元朗 都已经在成祝府内等候了 再次见到蓝轩宇和白秀秀 黄道奇顿时眼睛一亮 他毕竟是神级强者 所以能清晰地感受到 二人身上的变化 相对来说 白秀秀表现得更明显一些 但蓝轩宇的气息 却是更加内敛了 他很清楚 修为的提升 不只是要看表面 当实力达到一定程度之后 就会开始 从外放 转为内敛 蓝轩宇的进步 应该不比白秀秀小多少 组长 父亲 蓝轩宇和白秀秀 都是恭敬地向黄道奇行礼 这让他非常满意 黄道奇面带微笑地说 最近这一段时间 一直都在苦休吧 我能明显地感受到 你们的进步 真是厚身可畏啊 旁边的黄元朗 听了这话 却有些别扭 因为黄道奇在这么说的时候 目光却是一直朝他们这边看的 他心说 您看我有什么用啊 我天赋不好 也是您遗传的呀 有了龙力脆体之法 给我们打开了一扇全新的大门 确实是感觉到 有不小的进步 白秀秀欣喜地说道 想要在黄道奇这种 神级强者面前 掩饰自身 其实最重要的反而是 顺其自然 这才最不容易被发现 他最近进步明显 心情自然是很好的 也就直接解释出来 唉 那也要看是谁修炼啊 无论是我还是元朗 修炼这龙力脆体之法 都已经有很多年了 但效果却始终是不尽如人意 还是你们的天赋做过好 才能有这样的效果出现 距离圣龙大赛呢 还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了 圣龙大赛对你们来说 是至关重要 越早进入到龙骑士的竞争之中 就越有机会突破 龙骑士现在竞争难度啊 每次都会变得更高 因为现有18位龙骑士的实力 依旧在稳固和提升 想要成为他们之中的一分子呢 那是需要至少半数以上 龙骑士的认可的 所以我希望这次 你们能够一鼓作气 冲上升龙大赛的决赛圈 正式进入到其中 这还有三年 就要进行龙骑士选拔了 未来三年 只要你们能够冲上神级 机会就会大的很多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关注喜道公子 订阅本书 三十刻度团队 将为您带来更多精彩作品 第1099集 樊秀秀疑惑地道 想要冲上神级 没那么容易的吧 升龙大赛 更多的是看你们自身的力量 只要你们能够进入决赛圈 后面很多事情啊 家族都会为你们解决的 大家族需要龙骑士的支持 同样的 龙骑士也需要大家族的供养 否则想要成为顶尖强者 哪是那么容易的事啊 无论是神级还是真神级 超神级 那都是需要旁纳资源堆积的 只要你能够证明 自己有机会成为龙骑士 家族对你们的支持 必定将是不遗余力的 龙骑士对于神级的分类说法 当然和斗罗联邦是不一样的 在蓝轩宇和白秀秀心中 只是自动翻译成了 自己所能清楚的名词 黄道奇的话 已经说得很明确了 只要他们能够进入 升龙大赛的决赛阶段 后面冲上神级 家族会给他们大力支持 几乎可以确保能够成功 这是要何等庞大的资源 才能做到的呀 感受着黄道奇的热切与真诚 如果不是并非同族 蓝轩宇和白秀秀 都要被感动了 当然 还有个前提是 他们体内 不能有之前被种下的诅咒才行 黄道奇对他们 既拉拢又要掌控 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 蓝轩宇说 我们一定竭尽全力 组长今天叫我们来 有什么叫我们的吗 哎呀 看 说着说着 这正事都忘了 我给你们准备了一些礼物 也是你们之后 在升龙大赛上 所必须用到的东西 神龙甲和龙枪 一边说着 他向身边的黄元朗点点头 蓝轩宇发现 黄元朗的眼神之中 都流露着几分羡慕之色 然后他伸出右手 光芒闪烁之间 顿时 有几团光芒 从手上的一枚戒指之中 飘荡而出 落在了地面上 他那枚戒指上 镶嵌着一枚宝石 分明就是空元晶 而且 那枚空元晶的银色 比蓝轩宇所见过的 任何空元晶 都要璀璨 明显不是普通存在 应该是空元晶之中 品质最高的 蓝轩宇和白秀秀 定睛向那几团光芒看去 首先映入眼帘的 是两套铠甲 这两套铠甲 一套是金色的 另一套是深蓝色 和蓝轩宇白秀秀的鳞片 刚好一样 铠甲不知道 是什么材质制作的 只是用眼睛去看 他们就能清晰地感受到 其中蕴含的庞大能量 更为奇异的是 这两套铠甲 无形之中 对他们都会产生出 一股强大的吸引力 尤其是白秀秀 它甚至都有种 迫不及待地 去穿戴上 试试的感觉 这两套都是全身铠 包括头盔 面甲在内 几乎是武装到了牙齿 每一套铠甲身前 还放着一柄长枪 枪长三米 散发着悠悠光芒 和铠甲的材质 看上去是差不多的样子 黄元朗解释道 这两套神龙甲和龙枪 耗费了家族大量的资源 才为你们打造而成 是根据你们自身属性选择的 挑选的都是最佳材料 你们猜猜 这是用什么制作的 蓝轩宇和白秀秀对视一眼 两人同时摇摇头 他们的眼力都足够好 可眼前这两套铠甲 却是非金非铁 并不像是金属制造而成 可本身蕴含的能量强度 却是非常庞大 令他们心中十分奇异和吃惊 嘿 别卖关子了 不要耽误他们的修炼时间 当我看到这两套神龙甲 和龙枪的时候 坦白说 我嫉妒了 父亲对你们比对我要好啊 这两套神龙甲的来历 和龙变时代有关 龙变时代之所以出现 是因为那个独立的空间 接近于我们星球 产生的异变 只有少数异变的生物 才可以在龙变过程中活下来 活下来的就变成了龙族 后来 强者们对那个空间 进行了探索 就在那里找到了一些 巨大的骨骼 根据我们的判断 那可能是真正龙族的骨骼 所有龙骑士的神龙甲和龙枪 就正是用这些龙骨 打造而成的 所以才会如此的强大呀 为了让你们有机会 在生龙大赛中获得好成绩 父亲特意为你们 找到属性契合 并且品质最高的龙骨 打造了这两套装备 要知道 绝大多数龙骨 还在那个空间之中呢 根据龙骑士大人们所说 那个空间 需要足够多的龙骨镇压 才可以稳定空间 龙骨被埋葬在一个地方 目前我们 也只是开发出其中的很小一部分而已 所以能够找到 用来制造铠甲的龙骨 那可是少之又少 黄元朗刚说到这里 蓝轩宇心中 一个愤怒无比的声音 就已经响起 主上 主上我知道了 我知道他们说的那个空间 是什么地方了 我也知道 那些龙里是从何而来了 他们 他们竟然挖掘了 龙族的墓地 那个空间应该是龙族的墓地 有大量龙族陨落的地方 他们竟然拿龙骨制作装备 这简直是对您和龙族 最大的戒毒 声音自然是来自于寻宝兽的 她的话 也让蓝轩宇心头恍然 龙族的墓地吗 这是一个什么地方 不知道岳叔叔和娜娜老师 知不知道 等下次回去 要问问岳叔叔 淡定 总有一天 我会这些龙骨复仇的 蓝轩宇在心头沉声说道 寻宝兽的声音沉默下去 黄道其正看着蓝轩宇和白秀秀 微笑道 不试试看吗 一套优秀的神龙甲 会让你们的实力更上一层楼的 你们先试一下 看看是否和自己足够契合 有问题的地方呢 还可以再修改 要知道 能够制造出这神龙甲和龙枪的大师 在整个天龙兴也是只有三位的 这次我也是请恐莫龙骑士亲自出面 才能说服他们 为你们两个打造这两套装备 实在是不可多得的 谢谢组长 谢谢父亲 蓝轩宇和白秀秀 谢过黄道其 各自走向自己那套铠甲 从颜色上就能分辨出 哪个是给自己的了 来到那套金色甲钟面前 蓝轩宇沉默地感受了一下 眼中光芒闪烁 缓缓撼出右手 金龙王血脉波动 血脉气息瞬间变得强盛起来 低沉而威严的龙吟声 从他身上迪宕而出 顿时 那套金色龙神甲猛地一震 下一瞬 已经分开成一个个步骤 直奔蓝轩宇的方向飞了过来 不得不说 黄道其对他们是用了心的 每一块步剪 落在蓝轩宇身上 都异常的契合 金色甲钟覆盖全身 令蓝轩宇有些无语的是 这甲钟是按照女性打造的 所以 甲钟有着一些女性的特征 比如 金色战裙呈现百叶状 带着绚丽的花纹 最让它有些无语的是 胸前的胸开 但是 当这套金色神龙甲穿在身上之后 蓝轩宇顿时感觉到 四肢百骸处 庞大的力量奔涌而来 令它仿佛有种山月般的凝重感 力量如丝如缕地传入体内 很快 它就感觉到 那套铠甲已经成为了身体的一部分 这和窦凯并不一样 窦凯哪怕是平时蕴藏在体内 但当使用的时候 它还是如同甲咒一样 但这龙神甲 似乎确实连丝感都向外延伸了 就像是自己又多了一层外骨骼一般 和窦凯并不冲突 蓝轩宇隐隐隐感觉到 自己的窦凯似乎都还能穿戴在这层龙神甲外面似的 第1100集 不愧是龙祖骨骼打造的神龙甲 而且还是真龙骨骼 这套神龙甲应该是单纯增强力量的 实话说 和蓝轩宇的身体并不算完全契合 但它也能够使用 以它的龙神血脉 任何属性的龙祖骨骼在它面前 都能够轻易地控制 纯粹力量的增强 令蓝轩宇身体周围的空气 都开始轻微地扭曲起来 似乎 它能随时将这空间撕裂 大有几分恨天无霸恨地无环的感觉 抬手再抓 地上那柄三米龙枪就已经跃入掌中 力量流淌 瞬间浑然一体 才落入它掌中 金黄色的枪芒 就已经奔涌而出 强势无比的气息 令周围的空间都出现轻微的破碎声 黄道奇大手一挥 厚重的黄色光蕴 将房间内部笼罩在内 不至于被蓝轩宇的力量震碎 同时 看着蓝轩宇满意地点点头 在他看来 能够如此轻松地穿上这套神龙甲 并且使用他的力量 这就意味着契合度了 神龙甲可不是谁都能穿上的 如果不是龙族 不能变成人形 根本就没可能穿上神龙甲 所以说 这是上尾龙族专属 而且还不是所有上尾龙族都能拥有的 正常来说 只有达到神级层次的上尾龙族才能申请 或者是 又成为龙骑士潜能的上尾龙族 再有强大存在担保和支持的情况下 才能被量身定做 当初白秀秀刚出现的时候 按照黄道奇原本的意思 只是要给他打造一柄龙腔 因为黄道奇计划之中 要他参加十年后的生龙大赛 现在的白秀秀还不够强 直到蓝轩宇出现 被木恐龙骑士看中 一下就让黄道奇有了野望 如果能够在这次生龙大赛中 有好成绩的话 为什么还要等到下一次的生龙大赛呢 因此 这才有了之后的情况变化 这两套神龙甲和龙腔 着实是花费了不少财物 才最终打造成功 白秀秀那边 此时也已经穿戴上了 他的一身神龙甲 令他惊讶的是 在他的感觉中 这仿佛就是自己身体的一部分似的 简直是再契合不过 全身气息持续飙升 所有的一切似乎都在穿戴过程中生化 黄道奇看着他 微笑道 这是一种拥有黑暗属性的巨龙身体打造而成的 因为你是双属性嘛 还有附加了另外一种兵属性巨龙的骨骼 二者相互融合打造成功的 蓝的那一套神龙甲呀 就更不一般了 那是目前所能找到 最大几具骨骼之一打造而成的 拥有着纯粹的力量 谢谢父亲 白秀秀手握龙腔 他能真切地感受到 在这套装备的作用下 他的实力直显提升 甚至要比二字豆楷提升的还要大得多 这是一种身体在成长的感觉 神龙甲龙腔呢 会伴随着你们的修为提升而产生变化 是会伴随你们一同成长的伙伴 哪怕是在龙力脆体的过程中呢 他们也都是能够跟随你们的身体被一同淬炼的 可见这成长性才是最重要的 你们这两套神龙甲呀 都可以算得上是精品中的精品了 各位龙骑士大人们 最初穿戴的神龙甲 也不过就是如此 他们也是经过了无数年 不断地温养 才让自己的神龙甲变得更加强大 蓝轩宇和白秀秀 再次谢过黄道琪 这份礼物 着实是贵重无比 对他们参加生龙大赛 无疑也是非常有好处的 组长 生龙大赛什么时候开始 规则是什么样的 还有22天 生龙大赛正式开始了 你们要提前做好准备啊 规则很简单 所有的龙族都可以参加 这之所以叫做生龙大赛呢 就是因为啊 在大赛中取得好成绩 会有提升位格的好处 下位龙族可以提升到中位龙族 中位龙族可以提升到上位龙族 当然那会非常困难 而你们因为是第一次参加 需要从最下层的比赛开始 这也是我们上位龙族证明自己的过程 前面的比赛啊都会是淘汰赛 进入前100名之后将进入循环赛 循环赛分为十组进行 每一组会选出前三名 进入最终的复赛 复赛最终呢会选出八名 进入最后的决赛阶段 所有进入决赛阶段的龙族 都会自动获得 未来参加龙旗式选拔的资格 赛制并不复杂呀 进入复赛阶段之后 会有些不一样 能够进入前30名的 那都是佼佼者 可以申请配对作战 也就是说可以带作龙 进行比拼 那要是没有作龙呢 这就是我之前 为什么希望你们 能够搭配作战的原因了 这意义啊就在这里 如果没有作龙 就会比较吃亏了 因为在复赛阶段呢 作龙也被视为实力的一部分 在战斗过程中 如果对方没有作龙 有作龙的一方 将不能使用身龙架和龙枪 但实际上 二打一 就算是没有神龙架和龙枪 还是比较占便宜的 不要认为这不公平啊 能够拥有合适的作龙 也是强大的标志之一 毕竟嘛 作龙可是不能轻易更换的 神龙大赛上使用的作龙 也必须是未来竞争 龙骑士时所使用的 所以啊 不会有龙族轻易的选择作龙 而只要是选择了的 就证明作龙的实力足够强大 也和龙骑士足够契合 原来如此 蓝轩宇微微汗手 表示自己明白了 黄道琪眸光闪耀 所以这最完美的状态就是呢 你们两个都能打进复赛里面 占据三十强的席位 然后再联手冲击决赛 那样的话呀 机会就会大很多的 如果在复赛之前就被淘汰了 还能成为作龙吗 也是可以的 但肯定没有我说的情况好吧 组长 那按您的判断 我们两个的情况 打入复赛的几率有多大 这不好说不好说 每一届都有天才的出现 有的时候呢 运气也是很重要的 但你进入的复赛几率 肯定要高一些 毕竟你可是被罗兰大人看中了 秀秀就要越发加油才行喽 白秀秀撅起红唇 流露出有些不服气的样子 我会努力的 努力进入复赛 唉 我也努力 希望能够和你们一起进入复赛 黄道奇 黄道奇瞥了他一眼 没说什么 但从他的眼神就能看出 他对自己这个长子 并不是那么有信心 蓝轩宇心中有些奇怪 黄元朗也是封号斗罗层次的强者 按能量修为来说 和我是相差无几的 可为什么黄道奇 明显对他就没有什么信心 难道说 他并不擅长战斗吗 还有22天时间 生龙大赛对他们来说 也很重要 如果能够在生龙赛中 取得好成绩 将意味着 他们有可能获得更多的资源 以及掌握更多 有关于龙骑士的秘密 那个独特的空间 如果是龙族目的的话 蓝轩宇未来 一定是要想办法去一趟的 去看看那里 究竟是怎样的情况 如果能够在那里 获得一些有力的支持 对他未来 将会有极大的帮助 第1101集 龙族目的 就像是玉空族的76号星球 重要性 毋庸置疑 当然 蓝轩宇现在可没有想要 炸毁龙族目的 返回住处 脱下神龙甲和龙枪 蓝轩宇先将这两套装备 详细地检查了一遍 确认上面没有任何猫腻 才将其收起 神龙甲和龙枪 是可以放在储物空间之中的 蓝轩宇有种感觉 他获得的这柄金色龙枪 和自己的黄金龙枪 有异曲同工之妙 当然 在品质上 肯定是不如黄金龙枪的 但这柄龙枪的力量 似乎被开发得很彻底 使用的时候 在力量方面的增幅 却还在黄金龙枪之上 这种情况 就需要他去深刻地探究才行 蓝轩宇特意将两柄龙枪 都取出来 并排放在一起 从外观上来看 两柄龙枪还挺像的 都是双肩长枪 不同的是 黄金龙枪要更长一些 这柄新获得的力量龙枪 给人更加厚重的感觉 分别催动魂力 和血脉之力 注入其中 蓝轩宇很快就发现了不同 这柄力量龙枪 给他的感觉更加通透 本身就像是能量体 力量反补给他 再经过他向外释放 立刻就能爆发出 强大的威力 而黄金龙枪 则是完全内敛 本身厚重凝实 并没有那种 力量反馈的感觉 也没有那柄龙枪 带来的好处 阿宝 这是为什么呢 蓝轩宇向寻宝兽 问出了自己的疑惑 这很简单啊 最主要的原因呢 是因为黄金龙枪 乃是您的骨骼 是您的肋骨制造而成的 尤其是其他龙族的骨骼 所能相比的 龙神肋骨 是的 您刚刚获得的这套 所谓神龙甲 还有龙枪 乃是用山龙王的骨骼制造而成 也是非常顶级的存在了 但是 和您自身相比 却是远远不及 在您坐下 有十大龙王 传说 那是您的 十个儿子 只是 在我有记忆以来 它们就已经存在了 您也从来不说 所以 我也不知道 是不是 真的是您的儿子 山龙王 乃是 力量的象征 拥有 极其强大的力量 虽然不知道 它们是如何做到的 但是 这块山龙王的骨骼 确实是被炼制通透了 将其中的力量 引导了出来 龙族的力量 之所以 强大 骨骼 起到了非常 重要的作用 骨骼和骨髓的融合 是龙族力量的 根本之一 所以 哪怕是死去 龙族骨骼 也依然蕴含着 庞大的 能量 所谓的 炼制通透 就是将骨骼 和骨髓的力量 全部都引导 和诱发出来 爆发出 强大的威能 不过 这山龙王枪 顶多算得上是 接近神器了 并不是真正 的神器 而您的 黄金龙枪 不只是真正的 神器 其中 还是 顶尖的存在 虽然不如 天生猎猿级 这样的 超神器 但是如果 在您的手上 也是 相差无几的 那你的意思 就是说 我现在还远远 没有将黄金龙枪的 威能发挥出来 哪怕是 月输处 也没有吗 嗯 是的 因为 黄金龙枪 并不是 金龙王的产物 而是来自于 龙神 您的前身 我也不知道 这柄黄金龙枪 您的父亲 是从什么地方 得到的 但是 我可以肯定 他的威能 没有被开发出来 所以就只有 吞噬生命能量 补充生命效果 而 而事实上呢 如果您能够 真的将 他的威能 开发出来 或许 就是您 重回龙神的 重要步骤之一 借助 他的力量 能让你 重新掌握 当初一定的 权柄 甚至 能够找到一些 您原本的 神奇之位 烙印 您如果呢 想要 重新成为龙神 重铸 神奇之位 是 必不可少 的过程 那你之前 怎么没说啊 我获得这柄 黄金龙枪 也有一段时间了 那是因为 您还没有办法 将它炼制 那我 我说了 也是白说啊 但是 现在不一样了 你已经有了 这样的机会 你指的是 寂灭神雷 还是龙力脆体 二者 缺一不可 用您的龙神血脉 火焰灼烧 可以让黄金龙枪 恢复 真正的光彩 用寂灭神雷激发 能够诱导其中骨骼 与龙枪 真正的融合 并且 与您契合 不过嘛 这也需要一个 很长的过程 才行 所以 我建议您以后 脆体的时候 就连带着黄金龙枪 也一起淬炼 什么时候呢 它能融入到 您的身体 成为您的一根肋骨 那才是 最完美的状态 您也可以 真正意义上的 动用它的力量了 就是如此 那如果能够找到 更多的龙神骨骼 会不会对我 未来恢复 有帮助啊 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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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 龙族 木 地 如果这天龙星上的尾龙 乃是借助 龙族 木 地的力量 修炼到 一级神奇层次的话 那那 那我几乎可以肯定 在那里 一定 由您的骨骼镇压 那否则的话 根本 没有办法拥有 那么大的龙力 要是能找到 您的骨骼 那才是对您 最大的帮助 您恢复当年的神威 就 指日可待咯 哦 我有点明白了 这或许就是我们之后 很长一段时间的目标 听了寻宝兽的这番话 让蓝轩宇 对于天龙星 目前的情况 有了更加完整的猜测 龙变时期 就是因为 拥有龙族目的的小卫面 碰撞到了天龙星 所产生的变化 后来这里的强者 尤其是龙变时期 获得了龙族血脉的强者 进入到了那个小空间之中 开始利用理念 纯粹而庞大的龙力 进行修炼 才成就了现在 天龙族的强大 毫无疑问 在这个过程中 让所有天龙星上 经历了龙变的强者 都得到了好处 而在龙族目的之中 很可能就是有龙神骨骼存在的 龙神骨骼 镇压空间 释放出最为庞大的龙力 无论是天龙星首作 还是那些龙骑士 变化 都是由此而来 如果未来他能够获得 龙神骨骼的话 对他的帮助 也必然是巨大的 龙族骨骼 龙神核心 这都是未来他能否成为 龙神的重要存在 思考到这里 蓝轩宇突然 接铃铃打了个寒战 什么时候成为龙神 已经成为我的目标了吗 如果这完全是我的想法 自然解释得通 但似乎下意识的 我心中就有了这个意念 那么这个意念 又是从何而来呢 或许 我是受到了血脉的干扰 定了定心神 回想着月叔叔的状态 他明白 血脉之力 是会对精神意念 产生影响的 无论什么时候 自己都必须要守住 心头的灵石 不能让自己的意念 被侵蚀 追求力量固然重要 但同样重要的 还有保持清醒 另一边的白秀秀 此时已经在盘膝修炼了 他没有脱下自己的神龙甲 而是穿戴着这套甲咒 在修炼 他的神龙甲 和他更为契合 而且 对他的帮助 也非常大 蓝轩宇现在都能够感觉到 穿了这套神龙甲之后 白秀秀散发出的气息 已经绝不逊色于 封号斗罗层次了 接下来 就是生龙赛了 这是一个了解 龙族最好的时机 绝大多数神级以下的龙族 都会参加 除非是 自认毫无机会的之外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关注喜刀公子 订阅本书 三十刻度团队 将为您带来更多精彩作品 第11102集 这里的伟龙 也是千奇百怪 越是外表像真龙的 或者是像天龙族的 就越强大 记录下战斗过程中 这些伟龙的情况 乃是不可多得的重要资料 而且蓝轩宇现在 还有个想法 如果能够获取到 上伟龙族的尸体 是不是能带回学院 让学院制造生态战舰 来使用呢 强大的魂兽的尸体 能够被允许使用的数量不多 但如果是天龙星 这些伟龙尸体 应该就没什么问题了 他已经有些后悔 把上次那头火龙上交了 如果没有上交那头火龙的话 给学院就可以试试 自从上次猎杀了 那两头龙族之后 他们就一直很低调 也没有再出手猎龙 大家只是巩固着 血脉脆体带来的好处 蓝轩宇用了十天时间 消化了那次脆体 之所以没有再出手 是因为 上次行动的过程中 敲响了警钟 他们毕竟对天龙星上的龙族 还不够熟悉 等到生龙大赛之后 才会再次行动 而生龙大赛 也将是他们寻找目标的好机会 现在 他们已经算是在天龙星 扎下根基了 未来有的是时间 栩栩涂之 通过和树脑的沟通 蓝轩宇知道 和植物系大佬们 配合修炼的 三十三天一众人 进步也都非常快 比赛学院修炼的速度 要快上不少 等到生龙大赛结束之后 蓝轩宇就计划 让植物系大佬们 返回母星一次 将生命能量带回去 看看能否 够滋润永恒之术 如果可行 那一切就可以继续了 一切都在朝着好的方向发展 距离生龙大赛 还有三天的时间时 黄元朗再次到来 找到了蓝轩宇和白秀秀 咱们明天就要出发了 你们收拾准备一下 黄元朗今天穿了一身 白色休闲装 衬托着英俊的容貌 和修长挺拔的身材 着实是光彩奕奕 看着他脸上的微笑 以及眼神中 对自己的痴迷之色 蓝轩宇就有种 要一巴掌抽上去的感觉 这家伙 分明是在觊觎我 好 蓝轩宇点了下头 就准备送客了 黄元朗却说道 你们最近修炼也辛苦了 不如今天放松一下 晚上 我请你们吃个饭 白秀秀看看黄元朗 再看看蓝轩宇 强忍笑意 我就不去了 你们去吧 我最后再准备准备 也好 蓝 你可一定要赏光啊 我有些关于 生龙大赛的情况 也要分享给你 咱们好好分析一下 生龙大赛 将要面对的选手 蓝轩宇深吸口气 不动声色地说 好吧 那晚上我来接你 我先去布置一下 说完 他欢天喜地地走了 蓝轩宇关上房门 脸色平静地走向白秀秀 你 你要干嘛 白秀秀双手抱胸 一副怕怕的样子 但脸上的笑意 却是掩饰不住的 不得不说 蓝姐姐 你的吸引力 真的是很棒呢 啪的一声 荧光一闪 蓝轩宇已经出现在 白秀秀背后 一巴掌 轻拍在她的翘臀上 哎呀 你打哪儿呢 白秀秀翘脸偷红 胶躯旋转 双手就向她垂去 蓝轩宇一把将她抱住 恶狠狠地说 再戏弄我 我就吃了你 说着 狠狠地稳住了她的红唇 幸好此时黄元朗看不见 不然的话 让她看到两个大美女 亲在一起 画面太美 不知道心里会是怎样的感受 夜幕降临 黄元朗亲自乘坐龙车 前来接蓝轩宇 蓝轩宇好好调整了一下自己 在寻宝兽的帮助下 幻化出一身新衣服 这才应邀而出 跟随黄元朗登上了龙车 黄元朗自己的龙车内部 不知道是不是经过了改装 正好是两个位置并肩而坐 她先请蓝轩宇坐下 自己才随之坐下 温文尔雅地向蓝轩宇微笑道 蓝 你有什么爱吃的东西吗 蓝轩宇默默地摇了摇头 虽然她的声音 也是通过寻宝受改善了 但少说话 是最好的演示方法 黄元朗微笑道 那我就安排了 嗯 龙枪和神龙甲 你适应得如何 还可以吧 力量增强得比较明显 坦白说 我都有些羡慕你呢 你那套神龙甲 在咱们皇家来说 已经是最高品质的了 龙枪也是 父亲啊 完全是按照真正龙骑士 给你配备的 就是希望你这次 能闯入富散 你自己觉得 把握性如何 没有跟其他龙族交过手 我也不太清楚 嗨 主要是我觉得呀 自己打不过你 不过倒是可以 给你当陪练 蓝轩宇心中一动 扭头看了他一眼 感受到蓝轩宇 看向自己的眼神 似乎不再那么冰冷了 黄元朗顿是心中一动 不禁暗暗责备自己 唉 我为什么 没早些想到这个办法 要是早一些想到 可以给他当陪练的话 说不定早就能够 更亲近一些了 但他又哪里知道 蓝轩宇看他 是因为心中想的是 吞噬一个中卫龙族 都能带来那么好的 催体效果 这要是吞噬上卫龙族 效果会如何呢 肯定会更好吧 等比赛间歇的时候吧 唉 要对自己有信心哦 连默恐龙骑士大人 都说你很有钱呢 有机会啊 成为下一个龙骑士呢 嗯 蓝轩宇再次点点头 吃饭的地方 显然是黄元朗精心挑选过的 说华的布置金碧辉煌 偌大的厅堂之中 只有他们两个人用餐 各种天龙星的真凶美味 应有尽有 黄元朗大献殷勤 他那眼神 他那动作 还有语气 令蓝轩宇 不禁一阵阵 头皮发麻 他宁可面对 龙族大战一场 也有些不愿意 面对眼前这样的场景 无论这黄元朗 是出于什么目的 他对自己的野望 已经是昭然若揭呀 不过 黄元朗显然 也是顾及他的身份 整个过程中 都没有任何愉悦 只是尽显自己的风采 每一个细节 都非常注重 蓝轩宇也不好 一直都是那么冷冰冰的 只能是须与尾仪 着实是辛苦 一边吃着东西 蓝轩宇一边问 黄兄 明天咱们是飞过去吗 哼 不用咱们自己飞 咱们呀 要保持好体力 而且也要保守秘密的 今年的生龙大赛 你和秀秀 可是秘密武器呢 回头 咱们乘坐飞龙碾过去 哦 飞龙碾 你可能还没坐过 是由夏威龙族 拉拽的飞车 非常罕见 只有各大城主 有资格乘坐 不许 把飞龙碾给咱们用了 感谢组长 哼 不用感谢什么的 只要你可以进入复赛 那就是最大的感谢 和对咱们黄家的帮助了 来 让我们 满影此杯 从黄元朗这里 蓝轩宇又套取了有些 和生龙赛有关的情况 让他对着大赛 更了解几分 上次吸收火龙 用火龙之力 脆体 已经过去挺长一段时间了 他已经完全可以再次吞噬下 一头龙族 继续以龙力脆体来修炼 这次 正好寻找目标 有了之前的经验 这次 他要更加谨慎小心才行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关注喜悼公子 订阅本书 三十刻度团队 将为您带来更多精彩作品 第1103集 不过 最近这段时间 蓝轩宇也没闲着 没有龙力脆体 却还有寂灭神雷脆体 他对于寂灭神雷的应用 已经基本熟练了 而且 自己身体对于寂灭神雷的承受力 也随之大幅度提升 虽然还不能说如臂食指 但应用作战 已经是毫无问题 四元素的寂灭神雷 微能极其恐怖 那种毁灭性的力量 真的宛如天劫一般 黄元朗一直将蓝轩宇送回住处 才礼貌地告辞 对他来说 蓝显然是不能勉强的 只能是以情感化 这一点 他对自己倒是信心十足 而且 之后的生龙赛 还有很多的相处时间呢 第二天一早 龙吟声响彻天空 当蓝轩宇来到床边 向外看去时 只见一座宛如小型宫殿一般的龙脸 已经停在了院子里 四头身形硕大的下尾龙族 负责拉拽这两龙脸 他们身上绑着固定的装置 和那巨大龙脸连接在一起 还要保持距离 令彼此拍动龙翼的时候 不会相互碰撞 龙脸没有龙车那么大 因为能够乘坐龙脸的 一定是可以化身人形的上尾龙族 所以它在设计之初 就是按照给人类形态龙族乘坐 来进行的 龙脸本身是用稀有金属打造而成 散发着悠悠光芒 这稀有金属分明还是合金 只是看上一眼 蓝轩宇就能感觉到 这非龙脸自成体系 不但防御力强悍 而且还有屏蔽各种探查的功效 为了这次生龙大赛 黄家倒真是大手笔 早已收拾好的蓝轩宇 和白秀秀走出正门 黄元朗已经从 飞龙眼上走下来 等候他们了 看二女走来 向他们做出一个请的手势 今天的黄元朗 装扮明显有些不同 身上穿着淡金色的软甲 头发整齐的疏拢在脑后 比平时更多了几分 英气勃发 蓝轩宇和白秀秀 各自都是长裙 跟随着她上了飞龙脸 飞龙脸上有着淡淡的香气 来自于中央一个熏香的香炉 香炉样式古朴 一看就是有粘头的东西了 内部非常宽阔 还分里外套点 里面有休息的卧室 外面是客厅一般的存在 咱们这就出发吧 怎么样 这次圣龙散 父亲也会前往官里 不过要到副赛阶段 才会前往 黄元朗解释说 蓝轩宇和白秀秀点点头 黄元朗向外面打了声招呼 四头下为龙族拍动双翼 顿时 呼啸的风声传来 下一瞬 飞龙脸微微倾斜 然后就已经是腾空而起 倾斜的角度不大 应该是因为这飞龙脸 有特殊设计的原因 很快 飞龙脸就已经到了高空 飞行也随之变得平稳起来 飞龙脸内 丝毫没有受到外界的影响 黄元朗按动了一个按钮 顿时 外面的风声都被屏蔽了 天龙脸上 其实也有类似于飞机的存在 各族都可以使用 飞龙脸也未必就比那些飞行器更快 但是乘坐它 却是身份的象征 代表着十二大乘主的意志 因为风龙城是比较偏远的城市 天龙星又实在是太大了 所以 哪怕下尾龙族飞行速度极快 他们想要抵达生龙城 也需要飞行八个小时之久 在一颗星球上 算是相当漫长的时间了 黄元朗很健谈 开始给他们介绍 有关生龙城的风土人情 生龙大赛举办的地方 名叫生龙台 是一座耸立入云端的高峰 山顶上是一片巨大的平台 因为它是整个天龙星的第一高峰 是最接近天空的地方 所以名叫生龙台 在生龙台山脚下 坐落着一座大城 基地位仅次于天龙城 以生龙台为名 视为生龙城 生龙城本身 足足坐镇着两位龙骑士 是除了天龙城之外 唯一有两位龙骑士的城市 而生龙台本身 也是龙族的圣地 所有的龙骑士 都是在生龙台上册封的 因此 无论是生龙大赛 还是未来的龙骑士选拔 都是在生龙台进行 他们这次去参加比赛 也是要先入住于生龙城之中的 比赛开始后 才能进入生龙台 而且 还不是所有参赛龙族 都有进入生龙台的资格 下位龙族的话 想要登上生龙台 需要完成生龙考验 有机会晋升中位龙族才行 中位龙族以上 也要各凭本事 登上生龙台 根据黄元朗所说 生龙台上 可以进行生龙仪式 那些通过考核的 下位中位龙族 是真的可以在生龙台上 晋升成为上位龙族的 在天龙星上 也有很多励志故事的流传 比如就有下位龙族一路晋升 最终成为龙骑士的故事 这位龙骑士不但真正存在 而且还是18位龙骑士之中 排名相当靠前的存在 龙族每上升一个位阶 地位都大大的不同 就像外面拉拽飞龙脸的 下位龙族 只能被上位龙族驱使 如果他们能够晋升成为 中位龙族的话 就再也不用做这种事了 地位将大幅度提升 在天龙星上 阶级分明 几乎就是强者横强的局面 所以 所有种族都会努力地追求 个体的强大 只有个体足够强大 在这里才会被尊敬 相对来说 天马星的情况 就要好一些了 那里的统治阶级 虽然是以天马族为主 但也有其他种族共同治理 不像天龙星这边 龙族占据着绝对的主导地位 这也是个体实力造成的 天龙星首座 至少在黄元朗所知 乃是龙马星系第一人 八个小时的时间 毕竟还是十分漫长的 聊了一会儿之后 黄元朗就请蓝轩宇和白秀秀 到里面的休息室去休息了 他自己呢 则是在外面客厅之中休息 身是风度尽险 卧室内 有舒适的大床 蓝轩宇毫不客气地躺了上去 还朝白秀秀抓了抓手 白秀秀翘脸一红 瞪了他一眼 蓝轩宇低笑一声 向里面挪了挪 给他留出充分的空间 白秀秀犹豫了一下 这才坐上床去 但很是提防地看着蓝轩宇 蓝轩宇嘴唇吸动 想得传音 这生龙赛很有意思 而且在生龙赛期间 必定有大量龙族聚集于此地 这次我们在生龙城 肯定是不能动手的 但却可以尽量地 去记忆那些龙族的情况 比赛分阶段 每个阶段都会有龙族被淘汰 尤其是那些下位龙族和中位龙族 我已经跟树老商量好了 趁着这次机会 我们抓一些 扔到命运之环内 慢慢用 距离远一些 应该龙骑士也发现不了 而且还有植物系大佬们 帮我们掩护 计划上应该没问题 目标你来选 大家配合 宇哥他们这次 都从丛林之中过来 在我们之前设定好的地点 集结好了 必须要小心小心再小心 容不得一丝差错 没有绝对的把握 绝不出手 风龙城那边 地方我们已经找好了 你是说 给我们固定进行 龙力粹体的地方 白秀秀一边说着 一边拍飞蓝旋宇 悄悄探过来 想要搂住他的手 嗯 这样会更安全 周围都是我们的人 不会出现上次 那种正在龙力粹体过程中 又有龙族出现的情况 第11104集 经过了上次的事情之后 蓝轩宇痛定思痛 与伙伴们 以及树脑商量了之后 想出了一个办法 命运之环最强大的能力 是可以将活物 也放在其中 就像是一个单独存在 可以生存 又能随身携带的小卫免 之前几次吞噬龙族的血脉之力 进行龙力粹体时 他们都是随抓随动手 这样 就很可能出现上次那种 不可控的情况 想要更安全地吸收龙力 进行龙力粹体 那么 计划 就要有所改变 因此 在商量之后 抓捕龙族 将其重创之后 带回到安全地点 进行吞噬脆体 就被提上了日程 最终的决定就是 在原始森林中 开凿出一个地穴来 这个地穴表面上 由树脑化为巨树 进行遮蔽 尽可能地掩护气息 而周围方圆数十里范围内 十几位植物系大佬助手 同时 监控周围情况 以预防万一 这样一来 通过命运之环 将那些被抓来的龙族 带到地穴之中 吞噬吸收 自然就要安全得多 当然 前提是 能够禁锢住这些龙族才行 将其重创在禁锢 原理上来说 并不是太困难的事情 这段时间之所以没动手 就是为了完善这个方案 蓝轩鱼可不只是 让他们七个人 可以通过龙力萃体提升 而是 整个三十三天翼 都要借助这股东风 龙力萃体的好处 实在是太明显了 尤其是 对于先天越弱的人 体魄越差的人 效果就越强 身体强度的增加 再加上 这里如此浓郁的生命能量 植物系大佬们的帮助 众人的修炼速度 一定会达到一个 惊人的程度 肯定会比 在永恒天空城的时候 更快 蓝轩鱼内心之中 有个眼望 如果能够用充足的时间 让三十三天翼所有人 都晋升神级 未来 他们能够在天龙星上 做的事情 就实在是太多了 配合联邦 攻占这里 并不是完全不可能的事情 八个小时的时间 虽然有些漫长 但用来修炼 时间就感觉 过去的快得多了 当黄元朗通知蓝轩鱼和白秀秀 即将抵达的时候 龙眼上的窗户都已经开启 能够看到外面的景象 还未看到生龙城 但一座巍峨的山峰 却已经呈现在他们眼中 巨大的山峰穿云而起 本身笔直向上 山壁极其陡峭 而且 非常奇异的是 这座山峰上宽下窄 就像是一株大蘑菇 种在了地面上似的 按照之前所查阅的资料来看 生龙台的高度 超过了一万两千米 天龙星第一高峰 实至名归 却没想到 竟是如此奇异的景象 所有龙族在飞行的过程中 除非是要冲出大气层 全部被要求飞行高度 不得超过生龙台 这是龙族的硬性规定 当然 其他飞行种族 就更不行了 那就是生龙台了 生龙台上寸草不生 却是距离天空最近的地方 乃是我们龙族 真正的圣地 每一位被冲封的龙骑士 才有资格通过飞行 登上生龙台 黄元朗有些怅然地说道 他很清楚 以自己的天赋 这辈子 是没机会成为龙骑士了 但只要是龙族 又有谁不畅想着 有那么一天 冲封翱翔呢 蓝轩宇和白秀秀对视一眼 心头在紧张的同时 也都有些兴奋 随着潜入的时间推移 他们现在已经距离天龙星的核心 越来越近了 龙眼开始逐渐下降高度 朝着生龙台的方向飞去 离得近了 就能够看到 以生龙台为中心 一座巨大的城市 出现在视野之中 这座城市 完全是围绕着生龙台建设而成的 生龙台就是最中心的那一点 整座城市向外辐射 从面积来看 至少是封龙城的两倍大 但有些奇怪的是 这里的建筑 却很少有特别高大的 最高的建筑 也没有超过百米 这显然 也是和生龙台有关才对 距离近了 还能看到 生龙台那座山峰 确实是如同黄元朗所说的那样 山体表面寸草不生 没有任何植物 通体呈现为灰褐色 不知道是什么材质 但显而易见 绝对不是普通的石头 否则在上宽下窄的情况下 不可能支撑得住 这座如此沉重的山峰 下面最窄的地方 看起来 直径也不过就是 千米左右的样子 而顶端最快的地方 直径恐怕 万米都要有余了 这绝对是奇观中的奇观 可见 生龙台本身 也必定是 很了不得的存在 生龙台的材质是什么 白秀秀忍不住向黄元朗问道 我也不太清楚 但据说 生龙台并不是原本就有的 而是在龙变时期 从天而降 气如大地 才出现了龙变 以生龙台为中心 周围龙变的种族数量最多 虽然大多数都在龙变时期死亡了 但留存下来的龙族 也是这个区域最为庞大 所以很多人都说 是生龙台的到来 才带来了龙变 带来了进化 从天而降的生龙台 如此恐怖的存在 竟是从天而降 蓝轩宇心中 不禁也为之震惊 在心头呼唤寻宝兽 向他询问 是否认识这生龙台 得到的答案 却是否定的 在寻宝兽的记忆中 也没有这么个存在 不过 寻宝兽告诉蓝轩宇 这生龙台 确实是一件宝物 只不过 似乎是被什么东西 遮蔽了气息 让他也感受不清楚 除非是他能恢复到 曾经在神界似的巅峰修为 否则 现在是无法确定 这究竟是什么的 这还是寻宝兽第一次 无法探查清楚 一件宝物的情况 就在他们对这座城市 充满好奇的过程中 飞龙眼缓缓下降 朝着距离生龙台 较近的一片区域 落了下去 下面是一片巨大的广场 广场宽阔无比 虽然前方的生龙台 有着巨大的压迫力 但这片广场 也同样给人震撼的感觉 广场地面 散发着淡淡的金属光泽 那分明是 未经提炼的稀有金属矿石 才会呈现的特点 不同的稀有金属矿石 被打磨光滑 成为这里的石砖 因为本身蕴含的金属不同 所以散发着不同的光泽 众多金属石砖 拼凑在一起 那不同的光泽 居然形成了一幅幅 瑰丽而整齐的花纹画面 极为的奇异和壮观 真的是太富有了呀 蓝轩宇都有点眼红了 这里的稀有金属石砖 要是都挖出来用来锻造 不知道能锻造出多少稀有金属 天龙星 真的是太财大气粗了呀 根据蓝轩宇这些日子 在天龙星所得到的信息来看 天龙星对于稀有金属收购 是一直在持续进行的 只不过这些从龙马星系 各个种族收购而来的稀有金属 他们也并没有多加利用 在科技方面 他们还是要逊色于 斗罗联邦许多 只是 这可都是资源 持续不断地 从整个星系收取这些资源 一旦当他们的科技根上 达到足够高的水平 这些资源 无疑都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 转化成为战斗力 和更加庞大的资源 眼前这片广场上的金属砖 恐怕就是其中之一了 飞龙碾在广场上落了下来 黄元朗说 这生龙广场乃是咱们天龙星的几大奇观之一呢 建造族族用了一百二十年 选取的都是相当有价值的各种稀有金属矿石打磨而成 这些矿石经过精挑细选 其实都是可以提炼 成为稀有金属 咱们龙族啊 最喜欢发光的东西了 等到了晚上 这里注入一些能量之后 整个广场都会散发出一层阴暈的宝光 哪怕是在生龙台上 都能清晰地看到 非常非常的美丽 很多龙族啊 都是在这里求婚成功的呢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关注喜道公子 订阅本书 三十刻度团队将为您带来更多精彩作品 第一1105集 一边说着 他还眼含深意地看了蓝轩宇一眼 蓝轩宇被他看得心头一阵着恶寒 飞龙眼落地 立刻就有一辆巨大的龙车到来 要知道 飞龙眼可是代表成主的 就算皇家再怎么不济 那也是有莫恐龙骑士支持的家族 皇家也是真正的上尾龙族 天龙族 地位尊崇 下了飞龙眼 登上龙车 龙车内自是极尽奢华 拉着他们前往生龙城的住处 皇家在生龙城有别院 这座城市太大了 在这里 最不值钱的 就是土地 皇家的别院在这里 占地面积 丝毫不逊色于白秀秀那座住处 早就有仆人在其中等待 接他们入住 生龙大赛 是明天进行报道的 皇元朗说是出去有事 将蓝轩宇和白秀秀住处安排好之后 就匆匆地离去了 这座城市蓝轩宇和白秀秀都是第一次来 但梁浦之前已经在这里购买了商铺 以前不来是因为这里有两位龙骑士坐镇 龙骑士的实力未知 但肯定是极其强大的存在 蓝轩宇可不想在这里出眉头 动手也不会在这里啊 但这次 无论是生龙台 还是生龙广场 都带给他们不小的震撼 没有过多的修正 蓝轩宇和白秀秀就告诉仆人们 要出去走走 二人就出了住处 生龙城内 异常的繁华 比丰龙城人口多了何止一倍 街道上熙熙攘攘 除了龙族可以行走的大道之外 几乎所有道路都可以用人满为患来形容 蓝轩宇和白秀秀也没有去走龙族大道 而是混在人群之中 都幻化成了蓝海族人模样 此时 生龙城的繁华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生龙大赛 即将举行 这里应该是聚集了大量的龙族 走在街道上 他们就发现 这座城市之中 贩卖各种武器装备的店铺非常多 而且都是非常古老的装备 类似于神龙甲和龙枪 甚至还有专门定制神龙甲和龙枪的店铺 他们大概看了看 这些店铺之中出产的神龙甲和龙枪 和他们从黄道旗那里获得的品质完全不可同日而语 着实要低势的多 但这些神龙甲和龙枪之中 却也确实是蕴含着一些龙力 只不过绝不是用龙骨打造出来的而已 更像是沾染了龙力的金属 龙族大道上 不时能够看到中尉下尾龙族落下 在大道上傲然前行 上尾龙族倒是一个都没有看到 其他各族见到龙族都会尽量地避开 生龙大赛期间 凡是前来参加大赛的龙族 几乎都是气血最旺盛的状态 这种状态下的他们 脾气暴躁可想而知 而龙族如果伤害了其他种族 几乎是不会被治罪的 这就是特权 蓝轩宇他们就眼睁睁地 看到一头下尾龙族 在走入一间店铺的时候 将两个头上长满触手的种族撞飞 明显瘦窗不清 可那两个触手怪 却是赶忙跑开 根本都不敢发出一丁点的质疑 白秀秀忍不住说道 这种阶级状态也真亏他们受得了 这就是这里的现状 顶多算是敢怒不敢言吧 还是咱们联邦好 哪怕是再强大的魂师 也不能随便伤害普通人啊 能力越大 责任越大才对 所以在智慧层面上 我一直认为龙马星系这边 绝大多数种族 还是要差很多的 事实上 如果不是龙族繁衍的速度不够 数量太少 恐怕这里都不会有其他种族生存的空间了 要是真有那么一天 更多的种族在这里 恐怕都会变成奴隶 这次升龙大赛 给他们好好来点教训 让他们知道知道厉害 我们先把正式办了再说吧 经过连续几次幻化变身 他们现在的样子 已经和之前大相径庭 根本不怕被认出来 两人找到了早已准备好的住处 悄然进入 蓝轩宇用最快的速度 在这里开始铭刻法阵 空间传送法阵 升龙台因为距离封龙城很远 所以这里的法阵还没有建立 而且这里建设法阵需要更加小心 以及更多的掩饰手段 否则的话 空间波动很可能会引人注意 为此 这个住处选择的就很有讲究 在这附近 是一片玉空族人的居住区域 玉空族可是最擅长使用空间属性的 所以 这边如果出现一些空间波动 自然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 就算是那些玉空族人 都不会有太多的质疑 而且 之前玉空族和天龙星 关系一度紧张 虽然不知道后来是怎么解决的 但这段时间观察下来 玉空族 虽然在天龙星 依旧有族人存在 但比原来数量减少了 而且也很低调 这种情况下 他们主动惹事 或者是过多探查周围的情况 也不会多 制作空间法阵的过程 蓝轩宇已经算得上是轻车熟路了 不到一个小时构建完成 尝试了一下激发 也毫无问题 封闭房门 两人办完正事 悄然离开 正所谓 脚兔三窟 蓝轩宇设置的空间法阵 可不止是三个那么简单了 通过不同空间法阵的跳跃 尤其是在 只有他和白秀秀的情况下 他们几乎已经可以在天龙星上的 大多数城市之中 进行空间传送 跳跃 当然 想要完全不留下痕迹 是很难的 等生龙大赛结束之后 蓝轩宇计划 再回史莱克学院一趟 主要是为了返回唐门 获取更多的唐门高科技 以及唐门那些禁忌武器 他现在实力 还远远不够和天龙星上的 顶级强者对抗 禁忌武器 那自然就是他 能摆脱和对抗那些顶级强者 最好的东西了 这次参加生龙大赛 蓝轩宇也是做了充分准备 一旦他和白秀秀的身份被发现了 他们也有逃离的机会 这几个月 除了修炼之外 他也没闲着 一系列的布置 一直在展开 就是为了预防各种突发情况 天龙星的好处 实在是太多了 无论是为了他们自己修炼 还是为了联邦和学院 唐门 都必须要扎根在这里才行 哪怕是身份被发现 也要有能扎根的办法 两人在人群中穿梭 正走着 突然间 天空一暗 一个巨大的身影 从天而降 一双巨大龙翼 拍动所带起的风声 引得龙族大盗两旁 经过的各族生物 发出一片惊呼 纷纷加快脚步远离 那是一头通体覆盖着 墨绿色鳞片的巨龙 身长足足在三十米开外 强横无匹的气息 毫不掩饰 一双巨大的龙眸之中 胸光碧露 毫无疑问 这至少也是一头中卫龙族 而且还是最顶尖的那种 他身上散发出的气息 已经超过了当初 蓝轩羽他们所面对的 那头火龙 龙翼收敛 墨绿色巨龙 扬起高昂的头颅 大踏步朝着街边而来 走过来的方向 正是蓝轩羽和白秀秀这边 白秀秀眼神微动 双手就下意识地 攥紧了拳头 蓝轩羽赶忙一把握住了 他的小手 加快步伐 快步前行 因为他感觉到 那墨绿色巨龙的目标 并不是他们 而是他们刚刚经过的 一家店铺 那店铺是卖食物的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关注喜悼公子 订阅本书 三十刻度团队 将为您带来更多精彩作品 第1106集 墨绿色巨龙口中 发出一声嘀吼 原本收敛的双翼 突然向外张开 早向店铺两侧 还没有来得及避开的 各族生物 都滚开 因为街道上 各族生物太多 这一下 蓝轩羽和白秀秀 也是避无可避了 另一边的街道 顿时被龙翼拍飞了一片人 惨叫声 络绎不绝 而蓝轩羽和白秀秀这边 蓝轩羽一只手握着白秀秀的手 另一只手 怦然抬起 一把抓出 喷了一下 那山来的龙翼 顿时被他抓住边缘 就那么停了下来 那墨绿色巨龙 原本根本就不看他们 一只前爪 已经伸了出去 在那店铺里面 一掏摸 抓出几大块 类似烤肉的食物 正要抛入大嘴之中 却突然感觉到 自己的翅膀被抓住了 顿时扭过头来 疑惑地看向蓝轩羽和白秀秀这边 是的 他没有愤怒 而是疑惑 因为在他看来 这是很不可思议的事情 他对自己的力量 很有信心 也根本没有在乎 那些生物的死活 他只是想要吃点东西 饿了 竟然能抓住我的翅膀 墨绿色巨龙 龙翼一震 就想要将蓝轩羽甩飞出去 但令他吃惊的是 他那龙翼 就像是被浇住了一般 依旧还是纹丝不动 这是什么情况 蓝海族 蓝海族什么时候 变得这么有力气了 就在他心头疑惑的时候 蓝轩羽冰冷的女声 已然响起 少给龙族丢脸 一边说着 蓝轩羽身上光蕴闪烁 已经开始发生了变化 变回他那女装大佬的样子 右臂猛然用力 一股大力 瞬间爆发开来 硬生生地 把那墨绿色巨龙 庞大的身体 甩回到了龙族大道之上 墨绿色巨龙 被甩得 在龙族大道上翻滚了一下 一脸不可思议地 看向蓝轩羽 他立刻就明白了 自己遇到了什么 能够幻化成人形 尚未龙族 什么时候尚未龙族 会装扮成蓝海族的样子了 你是尚未龙族 墨绿色巨龙爬起身来 没有像蓝轩羽 和白秀秀 想象中那样发怒 反而是很有兴趣地 看过来 哇塞 小姐姐好漂亮啊 你们是来参加 升龙大赛的吗 墨绿色巨龙收敛双翼 巨大的龙头低下来 一脸惊奇地 看着蓝轩羽 以及他身边 同样变回人形模样的 白秀秀 什么情况这是 难道我仅凭颜值 就能横扫龙族了不成 蓝轩羽本来都做好 战斗准备了 可这墨绿色巨龙的反应 着实让他有些疑惑 你不动爪子了 龙族不跟龙族打 除非是升龙大赛 小姐姐 你们好 我是鬼步 你们叫什么呀 我是蓝 他是秀 哦 那你们饿不饿呀 一边说着 他有些谄媚地 将手中的烤肉 递了过来 蓝轩羽摆摆手 不饿 不要和其他种族 产生冲突 在这里丢龙现眼 他准备再刺激一下 看看这鬼步 有什么反应 令他惊讶的是 鬼步竟是连连点头 把烤肉塞进 自己嘴里之后 一双前爪 还在身前碰了碰 有些委屈似的 人家就是饿了嘛 饿了就会有点暴躁呢 小姐姐别生气 以后我小心点 而且他们不会死的 一边说着 鬼步身上墨绿色的鳞片 突然变成了碧绿色 紧接着 大片的碧绿色光芒 几乎是横扫了这片街区 先前那些被他扫出去的 各族生物 原本还在呻吟 在那绿光的笼罩之下 竟是很快就爬了起来 惊恐的同时 也不禁朝着鬼步这边 看了过来 你会治疗 对呀 我可是翡翠龙呢 我也是上位龙族 只是还不能化成人形 你们能不能教教我 怎么才能变成人呢 翡翠龙 这种龙 蓝轩宇都还是第一次听说 但毫无疑问 这叫鬼步的翡翠龙 能够进行大范围的群体治疗 这和翡翠天鹅 碧姬的能力 倒是有些相像 但从鬼步身上的气息 就能感受到 他的修为 应该也有封号斗罗层次 而且身体强度极高 超级斗罗 也差不了多少了 所以 先前蓝轩宇 才会如林大敌一般 做好准备 自己体会吧 别再闹事 我们还有事先走了 一边说着 蓝轩宇拉着白秀秀 转身就走 鬼步也没有阻拦 只是眼神有些迷惘地 看着他们离开的方向 眼神有些痴痴的 拐过一个弯 白秀秀突然 扑斥一声笑了出来 你 你笑什么呀 蓝轩宇瞥了他一眼 白秀秀突然抬起双手 捧起他的脸 真是倾国倾龙啊 我觉得生龙大赛不用打了 靠长相你都能进入决赛阶段吧 说什么呢 你怎么知道他不是看上你了 那肯定不是我呀 他的眼神一直都在你身上呢 你说说 我也不比你长得差 可那些龙为什么一看到你 就把我无视了 黄元狼也是这样 今天这个还是这样 难道你身上有着什么独特的魅力 对弓龙产生了强大的吸引力 呸呸呸 快回去了 蓝轩宇一拉他 满脸无奈地朝着皇家的住处走去 其实 他心里也思考过这个问题 唯一的解释就是 他现在散发出的金龙王血脉气息 对这些龙族有很强的吸引力 回到丰龙城提供的住处 黄元狼依旧没有回来 蓝轩宇和白秀秀 回到房间之中休息 他们是住在一个房间的 为了更好的相互照应 当然 并没有任何事情发生 都是在冥想之中度过的 第二天一大早 黄元狼就叫醒了他们 丰盛的早餐早就准备好了 黄元狼换上了一身 带有纤细鳞片的紧身衣 身材确实是还不错 眼看蓝轩宇和白秀秀 打量自己的目光 黄元狼笑道 之后生龙大赛的出赛 我这个穿在里面啊 主要是为了神龙甲 更容易穿淡 本身呢 算是我神龙甲的一部分吧 快吃饭吧 昨天啊 我已经去把报名的事情 都弄好了 因为我们都是初次参加 生龙大赛 所以第一关要和所有龙族 一起进行 第一关是什么 登上生龙台 生龙台周围一定范围内 有一种特殊的赤力场 有一定的排斥力 想要登上生龙台 需要一定的实力才行 必须要穿越赤力场 才能登台 所有咱们龙族 都要依靠自己的力量飞上去 这是证明有资格 参加生龙大赛的基础 那些想要升级到 中位龙族的下位龙族 如果都不能飞上生龙台 那就一点机会都没有了 飞上生龙台之后 就会进行分族匹配了 我们毕竟是上位龙族 出赛之中 进行三场淘汰 基本就可以进到 下一轮循环赛了 循环赛 才是我们的重头戏 那我们稍后 岂不是能够见到 天龙起舞的盛况吗 正是如此 这也是咱们天龙新的盛世 会进行图像转播的 所有种族 都要为我们而欢呼 第1107集 早饭三人都没有吃得太多 但却都是充满了 生命能量的上等食材 以瓜谷为主 感受着自身 充盈的生命气息 登上丰隆城的车辆 直奔生龙台而去 生龙台附近的街道 早已是水泄不通 挤满了人流 对于其他种族来说 生龙大赛 他们只能观看转播 唯一能够亲眼目睹的 就只有千龙起舞这一幕了 正如黄元朗所说 生龙大赛 千龙起舞 这都是天龙新的盛况 十年一度 前来观里的种族众多 这个时候就能看出 龙族大盗的重要性了 两边的道路 虽然挤满了各族 但龙族大盗 却依旧是一马平川 只有龙族 只有龙族能够在上面行进 封龙城的车辆 一直将三人送到尽头 距离生龙台 大约一千米外 黄元朗带着蓝宣宇和白秀秀 下了车 继续向前 离得近了 更能感受到生龙台的壮观 这座巨大的生龙台 矗立在那里 自有一种无形威严散发出来 高耸入云 宛如晴天之中 此时 蓝宣宇和白秀秀也看到 各种颜色的龙族 正在向这边聚集过来 绝大多数龙族 都是巨龙的样子 有大有小 鳞片颜色 也各不相同 其中 下腹没有鳞片的 占多数 这都是下尾龙族 而中尾龙族鳞片 覆盖全身 身形也更加硕大 其中一些特别硕大的 也是龙形模样的 很可能就是上尾龙族了 不过 这些龙族之中 所能看到的 体型最大的 身长也就是在 五十米开外 并没有特别巨大的存在 这是因为 生龙大赛 只是神级以下龙族 参赛的原因 蓝宣宇一边看着 一边默默地记忆着 这些龙族的样子 他其实最想知道的 就是不同龙族擅长什么 不同颜色鳞片 代表着 这些龙族的能力是什么 不知道为什么 身处于众多龙族之中 他体内的龙和 在不断地震颤着 似乎有什么东西 在他体内 不断生腾着似的 让他的血脉气息 变得格外亢奋 越是高等级的龙族 就越是和 斗罗大陆上 记载的真龙模样相似 而那些下尾龙族 明显是因为血脉不纯 有很多都还具有着 原本龙变时期之前 自身形态的特色 比如 有的龙族 形如蜥蜴 有的龙族 没有爪子 拖拽着大尾巴 只是背后多了双翼 含有的 腹下有粗壮的双腿 和身体比例 不协调等等 不一而同 相对来说 蓝轩宇他们先前 所击杀的那几头龙族 龙族血脉 反而要纯正一些 蓝轩宇一边走着 一边默默地感受着 距离自己较近龙族的气息 他发现 身体形态 越是像真龙的龙族 身上的血脉气息 就越是强大 而且 也越是纯净的龙族气息 而那些下位龙族 身上气息 较薄杂得多了 但生命能量 却也同样不弱 这样看来 下位龙族 其实就可以适合 我们来修炼粹体之法 毕竟粹体的时候 我们只需要寻宝兽 把这些下位龙族 庞大的生命血脉能量 模拟成我们所需要的就可以了 而对于本身就是龙神血脉的我来说 用来进行龙力脆体 肯定是越高层次的龙族 效果越好 血脉越纯正 能够给我提供的龙力帮助越大 龙力脆体是龙骑士修炼的第一步 也是会一直持续下去的 就是不知道那些龙骑士之后的修炼 又会是怎样的情景 在没有骑成坐龙的情况下 那位天龙星手座 都已经是超神层次 要是再加上坐龙 它会强大到何种程度啊 难道说 能和母剑媲美不成 不知道现在岳叔叔 如果对上天龙星手座 会是怎样的情景 感受着周围龙族的气息 蓝轩宇自身 也不禁暗暗感叹 不得不说 天龙星庞大的生命力 铸就了这些伟龙的成长 哪怕是在斗罗大陆上 或者是在森罗星 精灵星 也都没有如此庞大的 浑兽群体了 天龙星 真的是一颗美丽 又令人不忍去破坏的星球 如果人类能够得到这颗星球 对于整个斗罗联邦来说 都是里程碑式的发展吧 我们到前面去 身边的黄元朗 黄元朗突然说道 蓝轩宇回醒过来 这才发现 周围不少下位龙族 都已经站定了 此时 他们正处于生龙台前方的 一片空地之上 而先前在他们前方的 下位龙族 中位龙族 都自行为他们让开道路 黄元朗傲然走在前面 蓝轩宇和白秀秀 跟在他身后 周围的龙族也同样在观察他们 在眼含尊敬 羡慕的同时 更多的目光 都是落在蓝轩宇和白秀秀身上的 其中不乏贪婪的目光 龙族的审美 似乎和人类差不多 尤其是上位龙族 本身都可以幻化成人类形态 两大美女的出现 对于这些龙族来说 着实是亢奋不已 他们这个方位的关注度 持续提升 越是向前 龙族的体型 就越是庞大 等到了最前面的时候 蓝轩宇看到的 就都是一些人形的上位龙族了 目光所及范围内 能够幻化成人形的上位龙族 一共有五六十位之多 而后面的各种层次龙族 加起来 肯定要超过三千之数 这可以说是目前龙族的绝大部分了 当然 是神级以下的龙族 从初代龙变时期的龙族开始 一直到现在 几千年的时间下来 龙族的数量 也就是扩大了几倍而已 显现出非常低下的繁衍能力 如果不是龙族的寿命悠长 恐怕早就已经灭绝了吧 这倒是能看出 黄稻旗在繁衍后代这方面 确实是有独到之处 肯定是上位龙族之中 子嗣最多的一个 当然 还有一些龙族 没有前来参加生龙大赛 没有参加的 包括幼生期的龙族 还有就是 黄家这样的情况 黄元朗的弟弟妹妹 他们都没有来 他们倒不能算是幼生期 但实力不够强 身为上位龙族 没有一定的实力 甚至还不如中位龙族 下位龙族的话 宁可不来 以免给自己家族丢人 所以 这样判断下来 龙族全族的数量 应该会在五千到八千之间 这还是算上神级层次的龙族 这个数量看上去不算庞大 但要知道 哪怕是下位龙族 也至少能成长到 封号斗罗层次为巅峰 中位以上龙族 都有修炼到神级层次的可能 所以 计算下来 龙族确实是强大的可怕 神级强者 恐怕数量都会是在数百左右吧 黄元朗带着二人 来到最前方 刚刚站定 旁边就传来一个 有些尖细的声音 这不是黄元朗吗 从哪找来这两位大美人啊 不给我介绍一下 蓝轩宇和白秀秀 顺着声音传来的方向看去 顿时看到一名青年 这青年脸色苍白 从人类的审美来看 是那种非常不健康的苍白 但双眼却特别明亮 能够看到 白眼珠上有一些奇异的银色花纹 闪烁着淡淡幽光 身上的气息内敛 感受不到强弱 身高足有两米开外 只是因为受血 而显得有些不协调 双臂修长 此时插腰而立 目光毫无遮掩地 在蓝轩宇和白秀秀身上 扫来扫去 眼神之中 明显带着几分贪婪这色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关注喜道公子 订阅本书 三十刻度团队 将为您带来更多精彩作品 第1108集 张良瑞小 看到这个青年 黄元朗脸色明显变了变 四个字的名字吗 蓝轩宇和白秀秀 都有些惊讶 那被称为张良瑞小的青年 有些不屑地看着黄元朗 怎么 不愿介绍吗 那我自己介绍好了 两位美女你们好 我是张良瑞小 来自于瑞龙城 我家老祖乃是 瑞小龙骑士 龙骑士后裔 毫无疑问 这是一个拥有龙骑士的家族 而且 从这叫张良瑞小的家伙表情来看 他家这位 应该排名还不算太靠后 家族是龙骑士血脉传承 和有龙骑士支持的皇家相比 显然不是一个层级 黄元朗横向跨出一步 挡在蓝轩宇和白秀秀身前 张良瑞小 这两位都是我们家族的族人 秀秀和蓝 生龙大赛马上就要开始了 后面一句话 他明显加重了语气 但怎么看 都有种色力内忍的感觉 显然是不太敢得罪眼前这位 生龙对我们来说是最基础的 你让开 张良瑞小一边说着 一把就将黄元朗扒拉到一旁 来到蓝轩宇和白秀秀面前 面带微笑地向两人点点头 以前倒是没听说过 皇家还有二位如此出众的美女 我们瑞龙城有老祖庇佑 瑞龙果更是文明全星球 欢迎二位来品尝 先比赛 在寻宝兽的幻化下 她的声音清冷悦耳 但也带着几分 巨人于千里之外的寒意 张良瑞小却是听得眼睛一亮 你是蓝对吧 哇 你的声音真好听啊 张良 准备比赛了 就在这时 一个有些低沉的声音 从不远处传来 听到这个声音 张良瑞小明显脸色一变 先前的字意 瞬间收敛 龙哥 我来了 说着 向蓝轩宇和白秀秀 挑了挑眉毛 转身快步 跑了过去 顺着先前那传来声音的方向 看去 蓝轩宇看到一名 身材高大的青年 那青年身高 也在两米开外 但却肩宽背裤 远臂封腰 一头暗红色的短发 根根竖立 只是看到侧脸 面容宛如刀靴 腐杂一般坚硬 此时 正抬头 看着面前的生龙台 双手背在身后 能够看到 在他身边的一片区域内 再也没有其他人存在 而周围的上尾龙族 看着他的目光之中 明显都带着几分畏惧 张良瑞小快步来到他身边 在距离他还有五米的地方站定 低眉顺眼的样子 和先前过来挑衅时 判若两人 白秀秀像脸色 有些难看的黄元朗 低声问道 大哥 那是谁啊 那是齐天龙 来自于天龙城 首座青传弟子 这一届生龙大赛中 呼声最高的几位之一 被誉为未来 必成龙骑士的存在 据说他在修炼过程中 一直压制着自己的修为 龙力脆体 已经练到了非常深的境界了 但却始终压制着 不完成突破 无论是修为 血满 都是我们这一带的佼佼者 那个张良锐小呢 锐龙果是什么 张良锐小 就是个跳梁小丑 说出这句话的时候 他明显攥了攥拳头 蓝轩宇一直在注意着 他的反应 从黄元朗的反应来看 他和这个张良锐小 肯定是有过节的 而且很可能是在对方手上 失过亏 所以才会如此的愤恨 而从先前 他又不敢得罪对方来看 张良锐小的修为 一定是在他之上的 是他所无法抗衡的存在 再加上张良锐小 对那个齐天龙的态度 就能看出 那齐天龙有多强了 神级之下 难道说 有极限斗罗层次的修为吗 黄元朗深吸口气 脸上的表情收敛了几分 他还是有些诚服的 然后低声道 这锐龙果 确实是不可多得的好东西啊 为锐龙城所专有 每五年承受一次 提供给诸位龙骑士大人服用 锐龙城自己 也会有些留存 确实是只有他们锐小家族 能够拿得出来 看来这个张良锐小 家族就是以龙骑士的名字为名 所以 他真正的名字 应该是张良 锐小是龙骑士的尊称 这张良锐小 就是由此而来 齐天龙的名字 来历应该也差不多 隶属于天龙一脉 就在这时 一声激昂的龙吟声响起 令所有在场龙族 都不约而同地抬起头 向天空中看去 此时 天空之中 云雾突然向两侧排开 显露出高耸的升龙台全貌 而此时此刻 就从那升龙台之上 一头巨龙 展翼而下 激昂的龙吟声 正是由那头巨龙口中发出 蓝轩与双眸泛出淡淡的紫意 调动紫禁魔童 定睛看去 当他看向那巨龙的时候 双眸竟然产生出 些微的刺痛感 还是血脉气息上涌 钻入双眸 这才好了一些 那是一头 身长足足超过 四百米的巨龙 通体覆盖着灰色鳞片 看上去 简直和人类世界的真龙 没有任何区别 巨大的龙头上 有着一根根 猙獰的突刺 全身散发着强悍 而凶利的气息 双翼展开 明明因为距离地面遥远 而应该是显得渺小的身体 却给人一种巨蛾感 强大的压迫力 铺天盖地而来 强大的威严 令在场所有龙族 都为之战力 后面的下位龙族 中位龙族 已经瞬间跪成一片 有的 甚至是匍匐在地 向着天空中的巨龙致翼 唯有排列在前方的 上位龙族们 都还站在原地 但其中的绝大部分 都不自觉地低下了头 一脸的崇敬之色 依旧还能仰起头 看向空中的 只有极少数的几个而已 这其中 甚至不包括白秀秀 也不包括先前过来 挑衅的那个张良瑞小 蓝轩宇感受到 有目光看向自己 也自然而然地看了过去 刚好看到了 那齐天龙的正脸 他面容刚毅 双眸之中 隐隐有暗红色光运流淌 仿佛内部蕴含着 岩浆一般 脖子上 浮现出几枚 暗红色的鳞片 但下一瞬 就收敛了回去 四目相对 齐天龙眼中 闪过一抹惊讶之色 显然是在惊讶 蓝轩宇竟然还能睁着眼睛 抬头看着空中的巨龙 他向蓝轩宇点了下头 又重新望向空中 那巨龙围绕着升龙台 盘旋而下 身形在视野中 正在变得越来越大 强势无比的龙威 也自然而然在持续攀升 又是一生激昂的 震耳欲龙的龙吟 令空气为之颤抖 蓝轩宇此时才看到 在那灰色巨龙头顶上方 竟是站着一个人 那是一名男子 相貌普通 但在巨龙的衬托下 却有种聘逆天下的气概 因为距离太远 无法判断身高 但能够看到的是 在他身上 穿着一身黑色神龙甲 覆盖全身 但却没有戴头盔 任由一头黑发 在脑后飞扬 没有当初蓝轩宇 所见过的木恐龙骑士画像中 那样有锋锐的盔甲 刺入坐龙头部 他就那么站在灰色巨龙头顶 任由那巨龙在空中翱翔 却没有丝毫动摇 龙骑士 毫无疑问 这是一位真正的龙骑士 而且是 骑承在坐龙臂上的龙骑士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关注喜道公子 订阅本书 三十刻度团队 将为您带来更多精彩作品 第11109集 令蓝轩宇 心中骇然的是 他现在根本无法通过观察 来确定 这位龙骑士的修为 达到了怎样的程度 很显然 对方的修为之强 已经远远地超越了 他所能判断的层次 蓝轩宇下意识地 拉住了身边白秀秀的手 让自己的血脉气息 能够感染到他 帮他一起收敛自身气息 对方很可能 已经达到了超神层次 他现在也无法判断出 寻宝兽的幻化 是否能够隐瞒 对方的感知 毕竟 这可是站在生物链 最顶端的存在呀 灰色巨龙 一直翱翔到距离地面 还有千米左右的高度 才缓缓旋停 双翼张开 巨大的阴影 刚好笼罩在 上尾龙族这片区域之中 众多上尾龙族 此时同时躬身行礼 拜见暗魔龙骑士 暗魔龙骑士 这是蓝轩宇他们 已知的第四位龙骑士 除了这位之外 他们还知道的是 排名首位的 天龙星手作天龙 排名第七的 默恐龙骑士罗兰 以及刚刚所说的 锐小龙骑士 只是不知道 这位暗魔龙骑士 在十八位龙骑士之中 排名第几 平和的声音 从那灰色巨龙 头顶处传来 升龙大赛 乃是我龙族 年轻一代的盛世 本届大赛 望诸位有优秀的表现 现在我宣布 升龙大赛正式开始 全体 升龙 没有过多的话语 简单的一句开场 升龙大赛 开启 灰色巨龙仰天 发出一声 震耳欲龙的龙吟声 重新展开双翼 用力开动 扶摇直上 一声声龙吟随之响起 以上尾龙族们为首 数千龙族同时龙吟出声 一时间 整个生龙城 仿佛都被这龙吟声 点燃了一般 欢呼声响彻全城 一道道身影 腾空而起 直入高空 首先就是人形的 帐尾龙族们 他们在腾起之后 各自身上光芒闪烁 背后双翼张开的同时 显现出本体 化为一头头 光芒璀璨的巨龙 升空 黄元朗背后 双翼展开 已经化身为 金色龙马形态 不得不说 单纯从脉象上来看 这家伙 还是相当醒目的 但是 此时此刻 能够前来参加 生龙大赛的上位龙族 都是年轻一代的佼佼者 一头头巨龙 已是各自展开身形 蓝轩宇拉着身边的白秀秀 同时升空 他右手猛然挥动 将白秀秀 抛向前方 巨大的力量 令白秀秀瞬间超越了所有其他上位龙族 在众多龙族惊讶的注视下 蓝色龙翼已经舒展开来 阳光照耀下 那一块块宛如蓝宝石一般 晶莹剔透的蓝色鳞片 散发着梦幻般的光彩 折射出 无数星星点点的蓝色光芒 映照而下 白秀秀双翼拍动 已经是在龙吟声中 飞速上冲 还有这种操作 很显然 众多上位龙族 从来没有见过 在别人帮助下 突然加速 突出重围的 而下一刻 他们就被白秀秀 那深渊冰魔龙的美感 所感染了 哪怕是化身为巨龙 白秀秀此时的 深渊冰魔龙真身 也完全符合龙族审美 意识之间 就算是那些上位龙族 似乎都飞得慢了一些 张良瑞小此时 已经化身为 银色龙马形态 他也是天龙族 银色龙马拍动翅膀 持续高飞 而在他身边不远处 一头暗红色巨龙 周围甚至没有其他上位龙族 速度也是极快地 在空中飞行 赫然正是 齐天龙的本体 蓝轩鱼甩飞白秀秀 自己也是施展出 金龙王形态 巨大的金色龙翼张开 猛然一拍 恐怖的力量 瞬间形成强烈的风压 以至于 后面跟上来的其他龙族 都感觉到 一股巨大的气流涌来 将它们重新压回地面 蓝轩鱼已经冲天而起 双翼拍动之下 瞬间就追到了 和张良瑞小齐平的位置 张良瑞小刚好扭头 向蓝轩鱼看来 口中发出一声兴奋的龙翼 但下一刻 他就发现 蓝轩鱼竟然是 朝着他的方向 飞过来的 他才刚刚一愣 蓝轩鱼的龙翼 就已经抽在了他身上 哼的一声闷响 张良瑞小只觉得 一股大力传来 他顿时失去了平衡 旋转着向下落去 哼 蓝轩鱼冷哼了一声 身上金光大棒 速度再次增加 宛如一道金色剑矢一般 穿空而起 在他控制下 仅限于金龙王的龙威 瞬间爆发 口中随之发出一声 激昂的龙吟声 强大的血脉气息 带着强势与疯狂的味道 向周围散开 哪怕是齐天龙那么强大的存在 在听到这一声龙吟的时候 身体都不受控制的震颤了一下 速度明显降低了几分 而白秀秀 却刚好相反 在蓝轩鱼的龙吟声中 他只觉得自身血脉 高速流转 速度再次增加几分 依旧保持在最前面领先的位置 这时的蓝轩鱼 已经追到了和齐天龙齐平的位置 在这个高度 除了他和齐天龙之外 还有十几位龙族 他们的身长都在四十米以上 显现出了强大的实力 齐天龙其实是让蓝轩鱼有些意外的 因为他并不是天龙族 他的本体和真龙简直是一模一样 身体周围的空气 都因为他身上散发出的高温 而略微有些扭曲着 生龙虽然更多的只是个仪式 但是也能够显现出实力 蓝轩鱼问过黄元朗 在生龙的过程中 是不是能够对其他龙族动手 黄元朗的回答是 没有明确规定 所以他才毫不犹豫地 针对张良瑞小出手了 在猝不及防之下 张良瑞小果然是吃了亏的 齐天龙扭头向蓝轩鱼看来 低沉的声音随着响起 生龙只是开始 过于释放自我 不是好事 会被针对的 我愿意 你管得着吗 蓝轩鱼冷冷地说道 猛地一拍双翼 速度再次激增 已经隐隐超过了 齐天龙一筹 金龙王本来就是 以力量建长 身体强度 乃是最强大的存在 蓝轩鱼虽然现在 还远远不能把 真正金龙王的实力 发挥出来 但那也是金龙王的力量 飞行和力量 直接相关 他的速度 自然是强悍 齐天龙只是淡淡地 看了蓝轩鱼一眼 却并没有要追赶的意思 依旧保持着 自己原本的速度 向上飞行 而这个时候 空中开始有压力出现了 那压力 犹如一层无形的屏障 是从生龙台散发出来的 巨大的石柱上 向外散发出排斥的力量 将它们压迫得更远 这股力量极其强势 仿佛根本无法对抗一般 向外向下压迫 蓝轩鱼先前分明看到 那位暗魔龙骑士 可是紧贴着生龙台 向上酣生的 他绝对不是没有 承受这份压力 只是 这份压力 不足以给他构成危险而已 受到压力的影响 飞在最前面的白秀秀 速度已经慢了下来 但他身上 很快就开始散发出一层 暗蓝色的光芒 那落在他身上的压力 顿时像是被消融了一般 减弱了 速度虽然受到影响 但却依旧是 持续向前 但这个时候 就显现出 修为方面的差距了 周围最强的一批上尾龙族 已经拉近了 和白秀秀之间的距离 白秀秀现在的感觉 最为明显 他心中暗暗赞叹 龙力脆体的效果 如果没有经历过龙力脆体 让他的龙族血脉 变得更加强大和纯粹 想要在这份压力下飞上去 对他来说 也一定会有巨大的消耗 而此时 在死亡凋零的作用下 强行腐蚀那些压力 还能让他保持较高的速度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关注喜岛公子 订阅本书 三十刻度团队 将为您带来更多精彩作品 白秀秀还发现 在周围众多龙族 同时存在的情况下 他自身的血脉之力 就像是受到了刺激似的 在爆发的同时 含有激增的迹象 也就是说 千龙起舞的这个过程 似乎对修炼 还有不小的好处 激扬的龙吟声不断响起 不同的巨龙身上 开始散发出不同的光芒 各显其能 冲击生龙台带来的压迫 蓝轩宇身上的金色鳞片 金光流转 没有施展任何技能 就是那么强势的 持续上冲 凭借着自身的力量 活开空气 持续升腾 恐怖的压迫力 不断从天而降 从最初的一层 变成了宛如海浪一般的 层层叠叠 所有龙族都受到 这份压力的影响 速度降低 需要用力地拍动翅膀 施展能力 才能持续向上 从下往上看 就能看到 数千巨龙盘旋而上 受到压力的影响 在空中分散开来 但却依旧持续向上飞行 一些实力最弱的下尾龙族 在压力的作用下 已经被排斥到了较远的地方 但也都在全力以赴地 向上攀升 对他们来说 这是不可多得的好机会 只要飞上升龙台 就有晋升未接的可能 就算不能成为中尾龙族 登上过升龙台的下尾龙族 也会被有所记载 在龙族之中的地位上升不少 白秀秀终于被后面的龙族们追上了 此时 最前面的这些上尾龙族 已经飞了超过三千米的高度 能够保持领先这么久 已经不只是蓝轩宇那一甩的帮助 和白秀秀自身的速度 也有着不小的关系 当白秀秀感受到周围其他龙族 开始追上自己 甚至是超越自己的时候 有不少巨龙的目光 都落在他身上 那是认可的目光 很显然 他这位陌生的上尾龙族 已经获得了其他龙族的认可 相比之下 更被认可的显然是蓝轩宇 他每一次发出龙吟 周围的龙族速度都会减缓几分 这也是为什么 白秀秀能够持续这么久 才被追上的重要原因之一 他的龙吟声 似乎能够影响到其他龙族的血脉波动 所以 这些上尾龙族都不自觉地距离他远一点 同时看着他的目光 就更加好奇了 蓝轩宇却显现出一种 不管不顾的态势 有种野蛮一般的向上飞行 虽然他不是飞在最前面的 但却是最被瞩目的一个 演戏 就要演全套 蓝轩宇的身份 就是野生龙族 刚被发现不久的野生龙族 他相信 有关于自己的资料 龙族已经全都拥有了 既然是野生龙族 规矩什么的 对他来说 应该是根本不清楚 或者根本不在意的 遇到生龙大赛 这种千龙起舞的壮观景象 作为一名刚刚进入 龙族世界的野生龙族 想要自意表现自己 才是正常情况 越是想要低调隐蔽 反而越容易被特别关注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 蓝轩宇和白秀秀 故意在千龙起舞过程中 就展现出自身实力的原因 获得上尾龙族认可 展现出野生龙族的特点 虽然依旧会被关注 但这种关注 就是对他们实力的关注 而不是来历的关注 压力伴随着高度 而持续提升 大家的速度 现在都已经慢了下来 蓝轩宇一边飞着 一边默默地记忆着 周围飞在最前面的 这些龙族的样子和特点 这些都是上尾龙族的佼佼者 每一个身上的龙族血脉 都非常纯正 这要是能够吸收一个 进行龙力脆体修炼 对自己的修炼效果 一定是极好的 而其他龙族观察它 则是因为它的美貌 龙族之中 其实女性的数量是很少的 只占据整个龙族的 十分之一左右 这也是繁衍速度慢的 重要原因之一 只有最强大的龙族 才能拥有龙族的伴侣 否则只能是其他种族 而跟其他种族诞生的龙族 血脉还保持原本的强度 都很难了 更多的会是衰减 甚至有的 都没有太多龙族特征了 这也是为什么 一些下位龙族的实力 较弱的原因 蓝轩宇和白秀秀 不只是母龙 而且是非常绝色的那种 不被关注 那才怪了 越往上飞 他们所承受的压力 也就越大 种龙的速度 明显开始减慢 但也正是这种时候 从下方仰望 最为壮观 群龙飞舞 仿佛悬浮在高空之中 修为较弱的 更是被排斥靠外 遮天蔽日 犹如散盖一般 在缓缓攀升 蓝轩宇依旧保持在 第一集团之中 白秀秀却开始有些落后了 但是这不要紧 一道金色光运 直接从蓝轩宇身上 战反开来 精准无比地落在 白秀秀身上 将她的胶躯笼罩在内 顿时 白秀秀原本深蓝色的鳞片上 蒙上了一层金色光辉 全身散发出金蓝色 越发璀璨 双眸明亮 用力拍动双翼 追了上来 与蓝轩宇定驾齐驱 正是蓝轩宇的金文蓝银草 第四魂纪 金龙狂暴领域 伴随着修为的提升 它的魂环可不只是银龙王的晋升 金龙王的也同样晋升 所以 它这金龙狂暴领域 此时可是凶兽级别的 橙金色魂环所附加的 不但能够更加精准地控制 而且 一旦施展 效果极强 蓝轩宇最深 也是力量暴增 如果不是它刻意压制 瞬间就能冲出更远 白秀秀和它在一起时间最长 自然受到它血脉影响也最大 在金龙狂暴领域的作用下 它和蓝轩宇顿时都飞到了 第一集团之内 飞得越高 空气开始越来越稀薄 压力也是越来越大 感觉之中 身边不远处的升龙台 仿佛亮了起来似的 上面似乎有无数魔纹 在散发着强大的气息 全身在压迫之下 血脉流淌速度会自然而然地激增 但蓝轩宇却渐渐发现 那股压力 似乎是在如丝如缕地 钻入到自己的身体里 与自身血脉融为一体 让血脉虽然在不断消耗 但也同时在不断补充 而且 补充进来的力量 似乎刺激着血脉 有种燃烧时的感觉 就像是在 修炼龙力脆体时的感受 难道说这生龙的过程 对于龙族来说 本身就是一次历练 蓝轩宇一边飞 一边凝神向生龙台看去 紫禁魔童再次开启 眼神注视中的一切 都开始变得缓慢下来 蓝轩宇顿时看到了一些 奇异的景象 无形的气流 在围绕着生龙台那巨珠涌动 而这些气流并不是单向的 而是双向的 每一个龙族身上 似乎都在被它吸收着什么 形成气流 钻入到生龙台内部 而生龙台内部 则又向外释放着气流 形成压力 阻挡着它们的前进 而在这个前进的过程中 这些气流 就会钻入它们体内 突然间 脑海之中 灵光一闪 蓝轩宇心头 也随着掀起了滔天波浪 他明白 这生龙台是怎么回事了 它是在吸收着群龙的血脉气息 或者说是龙族气息 然后经过它的转化 再将这些气息释放出来 释放出来的气息 从之前吸收的脖杂变得纯净 虽然是化为压力 压迫在它们身上 但同时的 这些压力 也伴随着纯净的浓力 淬炼着它们的身体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关注喜道公子 订阅本书 三十刻度团队 将为您带来更多精彩作品 第11111集 现在所有数千龙族 血脉气息集中在一起 在淬炼整体 能够承受更多的龙族 收益会更大 承受力小的龙族 被排斥到较远的地方 或者干脆落下 收益就小 从而变成只是提供者 没有收获 无疑 这生龙的过程 对于修为低的龙族 是没什么好处的 甚至还会因为血脉被抽去 而有所损伤 但对于修为高的龙族来说 生龙的过程 根本就是一次蜕变 从生龙大赛的要求来看 最终能够登上 生龙台的龙族 一定都是受益良多的 而无法登上生龙台的 收益自然会少 甚至是亏损 从而区别出优秀者和普通者 这样一个简单的生龙仪式 其中竟是蕴含着 如此之多的心思 不得不说 天龙星的龙族 在智慧方面 确实是有着独到之处 当然 还有生龙台这奇异的存在 这是要怎样的能力 才能炼制出 生龙台这样的东西啊 蓝玄宇心中 正暗暗赞叹 脑海中 却突然响起了 寻宝兽的声音 主人 这是您啊 什么是我的 这生龙台本来就是您炼制的呀 当初咱们在神界 被称之为生龙柱 是您检验属下龙族实力的存在 不知道为什么竟然到了这里 只不过 这生龙柱少了现灵之气的滋润 效果就大不如前了 在咱们神界的时候 只有三级神器以上层次的龙族 才有资格使用 而且是只要在突破境界的时候使用 在这里却给这些伪龙用 真的是 那也就是说 这生龙柱是属于原本龙神统治时期神界的 后来大战之后 生龙柱跟随着龙神一居远落了 然后来到了这里 应该是这样吧 我越来越觉得 那个对您有呼唤的想空间 一定和您有关 有机会您一定要去 那这生龙柱我能不能收回啊 收回的话会对我有好处吗 嗯 没法收回 您现在的修为不够 除非您能重新登陆神奇之位 可是至少也得是一级神奇的层次 用您的血脉气息完全覆盖生龙柱 这才有将它收回的可能 嗯 收回 嗯 当然是有好处呀 因为生龙柱本来就是您的神兵 是您所创造出的神兵之中 唯一一件不是用您的身体练制而成的 嗯 具体是怎么练制 呵呵 嗯 我就不知道了 反正在神界很多年 您都在练制它呢 如果能将它收回来 对您重新成为神王 一定是有好处的 嗯 嗯 我 我现在还记得 当年您曾经对我说 有生龙柱在 就能够顶住龙魂 实心不移 对 对稳定咱们龙祖心神 有着巨大的好处 后来 好像是生龙柱先消失的 嗯 不知道您那时候性格出现变化 是不是和生龙柱消失有关 嗯 现在回想起来 我突然觉得 可能可能会很有关系 嗯 是不是生龙柱当时被谁给偷走了 啊 还有这种事 也就是说 我如果修为能够达到超神级 就有可能将这件超神器收回 是吧 嗯 嗯 嗯 是这样的 嗯 不过 就算是现在 如果您是在它顶部修炼 应该对您也是有不小的好处 毕竟 这是您的东西嘛 就算它现在相当于沉睡了 对您的气息 应该也会有所反应 有所回馈才是 嗯 我觉得 您下次突破的时候 会很重要 在别的地方突破 估计达到人类封号洞罗顶尖的层次 就不错了 但是 如果在生龙柱顶部突破 那么 那么很有可能一步成神 回到三级神奇的层次呢 听他这么一说 蓝轩宇顿时心中大动 他原本计划是到时候 回到史莱克学院去突破 凭借永恒之术的帮助 在他那月叔叔的看护下 进入第七环境界 但此时 有寻宝兽这么一说 那就又不一样了 要是能够一步成神 那这速度就太快了 而且 成神的话 他的金龙王和银龙王血脉 一定会有进一步的结合 自身实力 一定会大幅度攀升 绝不是普通神级强者 所能够比拟的 不过 想要在生龙台顶端修炼 恐怕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不知道是否有机会 正好 趁着这次生龙大赛 摸索一下 因为心中在交流和思考 蓝轩宇的速度 反而慢了一些 飞在他前面的巨龙 已经有十多位之多 他们此时 距离顶部 已经越来越近了 每一头巨龙身上 都是光芒璀璨 得到来自于生龙柱的反馈 对他们的血脉提升 都有着相当程度的好处 当他们距离顶端 还有一千米的时候 压力虽然还在加大 但所有这些上尾龙族 却都已经明显感觉到了好处 更加奋力地向前飞 飞得越靠前 承受的压力就越大 相对来说 得到的好处 自然也就越大 蓝轩宇此时 已经发现了生龙柱的奥秘 自然是不会放过 这样的修炼好机会 他一闪身 龙翼拍动 就到了白秀秀上方 龙爪探出 扣住白秀秀的身体 然后背后一双金色龙翼 猛然爆发出璀璨的金光 带着他们的身体瞬间加速 一声巨大的龙吼从蓝轩宇口中发出 在他发出龙吼的一瞬间 四目金光向外爆发 那金光也呈现为龙形 宛如蓝轩宇的身体在刹那间放大了似的 金色光影足足放大数倍 达到上百米长度 一时之间 周围距离他千米范围内的龙族 无不身形凝滞 在空中压力的作用下 纷纷落后 被压制向下 最少也是下坠了百余米 蓝轩宇则是带着白秀秀扶摇直上 瞬间超越群龙 到了最前面 这就是金龙王真身作用下的黄金龙吼 而且 还是在经过了金龙狂暴领域增幅之下的黄金龙吼 带着金龙王血脉的强大气息瞬间爆发 顿时 威慑群龙 金光璀璨 光影收敛 蓝轩宇的身体 又变回了原本的样子 但这个时候 他却已经和后面的群龙 拉开了距离 空气中 庞大的龙气 只针对他和白秀秀压迫而来 白秀秀明显已经有些捉襟见肘了 但蓝轩宇的力量 却是有增无减 体内血脉气息暴动 飞速地吞噬着周围难得的龙气 他根本不去炼化 就是去强行吞噬 通过龙和 疯狂吸纳 来者不拒 他的身体承受能力 可是以龙和为中心 金龙王银龙王血脉 交互而成 虽然他现在不方便施展龙神变 但也绝对是神级层次的身体 由于他稀说的太多 以至于空气中 针对群龙的压力 都在这个时候降低了不少 后面群龙飞速追赶 但当他们重新接近到蓝轩宇附近的时候 蓝轩宇和白秀秀 距离生龙台顶部 已经不足百米了 蓝轩宇再次发出黄金龙吼 周围群龙也不是吃素的 一时间 各种光芒闪烁 各显其能 一声声震耳欲聋的龙吟声 响彻天空 蓝轩宇奋起全力 拍动龙翼 带着白秀秀 终究还是第一个 飞上了生龙台 第1112集 当蓝轩宇冲破阻隔的那一瞬 周围所有压力 全部消失 被冲破的龙器 宛如海纳百川一般 向他和白秀秀的身体 汇聚而来 蓝轩宇全身金光大胜 宛如燃烧起来的火力 火焰一般 白秀秀身体周围 也是蓝色光焰闪耀 比蓝轩宇要弱一些 但也照耀得他那 深渊冰魔龙本体 越发地璀璨夺目 生龙之手 获得的好处 无疑是巨大的 蓝轩宇和白秀秀 此时只觉得体内保障 尤其是蓝轩宇 他的身体承受能力强 所以吸收的 也是肆无忌惮 他能明显感觉到 这次吸收的龙气 要远比之前 他吞噬的那头中尾龙族 带来的龙力更多 而且 还要纯净得多 恐怕能媲美一位 上尾龙族的血脉了 等他以龙力粹体之法 淬炼了自身之后 魂力至少能够提升个两三级 毫无问题 最重要的是 他的身体 也会被淬炼得更加强韧 天龙兴果然是宝地啊 双翼收敛 蓝轩宇和白秀秀 重新换为人形 稳稳地落在地面上 此时 那些最强的上尾龙族们 也都已经冲出重围 纷纷落下 他们的目光 无不集中在蓝轩宇身上 一时间 惊奇有之 赞叹有之 但也有深深的忌惮 毫无疑问 蓝轩宇先前所展现出的能力 已经超出了他们的判断 更何况 对他们来说 蓝轩宇可是陌生的母龙 生龙台上的面积 比想象中更加巨大 表面极为平整 但上面却隐隐有光纹闪耀 散发着淡淡的气息波动 蓝轩宇明显感觉到 生龙台上 本身就具备着浓浓的龙气 不错 不再是生命气息 而就是龙气 他现在已经完全可以肯定 就算是生龙台 不被自己的龙身血脉影响 在这里修炼 对于任何龙族来说 都是大有好处的 这生龙大赛 恐怕不仅仅是为了检验年轻龙族的实力 同时也是一次给他们提升的机会 而有关于这些 黄道琪之前并没有告诉过他们 不知道是出于什么原因 但到现在 至少在生龙的过程中 最大的好处已经被自己拿到了 齐天龙也在第一批飞上生龙台的龙族之中 此时 他看着蓝轩宇的目光 也带着几分诧异 他虽然没有过多的关注 但实际上 他也感受过蓝轩宇身上所散发的气息 从能量强度来看 蓝轩宇应该是不如他才对 可是 先前蓝轩宇所展现出的实力 却完全和他感应之中不同 那不是能量层次上的 而是身体层次上的 还有血脉上的威慑 难道说 他的血脉要比我的更强吗 可是老师曾经说过 我的血脉 已经传承的是最强的机种之一了呀 巨大的生龙台上 只有一位 赫然就是那位 暗魔龙骑士 此时 他的目光 就落在蓝轩宇身上 而也正因如此 蓝轩宇承受着巨大的压力 不是修为上的压迫 而是来自于心理上的 他也不知道 对方是否能够识破他的身份 暗魔龙骑士坐下的灰色巨龙 此时 正匍匐在地面上 一双眼眸 也在盯着蓝轩宇看 巨大的瞳孔 偶尔收缩竖起 周围的空气 仿佛都因为他的简单动作 而轻微扭曲 那位身穿黑色甲皱的暗魔龙骑士 飘飞而起 缓缓地落在地面上 一步步 朝着蓝轩宇和白秀秀的方向走来 蓝轩宇深吸口气 身体放松 血脉漩涡流淌 将银龙血脉隐藏在内 指引金龙王血脉气息 充斥全身 他早就做出过判断 自己能够过 木恐龙骑士 罗兰那一关 在其他龙骑士面前 过关 应该也不会太难 天龙星的这些统治阶层龙族 对龙族的气息 似乎是没法辨认出 是否有人类气息存在的 否则 罗兰当初就发现 他的问题了 他们检验龙族的方式 从皇家就能看出 用一些只有龙族 才能承受的手段来检测 无论是龙血树脂 还是龙力厅的龙力脆体 这都不是龙族之外的种族 所能够承受的 就像斗罗联邦 对这里的龙族并不了解一样 他们对人类的魂师 显然也是不够了解的 至少他们应该是 不知道人类魂师 也有可能拥有 强大的龙族血脉 并且在武魂真身状态下 能够变成武魂的样子 所以他现在尽量放松 让自己不显得过于紧张 再加上浓郁的 金龙王血脉气息掩盖 被发现问题的可能性极小 唯一有可能被发现的 反而是性别问题 毕竟 寻宝兽的幻化 应该还达不到一级神奇的程度 暗魔龙骑士 缓缓走到蓝轩宇面前 此时 正在有更多的龙族 飞上升龙台 当他们飞上来之后 看到暗魔龙骑士的存在 都立刻恭敬地站在一旁 暗魔龙骑士 一直走到距离蓝轩宇 还有十米左右的地方 才停下脚步 他那看上去十分普通的面容 没有太多的情绪波动 向蓝轩宇点了点头 沉声道 升龙之手 这是你的荣耀 你有资格知道我的名字 我是暗魔龙骑士 罗亚元 您好 尊敬的暗魔龙骑士 升龙之手 有资格感受龙力之伟岸 你跟我来 一边说着 这位暗魔龙骑士 转身走向升龙台 正中的方向 蓝轩宇和身边的白秀秀 对视一眼 向他使了个眼色 然后自己 才大步地跟了上去 白秀秀心头 微微有些发紧 但他很快就观察到 周围其他的上尾龙族 明显脸上 都流露出羡慕的表情 这应该意味着 蓝轩宇 不会有太大的危险才对 暗魔龙骑士罗亚元 看似走得并不快 但蓝轩宇 已经在加快脚步了 可在不动用修为的情况下 竟然始终只能和他保持在一定距离上 罗亚元看上去和普通人没有什么区别 也没有什么强大的气息出现 但他带给蓝轩宇的感觉 就像是一个能够吞噬一切的黑洞 随时都能将周围的一切毁灭 包括他们在场的所有人 感受龙历伟岸 那是什么意思 升龙台顶部极大 直径足有近万米 但在他们快速行进之中 很快就到了正中 蓝轩宇一边走 一边观察 他发现 越是靠近着升龙台正中的位置 地面上的花纹就变得越是密集 龙气也就越是浓郁 而且 这些龙气升腾 笔直向上 大有冲天而起之姿 罗亚元带着蓝轩宇 一直来到中心站定 他这才转过身 重新面对蓝轩宇 淡淡地说 龙历之尾 助救我族 你能成为升龙之首 可有一官 宁神圣望 这位暗魔龙骑士的话 始终都很少 但却言谨一概 蓝轩宇按他所说 缓缓抬起头 向空中看去 下一瞬 在他身前的暗魔龙骑士 双手缓缓下拍 顿时 一股恐怖之急的神石波动 向四周散开 不远处的灰色巨龙口中 发出低沉的龙吟 却依旧是匍匐在地 只是 在他的眼神之中 多了几分恐惧的味道 蓝轩宇只觉得 自己体内的血脉气息 突然剧烈地翻滚 波动起来 甚至有几分 要压制不住的感觉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关注喜道公子 订阅本书 三十刻度团队 将为您带来 更多精彩作品 第一千一百一十三集 就在这时 蓝轩宇眼前 突然变得虚幻起来 原本晴朗的天空 仿佛在这一刻 突然变得混沌了似的 目光凝视之下 天空中 迷雾重重 在那迷雾之间 似乎有什么声音 正在呼唤着他 就像当初他第一次 前往天龙城市的 那种感觉 一模一样 而且 在这一刻 这个呼唤 还变得更加清晰起来 迷雾向两旁开启 隐约之间 一幕幻景 开始呈现在 他的视野之中 当蓝轩宇 看到这一幕幻景的时候 哪怕他明知道 身边还有那位 暗魔龙骑士在 也依旧忍不住 全身巨震 因为 他所看到的 这一幕画面 竟是如此的熟悉 那是一座 巨大的山谷 山谷之中 群龙飞舞 那不是伪龙 而是一头头真龙 他们有的 在飞行追逐 有的 在仰天长吟 有的 则是懒洋洋地 趴在那里 而就在这山谷正中 匍匐着一头 不知道身体 有多么巨大的 恐怖巨龙 他全身的鳞片 散发着 韭彩色的光辉 他是背对着 蓝轩宇这个方向的 但哪怕是如此 蓝轩宇也依旧能够感受到 他的伪爱 这巨龙似乎就是 那个世界的中心点 最重要的问题是 这样的场面 对蓝轩宇来说 何止是似曾相识 他在自己突破的过程中 就曾经看到过 类似的场面 只不过并不完全相同罢了 此时呈现在他眼前的山谷 是如此的和谐 没有战争 没有毁灭 寻龙飞舞 一副欣欣向荣的景象 就在这时 那匍匐在地上的九彩巨龙 缓缓起身 他那巨大的龙头 缓缓回转向后 当蓝轩宇看到 他那双巨大的龙毛的一刹那 他只觉得 脑海之中 响起冰的一声脆响 剧痛瞬间在精神之海内 仿佛炸开了一半 无数的画面 瞬间在意识中 疯狂奔涌 意识之间 蓝轩宇只觉得 自己的头 要被撑得破碎了似的 不禁惨叫一声 双手抱头 摔倒在地 所有的幻境在这一瞬 全都消失 蓝轩宇体内的血脉气息 再也压制不住 他体内的血脉 疯狂涌动 金龙王 银龙王 两种血脉 相互交融 而在他体内 仿佛多了一股 威严的注入 在这威严的注视下 金色与银色血脉 再也没有任何碰撞 而是飞速地融合在一起 一层七彩鳞片 瞬间从蓝轩宇皮肤之下 奔涌而出 飞速覆盖全身 他的身体 也随之不受控制地 完成了龙变 化为了一头 身长足有近四十米 全身散发着 七彩光芒的巨龙 看到这一幕 远处的白秀秀大惊失色 他不知道蓝轩宇承受了什么 可是 他的龙神变 竟然被刺激出来了 而在蓝轩宇面前 可是有一位 暗魔龙骑士在的呀 几乎是没有半分犹豫的 白秀秀就飞速地 朝着蓝轩宇的方向 冲了过来 在这一瞬 他的情绪之中 只有一种 绝望 完了 一切都完了 暴露了 殊不知 先前一只平静如水的 暗魔龙骑士 此时此刻 眼中却充满了震惊之色 双眸一顺不顺地 盯视着蓝轩宇 甚至连嘴都微微张开 眼神之中 满是不可思议之色 一层灰色气流 挡住了白秀秀的 前进之路 强大的气息 瞬间让他凝固在原地 动弹不得 四百多米长的 灰色巨龙 此时已经缓缓地 从地面上站了起来 无形的龙危扩散 压制着已经飞上 升龙台的所有人 黄元朗是刚刚才飞到 升龙台之上的 他都已经有些精疲力竭了 所以 他也刚好看到 蓝轩宇化为七彩巨龙 倒在地上那一幕 一时之间 不禁目瞪口呆 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而在灰色巨龙巨大的龙危之下 所有在场龙族 全都单膝跪倒在地 那可是龙骑士的坐龙 有着只比龙骑士 第一线的强大地位 按摩龙骑士罗亚元 目光紧紧地盯视着 在地上翻滚的蓝轩宇 但却并没有对他出手 只是看着他身上的七彩鳞片 一时之间 眼神不断地出现波动 幸好 这时候并没有人能够看到 他的眼神 否则就会发现 他那眼神之中 并没有任何恶意 反而是有种震惊 喜悦的情绪 蓝轩宇此时 只觉得自己大脑 完全要炸开了似的 一下被灌入了 太多太多的东西 那些碎片不断闪烁 就像是一部 加速呈现的电影 而电影本身的剧情 又是支离破碎的 他只能看清少数的一部分 其中就包括了 当初他曾经看到过的 龙族最终殒灭的景象 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 剧痛渐渐消失 蓝轩宇的意识 渐渐回归 他赫然发现 自己龙河内的 七彩龙神血脉之力 已经近乎消耗殆尽 就像是刚刚被燃烧了似的 虚弱感油然而生 他的身体 也不自觉地重新变回了人形 当然 寻宝兽的幻化还在 所以 他还是那个蓝 匍匐在地面上 大口大口地喘息着 就在这时 一只有力的大手 抄在他的腋下 将他从地上拉了起来 温和的声音随之响起 你怎么样 很好吗 蓝轩宇勉强抬起头 赫然看到 将自己从地上扶起来的 正是暗魔龙骑士 罗亚元 龙骑士大人 我 别说了 就在这里休息一下 你刚刚的消耗很大 你的情况比较特殊 真没想到 我们苦修这么多年 也等待了这么多年 终于有了一线希望 你很好 你在这里修炼 我要将你的情况 向首座汇报一下 蓝轩宇虽然此时很虚弱 但心中也是在暗暗叫苦 天龙行首座 可是见过我的呀 我能够瞒得过那位首座吗 心前 我到底是怎么了 毫无疑问 那九彩巨龙 正是龙神 他的一下回眸 竟让蓝轩宇 有了如此巨大的反应 然后才有了眼前的一幕 但他现在 也是毫无办法 就算是想跑 身体也虚弱地跑不了啊 只能是一眼 在原地盘膝坐下 凝神吸收周围的龙气 暗魔龙骑士的目光 扫向远处群龙 他的声音 突然变得冰冷起来 所有人听好 任何人不得接近他 否则 烧 泄露今日之事者 烧 留下这两句话 在他背后 骤然出现了一扇 黑色光门 下一瞬 他的身体 就像是被吞噬进去了似的 刹那消失 暗魔龙骑士虽然走了 但他的坐龙还在 那起身的灰色巨龙 缓步朝着蓝轩宇的方向走来 就在距离他不远的地方 重新匍匐在地 庞大的身体 以半弧形的姿态 将蓝轩宇守护在内 白秀秀身上的束缚消失了 他现在也有些茫然 刚刚他都已经绝望了 可眼前的情况来看 似乎和他想的 有点不一样啊 好像 那暗魔龙骑士 对轩宇的情况 并没有愤怒 反而是有些急切似的 是以为是干嘛去了 如果只是发现 我们是奸细的话 肯定不会这样处理吧 至少 应该是把轩宇抓走才是 而不是让他留在这里 修炼恢复 因为灰色巨龙 庞大身体的原因 他现在也看不到 蓝轩宇的样子 也不敢用精神力去联系 毕竟 那灰色巨龙按摩 起码也是 十一阶层次的存在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关注喜悼公子 订阅本书 三十刻度团队 将为您带来更多精彩作品 第1114集 蓝轩宇此时 反而定下心神 一边吸收着周围的龙气 一边感受自身状况 很快他就发现 虽然自己的龙神血脉之力 消耗一空 就连先前生龙过程中 吸收的龙气 也全都消耗了 可就是这么一会儿的功夫 他体内 已经有更多的地方 呈现为七彩色 这分明就是 龙力萃体的效果 比之前吸收中卫龙族 进行的龙力萃体 不知道效果强了多少倍 内部虚弱 可全身却似乎充满了 强大的力量 龙和虽然没有多少 龙神血脉之力存在 可龙和却明显 胀大了一圈 而且还是不小的一圈 魂力此时运转起来 变化倒不是太大 可身体强度 绝对是有些不一样了 魂力运行速度 几乎是提升了一倍之多 也就是说 他魂力的修炼速度增加了 要知道 蓝轩于以前魂力之所以 修炼的慢 就是因为 他的血脉之力 吸收了大量的魂力 补充自身 伴随着他的修为提升 再加上服用大量的天才地宝 吸收各种生命能量 这才让魂力 被血脉吞噬得少了一些 让他才能进入到 现在六十多级魂力的层次 而此时 有了龙力萃体 他的魂力 就没有了这方面的束缚 反而因为身体的强韧 能够更好地运行 修炼速度反而快了起来 蓝轩于仔细观察了一番之后 他就发现 自己全身的经脉 已经有了超过六成 变成了七彩色 或者说是 有着七彩色的光泽 骨骼血肉内脏 也有百分之三十以上 视为七彩色 而这个数字 在他今天来到这里之前 还不到现在状态的四分之一 也就是说 龙神那回眸一望 带给他的帮助 是巨大的 要是按照这个速度 被龙神砍三次 他很可能体内的血脉 就彻底完成 向七彩色转化 就连金龙王和银龙王血脉 都能达到初步融合的地步了 此时 这两种血脉也变得虚弱了 但蓝轩于却明显感觉到 这两种血脉 彼此之间的排斥 正在减小 比原来降低了许多 甚至 有种可控的感觉了 这对他来说 绝对是大好事 未来他主要的修炼方向 就是将二者彻底融合 不过 他现在体内的血脉 只是七彩色 而那龙神 分明是九彩鳞片 就不知道 自己的血脉之中 还差了什么 简单观察了 自己的情况之后 一边吸收着生龙台的龙器 补充自身 蓝轩于一边向寻宝兽 发出了呼唤 此时此刻 对他来说 当务之急 是解决 见到天龙星手作之后 会不会被认出来的问题 无论之前修炼的效果有多好 一旦被认出来 那么 所有的一切 也都前功尽弃了 蓝轩于向寻宝兽 问出自己的疑问 阿宝 他能认出我吗 你的幻化 你能不能 主人 我觉得他认出你的可能性 不大的 相貌方面的伪装 哪怕是一级神奇 也看不出来 唯一有可能被认出的 就是气息 尤其是血脉气息 可是您想想 自从当初见过那一面之后 您的血脉气息 都已经发生了多少变化 用翻天苏地来形容 都不为过吧 比当初他见过的您来说 您的实力提升了很多很多 血脉的纯化 龙神气息的凝聚 修为两次突破 已经完全和那个时候不一样了 而且在这里的龙族 包括刚刚那一位 应该是继承了 黑暗龙王血脉的龙族在内 单纯从血脉上看 它们的层次 肯定都是不如您金龙王的血脉的 而在龙族之中 血脉大于一切 所以他能感受到的 就是您的血脉层次 比它高 只要您收敛银龙王血脉 在金龙王血脉内部 那就算是神石 也穿不透血脉的防护 这是龙族天生的特点 除非他是其他种族的超神级强者 才有可能感应出您血脉在隐藏 也就是说 假如我遇到了天马族的超神级强者 反而会很麻烦 有这个可能 当然如果您的血脉彻底融合 完成龙神血脉的初步觉醒 那就没有问题咯 到时候就没有单纯的金龙王血脉 和银龙王血脉了 您的血脉就可以真正地 称之为龙神血脉 嗯 我明白了 那你做好我相貌的演示 我先恢复秀为 兰轩宇心中微定 结束了和寻宝兽的交谈 他开始凝神修炼 认真地感受空气中的龙气 生龙台中心位置的龙气 是极为充沛的 就相当于空气之中蕴含的龙气 都可以和下位龙族的 生命血脉之力媲美了 虽然纯度 不如刚刚冲入生龙台 那一瞬那么高 但盛在无穷无尽呢 蓝轩宇的血脉之力 消耗一空 此时吸收起来 自然是水到渠成 周围的龙气 宛如海纳百川一般 向他体内汇聚进来 虚弱感迅速消失 体内开始亮了起来 那些已经散发着 淡淡七彩光芒的内脏 骨骼 经络 此时明显散发出七彩光芒 蓝轩宇当然不会在这个时候 去进行龙力脆体 但吸收进来的龙气 在龙和的转化下 迅速变成他的血脉之力 补充着自身 今天的一切 虽然有些惊险 但确实是胜过了 他来到天龙星之后 修炼这么长时间的 效果总和 可以说是意外之喜 按摩龙此时 也不禁回过头来 有些好奇地 看向蓝轩宇 他何等修为 当然能够感受得到 蓝轩宇此时 吸收龙气的速度 蓝轩宇身体周围 已经有淡淡的彩色光韵 在凝聚了 关键是 他身上散发出的能量波动 虽然不强 但气息 却有种无形的威压 连按摩龙 都有种恐惧的感觉 正像寻宝兽所说的那样 在龙族之中 血脉 大于一切 这是龙族天生的特点 这也是上位龙族 为什么能够 威压下位龙族的原因 所以 龙族是最重视血统论的种族 黄道奇黄元朗父子的实力 在龙族之中 绝不算是优秀的 就是因为 他们乃是能够 幻化成人形的上位龙族 才能威震一方 成为风龙城城主 此时 远处的黄元朗 脸色却不怎么好看 他当然看得出 蓝轩宇是因为被按摩龙旗士重视 才留在那边的 虽然不知道先前发生了什么事 但能够被重视 对家族来说 当然是好事 当初 罗兰大人就曾经评价过 蓝轩宇的未来不可限量 很有成为龙旗士的可能 可是 现在这种情况 他的崛起 似乎是太快了呀 崛起的快 就意味着 他没什么机会了 没有时间 让他进一步的追求 这让黄元朗 不禁有些郁闷起来 就在这时 他身边一个 有些奸细的声音传来 你这族人到底是什么来历啊 有点厉害的 说话的正是张良瑞小 这家伙先前被蓝轩宇 用龙翼拍下去 本来还满腔愤怒 但后来看到蓝轩宇 竟是一直在第一集团 向上飞翔 他的愤怒 也就眼睛息鼓了 实力是一切的根本 很明显 人家实力 应该是在他之上的 至少在飞行上是如此 当然 那时候 他还是有些不服气的 但是 当蓝轩宇最后 带着白秀秀冲出重围 毫不收敛地 用黄金龙吼 镇压其他第一集团巨龙 并且成功之后 张良瑞小也就明白 这恐怕不是自己惹得起的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关注喜岛公子 订阅本书 三十刻度团队 将为您带来更多精彩作品 第1115集 生龙过程中 不是没有龙族会动手 压制其他龙 让自己飞得更高更快 但一般来说 潜规则是不能动手的 因此 大家顶多是用点小手段 毕竟也是怕得罪了其他家族 可蓝轩宇 这不过是来自封龙城 所有尚未龙族家族之中 最弱小的皇家 却毫不犹豫地 使用了大范围的威慑 并且最终夺魁 这是何等的嚣张霸道 可问题是 当张良瑞小飞上来之后 他却发现 先前被蓝轩宇 威慑过的那些尚未龙族 无论是以前 多么嚣张跋扈 强大的存在 一个个看着蓝轩宇的目光 只有赞叹和欣赏 却一个对他展现 恶意的都没有 很快 张良瑞小就明白为什么了 因为这些强大的年轻龙族 无一例外 全都是男性 而那个蓝 却是如此美丽的母龙 被母龙吼一吼怎么了 这么优秀的母龙 对他们来说 简直是太难得了 如果能有这样一位伴侣 几乎可以肯定 未来诞生的子嗣 一定强大 所以 这些家伙看着蓝的目光 甚至是秀秀的目光 都很不一般 但绝对不是恶意 而是摩拳擦掌 那种想要接近的感觉 张良瑞小也想啊 但是他发现 自己的老大齐天龙 这个平日里只知道修炼 对于其他事情 从来不关心的大哥 看着蓝的目光 都有些不一样时 他就知道 自己肯定是 一点机会都没有的 但他还是好奇啊 所以这才向黄元朗 来探探口风 黄元朗瞥了他一眼 淡淡地说 他的来历 我不能告诉你 我只能告诉你的是 他是莫恐龙骑士认可的 并且被他称赞过 未来有可能成为龙骑士的存在 他早已加入了我们家族 秀秀更是我妹妹 你们家运气不错呀 黄元朗哼了一声 没再开口 因为他发现 虽然只是张良瑞小在问自己 可周围的上尾龙族们 一个个都竖起耳朵在听 白秀秀回头看了一眼他们这边 心头的担忧 虽然依旧强烈 可也不禁有种好笑的感觉 这些家伙 竟然对轩宇都有想法吗 事实上呢 如果没有蓝轩宇这个女装大佬出现 白秀秀也一定会成为 被追逐的对象 论相貌 他并不比女装后的蓝轩宇差多少 但问题是 蓝轩宇身材更加修长挺拔 而且展现出的实力强啊 对于这些龙族之中 强大家族的后代们来说 实力强才是第一位的 更何况是在实力强大的同时 还具有着那样的容颜 怎么能不让他们心动呢 一时之间 群龙窃窃私语 都在默默地等待着 半个小时后 黑色的光门再一次出现在空中 暗魔龙骑士罗亚园一步跨出 在他回来的那一瞬 蓝轩宇就已经清醒过来了 睁开双眸向空中看去 他不只是在看暗魔龙骑士 同时也是在等待着 看看暗魔龙骑士背后 会不会那位天龙星手作也跟来 令他松了口气的是 只有罗亚园一位回归 这位暗魔龙骑士 目光向下方扫过 此时 生龙基本已经结束了 能飞上来的都已经飞上来 飞不上来的也都落下去了 生龙结束 所有生龙成功者都将登记在侧 有资格参与本届的生龙大赛 大赛明日开始正式举行 作为生龙之首 如果蓝能够在生龙大赛夺魁 将奖励前往龙界一次 寻觅极远 就这样 他话音刚落 下面的暗魔巨龙 已是仰天一生龙银 拍动双翼 冲天而起 承载着暗魔龙骑士罗亚园 罗亚园站在龙手之上 俯视下方 目光落在蓝轩宇面旁之上 沉声道 能否成为真正的龙手 看你的表现 手座也在关注你的表现 留下这么简单的一句话 坐下巨龙震意而去 生龙台上 龙气突然如井喷一般爆发出来 所有龙族赶忙趁势原地坐下 吸收龙气 这是生龙最后给的好处 蓝轩宇此时 也是宽心大放 很显然 他之前虽然出现了异常情况 但这种情况 还不足以让天龙星手座 亲自来查看 而是要在接下来的生龙大赛之中 看他的表现 夺魁可以进入龙界修炼 龙界应该就是那个小世界吧 有可能是龙族墓地的小世界 暗魔龙骑士罗亚园的话虽然不多 但带来的信息 却还是非常多的 后面如果他能够夺魁 进入那个小世界之中寻找机缘 很可能就要真正面对天龙手座了 那将会是有可能被认出来的时候 但同时 进入龙界 而且是正大光明地进入其中寻找机缘 很可能也是他一次绝佳的机会 进入其中 就能够真正看到那是一个怎样的世界 而且不用面对不知道多少强者围攻的情况 这样的机会简直是不容错过 蓝轩宇仙头也有些纠结 从先前生龙的过程中就能够看得出 在上尾龙族之中强者如云 虽然他是最后冲出重围 但更多的是凭借血脉之力的突然压制 黄金龙吼的突然爆发 单纯比拼修为 比他强的可不是一个两个 想要战胜他们 最终成为夺魁的那一个 可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至少眼前这一关是过去了 他此时 身在生龙台中心 飞速地吸收着空气中的龙气 同时 他也开始悄然尝试着 将自身的龙神气息 向身下的生龙台注入进去 看看生龙台会不会有什么特殊的反馈 但令他有些失望的是 生龙台并没有任何其他反应 就是龙气升腾 他稀说的速度 比别的上尾龙族要快一些而已 阿宝 没反应啊 可能是您的血脉不纯 所以才会没有反应 毕竟 生龙柱乃是您巅峰时期的武器 没有您最纯净的血脉 想要将他激发 恐怕 恐怕很难 但是 但是你也不用担心 如果是在这里突破的话 那就不一样了 等您突破的时候 血脉气息会有升华 至少在那一瞬间 应该有触发他的可能 从他身上 得到回馈 如果只是可能的话 我很难选择这里作为突破地 因为遇到没有反馈 我的突破就有可能失败 失败意味着什么 您也清楚 所以您还是需要更多的积蓄 至少要先让两种血脉 初步融合完成之后 再考虑突破的事情 这样就算是突破失败了 也不会出现太强烈的反应 这本来呢 这初步融合 只是在突破的时候完成 可是那样会非常的危险 现在这龙力脆体之法 真的是不错呢 您的融合速度很快 只要能够一直这样修炼下去 就可以先融合再突破 那就安全的多了 一旦突破了 下一个境界 还不用担心两种血脉相互冲突 单独修炼龙神血脉 那您恢复龙神神奇之味 就只是时间的问题 这是胜利的鼠光 这个地方 真的是太适合您修炼了 感受着寻宝兽声音中 带来的亢奋 蓝轩宇的心 却稳定下来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关注喜道公子 订阅本书 三十刻度团队将为您带来更多精彩作品 第1116集 没错 天龙星确实是非常适合他修炼 但在适合他修炼的同时 这里也是极其危险的 一个不好就有可能满盘皆输 这次生龙大赛本身就是极大的挑战 可以想象 如果他最终能够获得好成绩 那么就一定会被天龙星的高层关注 被关注当然会有更多的资源 但同时也会被放在聚光灯下 暴露的可能性也将大幅度提升 他需要绞尽脑汁的去对付这样的情况 同时也不能有过多的行动了 否则一个不好暴露了就麻烦了 猎龙的行为也要减少才行 现在只能是走一步看一步 谨小甚微 不求有功 但求无过 在这里的时间越长 他被发现的可能性就越小 身份地位也会越来越稳固 他相信 就是刚刚发生的这些 龙族高层就一定会派人前往封龙城 调查他的情况了 这是必然会出现的结果 现在就看皇家那边能给出怎样的结论 现在就显现出他曾经和莫恐龙骑士 罗兰见过那一面的好处了 有龙骑士做担保 相对来说危险性就会小得多 之前按摩龙骑士罗亚园那么吃惊 最大的原因应该就是因为 蓝轩宇流露出了龙神的气息 而他们一定是在那个龙界之中 感受过龙神气息 或者是也看到过和他类似的幻想 这就意味着 龙界一定有龙神相关的线索 真的是刺激啊 龙界我无论如何都会去的 早晚要去 就算这次去不了 以后也要争取机会去 还是太弱小了 如果我也是超神级强者 哪还会有那么多顾虑啊 感受着身下的生龙台 龙气生腾 这是曾经龙神的超神器 未来 一定也要让他成为自己的超神器 生龙台上的龙气 伴随着被群龙吸收 渐渐淡化 其中 多次出现了兴奋的龙银声 那是一些龙族出现了突破 或者进化之后的兴奋龙银 下位龙族能够飞上生龙台的 是极少数 都是后肌勃发 再加上一定的运气 但能够来到这里 就意味着机缘的到来 他们晋升成为中位龙族的可能性 反而是更大的 而中位龙族 想要晋升为上位龙族 却是难上加难 就像上位龙族 想要晋升变化称人 更难一样 血统就是一层压一层 越是向上越难 一个小时之后 龙气进去 整个生龙台上的所有魔纹 也随之消失 变成了就像是 实质平台一般的存在 蓝轩宇睁开双眼 全身骨骼一阵琵琶作响 胸口内的龙和 又重新变得充盈起来 令他惊讶的是 变化最大的 还不是胸口内增大的龙和 而是在他精神之海内 那枚精神龙和 这枚龙和已经彻底变成了七彩色 同时 在七彩色周围 还有淡淡的金色光雾 若隐若现 那似乎已经有了几分神识气息的雏形 虽然不知道这一次 自己的精神力提升了多少 但蓝轩宇却可以肯定 龙神那回眸的一瞬 对自己精神产生了极大的冲击 也带给了他许多纷乱的记忆 这些记忆随后消失了 但他自身的气息 从精神到身体 全都出现了一次蜕变 这种感觉就像是 承受了一次龙神的龙威 然后将这股龙威 吸收到了自己的身体之中似的 而他的精神力 蜕变的效果 则是最为明显的 站起身 蓝轩宇向同样结束了 修炼的白秀秀走去 四目相对 虽然只是这么短暂的时间 而且 他们一直都能看到彼此 客气依旧有种 恍若隔世一般的感觉 蓝轩宇主动拉住白秀秀的手 白秀秀看着他的眼神 却是变了变 终究没有说什么 携手向边缘走去 蓝 你没事吧 黄元朗已经快速走了过来 关切地问道 蓝轩宇摇了摇头 我有些累了 咱们回去吧 好的好的 咱们回去 黄元朗今天 似乎也是受了点刺激 态度甚至是有些恭敬地说道 连他自己都不知道为什么 在蓝面前 他似乎已经有点 无法用平等的心态去面对了 在其他尚未龙族的注视下 蓝轩宇白秀秀和黄元朗展开身形 各自释放本体 从生龙台上飞出 向下俯冲而去 一直回到住处 白秀秀都没有开口 黄元朗拾圈地退去 明天开始比赛 后面的抽签 自然会有专人负责 他们只需要到时候 拿着后排参赛就行了 轩宇 关上房门 白秀秀的眼圈 一瞬间就红了起来 之前她一直在强行压制着自己的情绪 蓝轩宇赶忙将她搂入怀中 怎么了 我们 我们要不回去吧 回母星去 白秀秀哽咽着 蓝轩宇顿时明白了过来 轻轻地抚摸着她的长发 对不起 让你担心了 之前在生龙台上 当你倒地的时候 我真的以为我们被发现了 我将永远地失去你了 你知道那一瞬 我的内心有多么恐惧吗 而在天荣心上 这肯定不是我们第一次遇到这样的情况 轩宇 我不怕死 但我真的不喜欢这种担惊受怕的感觉 你明白吗 我知道 我都明白的 对不起 秀秀 是我不好 今天我不该这样做的 如果我们不那么显眼 或许 不是的 你没有做错什么 这样做 会让我们有更大的收获 我能明显感受到 自己血脉淬炼的效果 大幅度提升 就是因为生龙仙道 带来的好处 可是 快速成长的代价 就是危险随时到来 刚刚那按摩龙骑士的话 我也都听着呢 如果你最终夺魁 就意味着 你将要前往那个龙界 那时候 我甚至都无法跟随在你身边 我真的怕你去了 就再也回不来了 白秀秀紧紧地抱着他 情绪不断地释放着 蓝轩宇眉头微醋 他也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要放弃前往龙界吗 足足半赏之后 蓝轩宇长出口气 好吧 秀秀 我答应你 这次我不想冠军努力 只要进入复赛 拥有争夺龙骑士的资格就停下来 这次也不去龙界 好吗 但是秀秀 你要明白的是 我们现在不只是只有自己 我们的伙伴都在天龙星 植物系的魂兽前辈们也都在 树老在 这里带给大家的好处 甚至是带给永恒之树的回馈 不是说放弃就能放弃的 这是所有人努力的结晶 我只能向你保证 尽可能能让我们安全一些 但一点都不冒险 恐怕我做不到 还记得吗 当初咱们在龙元星 知道了龙元经的秘密之后 那时候 我们谁能想得到 会遇到天龙星手作的截杀呢 在这个世界上 其实危险无处不在 想要真正的规避风险 就只有让自己变得更强大 真正的强大 我再不想面对娜娜老师 为了救我 陨落恒星的情景 我要变强 变得比所有人都强 我要足够的力量保护你们 天龙星或许是我唯一的机会 只有在这里 我才能真正的成为那样的强者 所以 我真的无法完全放弃 坦白说 我有点不知所措了 白秀秀松开 搂住她的双臂 抬头看向她 对不起 轩宇 我让你为难了 就是刚刚那一刻 我真的 你没错 更不需要对我道歉 那是因为我们的感情 你才会如此的 是我做得不够好 白秀秀摇摇头 拉开她的手 把她的手放在自己的面颊上 有句古话 就嫁鸡随鸡 嫁狗随狗 既然选择了你 我也只能跟着你走下去 我只有一个要求 无论你做什么 你在哪里 你都要带着我 绝不能放开我自己一个人去冒险 要冒险就一起冒险吧 这样的生活固然惊险 但也确实很刺激 如果有一天 我们真的遇到了 无法对抗的风险 那我就和你一起承受 无论生死都在一起 所以 你在做任何决定的时候 都要想着 如果你死了 我也就死了 没有第二种可能 想去龙界你就去 但是 要带我一起去 我可是你的坐龙哦 蓝轩宇嘴角抽出了一下 没好气地捏捏她的鼻子 这会儿你想起来 是我的坐龙了 你之前可是很排斥的 那不一样吗 白秀秀嘻嘻一笑 双手环绕在蓝轩宇脖子上 很多时候 还是要依靠交流的 把自己心中的恐惧抒发出来 这会儿 她已经觉得好多了 其实反过来想 如果我们一直在母星上 按部纠斑地修炼 你们的修炼速度 我无法判断 但我自己的修炼速度 肯定会越来越慢 正因为血脉之力太强大了 我每次提升所需要的能量 都是天文数字 突破五环的时候 我显示将森罗星的 那个冰火两一眼吸干 如果不是大明二明前辈 和我的长辈有着密切关系 怎么可能让我这么做 突破六环时 更是月叔叔亲自帮我护发 而且是因为 他在史莱克学院 和堂门的影响力 才让我能吸收 永恒之术大量的 生命本源来突破 那可是相当于 整个星球的生命本源啊 但无论月叔叔的地位 何等崇高 斗罗星毕竟是 我们人类最重要的母星 永恒之术 是斗罗星的生命核心 我下次突破 需要的能量 会更加庞大 同样的事情 根本不可能再来一次 那么我想要突破 就需要积累 需要不断地积累 缓慢地积累 想要突破神级 我需要的能量 一定是非常恐怖的 天文数字 因为我一旦成神 就真正有了恢复 龙神神奇之位的基础 所以我根本不知道 自己还需要多久 才能成神 十年 还是二十年 甚至更加久远 看上去 我们在年轻一代之中 已经很风光了 可我们真正的实力 却还远远达不到 为人类而战的程度 从第七舰队 和龙马星系的这次大战 还有龙元星事件 就能看得出来 我们和龙马星系 已经有了不可调和的程度 未来 必定会有一场大决战 这注定是一场惨烈的战争 我们如果想要保护家园 保护亲人 那就需要自己 真正地强大起来 结合我们联邦的科技 唐门科技 还有自身足够强的实力 来和龙马星系决一死战 实不我待啊 天龙星 正是给了我们 这样迅速突破的机会 这里的资源如此丰厚 更有着那个龙骑士 口中的龙剑 尤其是我 如果在这里 能够得到足够多的好处 我的修炼速度 必定会大幅度提升 就像现在 这几次龙力萃体 尤其是今天之后 我的精神力 恐怕提升了有一倍之多 我的身体 也得到了极强的淬炼 魂力提升速度 大幅度增强 我们一共才来了多久啊 我都觉得最多有半年 我的魂力 就能达到六环巅峰了 如果龙力萃体顺利的话 顶多一年的时间 我就能积累到 可以准备突破的机会 今天阿宝更告诉我说 那个生龙台 事实上原本是属于 龙神的超神器 如果我能够在生龙台上突破 那么 我很有可能会直接跨过 封号斗罗层次 一步成神 如果真是如此 真能成就神器之位 初步掌握龙神血脉 以龙族血脉至上的特点 就算再遇到什么危险 我们逃脱 至少是很有机会的 所以 我真的很想拼一把 我不希望未来大决战的时候 眼睁睁地看着月叔叔 和娜娜老师为人脸而战 甚至是 我却什么都做不了 说到最后 蓝轩宇的眼圈 已经开始泛红 看着她真情流露的样子 白秀秀的眼神 开始变得柔和起来 轻轻地抚摸着她的面颊 她柔声道 我第一次发自内心的 愿意做你的作龙了 蓝轩宇身体一颤 低头看向她 正要说什么 却看到 白秀秀眼中的笑容 多了几分狡辖 但你也要做我的作龙 平时我骑你 在外人面前 你才可以骑我呀 好 一言为定 蓝轩宇突然一拧身 右手一拉 就把白秀秀背在了自己背上 双手揽住她修长的大腿 在房间里蹦跳起来 白秀秀笑了 可泪水却悄无声息地 从眼中滑落 感受着她身上传来的温度 她真的好心疼 好心疼 她还不到二十岁 却已经背负了如此沉重的责任 这是一次次面临危难 所带给她的危机感 我还能怎样呢 既然喜欢了她 那就只能跟随她 她在哪里 我就在哪里 生龙盛况 成为了整个天龙星 各大城市的谈资 抽签也在下午进行 傍晚时分 抽签结果宣布 黄元朗第一时间 将蓝轩宇和白秀秀的抽签情况 转告了他们 毫无疑问 在淘汰赛阶段 所有的上位龙族 都相当于是种子选手 是不可能抽取到同级别强者的 他们只需要面对中位龙族 和下位龙族就可以了 这是上位龙族的阶层优势 蓝轩宇和白秀秀 第一轮被抽到的 都是下位龙族 并没有什么压力 黄元朗自己也是如此 升龙大赛就在升龙台上举行 第二天一早 当蓝轩宇和白秀秀 跟随着黄元朗 再次上升龙台的时候 昨天升龙时的压力已经消失了 升龙台被分割成十个区域 每个区域的范围都非常广阔 龙族身体庞大 擅长飞行 肯定不会是单纯的地面战斗 一道道光幕升空而起 将空中和地面同时分割 这些光幕如何形成的蓝轩宇不太清楚 不像是魂倒器 但很显然 被隔开出来的一个个区域 就是升龙大赛的战斗区域了 没有人类魂师大赛那种仪式感 只要有空位 被抽中的双方都抵达了升龙台 立刻就可以进场战斗 获胜的一方 残有被记录下来的资格 而上位龙族则拥有优先权 不需要和中位龙族 下位龙族那样排队 而事实上 上位龙族的战斗 一般来说也会快得多 当蓝轩宇和白秀秀 来到升龙台上的时候 立刻就变成了被瞩目的对象 没办法 谁让他们昨天的表现太显眼呢 尤其是蓝轩宇 当他抵达的时候 周围的龙族不冤而同地 将目光投向他 目光中 几乎都带着几分热切之色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关注喜悼公子 订阅本书 三十刻度团队 将为您带来更多精彩作品 第1118集 生龙成名 蓝这个名字 已经在短短一天时间内 传遍了天龙星 被誉为新一代的后起之秀 而且 因为有关于他的情况 过于神秘 这神秘色彩 更增添了整个天龙星上 所有种族的好奇 此时 当蓝轩宇和白秀秀抵达时 各大城市的直播大屏幕 几乎都是第一时间 将画面给到了他身上 飞空生龙是一回事 战斗则又是另一回事了 当然 没有人会怀疑蓝轩宇的实力 毕竟 他可是生龙之首 蓝轩宇 白秀秀 在黄元朗的带领下 直接来到了上尾龙族 那边的区域 这是属于上尾龙族的 专属区域 优先排队 令蓝轩宇和白秀秀 有些意外的是 这里 竟是还没有其他上尾龙族到来 不等他们询问 黄元朗已经解释到 一般来说 下尾龙族和中尾龙族 都会被要求第一时间 抵达生龙坛 等待比赛 我们上尾龙族 就没有这样的要求了 这些家伙呀 就会刻意晚来一些 骄傲嘛 还有就是晾一晾对手 我们今天早点来 早点结束 好回去休息 也省得跟其他上尾龙族排队了 我先来吧 蓝 秀秀 你们接下来再上 好 蓝轩宇点了下头 一名老者 站在入口处 看到黄元朗走来 目光却从他身上掠过 直接落到 蓝轩宇和白秀秀身上 你好 我们来自于丰龙城皇家 黄元朗恭敬地 递上了自己的号牌 那老者却向他摆了摆手 生龙之手到来 第一优先 你排后面 龙手请上 他的目光 随之凝视在蓝轩宇身上 话语里也多了敬语 黄元朗嘴角抽出了一下 但他也不敢造次 能够在生龙台上 执掌比赛 这位老者 不但是上尾龙族之中的老人 更必然是神级 甚至是真神级强者 蓝轩宇微微攻身行礼 当人不让 拍了下黄元朗的肩膀 以示安慰 然后才大步而入 走入场地之中 在老者的引导下 来到了最中央的场地 不知道从哪里 传来一声龙吟 顿时 已经到场的群龙 看着蓝轩宇 不约而同地 发出了一声声 震耳欲聋的龙吟声 他们的龙吟 带着亢奋 充斥着热气 在群龙环绕的 大片龙吟之中 蓝轩宇只觉得 自己胸口内的龙盒 瞬间变得灼热起来 就连体内的一切血脉之力 都在瞬间明亮 刹那间 他的精神之中 也出现了一瞬的恍惚 脑海中浮现出 那身形无比庞大的 九彩巨龙 在群龙拱卫 中央时的壮观景象 意识间 气势暴增 如果不是他及时压制 甚至 就要施展出龙神变了 尽管如此 他身上的血脉气息 也是炽热地 向外迸发而出 忍不住仰天 发出一声龙吟 他自己的龙吟 在声量上 肯定是盖不住 在场群龙的 可不知道为什么 当他的龙吟发出之时 在场所有中卫下位龙族 龙吟声 自然而然地减弱 甚至 逐渐化为低吼 而蓝轩宇的龙吟 却宛如滚滚雷霆一般 响彻升龙台 脚下传来一股 炽热的气息 蓝轩宇身体一僵 在那一瞬间 他只觉得 自己的身体 仿佛被那炽热 贯穿了一般似的 一股极其熟悉的感觉传来 但当他想要去把握的时候 龙吟减弱 下方的炽热 也渐渐消失了 尽管这只是 很短暂的时间内发生的 但蓝轩宇立刻就意识到 发生了什么 升龙台 或者说是升龙柱 那是升龙柱的反馈 他终于感受到了 在刚才群龙拱卫的情况下 他自身的龙神血脉 受到了刺激 仿佛回到了曾经龙族 最为辉煌的时期 升龙柱感应到了 自己的气息 从而给出了回馈 虽然只有一瞬 但却让蓝轩宇 有种融会贯通一般的感觉 精气神 瞬间就达到了巅峰 毫无疑问 在升龙台上战斗的话 就相当于是他的主场 能够让他发挥出 自身最强的实力 就在这时 一头通体棕褐色的龙族 缓缓进场 他的身长 足有三十米开外 在下尾龙族之中 绝对算得上庞大的 能够升龙成功 就意味着 他在下尾龙族之中的实力 相当不弱 但是 他此时前进的速度 却有些缓慢 目光始终注视在 蓝轩宇的身上 一步步地挪入场地之中 四目相对 蓝轩宇身上 金色的神龙甲 瞬间浮现而出 覆盖全身 强大的力量感贯通 双眸瞳孔竖起 气息开始内敛 尽管面对的是下尾龙族 但他也不敢有丝毫大意 面前这位下尾龙族的实力 并不算太弱 而且 他也想要尝试一下 在实战之中 这神龙甲 能够带给自己的帮助 究竟有多大 终于 那棕褐色的龙族 步入到中央场地 蓝轩宇身上金光涌动 就等一声开始 就进行这场战斗 此时 其他各个场地之中的战斗 都已经暂停了下来 所有的目光 都注视在这边的场地之中 但是 令蓝轩宇没有想到的情况 却突然发生了 棕褐色下尾龙族 突然匍匐在地 背后龙尾下垂 恭敬地说 尊敬的金龙公主殿下 我认输 我 严成 愿意成为您的仆人 永远跟随您 您在哪里 我就在哪里 您的意志 就是我毕生的方向 什么情况 认输 加效忠 一时间 他不禁有些茫然地 看向那位 引导他进入场地的 老哲方向 老哲点了点头 蓝 获胜 蓝 你愿意接受 他的效忠吗 蓝轩宇有些疑惑地 看着老哲 我接受他的效忠 会怎么样 不接受 又会怎么样 接受他 他将和你 签订主仆契约 从今以后 他就是你 最忠诚的仆人 他的脑海中 将被植入你的精神烙印 如果他背叛你 只需要你一个念头 他就会灰飞烟灭 但他也同样 会受到你的血脉气息影响 以你的血脉纯净与强大 会对他的未来修炼有帮助的 如果不接受 他将永远被排除在生龙大赛之外 永不生龙 只为夏威 蓝轩宇仔细打量起 那棕褐色的夏威龙族 双眼微眯 这头棕褐色巨龙 虽然是夏威龙族 但身体形态和真龙 非常近似 十分强壮 同样是夏威龙族 和他当初第一次 猎龙使击杀的那个 简直是天壤之别 一看就是夏威龙族之中 特别擅长战斗的 他宽厚的背部 鳞片特别厚重 腹下虽然没有鳞片 但已经有类似于鳞片的纹路出现 似乎有晋升中卫龙族的迹象 这是收还是不收呢 上卫龙族 收夏威龙族为谱 是非常常见的情况 未来 如果你立足 有主仆契约的龙族 就是你忠实的拥短 能够升龙成功 还是有一定潜质的 这已经相当于是 变相的推荐了 那棕褐色巨龙岩城 抬头看向老者 巨大的眼眸之中 满是感激之色 好 那麻烦您为我们 主持主仆契约 我并不知道该如何定理 蓝轩宇当机立断 没有再犹豫 立刻答应了 他倒不是贪图 多一头下卫龙族 做自己的扑从 主要是眼前这样的情况 如果不答应 就显得太不合理了 那老者也是神级的龙族强者 顺势答应 才更不容易被怀疑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关注喜悼公子 订阅本书 三十刻度团队 将为您带来更多精彩作品 第一千一百一十九集 老者微微一笑 来到蓝轩宇身边 主仆契约 你可以用自己的手爪 赐助他的头颅 直接精神力注入其中 他则会放开自己的精神世界 让你进驻 你留一丝精神力 与血脉气息在内 完成沟通 这样一来 他就是你的仆从了 所谓契约 实际上也是烙印 你在他最重要的地方 留下烙印 他这一生 就只能忠诚于你了 蓝轩宇微微汗手 他不禁回忆起 当初看到 木恐龙骑士的那幅画像 木恐龙骑士和他的坐龙 应该就是有主仆契约的吧 严城向前匍匐着前行几下 低着头 将巨大的头颅 呈现在蓝轩宇面前 他头上有独角 同样呈现为棕褐色 带着几分近似疯狂的味道 从他身上的气息 蓝轩宇就能感受到 这头棕褐色巨龙 本身所擅长的 应该就是类似于 进展之类的能力 甚至很可能也是力量方面 右手抬起 金色龙爪突出 伸出食指 刺向他头部尖角前方一点 钉的一声催鸣声中 一块棕褐色鳞片破碎 蓝轩宇指尖的利爪 已经钻入了严城的头部 严城庞大的身体 顿时开始颤抖起来 显然是在承受着巨大的痛苦 蓝轩宇能够感觉到 他在努力地收敛着自身的防御力 以及应急反应 任由自己的龙爪刺入 这个主仆契约的过程 其实是很危险的 从先前的老者描述的时候 蓝轩宇就已经感觉到了 被刺入大脑 他要放开所有防御 精神世界也要开启 被血脉之力和精神力 植入烙印 这个过程只要有一点的问题出现 那他的大脑 很可能就会被绞成浆糊 有死无生 但那老者 却似乎是认为 这是很正常的事情 似乎主仆契约 如果不能缔结成功 仆从一方死亡 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 虽然不知道他们这是什么心态 但蓝轩宇还是按照老者所说的去做 一丝血脉气息被他分离出来 在笼罩刚刚刺入头部骨骼内 略微碰触到严惩大脑的时候 就已经注入了进去 蓝轩宇现在的精神力 又有了进一步提升 在控制方面 更是恰到好处 只是 这一丝血脉的进入 严惩的身体 就剧烈地颤抖起来 全身龙鳞 都随着掀开竖起 庞大的身躯 剧烈地颤抖着 仿佛在承受着什么恐怖的剧痛一般 他这样子 看得周围其他 中下位龙族 一个个鸦雀无声 无不紧张地注视着 在龙族之中 定立主仆契约 是很常见的情况 是下位龙族 依附于上位龙族 最好的方式 能够更进一步 进入上位龙族的家族序列 但是 最坑的就是这主仆契约 一个不好 就要命了 但是 如果能够作为第一个 成为仆从的龙族 也会获得最大的好处 龙族的主仆契约 不是无限的 神级以下 最多三名仆从 神级以上 哪怕是天龙首作 也只有十二仆从而已 这严惩 无疑是个狠角色 在昨天看到 蓝轩与生龙成功 感受到他 所展现出的气息之后 竟是在被抽中的情况下 毫不犹豫地 当着群龙认主 而且 还是在生龙台上认主 他不但不傻 而且很聪明 生龙台上认主的成功率 会高一些 而且 当着群龙 在万众瞩目之下 蓝轩与不收他的可能性 相对较低 站在蓝轩与身旁的老者 也目光一直盯视着严惩 倒不是在毁一个 下位龙族的生死 主要是在看 成为仆从之后 严惩会受到蓝轩与血脉影响 产生怎样的变化 没有让关注者等待太久 严惩身上的变化 比想象中出现得更快 也更加剧烈 那一块块竖起的鳞片下方 就是坚韧的龙皮 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严惩那龙皮上 开始出现一道道 金色的纹路 刚开始时 这些纹路犹如裂纹一般扩散 仿佛他的身体 就要崩溃似的 但很快 这些光纹开始变强 金光逐渐覆盖全身 而且开始向上渲染 影响着那一块块 棕褐色的龙鳞 逐渐也被蒙上了一层金色 棕褐色的鳞片 渐渐开始改变 变成了一种奇异 而深邃的棕金色 更是引起一片惊呼的同时 严惩附下 本来就已经勾勒出 鳞片纹路的腹部 也开始钻出一片片 细细密密的小鳞片 虽然远不如背部的鳞片 那么厚重 但那 可是切切实实的龙鳞呢 生龙了 这是真正意义上的生龙 从下位龙族 晋升中位龙族 下位龙族和中位龙族 地位上 那可是天壤之别呀 所有的下位龙族 来参加生龙大赛 其实就只有一个目的 就是为了能够生龙成功 从只能作为上位龙族的仆从 到成为龙族的中坚力量 谁也没想到 第一个生龙成功的 竟然是主动认下 主仆契约的严城 别看严城先前腹部 就已经有龙鳞纹理了 但事实上 他想要真正晋升到中位龙族 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还需要更多的积累 以及顿悟的过程 这次生龙大赛 除非是他能闯入到 循环赛阶段 否则成为中位龙族 是毫无可能的事情 站在蓝轩宇身边的龙族老者 此时 也是瞪大了眼睛 这是 血脉 绝对是血脉 这是一丝血脉的注入 竟然就让一位下位龙族巅峰 直接晋升到中位龙族的程度 这 这 而此时的炎城 似乎也因为摆脱了血脉的束缚 原本就已经十分庞大的身躯开始膨胀 变得越发的雄壮 短短的时间内 身长就已经从原本的三十米左右 膨胀到了三十五米开外 自身气息也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背后已经变成中金色的厚重鳞片 开始有一块块凸起 呈现出三角形的坚实凸刺 一直从头部向后延伸到尾部 自身血脉气息也随之不断的增强 蓝轩宇看着他的变化 也不禁大感其意 他能感觉到 这炎城的血脉变化 其实是因为自己的一丝血脉气息注入 所产生的 要知道 他还是控制在 使用了金纹兰茵草附带的金龙王血脉气息 而不是龙神血脉 以免被发现端倪 可仅仅是如此 就已经令炎城的身体 产生了这样进化式的变化 着实是让人震惊啊 一抹精神烙印 也随之落入炎城的精神之海内 身体的进化 让炎城对蓝轩宇的精神开放 比当初的寻宝兽都要更加通透 烙印直接落在他大脑的龙睛之上 形成属于蓝轩宇的印记 仿佛有一道精神桥梁 瞬间建立 完成了彼此之间的沟通 蓝轩宇心中暗暗感到奇异 这究竟是算谱还是算魂灵啊 要知道 这炎城虽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巨龙 只是下位龙族晋升中位龙族 可是 晋升的过程中 他的修为 就已经相当于是提升到了 封号斗罗左右的层次 如果是魂兽的话 足以媲美十万年魂兽了 还不是普通的十万年魂兽 龙族的身体何等强悍 这个签订主仆契约的过程 其实并不漫长 可却看得周围中尉 下位龙族们 一个个目瞪口呆 尤其是下位龙族的反应 最为激烈 意识间 已经有许多下位龙族 向前方靠近 眼神中充满了热气之色 第1120集 阎城 拜见龙主 阎城庞大的身躯 完全区区在地 龙头低下 伴随着蓝轩与龙爪收回 他头部的窗口 也飞速地愈合起来 就连他那双 原本棕黄色的眼眸 此时都多了一抹金色 全身明显蕴含着 爆发性的力量 嗯 到一旁等候吧 蓝轩宇淡淡地说 他内心再震撼 此时也不能表现出来 然后地转向身边的老者 我这一场比赛 应该算是结束了吧 当然 您请 可以离开 也可以观战 老者看着蓝轩宇的眼神 更加地不一样了 像这种认主之后 立刻就提升位阶的情况 是十分罕见的 哪怕认主的对象是龙骑士 那也是要较长时间之后 伴随着受到龙骑士影响 日渐加深 这才能逐步地提升自身修为 血脉进化 可是这位金龙公主的认主过程 也太直接了 直接就完成了进化 怎能不让在场的其他各个层次龙族 感到深受刺激呢 很多下位龙族 尤其是自认为 晋升中位龙族渺茫的那些 此时毁得肠子都轻了 三个名额 只有三个名额呀 这就已经被阎城抢走了一个 另外两个名额 还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用呢 不只是下位龙族 就连中位龙族看着蓝轩宇的眼神 也很热气啊 如果他们能够晋升的话 那可就是上位龙族了 而且 从这位生龙之手的情况来看 未来是有机会成为龙骑士的 龙骑士的坐龙 也是上位龙族 就算有主仆契约 但如果能够成为龙骑士的坐龙 那地位也是截然不同的 只需要向龙骑士一人效忠 就可以了 一时间 整个生龙台上 都有种群龙涌动的趋势 他们看着蓝轩宇的目光 简直是热气得不能再热气了 走出比赛场地 这次黄元朗没有急于登场 而是先让白秀秀去 以免自己自取其辱 同时 他看着蓝轩宇的眼神 也变化了许多 刚才那一幕 对他的震撼同样强烈啊 要知道 可从来没有下位龙族 愿意认他为主呢 蓝 你 黄元朗突然觉得自己有些刺穷了 面对蓝轩宇 甚至有种不知道该说什么 才好的感觉 是金子 总是会发光的 这句话用在蓝轩宇身上 再合适不过 来到生龙大赛之前 还不明显 最多就是得到了 木恐龙骑士的认可 可来到生龙大赛之后 这可不再是得到单独一位的认可 而是在所有龙族 尤其是年轻龙族们面前 被大家所认可呀 刚刚这一幕 就足以让所有下位龙族和中位龙族 对蓝轩宇的认可达到一个极致 金龙公主这个称号 不知道是从何而来 但无疑 已经在刚刚认主的过程中 深入人心 这是要何等强大的血脉之力 才能完成 让下位龙族直接晋升啊 黄元朗现在才明白 为什么木恐龙骑士 在第一次见到蓝轩宇的时候 就已经认为他 有成为龙骑士的资质 应该就是因为 他血脉中所散发的气息 加油 蓝轩宇向他点了点头 目光就已经看向 走入场内的白秀秀了 宗金色巨龙岩城 此时就在蓝轩宇旁边不远处 匍匐在地 看着蓝轩宇的眼神之中 满是恭敬与兴奋之色 他赌赢了 从今天开始 他就是中卫龙族 从今天开始 他就是金龙公主的仆从 他哪里知道 其实蓝轩宇很不待见他 金龙公主什么鬼啊 刚刚白秀秀 从他身边经过的时候 都差点笑出声来吧 面部表情都有点控制不住了 这不知道 要被他笑多久了 白秀秀同样 走入中央场地之中 此时此刻 群龙还没有 从先前震撼中 恢复过来 白秀秀已经主动到 我可不要扑草 一句话 就打消了某些 下尾龙族的 蠢蠢欲动 他的对手 也已经出现 事实上 看到三位 上尾龙族 来到生龙台的时候 他们的对手 就已经准备好登场了 无疑 抽到上尾龙族 对他们来说 运气实在是太不好了 老者一挥手 白秀秀的对手入场 那是一头 身长只有十几米的 下尾龙族 在所有参赛的龙族之中 他绝对属于 体型最小的几个之一 全身覆盖着 银灰色的鳞片 腹下没有鳞片 身材纤细而修长 如果以体重来衡量的话 他可能连严惩体重的 十分之一都没有 这是体积上的巨大差距 而且 他也不完全像龙族 上身几乎是紧贴在地面上 腹下有四肢 支撑着身体 背后一双龙翼展开 更像是会飞的蜥蜴一般 蜥蜴龙 这是下尾龙族之中 比较常见的 在龙变时期 很多受到龙器沾染的种族 都死亡了 蜥蜴龙的龙变 却是相对来说 成功率较高的 但因为蜥蜴本身不够强大 所以 蜥蜴龙大多数 都是下尾龙族 只不过属性 有所不同而已 白秀秀双眼微眯 看着面前的对手 却没有因为对方的体型 又丝毫大意 能够生龙成功 就已经意味着实力了 只有下尾龙族之中的佼佼者 才能登上生龙台 蜥蜴龙背后双翼张开 眸光森冷地看着白秀秀 开始 龙族老者一挥手 宣布了这场比赛的开始 空气中 风元素突然变得剧烈波动起来 浓烈的风 几乎一瞬间就遍布全场 风属性蜥蜴龙 它双翼猛然拍动 身体随之攀升而起 周围的空气 顿时凝聚出一道道风刃 疯狂地向中央的白秀秀 绞杀而去 那一道道风刃光影 带着刺耳的立笑声 不但极为锋锐 而且操控得非常精妙 它自己的身体 却是一盏高飞 神龙甲瞬间附体 当白秀秀穿上 它那神龙甲的时候 暗蓝色的光韵 自然而然地向外扩张开来 整个生龙台上的光芒 似乎都随之暗淡了几分 没有变成龙形 背后却浮现出了 深渊冰魔龙所化的光影 深渊冰魔龙的身体虚幻 但一双眼眸却是瞬间凝视起来 正在飞向白秀秀的锋刃 顿时纷纷凝制 空气中的温度急剧下降 深蓝凝视 半空中的风属性蜥蜴龙 全身一僵 顿时向地面坠落下来 但它也不是一鱼之辈 身体只是下坠了三分之一的距离 就已经恢复过来 双翼拍动 再次悬停 周围的风元素也重新凝聚起来 但有了先前的控制 白秀秀动了 它已是腾身而起 以人形身体 背后双翼展开 周围的一切都变得森冷无比 黑暗绽放 吞噬光明 龙香跃入掌中 身形闪烁之间 直奔那风属性蜥蜴龙而去 一道道比先前更加强大的锋刃 凝聚在风属性蜥蜴龙周围 飞速地向腾空而起的白秀秀 传射而下 白秀秀背后 兵雾涌动 正是第二魂纪 兵巢 兵巢喷涌 改变着它前行的方向 提升着它飞行的速度 郊区就那么精准无比地 在锋刃之间穿梭 神龙甲表面 蓝黑色光芒 只是维持在一尺左右的范围内 它的飞行 其实并不能完全避开那些锋刃 但是 所有接近它的锋刃 却全都在那蓝黑色的光源之中 融化了 第1121集 风属性蜥蜴龙 一看不好 转身就跑 它最擅长的 其实是速度 如果放在人类魂石之中 肯定是属于敏弓系的魂石 拉开距离 蝉动 凭借速度的优势 和白秀秀周旋 它认为自己还是有一些机会的 可就在这时 下雪了 一片片深蓝色的雪花 从天而降 哪怕是在狂风之中 雪花飞舞落下 那深蓝色 却依旧持续不断地落下 中央战场内的温度 飞速下降 更可怕的是 这些深蓝色雪花 吞噬着光线 令周围变得或明或暗 风元素也在吞噬中 悄无声息地减少着 风属性蜥蜴龙 骇然发现 自己凝聚的风刃 正在不断变小 就连自己借助 风元素提升的速度 都在不断降低 那深蓝色的雪花 就是在这样 潜移默化地吞噬着一切 令它的身体 越来越寒冷 一道风刃 凝聚而成 但下一瞬 它就已经被 深蓝色雪花所覆盖 深蓝色风刃 竟是在空中化为冰刃 脱离了风属性蜥蜴龙的掌控 白秀秀的郊区 突然悬停在了半空之中 没有再去追纳风属性蜥蜴龙 下一瞬 它手中龙腔高举 无数化为冰刃的风刃 同时炸开 万千冰渣飞溅 温度骤降 深蓝凝视再现 风属性蜥蜴龙 这次再也无法摆脱 冰元素的封锁 瞬间化为冰雕 从天而降 白秀秀摇身一晃 已经到了它头顶上方 单脚踩在它头顶之上 手中龙腔下指 风属性蜥蜴龙 飞速坠落 眼看就要摔在地面上 化为碎片 所有的冰元素 却在一瞬间消失 风属性蜥蜴龙 重新掌控身体 慌张地拍动双翼 降低坠落速度 但下坠速度实在太快 它还是狠狠地 砸在了地面上 摔了个七荤八素 但总算是没有在 尖兵状态下被摔碎 白秀秀虚空踏步 一步步走下 稳稳地落在地面上 手中龙腔事实上 根本没有真正刺出过 就已经结束了这场战斗 这一场以快打快 从开始到结束 一分钟而已 白秀秀却将自身能力 展现得如此绚丽动人 第一魂级 冰元素掌控 第二魂级 冰巢 第三魂级 冰爆 以及第四魂级 深蓝凝视 第五魂级 死亡凋零 第六魂级 冰魔雪 凭借六大魂级的 娴熟使用 克敌制胜 让那擅长速度的 风属性蜥蜴龙 从始至终 都没有获得任何机会 整个战斗过程 给人一种赏心悦目的感觉 这不是实力上的碾压 看上去 更是战斗经验 和战斗技巧上 获得的胜利 风龙城 黄秀秀获胜 龙族老者非常满意地 向白秀秀点了点头 力量强大于否 确实是决定着实力 但是 能否将力量通过实战技巧 完美运用出来 同样重要 毫无疑问 在这方面 白秀秀做得非常好 在这龙族之中 尤其是以力量碾压 著称的上位龙族 在其中并不常见 白秀秀的气息 在上位龙族里面 绝对是属于 较弱的几位之一 但她的实战技巧 却令人有种 眼前一亮的感觉 轻描淡写的 就获得了这场比赛的胜利 就像是做了一件 再普通不过的事情 白秀秀信步而出 来到蓝轩宇身边站定 低声道 你说 他们会不会 也给我起个什么 公主之类的名字 蓝轩宇嘴角抽搐了一下 扭头看向旁边的黄元朗 黄兄 该你了 加油 好 黄元朗深吸口气 大步向场地内走去 白秀秀的表现 令她也同样有种 惊艳的感觉 刚刚的战斗看上去 不温不火的 也没有什么 星球碰撞一般的剧烈 可就是在这 轻描淡写之中 白秀秀就赢了 原本在黄元朗心中 白秀秀的实力 肯定是不如她自己的 可现在看来 似乎除了 纯粹的能量强度之外 实战技巧 自己好像还不如她 难道说 隐生龙族都这么强的吗 心头涌起一股 不服输的念头 黄元朗来到场地中央 作为第三位 上尾龙族出战 正因为憋着口气 黄元朗这一战 打得也是相当精彩 凭借着天龙族 上尾龙族的纯粹力量 碾压了对手 皇家的属性 是图属性 最擅长的是重力控制 从始至终 这一场 他都压制的对手 没能起飞 而不能化为 人形的下尾龙族 在无法飞行的情况下 实力至少降低了 一半以上 被黄元朗彻底压制 最终也只是一分多钟 就结束了战斗 第一场 过关 黄元朗从比赛场地中 走出来的时候 觉得自己 总算是出了口恶气 长出口气 正准备招呼 白秀秀和蓝轩宇 一起离开呢 却看到 二女已经站到了 严惩背上 想到挥了挥手 严惩霜一展开 散发着宗金色光芒的鳞片 熠熠生辉 带着他们 飘然而去 蓝轩宇向脚下的 严惩问道 严惩 你是什么属性 擅长力量 是的龙主 属下擅长防御和力量 血脉相对还算纯净 但因为 只是擅长力量 自身的血脉强度又不够 所以才始终没能进化 幸得龙主眷顾 嗯 蓝轩宇没有再说什么 因为和严惩能够单方面地沟通 他能够感受到 这家伙的力量很强 自身的肌肉骨骼密度都非常大 飞行速度虽然不是特别快 但非常稳定 给人一种十分沉稳的感觉 而且 严惩的血脉气息 和他身上用山龙王骨制造的 神龙甲 有些近似气息 也就是说 他自身的血脉 很有可能 有一丝山龙王近似的类型 受到自己金龙王血脉的刺激 血脉出现了 类似于人类魂十五魂 二次觉醒的情况 才有了先前的进化 有了这次进化 他未来 再继续提升 就有了空间 而且 严惩确实是能够 从自己身上 得到不小好处的 自己的血脉力量 很大程度上 会潜移默化地 对他产生影响 时间越长 自己的修为越高 对他的影响 也就越大 作为中卫龙族 严惩的龙力 也比较雄厚了 不过 他毕竟已经任蓝轩宇为主 蓝轩宇倒是没有杀他的打算 收下严惩 蓝轩宇还有另外的考虑 他对龙族的了解 都来自于上位龙族 中卫下位龙族的情况 就不算太清楚了 而且 无论是黄道奇父子 还是其他上位龙族 对他一定都会有所保留 严惩确不一样 成为自己的仆从之后 他的生命 都是在自己一念之间 从他这里 必定能知道他所了解的一切 对于天龙星的熟悉程度 他肯定要远超自己 蓝轩宇准备 从主仆契约方面入手 严惩 我和秀秀原本都是野生龙族 最近才加入风龙城皇家 所以对咱们龙族 有很多事情 不算太了解 今天你认我为主 就让我很诧异 这主仆契约在龙族之中 很常见吗 有什么其他约束没有啊 主仆契约 在咱们龙族之中 是比较常见的 一般来说 都是下位龙族 认上位龙族为主 毕竟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下位龙族 在咱们龙族之中 就是蒲丛一般的存在 能够获得上位龙族的庇佑 地位自然会水涨船高 但是上位龙族 根据实力不同 能够收取的蒲丛数量 也不一定 因此 一般来说 都会有数量的去控制 收取下位龙族做蒲丛 也会收实力较强 有可能晋升为 中位龙族的那种 毕竟 中位龙族和下位龙族的地位 就截然不同了 蒲丛的实力 也是主人实力的一部分 而下位龙族 在选择龙主的时候 自然也是希望 选择实力最强的 那根据实力不同 能够拥有多少蒲丛呢 神级以下的上位龙族 可以拥有三位蒲丛 我算是占据了 您蒲丛位置之一 神级龙族 可以拥有五位蒲丛 真神级的龙族 可以拥有八位 到了超神级 也就是首座那种级别 就可以拥有十二位蒲丛了 这也是咱们龙族 拥有蒲丛最大的数量 毕竟 分离出神识 或者是精神之力 以及血脉之力 对龙族本身也是消耗 那如果成为龙骑士 做龙是否都必须是蒲丛 第一千一百二十二集 不 这种情况是非常罕见的 一般来说 龙骑士和坐龙 都会是上位龙族 彼此之间是最为亲密的伙伴 以蒲丛情况出现的 只有一种情况 那就是原本二者 就是竞争对手 或者是彼此并不认可 可能力又很接近 适合结伴成为龙骑士的 这种情况 经过决战之后 获胜你一方 在其他龙骑士的见证下 可以让自己的坐龙认住 从而成为真正的龙骑士 在十八位龙骑士大人之中 只有三位大人是如此的 听他这么一说 蓝轩宇顿身明白过来 目恐龙骑士罗兰 肯定就是这三位之一 而昨天见到的 暗魔龙骑士罗亚元 肯定不在此列 这从他们与坐龙之间的结合 就能看出来了 那其他龙骑士和坐龙之间 一般会是什么关系 不是蒲丛的话 会很亲密吗 白秀秀一边问着 他的目光 已经看向蓝轩宇 撅起了红唇 龙骑士和坐龙之间 主要有几种情况 大多数是兄弟 彼此有血缘关系 强者为骑士 弱者为坐龙 或者是挑战坐龙成功 获得了坐龙的认可 双方缔结了平等的共生契约 这种情况是最多的 有七位龙骑士是如此 还有夫妻龙骑士 这种是较少的情况 但是无论哪一种 坐龙和龙骑士 本身的关系 都会非常的亲密 听他说到最后一种情况 蓝轩宇顿时笑了 向白秀秀挑了挑眉毛 蓝轩宇没有再继续问 虽然他能决定 这严惩的生死 但身在天龙星 一切还是小心为妙 通过和他之间的交流 已经让蓝轩宇和白秀秀 对于龙骑士 有了进一步的认知 回到住处 蓝轩宇和白秀秀 回到房间之中 今天第一关已经过了 而且蓝轩宇虽然没有战斗 但却获得了一名蒲丛 从严惩口中 知道了不少 有关于龙骑士的情况 算是收获颇丰 接下来 还有两场淘汰赛 只要全胜 就能够进入后面的循环赛了 相比于下位中卫龙族 他们的生龙大赛 着实算是十分轻松 白秀秀低声向蓝轩宇问道 轩宇 咱们是不是暂时不能猎龙了 生龙大赛之间一定不能 这里不知道有几位龙骑士在注视 而且我的表现 一定已经引发了他们的关注 我们就低调参赛 都了解 而且我发现 并不一定非要猎龙 才能粹体修炼 我们在生龙台上修炼的效果 要比猎龙更好 你也可以通过龙力厅来修炼 天龙星的奥秘 比我们想象中还要更多 我们且走一步看一步 而且 我还有种感觉 这里的龙族在龙变之后 并不能完全称之为伪龙 某种意义上 他们也可以算是 龙族传承了 无论是昨天的生龙 还是今天我们参赛时 他们一起龙吟的时候 都能引发我自身的龙神血脉波动 甚至看到了曾经龙神 统治龙族的一幕 这让我有种 无法对普通龙族下手的感觉 无法下手 无论是龙马星系 还是天龙星 和我们联邦之间的关系 虽然是敌对 但这份敌对 主要是来自于 双方彼此的发展和侵蚀 与单个种族 单个生物无关 就像我们想要战胜龙马星系的各族 是为了人类更好的发展 他们也想要反向吞噬我们 也是为了自身的发展 这里面 根本就没有对错 我们代表的是联邦 自然要为联邦而战 但是 如果有别的办法 能够较为平和地 获得这里的一切 自然是更好的选择 你有什么新的想法 还是今天这个主仆契约 让我感觉到的 我身上具备着龙神血脉 未来修炼的极致 就是重新成就龙神之位 而在龙族之中 血统之上 如果我能成就龙神 是不是就意味着 这里所有的龙族 都会向我臣服呢 如果是这样 至少天龙星 根本就不需要战斗了 这里的一切 就自然而然会属于联邦 我真正的仇人 只有天龙星 手做一个而已 只是 等你成为龙神 还不知道要多长时间 联邦如果和这边开战 怎么办 而且 你这个想法 只是理想上的 你误会了 我不是说说 就不与龙族为敌了 我的意思是 从现在开始 我们就要对龙族 进行一些区分 猎龙并不是不进行了 事实上 这里的龙族交恨惯了 一直站在食物量的顶端 阶层的顶端 真正保守本性的并不多 所以我们未来的猎龙 就要进行一定的甄别 只杀那些作恶多端的龙族 这样 至少不会让我们出现 良心不安的情况 未来 假如我有一统龙族的机会 也不会心存愧疚 还有一个好处就是 如果我们杀的都是 作恶多端的龙族 就算被发现了 也有解释和转环的机会 白秀秀这才明白 蓝轩宇刚才说这些的意思 不禁叹息一声 你想的真多呀 金龙公主殿下 前面半句蓝轩宇还笑着 听到后面半句 顿时大怒 一把将她抓入怀中 狠狠地亲了几下 你别这样 我怕我以后要喜欢女人了 白秀秀被她亲得 翘脸通红 嘴里却不忘打击她 去他妈的金龙公主 蓝轩宇内心抽抽 她突然想要狠狠地 做那个严惩一顿 这个家伙 把这个称号叫出来 恐怕现在整个龙族 甚至是天龙星 关注生龙大赛的各族 都已经知道了 事实上 何止是知道啊 金龙公主在短暂的时间内 已经是名声大噪 闻名全星球 所有的智慧种族 在很多地方都是类似的 比如 偶像 人类世界之中 斗罗联邦也有偶像 岳公子 就是最著名的偶像 只是 蓝轩宇万万想不到的是 自己来到了龙马星系 来到了天龙星 却在短短两天时间内 成为了这里的偶像 龙族处于天龙星 最顶端的地位 虽然很多种族 对于龙族都是 又恨又怕 可事实上呢 他们内心之中 却都会有所期待 期待着 再有一次龙变 自己也能成为龙族 强大的龙族 或者是和龙族结合 诞生下一代的龙族 毕竟 女性龙族的数量 实在是太少了 而蓝轩宇的出现 不只是让龙族的 年轻功龙们亢奋 其他各族 也同样亢奋呢 什么是偶像 就是所有人 都会畅想的对象 女性希望成为她那样 男性 则是期盼着奇迹降临 能够拥有这样的配偶 所以 金龙公主的大名 在很短的时间内 就已是在 全星球闻名下而 蓝轩宇深切地 感受到自己名望的时候 乃是在第二天 当她走出住处 踏上龙族大道的时候 欢呼声 呼喊声 此起彼伏 这可不是龙族呼喊的 而是来自于 龙族大道两旁的 各族族人 他们的眸光中 满是热情 哪怕在蓝轩宇登上龙车之后 呼喊声也没有半分停顿 黄元朗开启龙车内部隔音屏障 才算将外面的欢呼声 隔绝开来 目光有些异样地 看向蓝轩宇 来 你现在的名气太大了 已经是年轻一代的偶像了 就因为昨天 各方面的原因吧 一个是你的外表 还有生龙之手 昨日辅助你的仆错 生龙成功了 都是其中的影响因素 今天严惩没有跟来 蓝轩宇让他留在住处 稳固刚刚突破的修为 提升到中卫龙族 也需要消化和稳固血脉的力量 因为在他体内 有一丝蓝轩宇的金龙王血脉在 蓝轩宇的气息 时刻都能影响到他 对他的好处 还只是刚刚开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关注喜道公子 订阅本书 三十刻度团队 将为您带来更多精彩作品 第1123集 蓝轩宇也需要通过 对严惩的观察 来确定 自己对这个世界的龙族 究竟能够产生多大的影响 蓝轩宇有些无奈 却也没有任何办法 他怎么也没想到 自己在天龙星上 竟然会这么短的时间内 名声大噪 甚至还要超过 他在斗罗联邦的知名度 在斗罗联邦 他也只是在军方 以及一些高层之间知道 可在这里 通过这升龙大赛 却已经是全民都知道的了 说不定自己 要是在升龙大赛上 再有优秀的表现 很快 连龙马星系 都会有自己的影响力 这是好事还是坏事 不好判断 只能说是有好有坏吧 蓝轩宇苦笑一声 我也没想到会这样 是金字总会发光 姐姐 你这金龙公主的名号 也挺好听的呀 蓝轩宇偏了她一眼 她现在还记得 昨天晚上白秀秀还说 娜娜老师以前 被人尊称为银龙公主 作为她的儿子 你叫金龙公主也挺好的 金龙月宇和银龙公主的儿子 正好名字也结合了 这日子 真的是没法过了 来到升龙台下 他们再次展翼高飞 空中同样在飞翔的龙族 看到蓝轩宇 都不自觉地让开几分 让这位有些霸道冰冷 但又强大 血脉纯正的上尉龙族先走 当蓝轩宇他们 再次来到升龙台上的时候 赫然发现 今天所有的上尉龙族 都来得很早 与昨天的情况大相径庭 众多上尉龙族 包括张良瑞小 包括齐天龙在内 当蓝轩宇他们 才一来到升龙台顶部 立刻就兜头来 关注的目光 蓝轩宇瞬间就成为了 万众瞩目的对象 蓝轩宇能怎么办 他只能是面无表情地 走到比赛入场处排队 但令他意外的是 那些上尉龙族们 也自行闪开一条通路 向他做出一个请的手势 什么情况 名声这么好用的吗 蓝轩宇目光扫向他们 露出疑惑之色 您先请 张良瑞小笑嘻嘻地说道 似乎已经忘了之前 蓝轩宇在升龙时 压制他的事情了 蓝轩宇也没客气 大步向前 走向入场处 升龙台上 他昨天虽然没有战斗 但却得到了 来自于升龙台的反馈 让他隐约之间 和升龙台有了一些 若隐若现的联系 今天当他再次 步入升龙台的时候 就发现 从脚下似乎有 丝丝龙气传来 钻入自己的身体 很快被自己的 龙盒所吸收 储存 无疑 这是升龙台 对他产生着反馈 如果这超神器 是有一些 本能意识的话 这或许 可以被形容为试探 试探他 是不是真的龙神 这龙气 对蓝轩宇的好处 毋庸置疑 他以龙力 萃体最大的问题 就是没有足够的龙力 而升龙台上 传来的龙力 再纯粹不过 如果能量强度足够 就足以让他 进行萃体使用了 先比就先比吧 比完回去 吸收龙气也不错 负责监督比赛的 今天已经换了人了 是一名中年男子 他自然也早就看到 蓝轩宇了 向他做了个请的手势 依旧还是最中央的 比赛场地 而他的比赛场地 也自然而然停了下来 似乎 今天的第一场 就是专门留给 蓝轩宇来进行的 黄元朗停下脚步 忍不住向张良锐小问道 这是什么情况 大家都在等蓝 可不是吗 昨天的情况 我们看转播都看到了 了不得呀 一下帮夏卫龙族 捕从进化 这血脉肯定不一般 大家应该都是 接到了家族的通知 让我们亲自感受一下 他在战斗的过程中 血脉气息 究竟是怎么样的 你们想怎样 你这怂货想什么呢 他可已经是 龙骑士大人们 关注的对象了 我们能怎么样啊 不得不说 你们皇家算是 走了狗屎运了 居然能够找到 这样的野生龙族 就看他这次 生龙大赛后面的表现了 说不定啊 真的有一步登天的可能吗 黄元朗略微松了口气 暗暗责骂自己 关心则乱 皇家再弱 背后也有默恐龙骑士呢 再加上那天 暗魔龙骑士也说过了 如果蓝能够成为龙手 就有资格进入龙界 这分明是手作 也已经关注到了 他的情况 现在各大家族 就算是有想法 应该也不敢 主动出手什么的了 他刚想到这里 张良瑞小又接口道 不过这样的存在啊 落在你们皇家 真是可惜了 凤凰总不能再 要是他愿意的话 我们锐龙城绝对是非常欢迎的 你们给不了的 我们也能给 这就要看他自己的意愿了 黄元朗脸色大变 看着张良瑞小 双拳钻截 张良瑞小不屑地哼了一声 就是字面上的意思啊 怎么 想动手啊 可以啊 向我挑战 咱们再淘汰赛就来 让你直接 滚回你那破烂的地方去 黄元朗眼中 胸光闪烁 但终究还是收敛下来 自知之明 他还是有的 他知道 自己肯定不是 张良瑞小的对手 而且 现在也绝对不是 动怒的时候 张良瑞小的话 可不只是威胁那么简单 如果各大家族 真的都对兰有想法 他们当然不能应来 可却可以开出各种条件 来吸引兰的加入 秀秀还好一些 那毕竟是 已经认了他的父亲为父 那是烙印在皇家族谱上的 不容易被拉走 可兰不一样 当初黄元朗 为了寄予他的美貌 特意让父亲 不要让他入家族直系 如果他要走 其实是没有谁 能够拦得住的 龙力厅暗中下的诅咒 虽然有效 可如果他已经是 龙骑士大人们 关注的对象 试问 谁敢激发那诅咒呢 只能是解除 所以 最重要的 就是兰自己的意见 不行 必须要有所行动 否则的话 如果兰真的被拉走了 那可就真的是 赔了夫人又折兵啊 黄元朗一边想着 内心虽然焦急 但表面 却已经平静下来 挑战就不必了 如果之后循环赛能抽到你 我们再比也不迟 至于兰 我相信他对风龙城的感情 那并不是利益所能代替的 张良锐小看他情绪恢复了正常 心中也不禁暗暗撑袭 这家伙有点臭服啊 那就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就在他们说话的功夫 兰轩与第二轮的对手 已经出现在了场地之中 那是一头 身长足有四十米开外 全身长满了 青蓝色鳞片的龙足 和昨天的言成不同 面前这龙足 有着特别鲜明的 原本种族的特征 他原本应该是一种 类似于猛马的存在 所以身体特别雄壮 以至于背后的双翼 看起来都小了一些 和身体有些不协调 站在那里宛如山岳一般 在他面前 蓝轩与显得是如此的渺小 他那双翼张开 恐怕需要非常用力 才能勉强让自己飞起来 从他腹下有鳞片就能看出 这是一头中卫龙足 头部鳞片最为厚重 没有脚 嘴上却有六根尖牙 突出口唇 全身都散发着强势无比的气息 身体周围的空气 都轻微地扭曲着 这恐怕有超级斗罗层次的实力了 蓝轩与一下就判断出来 而且 这头龙足身体强度极高 可以说 是他所见过的龙足之中 尚未龙足以下 身体强度最可怕的一个 青蓝色的鳞片 熠熠生辉 这头巨龙 吻声吻气地说 金龙公主殿下您好 我是于九 不知道您愿不愿意 收下我这个蒲从 我也愿意任您为主 一边说着 他庞大的身体 已经向下匍匐 第1124集 又认主 在场众多龙足 不禁都瞪大了眼睛 事实上 在中卫龙足和下卫龙足之中 愿意认主的 可是大有人在呀 能进化呀 不只是下卫龙足希望能够进化成为 中卫龙足 中卫龙足 更希望能够进化成为上卫龙足 如果能够成为上卫龙足 那才是一步登天 未来要是金龙公主 成就龙骑士 他们可能就是做龙了 这鱼九打的就是这样的心思 所以 当他被抽中 成为蓝轩宇第二轮的对手时 他可是大喜过望 正常情况下 他根本没有一丝可能 可以成为龙骑士的 但是 现在他却看到了希望的曙光 所以 一上来毫不犹豫的 就向蓝轩宇表达出了自己的心态 蓝轩宇眉头微醋 摇摇头说 不用了 我不需要扑通了 啊 金龙公主殿下 我可不是昨天那个小东西 所能比你的 哪怕是在中卫龙足之中 我也是佼佼者了 未来就算 无法晋升为上位龙足 我也有踏入神级的可能 你为什么不愿意 收我为蒲聪呢 我不比昨天那个家伙有用吗 这不是有用和无用的问题 昨天他是第一个 暂时也会是唯一一个 我目前没有再收蒲聪的打算 就这样 要站还是要投降 于九的眼神顿时变得有些阴沉下来 缓缓从地上站了起来 他没想到 蓝轩宇对他的拒绝会如此之间 让他原本的好心情全部消失 取而代之的是一片阴霾 很可能唯一成为龙骑士坐龙的机会 就这么消失了 怎能不让他心生怨愤 金龙公主殿下 您固然有高贵的血脉 但是论战斗能力 在没有完全成长起来之前 您也未必是我的对手 您真的不再考虑一下了吗 于九身上气息薄发 周围顿时被映照成一片青蓝色 他的双眸竖起 口唇处的尖牙变得通透起来 能够明显感觉到 有庞大的能量聚集 你是在威胁我吗 蓝轩宇冷冷地说道 此言一出 远处观战的上尾龙族们 目光不约而同地 向于九的方向看来 龙族威严不容触犯 血统至上 在龙族之中 可是亘古不变的道理 低层次龙族 胆敢冒犯高层次龙族 一旦被查实 不说必死无疑 也将再无前途可言 于九眼神微变 略微低下头 不敢 既然金龙公主殿下 不愿收我为仆宋 那就请允许小人冒犯 向您挑战吧 好 蓝轩宇言简意该地说道 下一瞬 于九猛然抬头 腹下四条宛如巨柱一般的腿 猛然登地 整个升龙台上 都响起一声沉重的轰鸣 他那巨大的身体 就已经向蓝轩宇的方向 冲了过去 那可是身长四十余米的 庞大身躯啊 巨大的尖崖底下 周围的空气 瞬间凝制起来 恐怖的束缚之力 从四面八方 瞬间击中向蓝轩宇 在这一刹那 他仿佛已经陷入到了 风暴漩涡之中一般 无法挣扎 同样是风属性 但于九的风属性 却和昨天白秀秀 所面对的那头 风属性蜥蜴龙 截然不同 于九的风 是用来进行束缚 和压制的 他最大的凭借 就是自己的力量 风的压制 就是不让对方飞起来 于九虽然能飞 但他身体笨重 飞行并不是他所擅长的 因此 他的战斗方式 都是要限制对手的灵活程度 从而克敌制胜 蓝轩宇站在原地没有动 周围巨大的风压 从四面八方汇聚而来 恐怖的压力 令他周围的空间 都有些扭曲了 甚至连空间属性能力 都会因此而受到干扰 不得不说 于九不愧是 中卫龙族之中的翘楚 远远不是昨天白秀秀 所面对的那种 下卫龙族 所能比拟的 蓝轩宇和于九之间的距离 本就不算远 在他全力奔腾之下 几乎是请客 就到了蓝轩宇面前 正在观战之中的 上尾龙族们 也有不少都皱起了眉头 他们不明白的是 为什么蓝轩宇 一点反应都没有 再怎么说 于九一看 就是以力量著称 而且他那尖牙 一定有强大的破坏力 面对这样的对手 应该是第一时间 展现出本体 或者是破开封压 冲出重围 再和对方战斗 可是蓝轩宇却 一点变化都没有 就是站在那里 不知道是受到封压压制 还是说 他根本就不在乎这一切 可是 不可能不在乎呀 就算是在场的 众多上尾龙族之中的强者 也绝对不会愿意 被正面撞击一下 所有观战的龙族 此时全都鸦雀无声 升龙台上 只有青蓝象龙宇九 那剧烈的奔腾声 双方距离越来越近 就在宇九最前端的尖牙 距离他还有二十米的时候 蓝轩宇动了 他左脚猛然跨前一步 身上瞬间 金光暴涨 金色龙鳞 神龙甲 瞬间附体 却没有动用龙腔 一圈金色光环 在蓝轩宇脚下 绽放开来 光环内 有着瑰丽而复杂的纹路 只是收敛在他身体 周围的范围内 并没有向外扩张 与此同时 他骤然长吟 巨大的龙吟声中 金色龙头透体而出 那是几乎和蓝轩宇身体 一样大的金色龙头 可尽管如此 与那青蓝象龙庞大的身躯相比 依旧显得非常不成比例 可就是这不成比例的龙头怒吼 却让宇九的动作 明显迟缓了几分 那是发自灵魂深处的战力 不只是他 就算是在场观战的其他龙族 哪怕有能量护照阻隔 在听到这一声龙吟的时候 也不禁体内血脉躁动 有的被压制 有的在惊恐 蓝轩宇发出龙吼的同时 身形半转 整个身体 以一个充满了 利与美结合的动作 拧腰 冲拳 是的 拳头 一拳 那散发着灿烂金色的拳头 瞬间与青蓝象龙宇九的尖牙 碰撞在一起 刹那间 宇九全身都爆发出 刺目的青蓝色光芒 全身的力量 全都灌注在那尖牙之上 巨大的身体 庞大的能量 在这一刻 全部轻注 可是 无论它身上 散发出的能量光芒 有多么强烈 在它面前 那青色的身影 宛如一轮太阳般 骤然闪耀出 无比璀璨 而炽热的光芒 剧烈的轰鸣 第二次响起 第一次响起时 在碰撞 第二次响起时 则在分开 宇九庞大的身体 竟是不断地向后跌退 每退一步 它头部前端的象牙 就破碎几分 一道道 军裂的纹路 不只是出现在 被蓝轩宇一拳 轰重的象牙之上 其他象牙 竟然也都同时出现了裂纹 而且 不只是在军裂 还在回缩 被蓝轩宇一拳 轰重的那一颗象牙 竟是被轰击地 逐渐钻入口唇内部 眼看就要灌脑而入似的 砰地一下 一道身影 瞬间出现在宇九背后 一掌拍出 拍击在他那厚重的 厚脑鳞片上 扑的一声 六颗象牙 几乎是同时破碎 化为碎片 带着血光 喷洒漫天 宇九惨叫一声 直接扑倒在地 那身影 正是主持今天比赛的 中年龙族 他直接站在 宇九巨大的身体上 目光却凝滞在 蓝轩宇身上 看着站在原地 缓缓收拳的他 一时之间 眼神不禁有些复杂 更有些恍惚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关注喜道公子 订阅本书 三十刻度团队 将为您带来 更多精彩作品 第1125集 蓝获胜 是的 蓝轩宇赢了 一拳 只是一拳 他就战胜了 如此强大的对手 获得了这一场战斗的胜利 没有说什么 蓝轩宇身上的神龙甲 缓缓收回 露出了他的本来面目 向中年龙族 微微躬身致意 什么也没有说 转身向场外走去 此时此刻 所有龙族的目光 无不凝固在他的身上 竟然只是一拳 将以力量建成的 青蓝象龙击溃了 而且 看上去 如果不是裁判出手 羽九很可能 会被那一拳打死 太恐怖了 这样的力量 还是以人类身体发出的 上位龙族的实力 竟然会强大到如此程度吗 可是 不只是中位龙族 和下位龙族吃惊啊 上位龙族们的震撼 同样不小 张良锐小 就如同见了鬼一般 看着正在缓缓 走向自己这个方向的蓝轩鱼 张口结舌地说 这 这怎么可能 他的力量是什么鬼 你以为生龙之手 是那么好做的吗 就算他是女性 也绝对不只是凭借外貌 能够成为生龙之手的 他的实力 才是真正的地云呢 张良锐小看着 越来越近的蓝轩鱼 心头不禁充满了恐惧的感觉 一时之间 不禁后退两步 让开了通路 站在他另一边的黄元朗 虽然心头同样剧烈震撼 可此时此刻 心中却有种说不出的畅快感 迎着蓝轩鱼走了上去 向他竖起了大拇指 蓝轩鱼向他点了点头 然后来到白秀秀身边 白秀秀关切地拉住他的手腕 你没事吧 我很好 你加油 一边说着 他也轻轻地拍了拍白秀秀的手 顿时 白秀秀只觉得 一股醇厚无比的龙力 涌入自己体内 令自己体内的血脉 瞬间就变得强盛起来 混合更是光芒大放 这是 白秀秀有些惊讶地看向蓝轩鱼 蓝轩鱼向他眨了眨眼睛 没有再多问 趁着其他上尾龙族 都还在震惊地看着蓝轩鱼的功夫 白秀秀已经主动走了出去 走向场地 他要第二个出场 或许是因为 刚刚蓝轩鱼那一拳 实在是太过惊艳 此时此刻 根本没有人去阻拦白秀秀 任由他走入场地之中 准备开启第二场比赛 蓝轩鱼闭上双眸 默默地感受着自己身体的变化 是的 只有一拳 可那看似简单的一拳 对于蓝轩鱼来说 却并不简单 他所进行比赛的场地 是最为中央的场地 也就是升龙台的最中心 那天 就是在那个位置 他看到了龙神的回眸 也就是那个位置 他感受到了 来自于升龙台的反馈 刚才 当青蓝象龙准备向他发起攻击 甚至是威胁他的时候 他的血脉气息 自然而然地散发出了一股无形的威严 这股威严并没有外放 而是充斥在他的血脉气息之中 这威严并不是蓝轩鱼原本就有的 而是来自于 昨天在帮助炎城晋升时 升龙台给他的反馈 此时在面对青蓝象龙 宇久的威胁之中 这股威严 自然而然地就释放了出来 这是属于龙神的龙威 蓝轩鱼第一个想到的 就是这一点 虽然他无法肯定 但应该也是类似的能力 然后他就感觉到 脚下的升龙台之中 龙力涌动 飞速地注入到他的身体之中 瞬间涌入龙河 这股龙力 和他自身的龙神之力 几乎没有什么差别 甚至连转化都不用 一时间 蓝轩鱼只觉得 自己全身的力量 仿佛都要炸开一般 这些天修炼龙力脆体的效果 瞬间迸发出来 虽然青蓝象龙 宇久的身躯 看上去如此庞大 力量如此恐怖 但在那一瞬 他心中只有一个念头 小小伟龙 也敢触犯我的危言 金龙狂暴领域开启 并不是蓝轩鱼自己的心愿 而是体内龙力太过强盛 自行开启的 黄金龙吼爆发出的龙威 前所未有的强横 尤其是针对龙族 青蓝象龙已久的冲击力 事实上 在黄金龙吼那一下的作用下 直接就减弱了一半 作为当事者 他那时候 只觉得自己的心脏 恐惧的都要爆炸了似的 哪还能发挥出多少实力呀 下一瞬 蓝轩宇的拳头 就已经轰击而至 金龙升天与黄金龙吼 重叠中结合 化为那无比强横的一拳 金龙王的力量 被这一拳发挥得淋漓尽致 青蓝象龙已久 瞬间被击退 以至于 象牙都险些反刺入自己的大脑 要不是那老年龙族出手 他恐怕 就真的被灌脑而亡了 而就算蓝轩宇打死他 也不会有什么问题 他先前可是触犯了 上尾龙族的威严 蓝轩宇此时 体内依旧是龙力弥漫 虽然来自于升龙台的反馈 已经在那一拳攻击结束之后 消失了 但却还是有大量的龙力 在体内徘徊 龙和都有些吸收不过来 这么纯正而庞大的龙力 用来萃体 效果可想而知 所以 他现在最想要做的事情 就是返回住处 立刻进行萃体修炼 他自己也没有想到 这升龙大赛 不只是让他在龙族之中 威名远扬 增加实战能力 竟然还能够让他 从升龙台上 得到好处 用来修炼 这绝对是意外之喜 所以 他更要在升龙大赛上 走得远一些 这样 就能够 多次从这里吸收龙力 他现在已经完全相信 之前寻宝兽所说的 如果他在达到瓶颈之后 来这里进行突破 那么就真的有一步成神的可能了 这真的是个好地方 龙神的超人气 竟是如此的强大吗 蓝轩宇感受自身 白秀秀 却已经在场地之中 当他的对手 步入场地时 大有几分 谨小甚微的感觉 刚刚于酒冒犯蓝轩宇 险些被一拳打死的过程 着实是让这些中卫和下卫龙族 为之胆寒呢 尤其是 白秀秀这一场的对手 依旧还是下卫龙族 下卫龙族之中的幸运儿 也是佼佼者 能够通过第一轮淘汰 还留存下来的下卫龙族 实不存一 加起来也没多少 白秀秀的运气 可以说是好的不行 至少比蓝轩宇要好多了 白秀秀定睛打量起 面前的对手 进入场地之中的 这头下卫龙族 全身除了腹部之外 都长满了淡黄色的鳞片 鳞片泛着淡淡的金光 有种让白秀秀 发自内心不喜欢的气息 他的腹部 也并不是没有鳞片 只是鳞片却是白色的 而且明显鲜薄了许多 这意味着 他距离晋升中卫龙族 应该已经不远了 这次升龙大赛 如果能坚持得更久一些 说不定 就有晋升中卫龙族的可能 开始 老年龙族宣布比赛开始 那头淡黄色龙族 向白秀秀恭敬了一鞠躬 他那明显比正常龙族 大了许多的头颅 瞬间就亮了起来 但金色光芒绽放 带着几分奶白色 浓溢的光明气息 顿时绽放而出 白秀秀顿时明白 为什么自己不喜欢 对方的气息了 他的深渊冰魔龙 乃是黑暗与冰双属性 而此时面对的对手 却是光明属性的 天生属性相克 岂能让他会对对方 有好印象呢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关注喜道公子 订阅本书 三十课度团队 将为您带来更多精彩作品 第1126集 神龙甲附体 周围的一切 顿时变得阴暗起来 手中龙腔前指 天空中 一片片暗蓝色的雪花 从天而降 将周围的一切 都渲染得深邃 而寒冷 冰魔雪 那淡金色的下尾龙族 双眸却猛然亮了起来 一张嘴 一道乳白色光滑 就朝着白秀秀喷吐而出 光明龙溪 白秀秀脚尖在地面上兴点 腾身而起 背后一双龙翼舒展开来 背后冰巢涌动 喷发之下 骤然加速 直奔对方扑去 但也就在这时 那光明下尾龙族 喷出的龙溪 骤然炸开 化为无数金色光点 四散纷飞 也同时笼罩向 白秀秀的身体 一个个蓝黑色的气泡 就在这时 从空气中 悄无声息地浮现而出 以白秀秀的身体为中心 向外旋转 扩散 气泡碰触到那一团团金色光芒 悄无声息地炸开 顿时 金光泯灭 但那深蓝色气泡 也一个个消失 却依旧在空气中 留下着大片的深蓝色光芒 令场地内的温度 不断下降 这就是双属性的优势了 你的光明属性 能够对抗掉我的黑暗属性 却不能让我冰属性 全部泯灭 双属性的作用下 自然要比单属性的威力更大 而白秀秀此时 已经到了那光明下尾龙族 头顶上方 光明下尾龙族 猛然抬起上身 头部金光绽放 化为一片光影 将自己的身体 笼罩在内 这是防护性的能力 盛光护照 丁的一声翠响 龙腔刺中护照 顿时将那护照 刺破了一个小洞 以那破洞为中心 紫黑色的光芒 瞬间向外延伸开来 白秀秀自己都有些惊讶 因为对手虽然是下尾龙族 但在能量强度方面 可是丝毫不弱的 他后面还有一连串的战斗技法要使用 却没有想到 竟是一枪破防 这就是龙腔本身的威能了 再加上身上的神龙甲 不断有强大的能量 涌入体内 眼看刺破了对方护照的防御 白秀秀怎么会放过这样的好机会呢 死亡凋零瞬间爆发 大范围爆发 强行将对方头部释放出的金光 与光明气息压制下去 护照骤然破碎 那下尾光明龙族 长吟一声 双眸骤然迸射出两道金光 白秀秀一低头 双眸同样光芒四射 深蓝色光芒暴射而出 还带着一抹淡淡的紫意 体内血脉气息瞬间爆发 先前蓝轩宇输入他体内的龙气 融入血脉直接释放 金光瞬间泯灭 那光明下尾龙族 只觉得大脑刺痛 下一瞬 含义涌上全身 瞬间冰封 那是带着黑暗与冰双属性的冰封 冰爆树紧随着深蓝凝视而炸开 刚刚从鳞片表面释放出的金光 瞬间就被冰爆树瓦解 白秀秀正是因为知道 对方的光明属性非常擅长防御 所以才没有给对方任何一丝喘息的机会 身形在空中旋转 龙枪已经刺到了对方的后脑位置 没有刺入 而是在对方后脑处 刺出一道深深的沟壑 一块块金色鳞片被铲飞 露出一道鲜红色的血槽 一时间 龙血飞溅 白秀秀一拧身 冰巢再次涌动 身体已经飞入半空之中 胜负已分 多谢大人手下留情 强忍剧痛 那光明下尾龙族 恭敬地向白秀秀行礼 刚刚那一枪 如果刺入他的后脑 他就死了 当然 裁判一般情况下 是不会看到这种情况发生的 但主动手下留情 还是让这位下尾龙族 对本就绝色的白秀秀 好感大增 白秀秀那深蓝色的龙鳞 同样也是绚里夺目啊 飘然落地 龙翼收敛 白秀秀点了下头 两连胜 还有最后一场淘汰赛 只要过关 他和蓝轩宇 就可以进入后面的循环赛了 对于白秀秀的表现 上尾龙族们 就没有太大的反应了 上尾龙族战胜下尾龙族 在他们看来 乃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 而且他们也能够感受得到 白秀秀自身的能量强度 并不算太强 在这次参赛的上尾龙族之中 绝不算是优秀的 白秀秀重新回到蓝轩宇身边 黄元朗正要出去比赛 却被身边的张良瑞小挡住了 已经有另外的上尾龙族 走入场地之中 黄元朗顿时气劫 你挡住我干什么 张良瑞小轻蔑地看了他一眼 脸面是靠自己正的 你算什么东西 也想要在我们前面比赛 后面排队去吧你 您说是不是 最后一句是像蓝轩宇说的 表情也是瞬间变化 变得有些谄媚了 蓝轩宇没理他 看向黄元朗说 黄兄那我和秀秀就先回去休息了 预祝你轻松获胜 黄元朗也很无奈 他当然很希望蓝和白秀秀能够在这里等他 但他也知道自己没那么大面子 只能是点了点头 好的 在众多龙族的注视下 蓝轩宇带着白秀秀下了生龙台 返回住处而去 飞在空中 白秀秀说 你刚刚注入给我的是什么 好醇厚的龙力啊 我现在血脉都还有些燃烧的感觉呢 特别强 我的血脉 似乎是被点燃了一般沸腾 那是生龙台反馈给我的 应该是非常纯净的龙力 很适合我们修炼用 回去之后 赶快用它脆体 效果应该会不错 嗯 你是对的 这生龙大赛对我们的好处真的是不小 和那龙族战斗的时候 我就感觉自己在战斗过程中 对于武魂真身的运用更加灵活了 神龙甲和龙枪 比我想象中作用更大 这玩意儿 恐怕堪比三字豆铠以上 而且还有可能 可以和我们的豆铠结合在一起 只是现在我们不能那么做 以免被那些龙族强者发现 两人回到住处 蓝轩宇没有立刻开始修炼 他让白秀秀先修炼 自己则是在寻宝兽的掩盖下 悄然离开 已经来到生龙城有几天了 他要联系一下 同样到了这边的伙伴们 按照原本的计划 他们是要寻找那些生龙大赛 失利的龙族下手猎龙的 但因为生龙大赛 情况特殊 他这个金龙公主 又是名声大噪 现在这个时候 不适合打草惊蛇 荧光闪烁 蓝轩宇已经出现在一个 不起眼的小院子之中 他刚刚才出现 一道身影 就从房间内冲了出来 看到是蓝轩宇 已经魂力凝聚的前蕾 差点笑出声来 咳嗽一声 恭敬地说 那个金龙公主殿下 您好 你 你想死是不是 千蕾哈哈一笑 来到蓝轩宇身边 本想抱抱他 但却又有些尴尬地 放下手来 老大 你实在是太美了 我都有点下不去手了 蓝轩宇飞起一脚 将他踹到一旁 此时 其他人也都从房间内 走了出来 蓝轩宇指了指屋内 率先走了进去 关上房门 释放魂力 祖阁外界窥探 老大 你现在可实在是太有名了 这边类似于咱们 魂岛电视的转播 可一直都在说你 还说呀 你已经是新一代 天龙星偶像什么的 还有专门把你来历的 野生龙族都爆出来了 这不会有什么问题吧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关注喜悼公子 订阅本书 三十刻度团队 将为您带来更多精彩作品 第1127集 我也没想到会有这样的效果 但在生龙台上的战斗 比我想象中好处要更多一些 烈龙暂缓 一面出现不必要的麻烦 你们都盘膝坐下 我给你们一些能量辅助你们脆体修炼 生龙大赛这段时间 你们就留在这里修炼 我会专门送能量给你们 一边说着 他将寻宝兽释放出来 从生龙台上得到的龙器 释放出一部分 注入到寻宝兽体内 经过寻宝兽的转化 分别适合众人不同属性的能量 涌入众人体内 蓝轩宇从生龙台上 获得的龙器数量极多 他每天参赛都能吸收到 却来不及全部脆体 分给伙伴们一些 刚好避免浪费 也能让大家在不需要 猎龙的情况下修炼 之前的问题 在于没有合适的龙力 提供给他脆体 只能想着猎杀高等级龙族 而现在则是龙器太多 他的龙盒都没有办法 完全储存下 又担心浪费 很快 早就已经将之前 脆体都消化完毕的五人 就进入到了入定状态之中 有了之前的经验 再脆体就变得容易得多了 身体强度的增加 令燃烧的自身血脉 对他们的伤害 也会随之减少 蓝轩宇自己没有脆体 而是默默地释放出 已经有了一丝 神识征兆的精神力 感受着外界的一切 大约一个小时左右 众人脆体基本完成 哇塞 好纯粹的能量啊 这补充得太充分了吧 燃烧带来的创伤 全部弥补 比之前的效果好多了 我的魂力 好像都连带着提升了一击 这就是生龙台 带来的好处了 所以生龙大赛 我们还会继续下去 你们别停 继续修炼 彻底消化刚刚脆体 带来的好处 明天我再给你们送过来 就这样 我先回去消化吸收了 说完 他向伙伴们摆摆手 荧光一闪 传送而去 蓝轩羽回到住处的时候 黄元朗都还没有回来呢 很显然 他被上尾龙族们 排挤到了更靠后的位置 进行比赛 他可没有蓝轩羽的面子 白秀秀还在入定状态之中 蓝轩羽在他身边坐下 默默地开始燃烧自身血脉之力 淬炼身体 来到生龙城之后 就这么几天时间 他的龙力淬体效果 都要比之前修炼的几个月 全部相加 效果还好 尤其是那天看到龙神回眸那一瞬 带来的好处 让他直接就有种升华的感觉 而且 他和生龙台之间的联系 也是在龙神回眸之后 才建立起来的 难道说 这本身就是龙神留给我的鸡眼 可是龙神都已经死了那么久了 两大分身之中 金龙王爷早就死了 金华被月叔叔吸收 银龙王娜娜老师还在沉睡 难道说 龙神的意念 并没有因为分身而消散 还是说 曾经的他太过强大 以至于投影的作用 都如此巨大 脑海中 思绪的念头 渐渐平复 体内的七彩光艳涌动 悄无声息地灼烧着身体 驱除杂质 提升强度 这样的修炼速度 对于他们来说 都实在是太美妙了 第三天的比赛过程 依旧轻松 蓝轩宇和白秀秀 抽到的都是中卫龙族 蓝轩宇的对手 并没有比青蓝项龙 宇九更强 甚至还要弱一点 在他的龙威面前 根本没有什么太好的办法 血脉的压制 实在是太厉害了 根本就无法发挥出 自身真正的实力 被蓝轩宇轻松获胜 白秀秀的对手实力 只能说还行 比前一天的对手 略强一些 但没有了属性相克 白秀秀凭借着 自身的战斗技巧 也算是较为轻松地 获得了战斗的胜利 三战三胜 蓝轩宇和白秀秀 同时挺进 百强循环赛 之后他们会休息三天时间 因为那些中卫龙族 和下卫龙族的淘汰赛 可不是三场 他们之中 需要为了争取 循环赛的少数名额 而拼斗 而能够进入循环赛 基本就意味着 他们能够完成生龙了 这样的名额 何等珍贵 所以 最为惨烈的战斗 是在上卫龙族 都已经出现之后 才开始的 对此 蓝轩宇和白秀秀 就不需要关心了 凭借着第三战 吸收的龙器 蓝轩宇提供给伙伴们 再加上自己修炼 正好趁此机会 闭关三天 提升与巩固 他和白秀秀的感觉 是最为明显的 实力几乎可以用 与日俱增来形容 白秀秀在他身边修炼 受到蓝轩宇 提升的血脉气息影响 一日千里 这样的提升速度 放在以前 根本是想都不敢想的 在修炼过程中 时间总是过得很快 三天 转瞬即逝 就在两人 刚刚结束闭关的时候 看到了黄元朗的留言 黄元朗告诉他们 闭关结束之后 一定要第一时间联系他 蓝轩宇和白秀秀先洗漱了一番之后 这才拨通了黄元朗的号码 你们总算是出关了 怎么样 修炼得还好吗 还好 黄兄有什么事吗 看你的留言 好像很急切 方便的话 我现在过来找你们 确实是有重要的事情 好 时间不长 敲门声响起 不用看 蓝轩宇也能感知到 黄元朗在外面了 把开房门 满面笑容的黄元朗 主动走了进来 两位贤妹啊 你们可真是让我惭愧啊 和你们相比 我真的是太懒惰了 不过 这也是天赋的原因 我要是有你们这么好的天赋 该多好啊 黄元朗一边笑着 一边走入房间 白秀秀看了蓝轩宇一眼 兄长 看你满面喜色 可是有什么高兴的事情 您应该也闯入循环赛了吧 嗯 循环赛已经闯入了 不过后面的比赛 我也不抱什么希望了 进入决赛阶段是没有可能的 那不是我的实力能做到的事情 不过 父亲却让我给你们带来一些好东西 家族已经决定 不惜一切代价支持你们 啊 家族对我们不是已经非常支持了吗 还要怎么支持 自然是各种资源的支持啊 那天按摩龙骑士大人不是说了吗 如果蓝最终能够夺魁 就给他一次进入龙界的机会 要知道 就算是咱们龙族之中的神级强者 想要进入龙界也是很难的 只有刚突破到神级的时候 才可以进入一次 除非是再次突破真神 否则 都不能二次进入呢 只有龙骑士大人们 才可以自由地进出龙界 所以 蓝如果能够进入龙界 就算是额外破格了 这在之前生龙大赛的历史上 可是从来没有出现过的 可见龙骑士大人们 对于蓝的重视 我跟父亲 汇报了这件事情后 父亲也特别重视 准备全力以赴的 为你们提供修炼资源 让你们能够在接下来的比赛之中 提高更多 蓝要是最终能够夺魁 未来成为龙骑士的可能 就会大大的增加了 这几天 我特意回去了一趟 父亲也是征求了 家族肃老门的同意 让我带了一些好东西给你们 这可是咱们家 压箱底的东西了 为您带来更多精彩作品 第1128集 毫无疑问 这对于蓝轩宇和白秀秀来说 绝对算得上是意外之喜 他们也没想到 竟然还有这样的好事 事实上 那天黄元朗受到了张良锐小的刺激之后 回去就和父亲黄道奇 深谈了一次 能够进入循环赛 对黄元朗来说 都已经是极限了 他的实力确实是不够强 在参赛的上尾龙族之中 属于垫底的存在 而蓝轩宇和白秀秀 表现出的能力 已经充分证明了 他们的潜质 尤其是蓝轩宇 作为生龙之首 再加上得到了按摩龙骑士的认可 这就已经是两位龙骑士认可了 张良锐小说得对 如果其他家族招揽怎么办 虽说黄家已经给出了神龙甲 龙腔这些好处 可是这样的好处 别的家族不能给吗 感情什么的 在利益足够大的情况下 是否动摇 那真的要看本身的品性了 对于蓝轩宇 黄元朗虽然一直心头 都充满了想要亲近的意思 但他冷静下来想想 还真的是不够了解的 至少对他的性格和各方面 都没有那么了解 相对来说白秀秀更外向一点 而蓝轩宇平时连说话都很少 很难知道他的真实想法 白秀秀和他虽然是姐妹 但显然也不是亲姐妹 白秀秀有了和黄道琪的 那层妇女关系 应该也不会轻易离开 但如果蓝轩宇想要单飞 谁能够阻拦呢 到了他现在的名望 诅咒什么的已经没用了 除非是想要杀死他 但谋杀龙族 在天龙星可是大罪 龙族内部都是如此 被龙骑士关注的蓝轩宇 几乎不可能被暗杀的 因此 黄元朗下黄道琪 阐明厉害 他是亲自见证了 蓝轩宇在生龙大赛上的表现的 所以他越发地肯定 蓝轩宇在生龙大赛 一定能够走得更远 未来成为龙骑士的可能性很大 最多几十年的时间 就会有那个机会 这次不行 还有下一次呢 下一次 他足够成熟了再来 说不定就能一举成功 黄道琪被黄元朗说动了 他也知道 对于家族来说 这很可能是唯一一次机会 风龙城被排挤 从黄元朗在生龙大赛上被人轻视 就可见一般 没有真正龙骑士支持的家族 终究只能逐渐走向衰亡 尤其是 他们家虽然擅长繁衍 可没有龙族伴侣的话 血脉只会是越来越稀薄 因此 黄道琪最终下定决心 不惜一切代价 要将蓝轩宇和白秀秀 全部绑上战车 用风龙城最大的诚意 留下他们 对于那些大家族来说 财力物力 当然是比风龙城更强 但是 这些大家族 也同样有能够成为 龙骑士可能的后代 他们的资源 虽然愿意为了招揽蓝轩宇 和白秀秀给出 但肯定不会是全部 可是风龙城 唯一的希望 可能就是他们俩了 多年的积累 还是非常可观的 黄元朗走到桌岸旁边 手上荧光闪烁 一连七个盒子 出现在他面前 这些盒子看上去 都是用特殊材质打造的 并非是金属 古朴而凝润 有些像是玉石 上面并没有任何能量波动出现 可却给人一种 特别想要触摸的感觉 取出这七个盒子之后 黄元朗眉头微醋 眼神之中 闪过许多复杂的情绪 但他终究 还是将自己内心之中的情绪 压制了下来 深吸口气 转向蓝轩宇和白秀秀 蓝 秀秀 这次家族 真的是经过了深思熟虑之后 做出的决定 但你们也应该明白 正所谓无功不受禄 我很坦白地说 家族需要你们未来的力量 更期待着你们 能够成为龙骑士 才会愿意拿出如此珍贵的资源 来给予你们帮助 所以 家族也希望 未来可以通过这些资源 让你们变得强大了之后 能够一直留在家族里 而不会被其他家族所吸引离去 所以 我要先说清楚 如果你们想要获得这些资源的话 需要和家族签订一份契约 也就是我们龙族之中 俗称的千年契约 千年契约的约束力 乃是十八位龙骑士大人 共同见证的 任何龙族 在定下契约之后不能违背 契约将会存放于天龙城的 天龙阁之中 千年之后 方可解除 如果违背 那就是和整个龙族为敌啊 我们龙族 在天龙心 乃是最强大也最高贵的种族 但是 同样注重契约精神 没有任何对你们本体影响的能力 但却代表着你们在天龙心上的信誉 违背千年龙气的人 将被全体龙族所唾弃 所以 这份契约的约束力很强 你们不用急着告诉我 请慎重考虑 而当你们签下这份千年契约 愿意庇护家族千年之后 你们不但是家族的一份子 也将正式成为家族的客亲 拥有着不低于族长的地位 未来 更是会成为家族长老 接受家族的一切功养 彻底的 成为自己人 和那些大家族相比 皇家不算是最强大的 但是我们却一定是唯一一个 没有其他选择的家族 你们也看到了我的情况 就连张良锐小那样的小人 都能随便欺辱我 就是因为我天赋不好 根本没有未来成为强者的希望 他们才会如此的肆无忌惮 所以 只要你们签订契约 那么 家族所有的资源都是你们的 就算身为少族长的我 也远远无法获得 和你们同等级别的资源倾注 黄元朗这番话 说的是情真意切 更是推心致富 至少从表面上看去 感情更是极为真挚 听着他的话 蓝轩宇首先就意识到 在桌案上的那七个盒子 绝对不是普通物品 而且他也立刻就明白 黄家这是因为 自己参加生龙大赛 承受了不小的压力 因为自己所展现出的能力太强 所以让他们 已经产生了危机感 这才会想要和自己 签订千年契约 而有了黄元朗的解释 蓝轩宇也相信 他对千年龙器的解释 绝对不会有保留和隐藏什么 因为自己在参加 生龙大赛的时候 随便找一个上尾龙族问问 是不是这种情况 就能拆穿谎言 因此他根本没必要欺骗自己 黄道奇黄元朗父子 恐怕唯一没有想到的就是 千年龙器 固然是对天龙兴上的所有龙族 都是拥有最高限制的契约 可是他和白秀秀 根本就不是这里的龙族啊 他们未来要做的事情 本来就是和天龙兴对着干的 哪里可能在乎什么千年契约 这种只有好处 没有限制的事 不干那是傻子 蓝轩宇想到了这些 白秀秀自然也想到了 所以他一直在盯着蓝轩宇看 还不时给他个眼神 但蓝轩宇此时 却是一脸平静 看着面前眼神真挚 真情流露的黄元朗 蓝轩宇略做沉吟之后说 黄兄 你和组长的心情我理解 我也明白 这应该是这次我在生龙大赛上 表现尚可所引起的 黄家需要我们 我们也愿意留在黄家 这一点在前来参赛之前 我们就已经说过了 但这千年契约 会不会太过久远了 我不是一个特别喜欢约束的龙 第1129集 白秀秀看着蓝轩宇 眉头微醋的样子 她突然有点想笑 这家伙是在演戏呢吧 可是演得可真像啊 这是大明星层次的演戏吧 不 你误会了 没有束缚 正常情况下当然没有束缚 别说是在咱们天龙星了 就算是你上其他星球去游玩 也没有任何束缚的 家族将会对你全面支持 只是希望 你能够在家族需要的时候 帮家族一把 同时 有了千年契约战 所有龙族也都会知道 你是真正隶属于皇家的 这对我们来说 已经是极大的支持了 一般来说 是绝不需要你动手的 只要你努力修炼 变强就足够了 在咱们龙族 龙骑士最重要的作用 一直都是威慑 而不是参与争斗什么的 因为 根本就不需要龙骑士 亲自出手啊 只要你不宣布离开皇家 家族对你没有任何约束 除非是家族遇到 生死存亡的巨大危机 否则 也绝不会强制你出战什么的 听了他的解释 蓝轩宇的表情 略微放松了几分 至少在黄元朗看来 是这样的 那么黄兄 能不能告诉我一下 面前这七个盒子里面 装的是什么东西 蓝轩宇的表情中 带着几分好奇 黄元朗深吸口气 看着那七个盒子 眼中闪烁过一抹不舍之色 这七个盒子 分为两种样子 有四个盒子 稍微大一些 是正方形的 通体洁白如雪 质地银润 另外三个盒子 则是略微发黄的乳白色 体积要小一些 圆形 顶部是球状 更高一些 大的盒子变长 足有半米左右 小的盒子 也有直径一尺 所以 七个盒子放在桌子上 着实是占了不少面积 黄元朗走上前 将其中一个方形盒子 拿了起来 然后转向蓝轩宇和白秀秀 缓缓将盒子开启 在盒子开启 那一瞬间 一股奇异的香气 顿时迸发而出 蓝轩宇和白秀秀 都感觉精神一震 体内血脉 瞬间出现了一份躁动的感觉 两人都感觉到 自己身体内的血脉 似乎变得温热了 还有一股强烈的渴望 在心头出现 尤其是白秀秀 她的感觉最为明显 甚至都有种迫不及待的 想要获得那东西似的 呈现在盒子内的 是一层不知道有多厚的 乳白色膏状物 那香气正是从其中散发出来的 看到这高壮武 黄元朗的不舍 顿时变得更加强烈了 眉头微醋 眼神中偶尔流露出贪婪之色 猴节耸动着 似乎在强忍着什么 巨大的诱惑似的 这是 龙髓 黄元朗努力地说出这两个字 然后立刻将盒子盖上 略微有些喘息起来 她怕自己再不盖上盖子 就忍不住要反悔了 龙髓 蓝轩与心头微微一颤 紧接着 一股近乎不可遏制的怒火 瞬间生疼 从心底升起 龙髓来自于龙界 是从龙族尸骨之中提炼出来的 龙髓实在是太难得了 因为只有上位龙族的龙髓 才有意义 中位龙族和下位龙族 虽然也有龙髓 但他们的龙髓杂质太多了 只是对低位龙族有些效果 我们上位龙族 是不屑于使用的 但是 上位龙族陨落之后 尸骨哪可能轻易被人得到呀 因此 各大家族流传下来的龙髓 几乎都是家族长辈 在陨落 或者是去世之后留下的 咱们龙族也有个传统 先辈去世 会将自身最宝贵的一切 当作资源 留给后代 不是来自于龙界 而是来自于龙变时期之后的 上位龙族 听他这么一说 蓝轩宇的怒火消散了几分 身边的白秀秀 诗经地说道 那这不是亵渎了先辈的尸骨吗 不 我们龙族不讲究这些 先辈死后 如果尸骨不做处理 也会腐败 消散的 那才是真的亵渎 而我们上位龙族 可以说是一身是宝 为了家族的传承和强大 这些东西是必须留下来的 其中 龙骨 龙皮 龙灵是一部分 但最珍贵的 却是龙髓 和龙鲸了 一边说着 他的目光看向了 那三个小一点的盒子 毫无疑问 在那三个小盒子之中放的 正是龙鲸 四盒龙髓 三盒龙鲸 难怪黄元朗聪来了之后 就一直都是一脸肉疼的样子 这没办法不肉疼啊 如此之多的龙髓 龙鲸 其价值难以估量 蓝轩宇深吸口气 让自己的情绪中 流露出几分感激 皇兄 那这龙髓和龙鲸的作用是 你们一直在修炼龙力脆体之法 对吧 龙力脆体 其实是分阶段的 其中 整体脆体是第一阶段 这第一阶段 每个人 因为脆炼的深度不同 完成度也是不一样的 自制越好 脆炼的就越深 效果也越好 而初步脆体完成之后 就会是炼水了 炼水完成骨髓一体 自身的血脉 会产生一次蜕变和进化 这就视为我们上位龙族 成年的特征 基本也是成神的标志 像我父亲 就是完成了这一步 而我距离这一步 而我距离这一步 还很遥远 炼水要比脆体更加痛苦 炼水的时候 将这龙水涂抹全身 会有非常大的帮助作用 通过血脉吸收龙水 强健自己的水力 更容易突破和提升 不过炼水的时候 因为自身会处于极度痛苦的过程中 所以 必须要有另外一位 为其涂抹 咱们龙族炼水 主要炼的是脊椎 脊椎通达 龙水自然蔓延全身 所以你们修炼的时候 要相互帮助 将这龙水涂抹在彼此的脊椎之上 同时为对方护法 从颈椎一直到尾椎 都要涂抹均匀 有龙水辅助 修炼必将事半功倍 这真的是太珍贵了 可不是吗 这是家族最珍贵的宝屋了 不可复制的存在 家族也没剩多少了 大部分都给你们拿来了 一定要倍加珍惜 希望能够帮你们 更加快速地成长 早日炼水成功 成就神级 皇兄放心 一日为皇家人 终身为皇家人 千年契约 我们怨迁 听他这么一说 黄元朗的心疼之色 总算是消散了许多 欣喜地说 那就太好了 契约在此 一边说着 他将两张早已准备好的契约 拿了出来 眼中明显有些亢奋的情绪在律动 契约在桌面上铺好 蓝轩宇默默地感受了一下 上面是有晦涩能量波动的 但却不是诅咒类型 应该是专门的记录所用 以证明契约的公正性 上面有着各种说明 有关于契约的说明 主要就是说 蓝和秀秀自愿加入皇家 签订千年契约 千年内皇家负责公养 二人要为守护皇家 尽职尽责 不得再加入其他家族 不得和本家族之外者 婚配等等 白秀秀也在看契约 看到不得婚配这一条的时候 他嘴角微微上翘 不用问他都猜得到 这恐怕是黄元朗 因为对蓝轩宇的觊觎 所以才有的这么一条的 当然 这也是对他们的约束 以免变相加入其他家族的约束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关注喜道公子 订阅本书 三十刻度团队 将为您带来更多精彩作品 第1130集 整体来看 契约面面俱到 非常的全面 基本就相当于卖身给了皇家 当然 也有很多的权力之类的 在家族之中 有着崇高的地位 签订千年契约之后 自然就成为了家族长老 在丰隆城 有着不逊色于城主的话语权云云 看了这契约 蓝轩宇和白秀秀 那真的是一点心理压力都没有 这契约根本的基础 乃是建立在 他们确实是龙族 天龙星的龙族 未来必定要在这里 生存的前提下 而他们根本就不怕 被所有龙族唾弃 成为背叛者 因为他们本来就是潜伏进来的 没有诅咒出现 正相反 当他们的血影和契约 融合在一起的时候 他们原本体内 在龙历厅内被种下的诅咒 居然悄无声息地消失了 显然是因为有千年契约在的情况下 那份诅咒已经没有意义 就这么被悄悄地撤出 蓝轩宇对那诅咒 本来也不担心 就像是签订千年契约 他也没有什么担忧一样 龙族的根本法则 是血统之上 他的实力 对于现在的龙族来说 还不算什么 但是 要论血脉的纯度 强度 谁能和拥有龙神血脉的 他相比呢 所以 在这里 他根本就不用担心 这些有的没的 任何与龙族血脉相关的压制 契约 都不会对他有任何影响 签订好千年契约 黄元朗 真而重之地将其收起 脸上流露出掩饰不住的笑容 甚至 连看着蓝轩宇的眼神 都大胆了几分 不能和家族之外婚配啊 那如果婚配的话 选择就只有家族内部 家族内部除了我 还有谁能配得上蓝呢 黄元朗自己心中如此想到 蓝轩宇脸色平静地说 黄兄 刚刚你为我们解答了龙所的用法 那龙精呢 又有什么作用 啊 黄元朗正盯着蓝轩宇看 眼神中的贪婪都流露出来了 闻言 才骤然惊醒 有些尴尬地说 啊 龙精 啊 龙精啊 龙精那就更是好东西了 他定了定神 让神色恢复了正常 才继续道 咱们龙族 最核心的力量 其实就都在龙精之中了 只有神级的龙族 大脑中 才会凝结出龙精 龙精是神石的质变 也是自身血脉 与神石融合的产物 更是我们龙族 力量的源泉 神级的龙族 龙精是真正的核心 可以说是毕生修为所据 乃是咱们龙族 最珍贵的东西 你们修炼的时候 只要手握龙精 龙精之中自然而然 就会向外释放出龙气 补充你们的身体 而且 这份龙气是结合了神石的 对你们未来修炼出神石 有巨大的帮助 炼水 炼神石 这都是成神的基础 是必不可少的两样 龙虽使用过的 基本都被吸收了 不可再用 但龙精 却可以用很长很长的时间 慢慢吸收 这三枚龙精 一直支持到你们修炼成神 也毫无问题 会大大的加速你们的修炼 对了 进入循环赛之后 我们后面碰到上位龙族的可能性 非常非常的大 如果你们在同小组织中 碰到神龙甲上 镶嵌有龙精的 可以试探一下 如果实力相差较大 认输也没有关系 毕竟 前三名 都可以进入到 下一轮的决赛阶段 神龙甲 还可以镶嵌龙精吗 嗯 那是一种很奢侈的行为 却可以将神龙甲的效果 激发到最大 但却需要和神龙甲 同属性的龙精才行 没有几个家族 有这样的资本和手段 他说的虽然有些隐晦 但蓝轩宇和白秀秀 哪会听不出呢 有龙精镶嵌的神龙甲 会更加强力 皇家没有这个能力 也就是说 给他们的这三枚龙精 和他们的神龙甲属性 是不一样的 这个很可能不是皇家不想给 那是真的没有啊 黄元朗显然不想再继续这个话题 举了举手中的千年契约 说道 我要赶快回去了 将契约上交天龙城 进行记录 就不打扰你们修炼了 循环赛之前 这几天 你们好好休息 调整状态 循环赛阶段 咱们一起加油 嗯 送走了黄元朗 蓝轩宇和白秀秀 面面相去 白秀秀低笑道 看来皇家对我们已经很有信心了 这是要绑定我们 嗯 不能婚配 蓝轩宇看着白秀秀 也笑了 只不过她的笑容 有些古怪 你笑什么 白秀秀不知道为什么 突然觉得这个家伙的笑容 有点不怀好意 没什么 我只是在想 我们是不是可以考虑练水了 有龙鲸和龙水在 我们就可以用来一起修炼 很显然 没有龙力厅的情况下 龙鲸龙水也能辅助我们炼体 而且效果肯定要比龙力厅更好得多 这是皇家压箱底的东西 嗯 那咱们试试 经过了生龙大赛的淘汰赛阶段 她现在有着很强的紧迫感 虽然三场战斗赢得不算太难 但她却能够明显地感觉到 自己和蓝轩宇 以及那些上尾龙族的差距 想要在循环赛进入前三 那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提升实力 刻不容缓 脱吧 蓝轩宇黑黑一笑 低声说道 白秀秀一愣 但很快就反应过来 俏脸瞬间布满红霞 我说你笑什么呢 你这下流沛 涂抹龙髓 需要脱衣服 之前黄元朗就说过了 你脑子里都是那种东西吗 就这个你记得清楚 白秀秀连连娇称 追打蓝轩宇 蓝轩宇也不躲避 任她打 只是眼神在她身上 瞟了又瞟 心跳都开始加速了 白秀秀哪能感受不到 她的变化呢 小手突然按在了 她的额头上 刹那间 一股寒意 从头到尾 瞬间落下 那真的是从头梁到尾 比泼了一盘冰水的 效果都好 蓝轩宇机灵灵 打了个寒颤 身体都瞬间 有些僵硬了 你 你 你这样 会失去你的男朋友的 是 白秀秀瞪了她一眼 转身走向里面去了 蓝轩宇分明看到 她在转身的时候 在解衣服扣子 刚刚熄灭的火焰 瞬间就有再次生腾的趋势 快速抓了一盒龙水 和两盒龙精 就追了上去 你 你别进来 白秀秀声音飘来 声音中 明显带着几分软弱 啊 卧室房门关闭 蓝轩宇被关在外面 一时之间 她也有些不知道该如何是好 她的听力极好 隐约能够听到房间内 有衣服的摩擦声 修修这是在 脱衣服 下意识地吞咽了一口唾咽 蓝轩宇突然觉得 自己好像没有那么讨厌黄元朗了 龙精什么的都不重要 这龙水真的是个好东西啊 以后要多向皇家压榨一些才是 足足半赏之后 里面传来一个轻微的声音 进来吧 蓝轩宇如凤轮音 赶忙推门而入 床榻上的沙曼 已经放下 只能隐约看到床上的身影 蓝轩宇看着那若隐若现的身影 顿时有些 尽相情窃的感觉 反而是停住了脚步 身体渐渐发热 心跳砰砰砰的 连他自己都觉得 自己的心仿佛是要跳出来了似的 第一千一百三十一集 蓝轩宇虽然和白秀秀 早就已经明确了关系 但两人一直是发乎情 只乎理 并没有什么愉悦的举动 最多也就是亲亲抱抱 此时此刻 虽然身在敌营 可是这样的场面 却令血气方刚的小兰 怎么能没有点想法呢 她又不是真的女人 沙曼内的白秀秀 又何尝不是紧张的双手冰凉 她突然有种庆幸的感觉 幸好现在的蓝轩宇 乃是女装大佬的模样 这让她羞涩会降低一些 你 进来吧 嗯 好 好的 蓝轩宇不知道 是不是因为先前被动的 此时说话都有些结巴了 三步并坐两步的快速上前 当她掀开沙漫的那一瞬 手都有点抖 时间在这一刻仿佛电格 但下一瞬 蓝轩宇的满腔热气 突然冰消瓦解 她眨了眨眼睛 看着面前端坐在床铺上的白秀秀 眼神中的失望 是掩饰不住的 因为盘西坐在那里的她 衣服依旧是好端端的穿着 并没有多露出一丝肌肤 看什么看 到后面去 白秀秀的翘脸 却红得宛如熟透了的苹果一般 明显色力内人 恶狠狠地说道 蓝轩宇答应一声 爬到白秀秀身后 当她刚来到白秀秀背后的时候 瞬间眼睛都瞪圆了 意识之间 连呼吸都忘却了 她此时才发现 白秀秀的上衣是不对的 她的上衣确实还是穿着 但却是反穿着的 双臂反着穿入衣袖 让整件上衣 从前面笼罩在自己前身 遮盖住了正面 可是 光洁的背部 却完全地露了出来 白秀的肌肤 晶莹而透彻 不算宽阔的肩膀 略显瘦血 柔和的弧线 向下延伸 一直到腰部 收尾最窄 可能是因为肌肤 暴露在空气之中 再加上情绪的原因 那白嫩的肌肤上 明显有一些轻微的凸起 那似乎是 伴着淡淡红色的鸡皮疙瘩 蓝轩宇目不转睛地看着 一时之间 整个人都有些呆滞了 他们在一起这么长时间了 但事实上 这还是她第一次看到 白秀秀的身体 哪怕只是后背 那也是第一次呀 你干什么呢 白秀秀左手肘 向后一抬 垫在蓝轩宇腰间 蓝轩宇身体一晃 险些扑倒在床上 那 没什么 没什么 蓝轩宇快速抹了抹嘴 确认自己没有流下口水来 赶忙爬到白秀秀背后坐好 是啊 虽然是涂抹龙髓要脱衣服 但白秀秀用了一个最巧妙的办法 让自己的身体露出的部分最少 因为 龙髓只需要涂抹在脊椎之上就行了 可就算如此 两人之间那种隐匿的感觉 却依旧让他们的心跳都在加速 快点开始吧 白秀秀的声音略微有些颤抖 她真的有点怕 怕背后那个家伙把持不住 要是她抱住我 我该怎么办 是拒绝她还是 清脆的声音从背后传来 白秀秀愣了一下 扭头向身后看去 她清晰地看到 在蓝轩宇脸上 有几个红红的手印 那分明是她自己抽的 你干什么 白秀秀心疼地捂住她的脸 蓝轩宇脸了脸嘴 让自己清醒一下 这是修炼 不能在那种情绪下进行 否则你会有危险的 都怪我 这种时候我不该多想的 要不你再给我冰一下 傻瓜啊你 那你也不能打自己啊 都打红了 我早晚都是你的 未来嫁给你之后 我的一切都是你的 你是因为喜欢我 才会那样的 我都懂的 我没怪你的 蓝轩宇拿拿头 她其实特别想在这个时候 抱住白秀秀 但她知道自己不可以 如果真的抱住了她 尤其是在她眼前 这种穿着的状态下 那恐怕就真的是 天雷勾动地火了 我没事 皮糙肉厚的 一会儿就好了 我现在还行 我们准备开始吧 蓝轩宇向她用力地点了下头 双眸之中 隐隐有彩色光韵 荡眼开来 顿时 她体内的血脉气息 悄然生疼 在她身前的白秀秀 感受得最为明显 她身体内的血脉 随着沸腾 温热的感觉 顷刻间传遍全身 蓝轩宇摸了摸她的头 扶着她的双肩 让她重新转回去 凝神 蓝轩宇轻贺一声 声音之中 带着几分黄金龙吼的气息 白秀秀心头凛然 收敛情绪 凝神内守 蓝轩宇也随之闭上双眸 凝聚心神 刚刚她真的差点就要失手了呢 足足过了一刻钟左右 他们的气息 才渐渐平稳下来 蓝轩宇重新睁开双眸 将身边的一个盒子打开 盒子开启的瞬间 一股浓郁稚疾的龙气 瞬间生腾而出 刺激的蓝轩宇和白秀秀身上 同时有龙吟声发出 盒子内 放着一枚比拳头略大 通体呈现为金黄色的晶体 看上去 它也有些像高状物 但握入手中却会发现 它沉重而坚硬 龙晶 这是一枚真正的龙晶 来自于上尾龙族的龙晶 蓝轩宇小心翼翼地 将这枚龙晶握入手中 顿时 它立刻就感受到 那浓郁到极致的龙气波动 还伴随着庞大的神石 蕴含其中 它第一时间就判断出 这东西不能直接给白秀秀使用 它现在还有些承受不住 因为 这龙晶本身的神石太强 很有可能会在修炼过程中 冲击它的精神力 万一这神石 带有点自主意识 去夺赦它怎么办 就算不成功 也会对白秀秀的精神之海 产生剧烈的冲击 蓝轩宇将龙晶放在自己的身前 沉声道 秀秀 龙晶之力不适合你直接吸收 我会将其转化 再注入到你的身体之中 你直接开始脆体 之后我会将龙水涂抹到你的脊椎之上 注意吸收 这次先少量涂抹 进行尝试 明白 白秀秀点了下头 蓝轩宇的双眸 缓缓 化为七彩色 在他身前的这枚龙晶 徐徐悬浮而起 顿时 蓝轩宇清晰地感受到 那龙晶伴随着自己的呼吸 在轻微地律动着 就如同一颗心脏一般 蕴含着极为庞大的能量和生命力 这可是神级龙族的留存 内部储存的能量 确实是太多了 但是 这龙晶内的龙力 对于蓝轩宇来说 多少还是有一些问题的 最大的问题就在于 龙晶内部的龙力 对他来说不够纯粹 事实上 作为龙神血脉的传承者 任何其他龙族的能量 除了金龙王和银龙王之外 都不够纯粹 蓝轩宇并不失望 反而是大为欣喜的 龙晶对于上位龙族来说 就相当于整体实力的一半 其他所有的存在 包括骨骼 血脉 内脏 精神力 龙水 这些加在一起 才勉强能算是另一半 也就是说 如果在他修炼龙力 脆体的过程中 猎杀一头上位龙族 将其生命能量 全部吸收 都不如一枚龙晶来的 能量更多 而且 龙晶内的能量 还包括了神石 本身就是上位龙族身上 最纯粹的能量 这样的纯粹能量 对于蓝轩宇来说 才更有意义 不算纯净 但整体能提炼出来的 依旧庞大 第1132集 淡淡的黄色烟雾 从那龙晶上 飘飞而出 通过蹊跷 缓缓进入蓝轩宇体内 血脉漩涡 高速旋转起来 多余的能量 很快被分离出来 这部分能量 也不会浪费 还有个等着的呢 寻宝兽 巧无声息的钻出 多余的能量 全都被他归纳 收敛 吸入自己体内 这可是上位龙族的 核心力量 就算是不符合 龙族血脉要求的部分 也是非常庞大 而纯粹的 蓝轩宇的血脉漩涡 在旋转中 将最纯净的那部分龙力 提取出来 他缓缓抬起双手 按在白秀秀 光洁的背上 顿时 白秀秀只觉得 两股汹涌澎湃的血脉气息 骤然冲入自己体内 这份血脉能量 实在是太纯粹而庞大了 刹那间 白秀秀整个人 都有种要灵魂出窍的感觉 他的血脉 瞬间就点燃了起来 像四肢百骸 蔓延开来 淬炼着每一处 这是全身一起的淬炼 甚至不用他过多的控制 也同样不会有任何问题 因为所有 因为燃烧而被淬炼的地方 顷刻间 就会被背后涌入的 纯净浩瀚血脉之力 修补完成 而且这股力量 还会侵入到 他的四肢百骸之中 巩固着他的身体 蓝轩宇还远远不是龙神 但他此时此刻 所释放出的血脉之力 却充斥着龙神的气息 试问 有哪一位龙族武魂拥有者 可以有这样的辅助修炼手段呢 就算是在天龙星 这强者如云 龙族称霸的地方 也同样没有 白秀秀体内 龙气充沛无比 蓝轩宇一边注入龙力 一边不断地感受着 白秀秀自身的变化 同时 来自于龙晶之中的能量 属于神石的那一部分 被他引入到了 自己的精神之海中 用来磨练自己的精神力 同时也感受 神石的奥妙 相比于精神力 神石要更加凝聚得多 如果说精神力是一片海洋 那么 神石就是一道射线 可以任意掌控 宛如实质一般的射线 海洋的体积是有限的 但射线传出的距离 却是近乎无限 只是会随着距离 而不断地削弱 蓝轩宇其实心中 也有些疑惑 按照黄元朗所说的那样 当龙族修炼到神级之后 就会在大脑中出现龙晶 龙晶应该就是从精神之海内 蜕变出来的 代替精神之海 凝聚神石 蓝轩宇现在胸口内 和精神之海中 都各有龙河存在 难道说 龙河未来蜕变之后 就会化为龙晶不成 精神之海最终会固化 压缩成为龙晶 压缩之后的精神力 产生质变升华 从而成为神石 这种可能性还是非常大的 至少在蓝轩宇 现在的感知之中是如此 这龙晶确实是好东西 不只是带来庞大的能量 最重要的 还是会带给它体会 修为到了一定程度之后 顿武就非常关键 一次顿武 就有可能跨越重要的关卡 持续半个小时后 蓝轩宇引导着 白秀秀的血脉之力 缓缓回收 收回到胸口处的魂河周围 血脉之力反馈魂河 与魂河渐渐融为一体 他早就已经开始帮助白秀秀 将魂河之中的魂力 与血脉之力彻底融合 从而让他的魂河 也朝着龙河的方向发展 和蓝轩宇自身不同的是 蓝轩宇的龙河 是以血脉之力为核心 魂力在外 而白秀秀 是因为先前形成的魂河 所以以魂河为中心 外面是血脉之力 但两种方式殊途同归的 就是融合 最终的目标也是融合 白秀秀有了这样的掩饰之后 天龙星上的龙族 就很难发现 他是人类的身份了 而且 魂河的蜕变 也能让他在五魂真身的状态下 持续更长时间的 深渊冰魔龙形态 血脉之力内收 中断了来自于 龙精的传导 下一刻 他飞速地打开了另一个盒子 食指挑起一抹膏状物 从白秀秀 纤细修成的脖梗开始 将那膏状物 缓缓涂抹在他的脊椎之上 一直向下延伸 当他的手指 打到腰间的时候 稍微停顿了一下 然后才缓缓探入裤腰 一直将龙髓 涂抹到尾锥位置 白秀秀的胶躯 轻微地颤抖了一下 气息明显有些不稳定 蓝轩宇沉声喝道 静心凝神 不可分心 涂抹完毕 他迅速收回右手 重新双手按在了他背上 顿时 中断的龙气 重新注入 紧接着 炽热的感觉 瞬间从脊椎传来 令白秀秀整个胶躯 都开始颤抖起来 他此时只觉得 自己的脊椎 仿佛被点燃了似的 剧烈地灼烧着 发出一声轻微的闷哼 集中精神 咬牙忍耐 同时缓缓地 将意识集中到 自己的脊椎之上 引导着龙气和龙髓 传来的能量 淬炼自己的脊髓 淬炼脊髓的过程 比想象中更加痛苦 那种感觉 就像是把脊椎碾碎了 然后再把脊髓 丝丝捋捋地捋顺 那种感觉实在是不能用痛苦来形容 简直就像是重新再创造一遍自己的身体似的 蓝轩宇的精神力 也同样是集中在白秀秀的脊椎之上 他是第一次修炼 涂抹的龙髓的龙髓很少 可就算是这样 白秀秀的反应 比他想象中 也要剧烈得多 龙髓之中 蕴含的能量 和龙晶的龙气不同 龙晶的龙气虽然庞大 但却只是浩瀚 博大 还是可控的 但龙髓之中 所蕴含的能量 却是霸道无比 他才刚刚涂抹完毕 那些龙髓就已经顺着毛孔钻入了体内 表面根本就再看不出什么 然后就产生出极其霸道的效果 从层次上来说 龙髓显然是不如龙晶的 但龙晶可以多次使用 龙髓却是一次性的 龙髓乃是仅次于龙晶的质宝 此时试验之下 效果极好 但也只有龙族的体魄 才能承受得住 换了其他种族 融合龙髓 恐怕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 暴体而亡 几乎是必然的结果 蓝轩宇将龙气集中 不断地修复着龙髓入侵之后 对白秀秀产生影响的脊椎 感受着他自身的脊髓 对于那些龙髓的吸收 这一大合龙髓 如果按照每次 只用这么一点来进行修炼的话 一合就足以使用三五个月之久了 蓝轩宇不知道自己如果使用龙髓修炼 会是怎样的效果 就是这短短的一个小时之间 白秀秀就近乎有种脱胎换骨的变化了 龙晶龙髓 这已经不是简单的天才地宝 要知道黄元朗当初对于空元经 可都是有些不屑一顾的 还是空元经的来源断绝之后 这才重视几分 但对于这龙晶 龙髓 那心疼的样子 不是假装 这才是天龙星上 最珍贵的东西啊 一直又持续了一个小时左右 那涂抹的一点龙髓效果 才渐渐减弱 白秀秀的呼吸逐渐平复下来 进入到了物我两望的状态之中 全身都在吸收着 之前修炼所带来的好处 蓝轩宇没有再给他注入龙力 过犹不及 自己则是凭借着龙晶带来的龙气修炼 同时 释放着自身的龙神血脉气息 萦绕在白秀秀身边 辅助他继续修炼 等两人醒过来的时候 已经是第二天的上午了 白秀秀伸展了一下双臂 让躯干挺拔 顿时 他只觉得脊椎处传来一股酸痒的感觉 第1133集 酸痒持续了短暂的时间后 一股难以形容的力量感 瞬间从脊椎流淌向四肢百骸之中 他只觉得自己体内的骨髓在轻微地震颤着 震颤中散发出淡淡的龙吟声 更令他惊喜的是 他的魂和颜色发生了一些转变 原本是白色的魂和 现在已经变成了蓝色 虽然还不是深蓝色 但就是这一天的修炼 却让魂和像龙和的蜕变 完成了很大一部分 自身修为明显提升了一节 这次是真的有种整体层次突破到 风号斗罗之上的感觉了 他悄然转身 看向身后 看到的却是一双明亮的眼眸 带着温和的笑意 他向他张开了双臂 谢谢你轩鱼 真是太棒了 我好像已经算是风号斗罗了 虽然还没有魂环 但我的身体强度 已经和之前有了天壤之别 白秀秀纵体入怀 紧紧地搂住他 蓝轩鱼搂住他的胶躯 就有点后悔了 此时的白秀秀 和修炼之前的穿着 是一样的呀 后背还是暴露在空气之中的 光洁的肌肤 手感不要太好 尤其是那纤细的腰肢 搂着的感觉实在是 白秀秀也感觉到了自己此时的尴尬境地 但他这次没有动 只是任由他搂着自己 而且还主动抱紧了几分 让自己和他身体更加贴合 我现在越来越明白 你为什么宁可冒险 也要留在这里了 只有在这里 我们才能尽快登上这个世界的舞台 这种感觉 真的很棒很棒 嗯 蓝轩鱼轻轻地将他的长发揽过 披散在背后 盖住了柔嫩的肌肤 轻轻地抚摸着他的发丝 眼中尽是满足之色 一晚的修炼 对他同样帮助不少 有龙精在 至少短时间内 他不用担心 自己没有龙气可以用来修炼了 效果丝毫不比在生龙台上 吸收龙气差 不知道生龙大赛的冠军奖励是什么 如果是龙精或者龙水的话 那就太好了 足足半赏之后 白秀秀才悄然起身 双手撑在他的肩膀上 我们去吃点东西吧 然后你也试试龙水 真的效果很好很霸道 那时候我都感觉到自己的脊椎 已经化为了灰烬似的 但经过这一晚上的修炼 我觉得自己的骨髓仿佛融化了 而且和我的血脉之力 魂力似乎都融合在了一起 已经略微有些可以控制的感觉了 而骨髓所带来的力量和身体的力量 又截然不同 那是由内而外的 不但带来力量 还反向淬炼骨骼 骨骼在影响血肉 经络 最终反馈到皮肤 这里的龙族 这修炼之法 真的是和我们截然不同 但效果却是绝佳 一边说着 他身形一闪 已经到了床下 不等蓝轩鱼开口 就已经跑去换衣服了 感受着怀中 依旧留存的芬芳 蓝轩鱼脸上 不禁浮现出了微笑 在这时刻都有可能面对危险的敌后 有这么一份温心 真的是放松心神 最好的办法 飘身下床 蓝轩鱼也感受了一下 自己的状态 龙力脆体的效果 确实是好 但他的进度 明显要比白秀秀慢很多 因为他的身体强度 本身就要比白秀秀强大 但进步 只要持续 就是最好的状态 练水应该是龙力脆体的下一步 现在练水倒是不用太急 可以尝试 但最重要的还是将整体的脆体 彻底完成 练水暂时是为了练体而服务的 等什么时候我将身体全部练成 那应该就已经可以去尝试 冲击下一道瓶颈了 真正想要练水 我恐怕和秀秀是不一样的 需要消耗和付出的东西也不一样 只是不知道练水的时候 我的寂灭神雷 是不是能有效果 按照月叔叔所说 如果我能够突破到七环 在拥有了暗元素掌控之后 寂灭神雷就能够从四色变成七色 到时候就会更加强大 蓝轩与自己 现在逐渐摸索出一种 专门属于他自己的脆体之法 这脆体之法 是建立在他以寂灭神雷脆体 以及在天龙星上学习到的 龙力脆体的基础上 二者相辅相成 以寂灭神雷引导龙力进行脆体 单纯地燃烧血脉之力脆体 对它的效果并不是太强 但如果加上寂灭神雷 那可就不是一加一等于二那么简单了 要时刻地小心翼翼 龙力的补充就变得尤为重要 蓝轩宇的淬炼速度 要比白秀秀慢得多 但消耗的龙力却不知道要庞大多少倍 而这样的效果也是绝佳的 每催炼成一个地方 这个地方就能轻松地承受 寂灭神雷这种层次的能量了 如果让他将身体完整催炼之后 那他的身体强度 一定会达到一种非常恐怖的地步 甚至会超过神级锻造时锻造出的 四元素雷结神级金属 到了那种程度 机甲窦楷甚至对他的意义都不大了 他身体的强度都要超过窦楷了 五魂真身化为龙神变 都应该可以在太空之中飞行 自成循环 这段时间越是修炼龙力脆体 蓝轩宇就越能感受到 天龙心上的龙族强大到底在什么地方 这龙力脆体之法 简直就像是锻造金属一样 不断地锻造自己的身体 不断地进化 而龙族的身体可塑性 要远超任何稀有金属 最终到了超神级那个层次 他们自身的强大程度 就算是恒星也无法损伤 这才是最可怕的地方 早餐早就已经准备好了 非常丰盛 事实上 就算是蓝轩宇和白秀秀闭关修炼 顾不上吃饭 每顿饭也会有专人给他们做好准备 黄元朗并没有出现 不知道是去干什么了 千年契约完成之后 对于皇家来说 蓝轩宇和白秀秀的地位不同 但同样也将二人彻底绑定 让皇家甚至都没有再监督他们的想法 吃过早饭 蓝轩宇就和白秀秀 重新回到房间之中 他首先通过传送 到伙伴们那边 帮大家进行了脆体 然后才重新回来 经过了昨天的一天的修炼 再加上帮伙伴们脆体 他手中的这块龙睛 变化却依旧不大 依旧是能量极其充沛 确实是不可多得的天才地宝 蓝轩宇并不清楚的是 龙族在逐渐衰老 死亡的过程中 自身的生命能量衰退 但他们却不会让生命能量彻底流逝 而是被吸入自己的龙睛之中 身体越是衰老 龙睛内蕴含的能量 反而越是庞大 一头尚未龙族老死之后 他毕生的精华 几乎都聚集在龙睛和龙嘴之中了 其他地方的价值就低得多 蓝轩宇尝试了第一次 涂抹龙嘴修炼 正如他预料的那样 他的反应远远没有白秀秀那么强烈 同样是能感受到脊椎在燃烧 但那种燃烧的感觉并没有多强烈 接连涂抹了三次 感觉才强烈了一些 但不得不说 有龙嘴的辅助 他的脆体速度明显增强了一些 脊椎的壮大 让他在承受寂灭神雷配合龙力脆体时 能够持续得更久一点 效果自然也会更好 这种坐拥天才地宝 又能快速修炼的日子 实在是美妙得很 时间也在这样的过程中 过得很快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关注喜道公子 订阅本书 三十刻度团队 将为您带来更多精彩作品 第1134集 转眼间 循环赛即将到来 抽签仪式也已经完成 黄元朗将抽签结果带了来 抽签的结果 对于蓝轩宇和白秀秀来说 居然是相当不错的 最好的地方就在于 他们两个在一组 没错 在一组 整个抽签过程 是随机进行的 无论来自于哪座城市 什么家族 都是打乱了进行抽签 能够进入循环赛的 是之前淘太赛 最终的前一百名 除了上位龙族之外 几乎都是中卫龙族之中 顶尖的强者 而下位龙族 就算在淘太赛上表现优异 最终完成升龙 那也不可能进入到后面的环节之中 每个小组十名参赛选手 循环赛就相当于要打九场 这是平定综合实力最好的方式 最终小组的前三名 会进入到循环赛阶段 也同时拥有 未来龙骑士考核的资格 竞争无疑会是极其激烈的 循环赛能否出现至关重要 所以 别看不是淘太赛 也一定会非常的激烈 所有的上位龙族 在循环赛阶段 都必定会拼尽全力 之所以说 蓝轩宇和白秀秀 会被分在一组是好事 最重要的原因 是可以相互照应 比白秀秀单独在一组 效果会好得多 循环赛每天一场 中间没有休息时间 也就是说 蓝轩宇打过的对手 很可能白秀秀 就会下一场面对 这就给了他们很多操作空间 同时 蓝轩宇也会对阵白秀秀 那一场 他也可以放水 让白秀秀多一个胜场 当然 这一切的前提 都是建立在 蓝轩宇在小组之中 实力足够战胜 其他对手的前提下 我这两天 我这两天给你们调查了同组参赛选手的资料 很重要 我给你们逐一分析一下 这对制定战术非常有帮助 你们能够在一组一起出现的可能性就大得多 我和父亲已经商量过了 你们可能要使用凶狠一些的战术 蓝轩宇和白秀秀对视一眼 蓝轩宇说 组长有什么建议 我那一组强者很多 我肯定是出现不了 所以就靠你们了 你们这一组 也有实力很强的几个 想要战胜他们 说实话 我不知道你们行不行 尤其是秀秀 所以秀秀你的目标 就是争夺第三名 尽可能在弱者的手上拿分 再加上蓝队你的帮助 还是有机会的 蓝 秀秀能否出现 你的作用至关重要 在面对你能战胜的对手时 尽可能重创对方 让其在后面的比赛之中 恢复不过来 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蓝轩宇眼神一动 点了点头 他当然明白黄元朗的意思了 如果他能够将对手重创 后面白秀秀 在面对这些对手的时候 战胜就会变得容易得多 为了这次你们能够出现 家族也花了很大的力气 抽签我们没法干涉 抽签过程中 有龙骑士大人们亲自监督 但后续的比赛排位 我们却花了代价来调动 第一场 秀秀将要面对的 会是你们组最强的一个对手 之后三轮 是最弱的三个 而来 你所面对的对手 前面三场 是那最弱的三个 顺序和秀秀一样 也就是说 第一场 秀秀你主动忍输 之后三场 就有连胜的可能 再加上蓝让给你一场 你就有四个胜场了 按照以往的规律 想要进入前三 拥有六个胜场是比较稳的 在靠后面的几场比赛中 你还有两场 会面对蓝先打 你后打的局面 这两场 你要尽力真胜 只要赢了 出现基本就稳了 蓝轩宇和白秀秀 都有些惊讶 他们也没想到 皇家竟然能够 感受到循环赛的 排位顺序 这个顺序的不同 变化可就太大了 可以说 是为白秀秀 量身定做的 黄元朗 也感受到了 二人的目光注视 微笑道 这不只是家族做到的 同时也得到了 罗兰大人的支持 否则也没有 那么容易操作 罗兰大人 知道你们和家族 签订了千年契约 非常高兴 他夸奖说 你们是懂得 知恩图报的 会大力支持你们 未来成为龙骑士 而秀秀作为蓝的坐龙 能够和你一起 进入前三十 是最好的办法 前三十之后 就可以骑乘坐龙作战了 不过有几点 要提前说明 第一 如果秀秀在前面的 比赛之中 该赢的没能赢 最后一场 蓝你就不要让了 蓝 如果你有意外失手 为了保证你能够出现 最后一场 也可以不让 你能出现 才是最重要的 最后 如果你们能够 携手出现 那么 一定要争取 在最终的决赛阶段 进入前六 进入前六 奖励会非常丰厚 你们应该已经感受过 龙鲸 龙髓的好处了 前六都有龙鲸 或者是龙髓的奖励 排名越是靠前 奖励越是丰厚 更何况 蓝 你还有获得第一名 就可以进入龙界的特殊奖励 这可是以前没有的 罗兰大人 让我转告你 如果你可以得到第一名 他也会有礼物 送给你 蓝轩宇点了点头 签订千年契约的好处 此时就显现出来了 皇家对他们推心致富 而且还潜在地 得到了墨恐龙骑士 罗兰的支持 但是 真的要争夺第一名吗 蓝轩宇向白秀秀看去 他可是向白秀秀保证过的 白秀秀向他微微一笑 然后向黄元朗问道 大哥 如果我们拿了第一名 身为坐龙 我是不是也能和姐姐 一起进入龙界啊 当然是可以的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坐龙 本身就是龙骑士的一部分 这是你们共同的荣耀 好的 那我们一定会全力以赴的 一边说着 他向蓝轩宇 微微一笑 你在哪里 我就在哪里 同生共死 蓝轩宇脑海中 回荡着白秀秀曾经的话语 他的心意 他已经明白了 好了 咱们现在 先别畅想夺冠之类的事了 一关一关过吧 循环赛 就已经是很难的过程了 你们这一组 虽然不像我那组那么恐怖 但对手也相当强大 我给你们 一一介绍一下 在你们这一组之中 有两名中卫龙族 虽然 他们都是中卫龙族之中的佼佼者 但相信 至少蓝对付他们 毫无问题 也是我们 给秀秀安排在前三场的两个 我就不过多的介绍了 蓝 你只要不手软 秀秀对付他们 也是毫无问题 然后说说实力 倒数第三的那个 倒数第三的那个 是上位龙族 实力大概和我差不多吧 说到这里 黄元朗 脸微微一红 继续道 他叫 当下 他开始为蓝轩宇和白秀秀 一一分析对手的情况 不得不说 皇家对于这次的生龙大在 极为重视 对于蓝轩宇和白秀秀的小组对手 调查得非常深入 而听着他的叙述 蓝轩宇的脸色 也开始变得渐渐凝重起来 尤其是当黄元朗说到 上尾龙族们所擅长的各种能力时 他也不禁皱起了眉头 对手的强大 是显而易见的 齐天龙可不是唯一的独冠热门 和他同层次的存在 竟然不在少数 更多精彩作品 第1135集 各大家族 对于年轻一代 都是着力培养的 上尾龙族 可不都像黄元朗那么废物 蓝轩宇他们这一组 就有三名实力极为强大的对手 都是硬骨头 想要从他们的竞争中脱颖而出 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对了 循环赛比赛的过程当中 你们还要注意抓紧一切时间 来恢复和修正 这也是为什么 给你们龙髓和龙筋的原因 龙髓和龙筋 可以加速你们的恢复速度 但是 太过沉重的伤势 也会非常麻烦 并不能恢复得过来 这是让篮下狠手的原因 所以 在比赛中 要尽可能地避免受到重创 如果势不可违 宁可认输 也不要硬批 循环赛的一个技巧就是 要尽可能地把九场比赛都打完 只有都打完全部比赛 才有出现的可能 一旦受到重创 后面都无法上场 那实力再强 也毫无意义 黄元朗此时 就像是一个教练 对蓝轩宇和白秀秀 尊尊善优 把皇家总结出来的经验教训 全都讲述给二人 大哥 那其他参赛者 会不会也有针对性战术 肯定会有的 升龙大赛对于任何人来说 都是极为重要的 所以 我们能做的 也只是尽力而为 你们的临场发挥 才是最重要的 准备已经算是很充分了 但最终能否达到 理想的效果 无论是黄元朗 还是黄道琪 也都不清楚 但对于他们来说 最重要的 并不是最后的排名 升龙之首 简单是这一点 其实这次皇家 就已经很满意了 更何况蓝 还获得了金龙公主的绰号 一时间 铃声大噪 各大家族 都已经是蠢蠢欲动 要知道 在龙族之中 一名血统强大的母龙 可是要比公龙 受欢迎的程度 大得多 就算是龙骑士 都会有想法的 血统决定后代 夫妻双方都有着 强大的血统的话 诞生出来的后代 优秀可能性 就大得多 龙族本来就繁衍困难 每一次繁衍 都是极其重要的事情 十八龙骑士之中 只有两位女性龙骑士 这就可以看出 女性强者 在龙族之中 是多么的稀有了 而那两位女性龙骑士的丈夫 都是他们的坐龙 因此 蓝轩宇和白秀秀 能够在这一次 升龙大赛上 获得什么名字 其实远远没有 他们签订下来的 千年契约重要 升龙大赛十年一度 白秀秀和蓝轩宇 就算这次不行 还有下一次呢 毕竟 在黄道琪心中 他们才刚刚从野生龙族 成为正式龙族 修炼龙历脆体之法 都没有多长时间 蓝展现出来的天赋 已经足够惊艳 再给他十年 升龙台首位 估计是跑不了的 未来 龙骑士可期 唯一有些可惜的 就是前往龙界的机会 对于龙族来说 这才是最珍贵的奖励 通过这次升龙大赛 看到蓝和秀秀的潜力 再加上签订千年契约 皇家的基本目的 就已经达成了 尤其是千年契约 有了这份契约在 就再不需要担心 有人会把他们抢走 木恐龙骑士 罗兰对于这个契约 也非常看重 对黄元朗大家褒奖 所以 这几天黄元朗的心情 好得很 他原本都对自己 和兰之间的事情 有些绝望了 但现在有了千年契约 在没有什么 更好的选择的情况下 他觉得 自己还是有机会的 细水长流嘛 倒是不用着急 而且 秀秀如骨作为蓝的坐龙 还不用担心 他未来嫁给坐龙 简直是完美 升龙大赛 进入到循环赛阶段 也开启了最精彩的阶段 接下来的每一场比赛 无疑都会非常激烈 各大家族都在紧锣密鼓地 制定着战术 循环赛和淘汰赛不一样 淘汰赛只要争胜就可以了 但循环赛却可以使用很多战术 让自己家族的强者 能够有更多的机会向前 所以 暗中布置的 可不只是皇家而已 其他家族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当阳光再一次升起的时候 升龙台笼罩上了一层 金蒙蒙的光辉 今天的升龙城 避空万里乌云 高耸的升龙台 清晰可见 从地面都能够看到顶部 所有的龙族大道 都被刻意地清扫过 洁净的仙尘不染 由各族组成的成卫军 专门守护在龙族大道两侧 隔绝着看热闹的人群 渐渐地 一声声悠长的龙吟声响起 一道道巨大或者纤细的身影 开始出现在龙族大道之上 他们沿着龙族大道前行 直到越过龙族大道上 一道被架设起来的县之后 才会战役高飞 冲天而起 飞上升龙台 可最吸引人注意的 却并不是那些身体庞大的龙族 而是那些人形模样的存在 他们代表的 才是血统最为崇高的上尾龙族 每一位这样的龙族出现 都会引起现场一片欢呼 尤其是 当两道绝美身影 一起出现在龙族大道上的时候 震天的欢呼声更是响彻生龙城 蓝轩宇和白秀秀身边的黄元朗 已经自动被民众们忽略了 金龙公主的呼声实在是太过强烈 今天的蓝轩宇 身穿白色休闲装 柔软的布料 完全不影响他身体的任何动作 一头长发 披散在身后 绝美的容颜 在清晨的阳光照耀下 明媚动人 他的脸色平静 他眼神冷冽 所过之处 仿佛都有寒意带起 但这却完全不影响他的人气 偶像的诞生 往往是在很短暂的时间出现的 龙族出现的偶像很多 每一代几乎都有 但距离民众越近的 就越容易被民众所喜爱 还没有成为神级强者的蓝轩宇 突然地崛起 霸道的作风 强大的实力 绝美的容颜 女性的身份 无不奠定了他成为 整个天龙星偶像的基础 可惜 他们不知道的是 作为偶像本人 他在这样的欢呼声中 心情可却并不如何愉悦的呀 蓝轩宇走的速度很快 他实在是不想在这欢呼中 停留太久 我也很无奈 我也不想这样啊 岳叔叔虽然以前也是偶像 可那毕竟是本来样貌 本来的性别 我这算是怎么回事啊 这要传回去 还不知道要被学院 怎么笑话呢 我这牺牲 着实是有些大呀 这几天 帮那群家伙修炼的时候 大家看我的目光 都变得越来越怪异了 老天爷呀 终于过线 蓝轩宇腾空而起 迅速向空中飞去 全身散发着金色的光芒 宛如箭矢一般 向上攀升 当他抵达升龙台顶部的时候 已经有一些龙族来了 意识间 他再次成为了视线的焦点 对他感兴趣的 可不只是民众 兴趣最大的 可是眼前这些位 当然 他们现在还不知道 蓝轩宇和白秀秀 已经和皇家签订了千年契约 否则的话 兴趣估计会减小一些 蓝轩宇脸色冰冷地走到一旁 直接闭上双眸 闭目养神 一副巨人鱼千里之外的样子 不给任何龙族搭讪的机会 白秀秀和黄元朗 也先后飞到升龙台上 白秀秀看着蓝轩宇的样子 就明白他的心情 强忍着笑意 悄然来到他身边 主动地拉住他的手 反正在别人眼中 他们也是好姐妹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关注喜悼公子 订阅本书 三十刻度团队 将为您带来更多精彩作品 第1136集 陆陆续续的 进入循环赛的龙族们 都已经登上了升龙台 而就在这时 升龙台一侧 突然有能量波动传来 蓝轩宇几乎是瞬间 就睁开了眼眸 扭头向那能量波动的方向看去 一道银色的光门 徐徐开启 光门高达三十米 宽也有二十米 一道道身影 就那么从光门之中 徐徐走出 来到了升龙台之上 每走出一位 升龙台上的气息 就会变化一分 绝大多数 都是陌生的身影 但是 这走出来的一个个 却全都散发着强大的气息 因为它们的出现 升龙台那一侧的空气 都开始变得有些扭曲起来 神级 来得无一例外 全部都是神级强者 黄元朗曾经对蓝轩宇说过 进入循环赛阶段之后 黄道琪会来观礼 很显然 龙族的高层们 大多都会来观赛 升龙大赛可是整个龙族的盛事 怎么可能没有他们呢 前面的淘汰赛 有太多的下位龙族在 他们并不太感兴趣 但能够进入循环赛阶段的龙族 无疑都是龙族中的精英 族中的未来 几乎都是这些 顶级强者们的后裔 或者是族人 通过大赛 挑选最优秀者进行培养 这几乎是各大家族 都会做的事情 同时 升龙大赛 可不无猫腻 这些顶级强者们 也要为了自己的族人见证 让比赛变得更加公平 这些强者们 走出空间之门后 并没有向升龙台中心的方向走来 身下自然会释放出 一道龙力光柱 推动着他们的身体 徐徐升起 盘膝坐在光柱之上 龙力外放 持续凝聚 这无疑是实力的体现 蓝玄鱼很快就发现 这些龙族强者 释放出的光柱 各有不同 不只是颜色不同 粗细高度 也不一样 观礼的时间不会太短 释放出的光柱 自然不会轻易改变大小 所以 初始时释放多少龙力 就要一直维持着这样程度的龙力 很显然 实力越强 释放出的光柱强度 也就越高 这些来自于各大家族的龙族强者们 在这升龙台上 也不无比较之心 而且 蓝玄鱼很快就感觉到了 这龙力光柱的另外的作用 当那一道道光柱 推动着神级龙族的身体攀升时 龙力气息自然而然地 会在升龙台上扩散开来 覆盖在升龙台表面 让这里的龙气 变得越发充沛起来 无疑 这对后背龙族们 是非常有好处的 这可都是神级强者释放出的龙气啊 很显然 他们前来观赛 不只是观看 也是给这些后背们 送好处来的 这升龙大赛果然是很有意思 不只是比赛 同时也是培养 越是优秀的人才 能够在升龙大赛上 坚持的时间越长 所能获得的好处 自然也就会越大 这一点 倒是值得借鉴的 如果史莱克学院那边 能够也用这样的方式 举办一些比赛 对于史莱克的学员们来说 能够获得的帮助和提升 也会更大 当然 斗罗星和天龙星 毕竟不同 天龙星的资源 实在是太充沛了 才能有这样的大手笔 这里的生命能量 多得近乎于 取之不尽 用之不竭 那些神级龙族 释放出的光柱大小不一 蓝轩鱼很快就看到了 黄道奇 黄道奇从光门之中 走出来之后 目光也朝着 他们的这个方向看来 向蓝轩鱼 微笑着点了点头 身下一道黄色光柱涌起 将他们推送上升 光柱攀升到三米左右的位置 横截面直径大约一米开外 刚好能够容纳他盘膝坐下 就停了下来 三米高的光柱 在这里 几乎已经是最不起眼的了 目前最大的光柱 已经有横截面直径超过三米 高度超过十五米的 那强盛的龙力波动 在很远的地方 都能感受得到 这一道道龙力光柱 也成为了生龙台上 一道瑰丽的景观 每一道光柱 都代表着一名神级强者 每一道巨大的光柱 都代表着更强大的实力 很快就已经有 超过三十道光柱升起 光柱越高 实力越强 地位也就越高 这样的观战方式 既可以给年轻一代 带来龙气的好处 同时 也是这些神级强者 展现自身实力的机会 他们之间也很多 都是十年不见了 十年有多少进步 通过这龙力光柱 就能清晰地展现出来 当然 也很可能 有些龙族是故意隐藏实力的 但这种情况比较少见 实力就代表地位 代表好处 正常情况下 并没有什么必要隐藏 蓝轩宇通过观察发现 像黄道奇这种高度的龙力光柱 还是有一些的 大约有七八个 大概属于最低的那个层次 比他们高一点的 五六米高的也不在少数 超过十米高的只有七位 十米也似乎是一个分水岭 他们的光柱不只是高 而且也更加粗壮 这应该是真神级强者了吧 相当于人类魂师 一百一十几以上 这肯定还不是全部 因为还在陆续 有龙族强者走出来 就在这时 蓝轩宇又看到了一道 熟悉的身影 全身覆盖着墨绿色的甲皱 罗兰缓缓从银色光门之中走出 在他出来的那一瞬间 在场所有盘膝 坐在光柱上的龙族强者们 全部都站起身 朝他的方向微微攻身 罗兰点了点头 算是向他们示意过了 镜子走到这些光柱 靠中央的位置 一团碧绿色光芒 骤然在他身下绽放 紧接着 那光芒就推动着他的身体 扶摇直上 向上攀升而起 巨大的光柱 横截面直径足足超过十米 当着光柱出现的瞬间 整个生龙台上的龙器 瞬间变得汹涌澎湃起来 那些龙器 甚至会聚成一条条小龙的形态 在台上张牙舞爪 若隐若现的龙吟声回荡 罗兰的光柱 足足攀升到了五十米开外 才停了下来 在一众光柱之中 大有一览众山小的味道 龙骑士 这就是龙骑士的强大 就在这时 蓝轩宇突然心中一动 他能明显地感觉到 生龙台上那些 若隐若现成形的龙器 突然都朝着自己的方向 汇聚而来 然后这些龙器就蜂拥而入 主动钻入他的身体 蓝轩宇身体周围 顿时筋芒大放 全身龙器奔腾汹涌 意识之间 肌肤表面都开始浮现出金色鳞片 那充沛的龙器 灌入他体内之后 根本不用他控制 竟是自行凝聚成一滴滴 透明的液体 在他丹田之中凝结 并不影响他的身体 但那醇厚的龙器 很快就在丹田中 汇聚成小壶一般 如此庞大的龙力能量 一时间 连蓝轩宇都充满了震惊 他下意识地抬头 看向那位木恐龙骑士 罗兰嘴角处 勾勒出一抹笑意 向他点了点头 毫无疑问 这是木恐龙骑士 带给他的好处了 这些龙器因为过于庞大 一时半会儿 他吸收不了 可成为液体之后 就可以慢慢吸收 这可要比使用龙力厅修炼 不知道好了多少 刚刚这些龙器 可不只是木恐龙骑士 一个人的 乃是三十多位 神机龙族强者 散发出的气息 相当于是罗兰 引导着这些气息 全都压缩凝聚成液体 给了蓝轩宇 第1137集 这绝对是明目张胆的偏帮和站台了 但面对那巨大的龙力光柱 虽然有些龙族神级强者的表情 有些不自然 但却谁也没有质疑 同样是坐在光柱之上 黄到其嘴角处勾勒出一抹笑意 看着蓝轩宇脸上的惊喜 笑得更加开怀了 金龙公主这样的称呼 在年轻一代龙族之中 虽然有着不小的影响力 可是对于神级层次的龙族强者们来说 就不算什么了 最多也就是有所关注而已 但是 有一位龙旗士出来给他站台 那就完全不一样了呀 罗兰乃是排名第七的龙旗士 在全体龙旗士之中 也是名列前茅的存在 实力极其强大的超神级强者 他虽然是被皇家所供奉的 但却并不是属于皇家的龙旗士 风龙城皇家 更没可能请得动这位给一个后备站台 他肯这么做 答案只有一个 那就是 他自身很看重这个后备 这就不能不让这些位天龙星各大城市的城主 以及各大家族高层重视了 罗连 没想到你竟然来了 就在这时 一个有些沙哑的声音响起 下一瞬 银色光门之中 一道身影走了出来 他穿着一身乳白色的神龙甲 当他一出现的时候 顿时整个生龙台 仿佛都变得明亮了起来似的 刹那间 锐起千条 光明四射 众多龙族强者 除了罗兰之外 其他全部都站起身来 恭敬地朝这位一礼 这位呢 只是挥挥手 人就已经走到了罗兰的光柱旁边 一道乳白色光柱绽放开来 推动着他的身体向上攀升 因为光柱的不断变大 竟是碰触在罗兰的碧绿色光柱之上 两道光柱顿时出现了光芒流转 相互惊讶的情况 但奇异的是 并没有龙力从其中迸发而出 罗兰依旧盘膝坐在自己的光柱顶端 似乎对此 早已见怪不怪 连理都没理会刚刚出来的这一位 很快 那乳白色光柱就已经攀升到了和罗兰差不多的高度 但却始终没能挤动罗兰的光柱 反而是自己的光柱向旁边平移了一些 与罗兰的碧绿色光柱并肩而立 这后来的这位 看上去三十多岁的样子 双眼细长 鼻子很大 略有阴沟 一头淡金色长发在脑后飘扬 眼看没有几栋罗兰的光柱 脸色微微有些变化 哼了一声 在自己的光柱顶端坐了下来 伴随着她的到来 整个升龙台上的龙器 又变得奔腾汹涌起来 但这次 罗兰也没有再为蓝轩宇引导 众多龙族的青年才俊们 谁都没有闲着 都在努力地吸收这些龙器 这对他们未来的修炼 都是大有好处的 而且还是对自身有效地补充 在接下来的战斗中 也会有很大的帮助 白秀秀早就已经闭上了双眸 努力地吸收这龙器 身体表面浮现出深蓝色的鳞片 散发出淡淡的冰雾 蓝轩宇碰了一下身边的黄元朗 将他从同样吸收龙器的过程中惊醒 黄元朗睁开双眼 发现是蓝轩宇碰的他 不禁一愣 疑惑地看向他 蓝轩宇朝着巨大的光柱方向 挪了挪嘴 低声问道 那位是谁啊 那位是圣光龙骑士 黄梁伟 排名第十一 锐龙城的 张良锐小家族的 嗯 对 张良锐小家族的守护龙骑士 原本是他们家族的旁支 原本也并不怎么样 但不知道为什么 被一位上位龙族看中 选做传人 后来继承了那位的骑士之位 在那位陨落之后 成为了圣光龙骑士 很厉害 和咱们罗兰大人 关系不太好 那位龙城 不止这一位龙骑士 他一边问着 心头却已经是掀起了 滔天波澜 从这位圣光龙骑士 身下的光柱 就能看出 这也是一位超神级强者 这就意味着 至少排名前十一的龙骑士 全部都是超神级强者 这个数字 实在是太可怕了 要知道 整个斗罗联邦 目前肯定是超神级的 也只有唐武林一位而已 而且 这些龙骑士 可不只是自身强大 他们还有坐龙呢 这是何等恐怖的实力 就在这时 那银色光门 终于徐徐关闭 没有再出现 强大的神级龙族强者了 今天前来观礼的 就是眼前这些位 以木孔龙骑士 罗兰 盛光龙骑士 黄梁伟为首 是的 还有另外一位 排名还要靠后一点 锐龙城大概排在各大城市 整体第四的位置 黄元朗 黄元朗有些无奈地说 别看罗兰在龙骑士之中 排名靠前 但他只是被供养 本身并不是属于黄家的 对黄家的支持 也是有限度的 否则的话 封龙城 也不至于垫底了 这也是为什么 黄家不惜花费那么大代价 给出龙精 龙髓 也要请蓝轩宇签订千年契约的原因 他们太希望 能够拥有一位 属于自己家族的龙骑士了 罗兰淡淡地说 开始吧 在场所有龙族 以他地位为尊 哪怕是那位和他 不对付的盛光龙骑士 也不会在这方面 去争夺什么 龙骑士排位顺序 就是实力和地位的体现 除非是他能够战胜罗兰 排名在罗兰之前 否则的话 眼前这样的情况 就要听罗兰的主导 是 罗兰大人 一到三米高的光柱上 一名神级龙族老者站起身 他身下光柱消散 自己缓缓上前 双手平伸 向上做出一个虚隐的动作 顿时 一道道巨大的光幕 升空而起 隔绝战场 和之前淘汰赛阶段相比 这次的场地 可就要大得多了 除了众位神级龙族强者 所在的区域之外 其他区域被隔绝成十份 同时只能容纳十场战斗 每一个战斗区域 属于一个小组 每天每个小组 都会进行无偿比赛 如此持续 一共九天 确保每个人 都和同组的另外九个人 交过手 蓝轩宇和白秀秀 在第三组 所有参赛者 到自己所在战区 光幕前集合 点到名字的 入场 那名龙族老者沉生说道 蓝轩宇和白秀秀 携手而行 来到三号战区 从周围也走过来一些人 走向这边 无疑 这就是他们接下来几天 所要面对的对手了 一号战区第一场 童月峰 敖昊 二号战区第一场 雪寒 江晨 三号战区第一场 蓝 林泽炫 四号战区第一场 蓝轩宇眼神微动 在三号战区 他是第一个出战的 也就在这时 他感受到旁边不远处 有目光从高处 向自己看来 扭头看去 那是一头巨龙 身长在二十米左右 在参加循环赛的 龙行选手之中 这位的体型 很可能是最小的一位 全身覆盖着 青灰色的鳞片 看起来 和身边的另外几位 龙族相比 显得很是瘦小 也没有什么 出奇的地方 中卫龙族 林泽炫 这位的资料 瞬间就出现在 蓝轩宇的脑海之中 影龙 在龙族之中 是比较少见的一种类型 最擅长的 就是速度和飞行 拥有风属性 和一种类空间属性 之所以说是 类空间属性 就是并不具备 全面的空间属性 但却可以利用 扭曲空间 从而达到 自身身形变换的特点 速度擅长 蓝轩宇 一点都没有 小看对方的意思 在那么多中卫下卫 甚至是上卫龙族之中 能够从淘汰赛内 脱颖而出 进入循环赛 就已经充分证明了 这位的强大 黄元朗就曾经提醒过他 很多时候 中卫龙族 甚至比实力 稍微差一点的 下卫龙族 在循环赛之中 更加危险 这些中卫龙族 能够进入循环赛 都是纯粹的实力拼出来的 不只是实力强 而且 非常的拼命 一旦战斗起来 会比上尾龙族 更贫 而且 能脱颖而出 其能力一定是非常有特点的 林泽炫 向蓝轩宇点了下头 青绿色的眼眸中 闪耀着坚定的光芒 率先走入了三号战区的场地内 他走在前面 从后方蓝轩宇就能看到 这位身上甚至还有一些伤痕没有痊愈 那看上去 有些瘦弱的身躯 却凝实而挺拔 看着他 就让蓝轩宇不自觉地想起了流风 在他们七个伙伴之中 论天赋 流风很可能是最弱的一个 但是 他也是七个人之中最拼命的一个 为了能够跟上大家的步伐 只有流风自己才知道 自己究竟付出了多少 蓝轩宇一直都知道 流风绝不是他们七个人之中 实力最弱的 真要拼命的话 流风很可能会爆发出 极其恐怖的战斗力 战斗意志 也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按照黄元朗的评价 这位的实力 在全部十个人之中 排名是倒数第三位的 但单纯从战斗意志上来看 这位可不是那么简单 双方走入场地之内站定 此时 全部十个战区 第一场的参赛人选 都已经宣布完毕 全部走入战区之中 蓝轩宇的目光扫过 再加上精神力的感应 心中不禁暗暗点头 进入循环赛阶段 和之前的淘汰赛 已经截然不同 再也没有任何一位 上尾龙族的态度随意 每个人都极为认真的 面对着自己的对手 这是一个展现实力的舞台 有数十位龙族的 神机强者在观战 可以说 这是他们一个最好的 展现自我的机会 就算是输 也一定要拼尽全力 将自己所能展现出的一切 全部展现出来 唯有如此 才能给自己的未来 争取到更好的机会 尤其是成为龙骑士的机会 第一轮第一场 伴随着那位神机龙族老者 一声宣布 生龙大赛循环赛 正式开始 蓝轩宇面前的对手 几乎是瞬间就动了 巨大的双翼猛然拍动 身体周围的空气 突然扭曲起来 带起一片残影 升空而起 青灰色的龙身 瞬间冲入空中 林泽炫很清楚 自己的优势在什么地方 他最强的能力 就是速度与飞行 在空中 他才能展现出 自己最强的实力 就像黄元朗帮蓝轩 与他们研究对手一样 这些参赛者 无不将本组对手的名单 详细研究过 尤其是实力特点等等 蓝轩宇的能力是力量 这已经是众所周知的事情 青蓝向龙的正面冲击 都能拦住 力量绝对是恐怖级别的 而且 直到现在为止 前面的淘汰赛之中 蓝轩宇从未以龙族形态战斗过 都是以人形战斗 拉开距离 空战 这就是林泽炫 给自己制定的战术 你力量再强 也要接触到我才行 接触不到 力量就没有任何意义了 蓝轩宇在林泽炫升空的下一瞬 也同样是腾空而起 左脚在地面上用力一踏 人就如同金色箭矢一般冲起 如果是能够施展 全部实力的话 他现在 直接就引动空间元素了 对方那个泪空间的能力 会被他彻底压制 根本就用不出来 但他现在所能展现的 只有金龙王血脉 以力量擅长 自然就不能那么做 巨大的力量 令升龙台上 发出一声轰鸣 这要是普通的岩石地面 恐怕会直接炸开一个大坑 但升龙台却是纹丝不动 连一点痕迹都没有留下 巨大的力量 瞬间推送着蓝轩宇的身体 升空而起 神龙甲瞬间附体 山龙王骨制造的甲咒 瞬间将庞大的力量感 传入蓝轩宇体内 没有使用龙枪 而是直奔对方追去 背后一双金色龙翼 随之舒展开来 青灰色光影闪烁 刹那间 林泽轩的身体 突然停顿了一下 然后一分为三 三道光影 同时从三个不同的方向 向蓝轩宇冲来 空气被瞬间割裂 一道道细微的 类似于次元斩的空间裂痕 顷刻间遍布空中 全部朝着蓝轩宇的方向 切割而来 空战技巧呢 蓝轩宇嘴角处流露出一抹笑意 当然 这是对方看不到的 在面甲的作用下 他的所有表情都被隐藏得很好 想要和我空战 凭借速度和空战技巧获胜 好 成全你 蓝轩宇身形翻转 瞬间显现出龙族本体 但他此时的身体 却并没有正常龙形式那么大 身长只是保持在十米左右 全身金光缭绕 背后龙翼拍动 身体瞬间加速 他们的战斗速度极快 而这第一轮之中 最为醒目 并且被关注的 也是这一场 没办法 金龙公主的名头 太响亮了 更何况还有先前默恐龙骑士 罗兰给出的认可 这让所有的神级强者们 也都很关注这一场战斗的情况 蓝轩宇身形电闪 速度奇快无比 在所有人的注视下 他竟然在三道林泽炫身影的围攻下 在那么多空间裂痕之中 强行冲了出来 下面的参赛选手们 并没有看得太清楚 感觉之中 就是蓝轩宇 强冲出来的 而远处观战的神级龙族们 可不这么看 他们的势力要强大得多 所以也能完全看得清楚 就连默恐龙骑士罗兰 圣光龙骑士黄梁尾 脸上都流露出一丝惊讶 快 太快了 关键是在那么快的速度之中 蓝轩宇所展现出的飞行技巧 令他们都有种吃了一惊的感觉 身形翻转之间 蓝轩宇瞬间加速 从那一道道空间裂缝的空袭之间传出 那些细碎的空间裂缝 所产生的犀利作用 在他身上就像是根本没用似的 但却没有一道裂缝 能够真正落在他身上 围攻他的三道身影 也是完全扑空 也就是说 蓝轩宇并不是那种凭借力量 蛮横冲出来的 而是完全凭借着飞行技巧 从攻击空隙中钻出 谁也没料到 他的飞行技巧 居然掌握得这么好 别看龙族都会飞 但怎么飞可就不一定了 他们又哪里知道 此时此刻 正在进行空战的这一位 在斗罗联邦之中 有个荣耀的称号 叫做超神58 他的飞行天赋 连唐振华那么苛刻的老师 都称赞不已 拥有了五魂真身 可以化身为龙 自身能够飞行 和战斗机飞行 是有所不同的 实际上呢 却是更加灵活的不同 自己身体的感知 会更加敏锐 所有战斗机能做的事情 能做的动作 他都可以通过 魂力的输出做到 而一些战斗机 没法做到的动作 他也可以凭借 龙族的身体做到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关注喜刀公子 订阅本书 三十刻度团队 将为您带来更多精彩作品 第1139集 蓝轩宇的身体承受能力 更远远不是战斗机 所能媲美的 速度嘛 在纯粹力量的支持下 他的速度 同样可以很快 穿出对方的围攻区域 蓝轩宇仰天发出一声 嘹亮的龙吟 巨大的金色光影 顿时绽放开来 黄金龙吼 这一招 蓝轩宇在之前的战斗中用过 在生龙的时候也用过 林泽炫自然是知道的 可是 知道是一回事 真正面对 那可就又是另一回事了 刹那间 林泽炫只觉得 自己的血脉 仿佛凝固了似的 身体周围的扭曲空间 刹那间破碎 显现出本体 身体也在瞬间僵硬了 他那坚韧的战斗意志 强大的战斗技巧 在血脉被压制的刹那 似乎都已经变成了 无用功 这就是蓝轩宇 对阵龙族强者时的优势了 血脉方面的压制 往往能让对方 根本发挥不出真正的实力 尤其是他所面对的对手 本身还是中卫龙族 血统上的差距就更大了 而就在对方身体凝滞 显现出来的刹那 蓝轩宇已经又回来了 金色龙翼猛然拍动 竟然拍击的空气 都出现了剧烈的轰鸣 紧接着 他已经宛如一道 金色流星一般 瞬间几乎就到了对方面前 林泽炫的僵硬 只是一刹那 但当他恢复过来的时候 蓝轩宇都已经是 近在眼前了 但他的战斗经验 确实丰富 哪怕是在这样的情况下 他也是迅速做出了应对 周围的空间 再次扭曲起来 令他的身影变得虚幻 与此同时 双翼拍动 灵巧的一个转身 在小范围内 让自己的挪移 最简单又最迅疾 二十米长的身体扭曲 闪身 同时右侧龙翼 猛然向上挥动 身体却因为重量的原因 没有龙力维持 自然下降 巧妙地防守 闪避 反击 可惜 他遇到的对手 和以前的对手 真的不一样 蓝轩宇冲过来了 蓝轩宇没有闪躲 身体几乎是瞬间 就完成了一个折向 完全违背了力学原理的折向 如果仔细分解蓝轩宇的动作 就是当他冲到林泽炫进前的时候 双翼突然竖起 猛然前拍 让自己原本凶悍无比的前冲速度 骤然停了下来 自己的身体 完全承受了那份冲击力 然后身形旋转 龙翼横扫 他身上的金色鳞片 在这一瞬 突然变得明亮起来 横扫的龙翼上 鳞片更是宛如镜面一般 反射着光芒 两只龙翼狠狠地碰撞在了一起 林泽炫最不想要面对的局面 还是出现了力量的碰撞 刹那间 林泽炫只觉得 自己的右侧龙翼 传来一股轻微的震荡 是的 似乎只有轻微的震荡 可下一瞬 从鳞片开始 那份震荡迅速放大 直奔本体而来 所过之处 鳞片骨骼 经络 血肉 寸寸碎裂 蓝轩宇的身体 那可是经过龙翼翠体 同时还经过了 寂灭神雷 翠炼而成的 强度何等恐怖 更重要的是 在这一击之中 它还附带了 金龙霸体的能力 瞬间完成了 泄力 借力 打力的过程 相当于 使用自己和对方的力量 联合在一起 攻击的对方 那份震荡 更是它在不断使用 寂灭神雷 淬炼自身的过程中 领悟出来的 寂灭神雷 不能轻易使用 以免被看出端倪 那么 在生龙大赛上 它必然会遇到 强大的对手 又该如何面对呢 蓝轩宇经过 不断的尝试之后 它开发出了 寂灭神雷的 另一种使用方式 甚至比原本的 雷霆外放 含耀恐怖的方式 类似于 掌心雷 将寂灭神雷的威能 蕴含在 它的血脉之中 就像是用寂灭神雷 淬炼身体时那样 当寂灭神雷 在这种情况下 蓝轩宇已被 淬炼的地方 发起攻击时 寂灭神雷 在它内部 就会炸开 恐怖的神雷威力 就会瞬间 将淬炼的效果 提升到极致 从而产生 强大的爆炸力 这份爆炸 会传导出 寂灭神雷的威能 但却没有属性特征 只有纯粹的爆发力 也就是说 蓝轩宇相当于 是让自己 原本就十分 恐怖的力量 再附加上 寂灭神雷的爆炸力 这种战斗方式 对于正常生物来说 和自杀没什么区别 先炸自己 再炸别人 但蓝轩宇的身体 强度不一样啊 他的身体强度 足以承受 寂灭神雷的破坏 因为一直就是 这么修炼的 虽然也会受到影响 可龙气的修复 立刻就来了 只要有足够的龙气 进行修复 他就可以用这种方式 去战斗 龙气少吗 班田里刚刚就弄了一堆 液态的呢 今天这还是蓝轩宇 在开发出这个战斗方式之后的 第一次尝试 就用在了林泽炫 这倒霉龙身上了 效果比想象中更好 蓝轩宇自己的龙翼 都剧烈地震荡起来 反射的他 也有点难受 然后他就清楚地看到 对方的龙翼 从和自己碰撞的位置开始 迅速就在变软 是的 软化了 就像是内部溶解了似的 而且 迅速向对方全身蔓延过去 而在这个时候 林泽炫展现出了 他能够进入循环赛的强大素质 他几乎是没有任何犹豫的 在身体下坠的同时 左前找闪电般 就扣住了自己右侧龙翼的根部 然后拼尽全力 猛然撕扯 撕拉一声刺耳的声响中 血光崩陷 喷射而出 他竟是硬生生地 将自己的右翼 给拉拽了下来 同时迅速松开龙爪 任由那龙翼下坠 可就算如此 那股恐怖的震荡 还是有一丝 传导到他的身上 诡异的一幕出现了 那喷勃而出的鲜血 在空中瞬间震荡起来 化为血色波纹 犹如浪潮一般 在空中颤抖 伤口更是瞬间变大 里面的骨骼 都有一些破碎 闷哼声中 林泽炫已经是瞬间落向地面 蓝轩宇发出这一击 也不好受 勉强控制着震荡中的龙翼 维持着自己的身体 勉强控制住平衡 有点太猛了 猛到我都没办法持续进攻 这玩意儿还是不能轻易用啊 还得要再调整调整 刚刚那一下寂灭神雷 他没有丝毫流利 黄元朗的计划 蓝轩宇是支持的 就是要将秀秀之后 将要面对的对手 打残了再说 却没想到 这寂灭神雷在体内炸开 然后带来的震荡 竟然是恐怖如斯 就连他金龙王状态下的身体 承受的都有些困难 金龙王血脉剧烈的震荡 大量龙气钻入 血脉漩涡剧烈旋转 才渐渐地让那震荡平复下来 这样的全力一击之后 蓝轩宇的右翼 也足足用了近十秒钟 才完全恢复 飞行恢复了正常 不过 也不需要另一下了 如果不是林泽炫反应足够快 就是刚刚这一下 他很可能就要殒命 自家之道自家事 蓝轩宇清楚 自己这是何等的全力一击 可是观战者们却看不到这么多细节啊 就算是龙骑士 也只是能看得出 他用了一种特殊的攻击手段 驾驭自己的力量 看不出这震荡的来源是什么 只当是纯粹的力量施展的 在那些参赛的龙族们眼中 这场战斗只能用一个字来形容 那就是快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关注喜道公子 订阅本书 三十刻度团队将为您带来更多精彩作品 第1140集 蓝背林泽炫施展速度能力围攻 冲出重围 反身攻击 一击必杀 林泽炫陨落 折翼 负责裁判工作的神级龙族已经入场了 接住了林泽炫的身体 大量龙器涌入林泽炫体内 帮他封闭伤口 可就算是神级强者 在感受到那股震荡力之后 也足足用了一分钟 才彻底支血 而林泽炫的血液 在这段时间内 至少流失了三分之一 这也就是龙族强大的体魄 换了别的种族 恐怕早就死了 第三战区的地面上 已经被鲜血染红 那在震荡中飞溅的血液 几乎洒满了整个战场 就是在这鲜血的眼影之下 蓝轩宇从天而降 飘落地面 有裁判入场 他显然是不能再攻击林泽炫了 看着对方的惨样 明天就算还能比赛 也肯定没法给秀秀 构成威胁了吧 来 获胜 裁判看了他一眼 眼神也不禁有些异样 速度 技巧 爆发 战斗虽快 但蓝轩宇所展现出的实力 令身为神级强者的他 也不禁为之动容 而蓝轩宇现在想的 则是给自己这样的战斗方式 起个名字 是叫寂灭神雷震吼呢 还是简单一点 就叫灭神震吼呢 嗯 似乎都有点俗气啊 这是真正意义上我开发出来的 并且足够强大的能力 如此强大的震荡力 虽然是需要身体接触才能爆发出来 但却是极其恐怖而致命的 而且非常的隐晦 单纯从爆发角度来看 还在寂灭神雷之上 只是没有寂灭神雷的四元素属性作为辅助 各有特色 源自于我的金龙王血脉和寂灭神雷 强悍的身体作为基础 我又是龙神血脉的传承者 这寂灭神雷的威力 也会伴随着我的实力的提升而进化 不如就霸气一点 就叫龙神震好了 寂灭神雷也简化一点 就叫灭神雷 灭神雷 龙神震 这都是我开发出来的能力 很不错 虽然简单 但却威力强大 并且有效 蓝轩宇一边想着 一边从战区中走出 走向白秀秀和黄元朗 他突然发现 同组的对手们 看着自己的眼神 都有了一些变化 很显然 刚刚那一击 有点吓到他们了 看到蓝轩宇 默默地回到自己身边 连白秀秀看着他的眼神 都有些诧异 因为他也没搞懂 刚刚蓝轩宇是用的什么方式 一下击溃对方的 虽然看上去 林泽炫的防御力并不强大 也不擅长防御 但那毕竟是龙族呀 中卫龙族之中的佼佼者 只一下 竟是差点将对方击杀 白秀秀也不记得 蓝轩宇竟然有这样的能力存在 蓝轩宇双眸威宁 默默地回忆着 刚刚在龙神阵出手的过程中 以及在和对方碰撞之后的 一系列变化 初次使用 并且真正和对手碰撞 这和平时练习的时候 感觉是截然不同的 威力比他想象中要大 但后续的恢复时间 也同样比正常练习时 要长得多 龙神阵 是两败俱伤时的战斗方式 首先就必须是在 完全有把握近距离 碰触到对手的情况下 才能施展 然后自己 也要承受巨大的震荡 这种程度的震荡 蓝轩宇恢复起来 也有些吃力 直到此刻 才能算是完全平复下来 还是有足够龙力 修复的前提下 它自身龙和产生出的 血脉之力 还不足以修复 龙神阵带来的破坏 而且 龙神阵是否能够 通过武器来使用呢 如果是通过武器使用 又会是怎样的情况呢 意识之间 蓝轩宇脑海中 已经完全是 龙神阵有关的各种变化 黄元朗本来还想 走过去问问 并且向蓝轩宇祝贺 但看到蓝轩宇 沉思的样子 也就没有打扰他 但在他心中 却无形中 对蓝轩宇 多了几分敬畏 刚刚那一下 林泽轩没挡住 我能挡住吗 虽然林泽轩是中卫龙族 但要争论实力 黄元朗并没有完胜的信心 就算是赢 他觉得 自己也有可能会受伤 可在蓝轩宇面前 只是一下 还有他那鬼魅一般的速度 丝毫不逊色于 擅长速度的对手 第一轮比赛的其他九场 都还没有结束 都还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着 林泽轩的身体 已经被抬出了场地 地面上流下了长长的血迹 此时的林泽轩已经昏迷了 但坦白说 对这个对手 蓝轩宇还是有些尊敬的 别的不说 那当机立断 瞬间决定撕扯掉 自己龙翼的行为 就不是一般龙族能够做到的 如果不是他反应快 让龙神阵完全传导到身体之中 恐怕 他现在已经是一具尸体了 当然 这也给蓝轩宇提了个醒 要是真的想要击杀对手 龙神阵 还是得落在对方的躯干位最好 不给对方壮士断腕的机会 第三战区第二场 白秀秀 对阵 徐严谋 不同战区的比赛 并不会等待其他战区结束 再开始下一轮 而是哪边先结束 哪边就先开始下一轮的比拼 听了宣布声 一道道目光 顿时投向了蓝轩宇身边的白秀秀 他们两个关系密切 是谁都知道的 刚刚蓝已经在比赛中 展现出了和预赛阶段 完全不一样的实力 这个秀秀呢 实力又会如何 一双明亮的目光 朝着白秀秀的方向 看了过来 白秀秀下意识地 迎着目光的方向看去 蓝轩宇也心生紧照 同样朝着那个方向看去 那是一名青年 身材修长 挺拔 相貌并不算太英俊 但却带着几分柔和的感觉 双眸特别明亮 嘴角处带着淡淡的笑意 一切看上去都随意地很 从他身上 感受不到任何强势气息的存在 如果放在人类世界 也只像是个小有魅力的普通人 但是 看着这青年 无论是蓝轩宇还是白秀秀 都没有丝毫大意的想法 因为 这位在本组评价中 黄元朗给出了最高评价 在说起徐炎末的时候 黄元朗第一句话说的就是 这是和齐天龙同等层次的存在 乃是当今龙族 年轻一代的领军人物之一 徐炎末 来自于第五大城市 澳天城 澳天城地处天龙星东侧 距离天龙城不太远 虽然名列第五 但本身却非常有名 这座城市的城主 就是澳天龙骑士 澳天龙骑士排名 十八龙骑士第六位 实力比木恐龙骑士罗兰还要强 而他 也是现任澳天家族的组长 徐炎末 就是他的大弟子 澳天龙骑士没有子嗣 所以 视这位大弟子如亲生一般 徐炎末也非常争气 年纪不大 但修炼速度 却是极快的 他出身于一个下尾龙族家庭 就像是人类魂师的五魂 会出现变异一样 在他身上 龙族血脉 似乎也产生了变异 从而让他在出生之后 就拥有了上尾龙族血脉 他的父母 就是澳天家族的附庸 生出一个上尾龙族 自然是大喜过望 赶忙向城主汇报 澳天龙骑士刚好没有孩子 自然是十分欣喜 就将他留了下来 自己教导 徐炎末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 逐渐崭露头角 最终成为了澳天城年轻一代的 第一人 今天澳天龙骑士 没有起来观礼 没有出现在生龙台之上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关注喜道公子 订阅本书 三十刻度团队 将为您带来更多精彩作品 第1141集 蓝轩宇向白秀秀点了下头 白秀秀微笑汗手 然后主动向第三战区之中走去 徐炎末飘声而入 两人几乎是一前一后 进了第三战区 之前救下林泽炫的神级龙族老者 并没有离开第三战区的战场 看着二人 沉声道 注意你们的攻击 不可杀死对手 明白吗 鉴于刚刚蓝轩宇的表现 他不得不提醒一下 任何一位龙族 尤其是能够进入 循环赛阶段的年轻龙族们 都是龙族的未来 死一个 都是很大的损失 是 徐炎末恭敬地向老者 恭身一礼 白秀秀也点了点头 秀秀小姐 你好 我是徐炎末 来自于奥天城 徐炎末彬彬有礼地向白秀秀说道 从他身上 感觉不到任何尚伟龙族的交金之气 反而像是宝学之事 看着白秀秀的眼神之中 没有欲望 只有温和和欣赏 这是一种让人比较舒服的注视 你好 我是黄秀秀 来自于封龙城 白秀秀点头致意 徐炎末眼神微宁 低沉的龙吟声 从他体内响起 徐炎末的双眸 顿时变得越发明亮起来 就在这时 白秀秀却抬起右手 我认输 神级龙族老者 才刚刚走出第三战区 身后就传来了这三个字 脚下差点亮枪了一下 什么情况啊 还没打就认输了 徐炎末也是微微一愣 有些不解地看向白秀秀 要知道 这可是循环赛的第一轮 上来就认输 可不是什么好事 尤其是给龙族高层们 很容易留下不好的印象 在对白秀秀的调查之中 评价虽然没有蓝那么高 但也是相当不错的 黑暗与冰双属性 因为之前一直是野生龙族 进入正统修炼时间很短 但给出的评价是很有潜力的 这次生龙大赛 就算不能从循环赛之中 脱颖而出 那也依旧是非常优秀的存在 尤其他又是女性的身份 被很多家族都在关注着 却没想到 一上来 他竟然就选择了认输 徐炎末眉头微醋 但他却并没有说什么 缓缓收起 正在外放的气息 向白秀秀点了点头 转身向场外走去 徐炎末获胜 龙族老者宣布说道 虽然他不太喜欢认输这种方式 但在循环赛之中 可没有规定不能认输 毕竟 这是要靠最终积分 来决定胜负的 蓝轩宇速胜 白秀秀认输 第三战区这边 两场比赛都已经结束了 而其他战区 第一场还没有结束呢 蓝轩宇主动迎向了白秀秀 等他从战区走出来之后 两人一起朝着众多龙族强者 尤其是木恐龙骑士 罗兰的方向 躬身一礼 然后才转身 走向生龙台边缘 当然 他们没有离开 现在离开是傻子 生龙台上龙气弥漫 不趁着这个时候吸收修炼 那简直是入宝山 空手而回呀 两人盘膝坐下 默默地吸收着空气中的龙气 进行储备 蓝轩宇一边吸收龙气 一边默默感受着 自己体内那些 被木恐龙骑士压缩之后的 液态龙气是怎么产生的 毫无疑问 被压缩成液态之后 他几乎能够百倍地储存龙气 这储存下来的能量 能帮他也修炼很长时间 再帮助伙伴们 自然也是容易得多 不过 这压缩龙气成为龙力液 显然不是那么简单的 木恐龙骑士罗兰之所以帮他 一个是为了给他多一点好处 另外 也不无指点之意 也是看看 他是否拥有足够的物性 去领悟 蓝轩宇一边吸收着龙气 一边用精神力 默默地感受着 储存在丹田之中的龙力液 龙力液非常稳定 似乎在龙气化为液体之后 就自行进入到了一个 稳定的状态 但只要他用血脉之力 去刺激 这些龙力液 也会重新转化为 所需的龙气 钻入血脉漩涡之中 血脉漩涡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并不是液态的 而是介于气态 与液态之间的 唯有中央的龙和 乃是固态 这段时间以来 蓝轩宇的龙和 成长速度非常快 不但体积在增大 而且本身散发出的光辉 也在变得越来越强 龙气的支撑 让他的修炼速度 全方位加速 尤其是龙力脆体之法 简直就像是 为他夺身定做的一般 蓝轩宇开始燃烧 自己体内的血脉之力 脆炼身体 虽然这里有这么多龙族 但他并不在意 有木恐龙骑士在呢 谁也不会对他不利 而且他也有信心 自己的修炼气息 就算是超神级强者 也无法感受到 自己血脉之中的奥秘 金龙王血脉足够高端了 当他点燃自身的 血脉气息时 身体周围龙气弥漫 自身吸收的龙气外放 不断地通过肌肤 进行吞吐 内部的情况 在如此浓厚的龙力波动之下 根本就感觉不清楚 顶多能够感受到 他的血脉非常高端而已 一边消耗 一边吸收 同时尝试着 对龙气进行压缩 渐渐地 蓝轩宇开始摸到了 一些窍门了 他发现 当自己的血脉漩涡之中 龙气吸收到极致 血脉漩涡 无法再承载更多龙气时 整个漩涡的旋转速度 会变慢 在他的控制下 强行加速 血脉漩涡 也无法吸收更多的龙气 但内部龙气 却会在旋转之中 被逐渐挤压 以往这个时候 蓝轩宇早就已经停止了吸收 以免血脉漩涡出问题 但伴随着不断地通过龙力萃体 修为不断提升 他的身体承受能力 远超从前 自身承受力增强 让他对自己的信心 也就更加充足 再加上他的精神力 已经开始朝着神识方向蜕变 龙精也让他更多地感受到了 神识层次的奥妙 因此 他对自己的控制力 也信心更强 之前木恐龙骑士 在将龙力汇聚到他体内 化为液体的时候 似乎就是以旋转的方式 进行转化的 那么 通过自己的血脉漩涡旋转 是否也能够做到 同样的事情呢 蓝轩宇开始尝试 加速血脉漩涡的旋转速度 在已经饱和的情况下 快速旋转 渐渐地 奇异的一幕出现了 被逐渐压缩的龙器 不稳定地波动着 但却始终无法冲出血脉漩涡 血脉漩涡旋转着的血脉之力 非常浓厚 令这些龙器 只能不断地激荡 波动 在挤压之中 被不断压缩 却又无处爆发 终于 在蓝轩宇刻意地引导下 被压缩得越来越浓郁的龙器 逐渐下沉 一滴晶莹剔透的龙力液 从漏斗状的漩涡底部溢出 滴落 蓝轩宇大喜过望 立刻催动魂力 引导着这一滴液体龙力 流入自己的丹田之中 与之前储存的龙力液 汇聚在一起 正如先前那些龙力液一样 这被汇聚而来的龙力液 非常稳定 并没有任何要重新化为龙器的意思 成功了 蓝轩宇大喜过望 这一下的成功 意味着他能够在这龙器充足的地方 尽可能地大量收集龙器 转化为龙力液 进行储存 在这里修炼 已经不重要了 储存龙力液 才是最重要的 带回去 这可不只是帮助自己一个人 而是能够帮助自己所有的伙伴呢 如此精纯的龙力液 乃是最为纯粹的能量 无论是对自己 伙伴们 寻宝兽 都是有极大好处的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关注喜道公子 订阅本书 三十刻度团队 将为您带来更多精彩作品 前142集 有寻宝兽这个中转站在 三十三天翼所有人 都能从中获益 对大家的修炼 必定是大有好处的 蓝轩宇当机立断 立刻停止了龙力脆体的修炼 将全部精力集中 专心致志地 开始收集空气中的龙器 通过血脉漩涡 凝聚成龙力液 此时 十大战区的战斗 还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着 几乎所有人的注意力 都在战场上 却很少有人能够注意到 蓝轩宇这边 空气中的龙器 正在宛如海纳百川一般 向他这边汇聚过来 这些龙器 可都是来自于 神级的龙族强者 给予在场年轻一代的好处 谁都可以吸收 但像蓝轩宇这样吸收的 可以说是绝无仅有 很快 就有人发现了 他这边的情况 潘西坐在碧绿色龙力柱顶端的 木恐龙骑士 罗兰 与他身边的 圣光龙骑士 黄梁伟 几乎是第一时间 就将目光 投向了 蓝轩宇这边 黄梁伟口中 发出一声惊疑 扭头再看向罗兰 你的人 罗兰 瞥了他一眼 却似乎是 懒得回答他的话 根本没吭声 只是眼神之中 流露出几分满意之色 其实 连他自己都没有想到 只是在自己的略微引导下 蓝轩宇竟然能够摸索到 宁气为业的方式 要知道 这在正常情况下 可是神级龙族 才能拥有的能力 蓝轩宇的修为 距离神级 还有不小的差距 却能够领悟到 这就不只是悟性问题 那么简单了 必定是本身基础 足够扎实 精神力足够强大 甚至已经是 接近到了神识程度 才能做得到的 这个蓝 真的是让我越来越满意了 证明我最初的时候 并没有看错 尤其是蓝的血脉气息强度 层次非常之高 那天成为生龙之首的时候 暗黑龙骑士 也同样给出了这样的判断 蓝的气息 在沟通龙界的时候 产生出强烈的共鸣 这在龙族之中 也是十分罕见的 证明他的龙族血脉 非常的纯正 甚至有可能比现在的龙骑士们 都还要纯正 不过 对于龙族来说 没有达到神级之前 都还是差得太远 所以 虽然暗黑龙骑士 汇报了蓝轩宇的情况 高层们 也只是表示 要继续观察罢了 如果能够这次夺魁 就让他去一次龙界 看看是否还会 产生额外的变化 他这么吸收龙旗 其他人的收获会减少的 黄梁伟淡淡地说道 这本来就是给他们 一个展现自我的舞台 比赛战斗是一方面 战斗之外 又是另一方面 各凭本事罢了 如果其他人 都没有发现他的做法 让他拿了最多的好处 只能说明他们愚蠢 黄梁伟冷哼一声 没有再开口 龙族一向是信奉 强者为尊的 所以 罗兰并没有说错 按照龙族的规矩 本来就是应该这样 竞争之下 能脱颖而出的 才是最强者 不过 并没有让他们等待太久 就开始有参赛选手 发现蓝轩宇这边的情况不对了 第一个发现的 正是先前白秀秀的对手 徐延牧 徐延牧有些惊讶地 看向蓝轩宇这边的方向 他在结束比赛之后 也在盘袭修炼 可渐渐地 他发现自己吸收的容器 似乎变得吸薄了 虽然并不影响他淬炼血脉 但这吸薄的龙旗 还是有些不对 当他睁开双眼的时候 很快就找到了源头 在他的感知中 龙旗宛如一道道能量带一般 围绕在蓝轩宇身边 向他的身体凝聚而去 他怎么可能吸收这么多龙器 不怕被撑死吗 徐延牧心头疑惑的同时 也立刻加大了 对龙器的吸收储存 这些由神级龙族 散发出的龙器 何等珍贵 能够多吸收一点 就是一点 虽然他不知道蓝轩宇 是如何做到吸收那么多的 但他也不能在这个时候放松 至少要对他产生一些干扰才行 经过刚刚的第一战 徐延牧已经将蓝轩宇 当成了自己在本组 最大的竞争对手之一 他对蓝轩宇刚刚的龙神阵一击 也是大为忌惮 只是现在还不清楚 那一击究竟是如何释放出来的 竟然会产生那么强大的攻击力 不过 用不着他去做什么 家族自然会有人联系林则炫 询问当时的具体情况 身为中卫龙族 背后又没有什么大势力的支持 林则炫根本没可能不说出来 徐延末这边发现了 很快 其他人也陆续发现了 蓝轩宇这边的情况 生龙台上的龙器 快速朝着一个方向流淌 还是有些明显的 顿时开始有不少龙族选择盘膝坐下 吸收龙器 干扰蓝轩宇这边的吸收 蓝轩宇自然也感觉到了 他睁开眼睛看了一眼 生龙台上的龙器 因为众多龙族的共同吸收 现在正在变得混乱起来 他这边吸收到的 虽然依旧不少 但速度却明显没有先前快了 捣乱的吗 蓝轩宇不相信 这些龙族全都能够将龙器 转化为龙利叶 但这些家伙 显然是在做损人不利己的事情 就是让他也吸收不到足够多 搅乱龙器就会对他有影响 不过 这有用吗 蓝轩宇拉起身前白秀秀的双手 两人似掌相对 下一瞬 一圈金色光环 从他身下扩散开来 正是金龙狂暴领域 顿时 刺目的金光 以他们二人为中心 向外迸发而出 低沉的龙银声 环绕在他们身体周围 大量的龙器 顿时被强行牵拉过去 一股凶满的气息 迸发而出 带着深深的恶意 震荡着周围的龙器 距离蓝轩宇和白秀秀这边 较近的龙族 受到的影响最大 发自血脉深处的恐惧 令他们对龙器的吸收效果大减 而那原本无形的龙器 在蓝轩宇这样的强行牵拉之下 竟是渐渐变成了一道道白色气流 向得蜂拥而来 蓝轩宇将龙力液引导到掌心处 然后缓缓注入到白秀秀体内 沉淀在他的丹田之中 龙力液非常稳定 只要不用血脉之力去刺激 就一直会化为液体储存 蓝轩宇这是将白秀秀的身体 作为载体 以便于自己能够吸收 储存更多的龙力液 意识之间 他吸收的速度 不但没有因为周围的干扰而减慢 反而比先前 更加迅迹了几分 令正在干扰他的龙族们 不禁都生出了几分无奈之感 这么霸道的吗 如果蓝轩宇是男性 他们肯定会大为反感 可现在的蓝却是女性啊 而且还是赫赫有名 角色动人的金龙公主 这位虽然形势作风有些霸道 但无论是实力还是姿容 都足以令他们动容 一时之间 有些男性龙族 已经主动放弃吸收龙气了 毕竟 对他们来说 完成比赛 才是更加重要的事情 万一在吸收的过程中 受到蓝轩宇干扰 并且影响到 他们自身的血脉气息 后面比赛输了怎么办 所以 蓝轩宇就以这样霸道的方式 不断地吸收着 一边吸收 一边老是不客气地储存起来 圣光龙骑士看到这一幕 不禁哼了一声 木袖鱼灵 封闭催之 莫恐龙骑士 罗兰 则是反唇相机 不遭人度 是庸采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关注喜悼公子 订阅本书 三十刻度团队 将为您带来更多精彩作品 第一千一百四十三集 木恐龙骑士 罗兰 对圣光龙骑士 黄梁伟 反唇相机 不遭人度是庸采 当个年你参加 升龙大赛的时候 你能做到 你要是能做到 你会不做吗 圣光龙骑士 黄梁伟的性格 一向强势 他还真被罗兰问住了 换了是他 在同样的情况下 会不去争抢吗 那绝对是不可能的 只要实力允许 他甚至会比 蓝轩宇争抢得 更加厉害才对 比赛一场场地进行 循环赛阶段 每一场胜利 都极为重要 更何况 今天还有两位 龙骑士坐镇 在看着 未来 他们能否成为龙骑士 考核是一方面 给现在龙骑士们的 印象也很重要 毕竟 十八位龙骑士 都会为他们 在竞争的过程中打分 必须要获得一致的认可 才有成为龙骑士的可能 所以 在循环赛之中 实力越强的 表现的 也越卖力 没有什么保留 物球以最快的速度 击溃对手 就像之前蓝轩宇 迅速击溃林泽轩一样 黄梁伟对他 并没有太多好印象 但是他的战斗实力 给黄梁伟留下了 很深刻的印象 态度都略有改观 今天的循环赛 一共五场 五场比赛 足足打了一上五 才渐渐落下帷幕 原本平静的生龙台上 已经留下了许多血迹 以第三战区的血迹最多 获胜者自然是兴高采烈 失败者也是摩拳擦掌 毕竟 后面还有八场比赛 他们每一个都还有机会 好了 今天就到这里 莫恐龙骑士罗兰 从自己的龙历柱上站起身来 脚下的龙历柱开始缓缓缩短 周围的其他龙族神级强者 也都纷纷起身 各自收起龙历柱 跟随着木恐龙骑士一起 落向地面 银色的巨大光门又一次开启 罗兰朝着蓝轩宇这边看了一眼 转身第一个向银色光门方向走去 而此时蓝轩宇也已经睁开了双眸 伴随着龙历柱消失 那浓郁的龙气也在迅速减弱 他和白秀秀的丹田之中 现在龙历叶都已经储存到 近乎于满意的程度了 两人相视一笑 同时起身 不理会周围那些 看着他们异样的目光 飞升而起 返回住处而去 黄元朗匆忙跟上 他今天的运气不错 对手不强 也是获得了一场胜利 此时正是心情大好 甚至已经在畅想着 说不定自己 也能进入到决赛阶段的 美好情景呢 蓝 今天你真的太棒了 我们的战术完美成功 明天秀秀将奥对阵的 就是林泽炫 那么沉重的伤势 他一定是恢复不过来的 如果他聪明的话 就一定会选择认输 多休养一天的时间 说不定 还有再战的可能 黄兄 我们刚才吸收了很多的容器 身体保障 回去之后要立刻闭关 麻烦您让下人们不要打扰我们 一直到明天比赛开始前为止 嘿 没问题 罗兰大人今天 对你可是相当满意呢 我看到他的眼神 多次落在你们身上 而且情绪相当好 黄元朗自然是满口答应 现在在他眼中 蓝轩宇和白秀秀 都已经是家族的未来了 他以后是一定会接 族长之位的 无论从什么角度来考虑 现在蓝轩宇和白秀秀 都是家族的宝贝 回到住处 蓝轩宇先布下封锁 然后带着白秀秀一起 迅速施展空间传送 来到伙伴们的住处 看到他们到来 众人自视欣喜 蓝轩宇抢着说 没时间多说 今天带给你们的能量 会特别多 你们立刻开始接收 然后我们还要去 别的地方 好 众人对他的信任 自然不需要任何解释 立刻各自盘膝做好 蓝轩宇将寻宝兽 释放出来 龙利液在他的血脉之力 刺激下 立刻向外释放 寻宝兽深吸口气 淡淡的彩色光月 从他身上升腾而起 龙利液在他的引导下 化为淡淡彩色光芒 向众人身上落去 这和之前的转化 有着明显的不同 令蓝轩宇 有些奇怪地看向他 寻宝兽赶忙解释道 主人 您这次的能量强度太高了 单独转化 我觉得虽然效果很好 但是吸收的会慢一些 我直接将这些龙利液 转化为较为吸薄的 仙灵之气 提供给大家修炼 那效果会更好 虽然会有点浪费 但是提升速度是最快的 反正您明天不是还能吸收吗 您也吸收一些仙灵之气吧 这个对您未来突破 大有好处呢 修补自身的效果 可要比龙气好多了 一听寻宝兽说 会有点浪费 蓝轩宇嘴角就有些抽抽 阿宝一说浪费 那可就不是浪费一点半点了 当初在永恒天空城的时候 就是如此 心疼的海参阁主 恐怕都想弄死自己吧 这次又来了 不过 阿宝说的也对 循环赛还有八天时间 每天如果都能像今天这样吸收龙利液的话 那么 当天吸收的龙利液 不消耗一空 那才是真正的浪费啊 哈 蓝轩宇和白秀秀 当下也盘膝坐了下来 和伙伴们一起吸收仙灵之气 进行修炼 这还是他们第一次 直接吸收仙灵之气修炼 感觉瞬间不同 仙灵之气极为纯净 刚入体内的时候 似乎十分柔和 但很快 他们就发现 仙灵之气 并不是一种单纯的能量 而是能够滋润 他们身体的任何形态能量 无论是精神力 魂力 血脉之力 在仙灵之气的滋养下 都在快速地生长 更重要的是 他们自身的生命本质 似乎都在发生着 潜移默化的改变 要知道 仙灵之气 可是曾经神界的专属 在人间 几乎是不可能看到的 寻宝兽因为情况特殊 才有转化天才地宝 为仙灵之气的可能 当初在森罗星的时候 他就进行过尝试 差点把那里的冰火 两一眼弄得干涸了 但仙灵之气 对任何生物的滋养效果 绝非其他任何能量 所能够比拟的 此时此刻 蓝轩宇他们就深深地 感受到了其中的好处 那种全身被洗涤滋润的感觉 实在是太美妙了 尤其是他们在进行 龙力脆体修炼之后 自身多多少少 会有一些暗伤 需要不断地自身修复 此时 有仙灵之气的滋养 这些旧伤几乎是刹那间 就被一扫而光 整个人都有种 被升华的感觉 不过 这个感觉的过程 有点短暂 当蓝轩宇感受到 自己体内的龙力液 储存消耗殆尽的时候 下意识地睁开了双眸 之前因为沐浴在 仙灵之气内的感受 太过美好 他也没有注意到 龙力液的消耗速度 此时他才发现 似乎没过去多少时间呢 寻宝兽正一脸陶醉地 呼吸吞吐着 最后一点仙灵之气 他的身体 不但变得比以前凝实了 而且全身都散发着 淡淡的金色光辉 阿宝 你给我解释一下 我那么多龙力液 十五分钟怎么就没了 蓝轩宇有些冰冷的声音 将正在陶醉状态之中的 寻宝兽惊醒 寻宝兽全身颤抖了一下 咳嗽一声 主任 您听我解释吗 我刚才不是说 会有一点浪费吗 仙灵之气的这个层次吧 不太一样 第1144集 蓝轩宇没好气的 一巴掌 拍在他的大头之上 你就浪费的也太多了吧 仙灵之气 确实是好东西 但你知不知道 那些龙力液 如果用来修炼的话 能够支撑我们一起 修炼多长时间啊 主人啊 我错了吗 那您说怎么办才好 寻宝兽眨着眼睛 一脸无辜地看着蓝轩宇 此时 其他人也陆续从修炼中 行转过来 哇 脱胎换骨啊 这真是脱胎换骨的感觉啊 太美妙了 要是一直有这仙灵之气 用来修炼 我觉得一年 我都能成神了 确实是好 但消耗也确实是很大吧 我今天带来的龙力液 乃是龙旗压缩而成 正常情况下 我们七个一起修炼 一个月都未必能用得完 其中 还是我消耗大部分的情况下 一刻钟 只是一刻钟的仙灵之气 就消耗一空了 这层次虽然高了 但消耗也太大了吧 但效果也确实是好 我能感觉到 我的修为前进了一大截 精神力提升更重要 我好像跨入灵狱境了 太好了 进入灵狱境 你应该距离封号斗罗 也不远了吧 如果还有刚刚 这样的仙灵之气 最多三次 我应该可以到 封号斗罗层次了 仙灵之气的好处 是帮助我们升华 尤其是在大家 濒临突破的时候 应该效果最好 但消耗也是最大的 而已燃烧血脉之力脆体 却是我们未来 成就神级的基础 奠定基础之后 未来我们突破神级 就能水到渠成 二者都很重要 但在没有完成脆底之前 后者会更重要一些 这些天 我们也得到了一些知识 脆体到全身之后 还要淬炼脊髓 完成第二步 皇家给我们了一些龙髓 用来淬炼骨髓 我给大家拿来两盒 你们用 我们后面 争取再弄一些来 我们还是要进行 脆体为基础的情况下 如果能量充足 再尝试仙灵之气 秀秀体内 还要比刚才那些 少一点的龙利液 再次引导给大家 大家进行脆体修炼 然后我们还要去找一条树了 有了刚刚先灵之气的洗涤 这次众人在进行 脆体修炼的时候 就变得格外顺利 蓝轩宇先把白秀秀体内的龙利液 引导到自己体内 再传递给寻宝兽 由阿宝为众人 一一转化 进行脆体修炼 直到众人脆体基本完成 开始修复自身 蓝轩宇才带着白秀秀离开 直接传送回了风龙城 再传送到树老身边 嘿哟 你们怎么回来了 不是在进行生龙大赛吗 还顺利吗 化身大树的树老 笑呵呵地问道 自从来到天龙星之后 他觉得自己仿佛找到了 第二春一般 缓发活力 这里浓郁无比的生命能量 可以任意吸收 他刚刚转化为大树的时候 大多数枝干都是枯萎的 树叶都没有几片 现在已经有了 超过三分之一的枝干上 长出了翠绿的叶子 虽然和周围的植被相比 还是显得有些可怜 但至少又重新焕发了生机 而不是生机持续流逝了 蓝轩宇说 树老 我们在生龙大赛上得到了一些好处 我们自己也用不完 准备回馈给大家 帮大家进行修炼 麻烦您转告伙伴们 让他们来到您这里集合 明天我再来时 辅助他们修炼 传授他们脆体之法 好 树老仔细地看着蓝轩宇 眨了眨眼睛 惊讶道 你好像又不一样了呀 你这进步的速度也太快了 天龙星的好处都让你一个人得了不成 在他的感知之中 蓝轩宇已经有了几分神秘的感觉 不再是像以前那样 一眼就能看得通透 要知道 树老乃是神级强者 连他都无法一下看透 可见蓝轩宇的修为 进步有多么迅速 蓝轩宇微笑道 今天的好处来不及给大家了 我们要抓紧时间回去 就都给您吧 这些年来 一直都是您给我们好处 也该是我们孝敬孝敬 您的时候了 阿宝 你把我体内的龙力液 转化三分之二 仙灵之气给树了 嗯 好的 光影一闪 寻宝兽就钻了出来 他现在的心情 也是格外的好 为什么他愿意转化 仙灵之气呢 因为对他来说 仙灵之气 才是能够让他恢复本源 逐渐找回自身实力 最有效的能量 其他的能量 只能使维持 唯有仙灵之气 才是恢复的源泉 他在帮蓝轩宇进行 仙灵之气转化的时候 转化的过程中 自己就必然会吸收到一部分了 这可是大大的好处 当那淡淡的彩色光运飘荡而出 落在树脑身上的时候 树脑整个人都呆滞了 粗大的树干表面 渐渐泛起淡淡的绿色光滑 那一片片树叶 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飞快地从枝干上钻出 仙灵之气 只是提供给树脑自己 再加上蓝轩宇和白秀秀 吸收一些 虽然只是三分之二的龙立叶 但这次 却持续了近二十分钟 当蓝轩宇重新 张开双眸的时候 面前的树脑 已经完全变了样子 所有光秃秃的枝干 都消失了 一粗粗翠绿翠绿的树叶 布满在枝条之上 木气化为薄薄生机 欣欣向荣的感觉扑面而来 那浓郁的生命气息 简直让它们有种 回到了永恒之树面前的感觉 毫无疑问 树老活了 本来它已经渐渐枯萎 最终会在枯萎中陨落 而刚刚这些仙灵之气的注入 却让它枯木逢春 重新恢复了生机活力 一切都变得不一样了 为了能够活得更久一些 树老早年就选择了 与自己的五魂逐渐同化 最终当它的生命力 走到尽头之后 它就会彻底地变成一棵大树 自身意识消失 在仙灵之气的作用下 原本枯萎的生命能量 重新焕发青春 虽然身体就和五魂融合之中 但意识却不会失去 反而是更加生机勃发 谢谢孩子 谢谢你们 树老的声音有些颤抖 它已经不知道多少年 没有像现在这样激动了 活了 它又活了过来 它能清晰地感觉到 以自己现在的生命能量强度 就算是再活个几百年 应该也毫无问题 更重要的是 它现在又能主动吸收生命能量 补充自身了 甚至有朝着下一个层次 进化的可能 它的修炼方式 另辟蹊径 因为和五魂的彻底融合 它已经不能完全被称之为人类了 可是 一旦它再次进化 完成蜕变之后 生命能量 就将重新充盈 真神境界的它 再活千年 都毫无问题啊 在来到天龙星之前 它从来都没有考虑过 这样的情况 可来到这里之后 奇迹 就是这样发生了 哪怕是永恒之术 也无法诞生出的先灵之气 蓝轩宇却带给了它 树老怎么能不心情激荡呢 蓝轩宇微微一笑 树老 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 你要跟我们说戏 可就见外了 你慢慢地感受自身变化 让伙伴们尽快聚集过来 我们明天再来 能召集多少人 就是多少人 我们先回去了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关注喜道公子 订阅本书 三十刻度团队 将为您带来更多精彩作品 第1145集 不能在这边耽误太久 蓝轩宇和白秀秀 再次传送 通过空间法阵中转 重新回到了生龙城 自己的住处中 出去溜达这一大圈 他们已经将今天吸收 转化的龙力液 消耗了个七七八八 而先灵之气的吸收 也让他们获得了 不小的好处 剩余的龙力液 进行脆体修炼 这样的进步 提升速度 放在以前 是他们想都不敢想的 可在天龙星上 却就是实现了 所有的计划 都在不断地改变着 伴随着对天龙星的了解 日益加深 蓝轩宇发现 这里值得自己开发的东西 实在太多太多了 他现在已经下定决心 要全力争胜 争取到龙界之中 去走一趟 只是在天龙星 都已经获得了 这么多好处 如果进入龙界 龙界内似乎有龙神遗留的物品 要是能够获得的话 那就又不一样了 还有那生龙台 早晚要将它重新转化为生龙柱 一直修炼到第二天清晨 循环在第二轮开始之前 蓝轩宇和白秀秀 才神采奕奕地走出了房间 黄元朗早就已经等在餐厅之中了 请两人坐下 来来来 快吃些东西 看你们的状态非常不错 秀秀 今天你可要加油哦 怎么 兄长就对我这么没信心的吗 当然不是啊 我只是希望你能走得更远嘛 对了蓝 昨天你的表现 又让你的人气上升了 你那一场 被评为昨天所有场次的最佳呢 也是用时最短的 你真是太厉害了 只是一下 就击溃了那个林泽炫 蓝轩宇昨天回来之后 就在忙碌 带能量给伙伴们 然后自己和白秀秀修炼 根本没顾上去考虑外界的事情 罗兰大人有什么消息传来吗 那倒没有 不过我听父亲说 罗兰大人昨天的心情非常好 父亲也是开心得很啊 以你昨天所展现出的战斗力 进入决赛阶段 毫无问题 我们一起努力吧 希望能够走得更远 嗯 我也会努力的 黄元朗眼中罕见地燃烧起 强烈的战役 当三人再次来到生龙台的时候 昨天十大战区留下的战场痕迹 都已经消失了 就像那些血迹 从来都没有出现过似的 所有参赛选手都已经重新来到了生龙台上 蓝轩宇一眼就看到了折翼的林泽炫 他这断的翅膀那边 巨大的伤口被白色的胶织物封闭着 龙翼折断还是有办法重新生长出来的 但需要庞大的生命能量和天才地宝 同时也需要时间才行 用来治疗的物品 林泽炫不缺 但想要恢复完全战斗力 显然不是今天所能做到的 他看向林泽炫 林泽炫也看了过来 令蓝轩宇有些意外的是 从对方眼中 他并没有看到敌意 看到的反而是钦佩之情 林泽炫甚至是主动向蓝轩宇点了下头 算是打招呼了 蓝轩宇也向他微微汗手致意 正在这时 远处银色光门再次出现 一道道身影 从光门之中徐徐走出 紧接着 龙力柱升起 浓郁的龙气波动 又一次在生龙台上蔓延开来 黄道奇今天来得很早 他第三个就从银色光门之中走了出来 看到蓝轩宇三人顿时笑容满面 朝着三人挥了挥手 然后镜子释放了自己的龙力柱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人逢喜事精神爽 今天黄道奇释放出的龙力柱 似乎比昨天要高了那么几分 龙族神级强者们鱼贯而出 但令蓝轩宇有些意外的是 直到银色光门关闭之时 也没有任何一位龙骑士出现了 只有三十多位龙族神级强者 出现在生龙台上 龙力光柱的整体光芒 带给生龙台的龙气 自然就要比昨天弱得多了 蓝轩宇心头暗脚糟糕 完了 按照这样的龙气强度 今天恐怕没法吸收到 昨天那么多的龙力业了 这该如何是好 我还要帮所有伙伴们 趁着这个机会修炼呢 不能浪费时间 他轻轻地拉了一下身边的白秀秀 趁着比赛还没有开始 立刻就盘膝坐下 开始吸收空气中的龙气 而且 他根本没等别人去和他争夺 老是不客气地 就把金龙狂暴领域释放了出来 一时间 空气中龙气剧烈地波动起来 宛如海纳百川一般 朝着他这边汇聚而来 这让那些位神级强者们 看得都有些乏呆 还来 他是大卫王吗 罗兰今天没来的原因 蓝轩宇刚刚就想明白了 这位龙骑士大人 一定是认为 昨天自己吸收了那么多龙气 转化为龙力业 消化也需要很长时间 再加上 应该是对自己的实力比较放心 所以今天就索性没来了 真正能让龙骑士们关注的比赛 还是要到决赛阶段 前三十名之间的比拼 蓝轩宇不禁心中 暗角失误 昨天的想法 还是太过于完美主义了 不过 他也不气馁 能吸收多少 就是多少 有 总比没有好啊 第二轮第一场 第一战区 柳仲明对阵张超阳 第二战区 王一凡对阵邓泽露 第三战区 蓝对阵韶秀 第四战区 周新鸣对阵陈家伟 还是第一场 正在吸收着龙气 挤压着龙立叶的蓝轩宇 顿时有些无奈地睁开双眼 我这边才刚开始吸收呢 算了 第一场就第一场吧 比完了 正好把时间都留给吸收龙气 今天的龙气 明显没有昨天那么充足 待会儿要尝试一下 看看是不是能刺激生龙柱 给我点反馈 今天也没有龙骑士在 我的秘密被发现的可能性 就更小了 我的灭神雷之中 隐藏的就是龙神之力 灭神雷和金龙王体魄 结合的龙神阵 某种意义上来说 就相当于是龙神的力量 不知道能不能催发出 生龙台的反应 心中一边想着 蓝轩宇已经站起身来 再次走进了光木生腾的 第三战区 少秀 本组之中的另一位中卫龙族 不过和昨天的林泽炫比起来 她的体型就要大得多了 作为少见的女性龙族 哪怕是中卫龙族 她在龙族之中 也是非常受欢迎的 再加上实力强 原本韶秀参加这次生龙大赛 最大的目标 就是希望能够上升到 上尾龙族的层次 到时候 或许就可以找到一位 强大的伴侣 最终成为龙骑士的妻子 都不是没有可能 那才是她的人生目标 可是 蓝轩宇的横空出世 白秀秀的绝美身姿 无不远在她之上 要知道 她连化为人形 都还远远做不到呢 嫉妒是原罪 女性对女性的嫉妒 有的时候 真的会产生非常强烈的恶意 就像此时的韶秀 在面对蓝轩宇的时候 她身上的恶意 是想要掩盖 都掩盖不住的 看着蓝轩宇的眼神之中 明显充满了凶狠 少袖身长 足有四十米开外 身形非常壮硕 龙尾修长 背后双翼短小 看上去 根本不足以支撑她飞骑 她本身的种族 并不是飞行类的 所以 在龙变时期进化之后 虽然成功进化成为龙族 但飞行能力并不强 可是 她却有自己与众不同的地方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关注喜道公子 订阅本书 三十刻度团队 将为您带来更多精彩作品 四十六集 韶秀那短小的龙翼 滑翔还是可以的 头部特别巨大 有点像斗罗大陆上的霸王龙 但尾巴却要比霸王龙更加粗壮 尾巴顶端 含有一个刺球一般的存在 直径足有两米 被砸一下 肯定不会好受 四肢都非常粗壮 尤其是龙爪 特别硕大 登上升龙台 别人都是用飞的 而他呢 却是用爬的 凭借着强悍的身体 硬是爬了上来 完成了升龙 又凭借着自身强悍的实力 脱颖而出 进入循环赛阶段 黄元朗给出的评价是 一定要小心他的尾巴 还有吐息 蓝轩宇依旧是人形模样 在对方那庞大的身体面前 看上去是如此的渺小 我可不是昨天那个软脚下 一定会战胜你 韶秀恶狠狠地看着蓝轩宇 巨大的龙头 缓缓下沉 凝视着他 韶秀头上没有脚 但额头上 却隆起一大块 是他全身最为厚重的鳞片 全身都覆盖着 暗黄色 带有秀迹一般的鳞片 论脉象 真的不算很好 但他身上散发出的 凶利气息 却丝毫不逊色于上尾龙族 开始 十场比赛同时开始 韶秀猛然咆哮一声 额头上的巨大鳞片 突然亮了起来 原本身上的秀迹 突然变得透明 通体散发出金黄色的光芒 比先前不知道绚丽了多少 一张嘴 一口暗黄色的吐息 就朝着蓝轩宇覆盖而来 龙溪之中 带着明显腥臭的味道 散发着极为恐怖的能量波动 腐蚀气息 容金化铁 勺效进化的龙族分类 被称之为 腐蚀奎龙 蓝轩宇脚尖在地面上清点 人已经宛如青烟一般 飘荡开来 山龙王所画的神龙甲 覆盖全身 从吐息一侧掠过 但就在这时 那暗黄色的吐息 却突然炸开 无数暗黄色光点 四散纷飞 几乎覆盖了整个战场空间 蓝轩宇的身体 也自然被瞬间包袱在内 这一招 可是韶秀在之前比赛中 从来没有施展过的 蓝轩宇速度虽快 但在这一瞬 也是避无可避 爆炸的龙溪 不但带有强烈的腐蚀效果 还有非常凶横的冲击力 蓝轩宇惊讶的同时 血脉之力绽放 一层金蒙蒙的光滑 顿时透过山龙王神龙甲 向外扩散开来 一连串的刺耳响声中 虽然腐蚀效果 大部分被抵消了 但冲击力 却压迫得他 从天而降 落向一旁 韶秀显然是对这一战 做足了准备工作 在喷出龙溪的下一瞬 他那庞大的身体 就已经半转过来 龙尾横扫 那巨大的刺球 直奔蓝轩宇身体 抽击而来 蓝轩宇眉头微醋 龙腔跃入手中 背后双翼展开 在空中完成了一个 灵巧的变相 双翼拍动 再次加速 一个折向冲出 硬是在近乎 不可能的情况下 避开了龙尾 又是一股龙溪喷涂而来 覆盖蓝轩宇飞行的 必经之路 与此同时 韶秀的龙尾刺球 突然亮了起来 上面那一根根 金黄色的尖刺 暴射而出 先是四散分飞 然后直奔蓝轩宇 传射而去 显然是在 他的精神力控制之下 无论是吐息 还是龙尾攻击 都没有半分保留 一副要命的架势 看上去 蓝轩宇已经没有 闪避的机会了 至少在韶秀看来 是这样的 他觉得现在蓝轩宇 唯一抵抗的可能 就是立刻显现出圆形 用龙形身体 全力抵抗 所以 他庞大的身躯 在发起攻击之后 已经朝着蓝轩宇 扑了过来 一双龙爪直接虚空抓出 一旦蓝轩宇显出本体 立刻就会被他正面扑中 韶秀在龙族之中 属于那种战斗时 爆发力极强的类型 尤其擅长于 中距离战斗 所以 这种类似于擂台的战场 就最适合他 此时的全力爆发 观战中同组的上尾龙族们 不禁微微蹙眉 大有棘手的感觉 都在思考着 如果自己面对 韶秀这样的攻击 应该怎样去面对 徐延末 聚精会神地 看着这场比赛 韶秀他是认识的 所以他也更想看看 面对这样的情况 蓝是如何应对的 韶秀的爆发性攻击 非常麻烦 想要和他对战中 全身而退 就算是上尾龙族 也很难做到 在战斗的过程中 这位始终都有种拼命的感觉 所以才能从中尾龙族之中脱颖而出 就在这时 一团刺目金光 在第三战区内炸开 那夺目的光彩 想不看到都难 金光炸裂 化为万千道金芒 奔舍而出 那细碎的金芒 就像是在空中绽放开来一片金色的光雨 微微壮观 那炸开的滴滴腐蚀液体 那一根根丰锐的尖刺 在那金色光雨覆盖之下 悄无声息地消失在半空之中 只有外围 没有覆盖到蓝轩羽身体位置的腐蚀酸液 才落向地面 这是 纯粹的枪技 徐炎末的瞳孔 瞬间收缩 但就在这时 和他的瞳孔 共同收缩的 还有那绽放开来的万千枪芒 四散纷飞的金色光线 瞬间向中央重合 最终化为一点 瞬间就到了韶秀身前 对于这想要置自己与死地的对手 蓝轩羽自然不会有丝毫留守 危机关头 韶秀猛地一低头 用自己最坚硬的颅骨正前方 也是龙甲最厚重的地方 去硬扛这一枪的绚烂 扑的一枪点中 蓝轩羽体内 血脉漩涡骤然剧烈旋转起来 手腕轻微地颤抖了一下 枪间的光滑明显越发绚烂 手下留情 几乎是那枪间亮起的瞬间 裁判的声音就响了起来 同时顺闪入场 可是还是晚了 长枪灌脑而入 瞬间就刺穿了 那坚硬厚重的颅骨 深深地没入到 韶秀的额头之中 韶秀那庞大的身躯 瞬间在空中僵硬 眼中的光彩 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迅速消散着 蓝轩羽手中龙腔上挑 以他那看上去 相比于龙族修长渺小的身体 应是将身长超过四十米的庞大巨龙挑在枪间之上 裁判在空中半途就已经停顿下来 因为再入场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 大脑被贯穿 而且还是被蓝轩羽以如此霸道的方式攻击 根本没有活下来的可能 韶秀 殒灭 蓝轩羽目光灼灼地看着裁判 他要杀我 我留不住手 裁判嘴角抽搐了一下 什么叫留不住手 韶秀的颅骨 极其坚硬 那是他全身最强的一点 对他资料熟悉的裁判 很清楚这一点 所以哪怕蓝轩羽先前那一枪有如此风姿 在抵消了大部分范围攻击之后 再落上少许的头部 也不可能是致命的 所以他才没有在第一时间进场 而在龙枪刺中的那一瞬 蓝分明又动用了那天的那种震荡之法 这才让龙枪视如破竹一般刺入其中 要说这不是故意的 谁信呢 但他也不无道理 之前韶秀的所有攻击 也无疑是想要置他于死地 今日之事自有平叛 蓝获胜 蓝轩羽手持长枪 就那么挑着韶秀的庞大身躯 缓缓走出第三战区 哪怕是正在战斗中的其他战区 看到这一幕 战斗也不禁缓慢了几分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关注喜道公子 订阅本书 三十刻度团队将为您带来更多精彩作品 第1147集 凶悍 只有凶悍二字 能形容这位绝美的金龙公主了 两场比赛 一重伤 一死亡 这在生龙大赛的历史上 可是很少出现的 蓝轩羽一步步走出 速度不快 似乎是因为韶秀的尸体 过于沉重的原因 但事实上 他体内的血脉漩涡 正在疯狂地旋转 虽然没有使用天圣猎原戟 但他自身的血脉漩涡 模拟天圣猎原戟的吞噬之法 还是在疯狂吸收 和吞噬着属于韶秀的力量 被绞碎的龙脑之中 半成形的龙精 是其精华所具 此时正顺着龙腔 注入蓝轩于体内 今天吸收龙气的不足 被完美弥补了上来 当然 这还是蓝轩羽 不敢表露得太过分 没有全面吸收 韶秀生命能量的原因 回到第三战区的休息区 蓝轩羽手中龙腔 这才缓缓放下 韶秀沉重的龙尸 被他举重若轻地放在地上 当他的目光 扫向同组的 其他参赛选手时 意识间 众人感受到他的视线 尤其是 在那杀意凛然的 树童注视下 都不禁有了种 寒毛倒树的感觉 这个时候 可没有人 再觉得他美丽了 蓝轩羽收回龙腔 自然有负责秩序的龙族 将韶秀的尸体抬了下去 在生龙大赛上 击杀童族 是不被允许的 但在一些特殊情况下 收不住手 谁能责怪呢 前面的玉赛 也不是没有伤残的 但死亡情况 却还是第一次出现 具体要如何处理 就要龙族高层们来决定了 韶秀是这一届 生龙大赛中 第一个死亡的 蓝轩羽相信 有木恐龙骑士 罗兰 以及 封龙城背景的自己 起码不会被取消资格 原地盘膝坐下 闭合双眸 默默地吸收着 从韶秀那里得来的 半龙精能量 通过自己的血脉漩涡调整规律 向丹田之中积累 同时 继续吸收生龙台上的龙气 这可是容不得 又丝毫浪费的 两战两胜 而且 以如此霸道的姿态获胜 虽然他的对手 都只是中卫龙族 但是 这两场战斗看上去 他都只是出手一次啊 都是一击毙命 对手连反抗的能力都没有 白秀秀的第二场战斗 面对的对手 正是上一场 被蓝轩宇重创的林泽炫 在比赛对阵情况的安排上 风龙城还是非常成功的 林泽炫没有纠缠 直接选择了认输 以他现在的状态 连飞起都不能够 速度优势无从谈起 不只是这一场 下一场 他都准备认输了 等伤势好转 再拼后面几场 看着韶秀那被拖走的 宛如小山一般的尸体 他突然有些庆幸 幸好我壮士断腕的吉时啊 不然的话 恐怕死得比韶秀还要凄惨吧 这蓝可真是霸道 观礼龙柱那边 眼看着蓝轩宇获胜 黄道奇先是大喜 紧接着就是微微色变 收起龙柱 不等比赛结束 就迅速离场了 击杀同族 虽然只是上尾击杀中尉 也同样不是小事 他要赶快去处理斡旋才行 蓝轩宇现在所展现出的强势 很有进入决赛阶段的可能 要是因为击杀对手而被淘汰 就太可惜了 徐延末一直站在不远处 默默地注视着潘西坐在那里 吸收龙柱的蓝轩宇 龙柱对他来说 从来都不缺乏 澳天城可要比风龙城富裕得多 先前那万千枪芒融合唯一的技法 直到现在都还在他心中徘徊 这枪法 已经不逊色于龙骑士的龙枪了吧 虽然威力远远不能和龙骑士相比 但那是修为所导致的 这个蓝真的给人一种深不可测的感觉啊 蓝轩宇旁若无事一般的修炼 等待比赛结束 直到所有场次全部结束 一直到观战的龙族大佬们收回龙柱 龙气稀薄下来 他才结束修炼 和秀秀一起离开生龙台 在他飞离生龙台的时候 其他龙族都下意识地和他保持了有些距离 这些能够进入循环再阶段的龙族 无疑都是龙族之中的佼佼者 而且绝大多数都是上位龙族 论实力 他们很多都不会怕蓝轩宇 可是这姑娘的凶悍却让所有人为之忌惮 那真的是一言不合就杀龙了 很多龙族都很庆幸 自己并不在第三族了 关键是 现在谁都摸不清 这个蓝的实力究竟达到了什么程度 回到住处 继续昨日的方式 今天整体储存的龙气 比昨日要少了一些 但有少秀的补充 总量也还是不少的 足够提供给伙伴们修炼 而且 昨天唐宇格舞人稀说得多 今天只需要较少的龙气 更多的蓝轩宇留给了 三十三天异的其他伙伴们 一天时间 数老聚集了十六位 三十三天异成员等在他那边 有关于血脉淬炼之法 蓝轩宇早就给伙伴们讲过了 虽然大家都是第一次修炼 但也都有心理准备 针对这些实力相对他们弱一些的伙伴 蓝轩宇逐一通过寻宝兽 为他们转化所需血脉能量 同时 只是让他们少量燃烧淬炼 进行尝试 第一次是最重要的 也是最危险的 第一次 更重要的 还是在体验上 用了差不多近两个小时的时间 才完成了帮这十六位伙伴的淬炼 他这才返回生龙城 几乎和白秀秀一起修炼 雨露均沾 集体进化 树老今天的枝叶 明显更加茂盛了 昨天得到的好处 他还在进一步地消化吸收 今天蓝轩宇就明显感觉到 以树老为中心 周围的生命能量 明显增强了许多 浓郁的生命气息 犹如实质一般 伙伴们在他身边修炼 明显都有生命能量方面的获益 就在蓝轩宇和伙伴们 忙于修炼的时候 有关蓝沙龙的事 已经在整个天龙星引起了热议 热议自然是分两派的 有支持的就有反对的 支持者的理由很简单 对方想要杀蓝 难道金龙公主就要手下留情吗 仔细放大画面就能看得出 当时的勺秀 蕴含着强烈的杀意 整个战斗过程中 没有丝毫要留守的意思 而反对方的声音也很大 他们的道理是 勺秀全力相拼 是因为金龙公主的强大 中尉龙族面对上尉龙族 不拼命 哪有机会啊 双方各执一词 整件事已经闹得沸沸扬扬 原本喜欢金龙公主的粉丝们 有的更喜欢了 甚至是到了崇拜的程度 金龙公主霸气侧漏的战斗方式 让他们围着倾倒 但也有一部分认为 她太过心狠手辣了 对童族都如此 实在是太过于凶狠 一时间 事件在不断发酵 但最终的决定权 显然还是在 龙族高层们的手中 最后会如何处理这件事 也是所有种族 都共同期待和注意着的 蓝的结果只有两个 一个是被取消资格 另一个则是继续参赛 至于说更高的处罚 可能性很小 毕竟 她可是上尾龙族 而且 还是如此优秀的上尾龙族 就算是其他种族 都不觉得 她应该被过度处罚 而结果的宣布 自然就是在 循环赛的第三天 也就是第三轮比赛之中 清晨 蓝轩宇和白秀秀 洗漱完毕之后 来到客厅吃早餐 令他们有些意外的是 不只是黄元朗 等在这里 等待他们共同用餐 黄道琪也来了 第一千一百四十八集 这位风龙城城主 看上去有些疲惫 要知道 神机强者疲惫的情况 还是非常罕见的 父亲 白秀秀看到她 赶忙主动上前行礼 黄道琪微微一笑 乖女儿 表现得不错 完全按照我们的计划 今日你又是不战而胜 可以说 是两胜一负了 那还是姐姐厉害的原因啊 蓝轩宇也是微微躬身 向黄道琪致意 族长 看她那恭敬的样子 黄道琪心中 原本还有些的负面情绪 顿时消散了 虽然昨天的事情 有些麻烦 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也算是帮风龙城 出了口恶气 现在还没有对外公布 她已经和家族签订千年契约 但是黄道琪自己知道啊 蓝的实力和潜力 毋庸置疑 这一点 连墨恐龙骑士 都是赞不绝口 昨天的事情只是意外 如果有人问的话 你就这样回答就行了 坐吧 我们边吃边说 稍后呢 你们还要比赛呢 听她这么一说 蓝轩宇就明白 事情应该是 基本已经解决掉了 否则的话 不会是这么轻松的态度 族长 给您添麻烦了 蓝轩宇再次向黄道琪 一礼之后 这才坐下 黄道琪摆摆手 没事的 有罗兰大人在 昨天的情况又是意外 经过上面的讨论 已经没什么了 不过啊 后面的比赛 你还是要注意的 同样的情况 尽量避免发生 否则的话 就算是罗兰大人 也怕护不住你啊 毕竟吧 都是同族 能留守的话 还是尽量留守一些 是 蓝轩宇立刻点头答应下来 他当然也不能一直击杀龙族呀 那不被调查才怪了 昨天的情况 一个是试探 另一个 也是因为韶秀 显露出的深深恶意 后面的比赛 他确实是没打算那么做 黄道琪看他 还是很听劝说的 顿时更加满意了 抬手示意他们用餐 微笑道 你们呢都是家族未来的希望 在后面的比赛里呢 也要小心 注意安全 不过这说起来 昨天也算是让咱们风龙城 大大的有光彩了 你们两个都获得了胜利 尤其是蓝 现在已经是 进入后续比赛的热门人选了 这已经是我们风龙城 很多年都没有的情况了 一边说着 他的目光不禁斜了 另一边正在低眉顺眼 吃东西的黄元朗一眼 黄元朗昨天的比赛输了 输得还挺惨的 被对手按在地上摩擦 原本第一场 获胜之后的意气风发 顿时荡然无存 很明显 是什么实力 就是什么实力 他想要从循环赛之中 脱颖而出 可能性 无限接近于零 黄道琪的兴致 渐渐起来 微笑道 昨天我第一时间就去见了罗兰大人 罗兰大人看了比赛的录像 对你的表现没有任何批评 是大家赞赏 说你的战斗方式呢 很像他的风格 不愧是咱们风龙城出身呢 后来大人亲自去和高层们 讨论这次事情的处理情况 力挺维护之下 这才算是打实话小 罗兰大人让我转告你啊 战斗意志是一名龙骑士最重要的品质了 战斗过程中不用想的太多 一往无前 才能绽放出最强大的光彩 所以刚刚手下流行那些话呢 是我个人的意思 罗兰大人并没有说过啊 谢谢罗兰大人的支持 第一天的时候 罗兰大人就给了我很多好处 今天罗兰大人应该还会到场的 亲自为你压阵 所以如果有什么舆论声音不利的话 你也不要在意 有罗兰大人在不会有问题的 听他这么一说 蓝轩宇是真的大喜过望 脸上笑容更加浓郁了 罗兰大人的恩情 蓝永不敢忘 也谢谢组长从中斡旋 他的大喜当然不是坐镇什么的 而是因为有罗兰在 龙骑带给自己的好处就回来了呀 就能进一步帮助伙伴们进行脆体修炼了 如果能够借助这次生龙大赛 让所有伙伴们都完成基础脆体 恐怕大家的实力就都能上升一个台阶了 这样的修炼速度 比在史莱克学院内缘 肯定都要更快得多 就是这几天的时间 连他和白秀秀都有明显的感觉 进步速度在持续提升 有他的龙神血脉在 两人龙骑脆体的速度 要比普通龙族快得多 前提是 要有足够的龙气支持才行 生龙大赛带给他们的 就是这样一个 近乎于完美的机会 看来杀龙也不完全是坏事 能够再演龙骑士入场 这可是大好事啊 黄道奇要是知道 现在蓝轩宇是怎么想的 肯定会大为无语 看着蓝欣喜的样子 他也不禁笑道 大家都是自己人 这一家人不说两家话吗 对了 有关你们签订了 千年契约的事呢 我虽然已经向天龙城汇报了 但是也动用了关系 再时将这个消息隐藏起来 等到生龙大赛之后 再对外宣布 这是为什么呢 主要是为了你们的安全着想啊 因为你们现在的表现很亮眼 其他各大家族 也肯定都在注意你们了 甚至是想拉拢你们 既然想要拉拢的话 那就不会在你们比赛的过程中 过度下手的 如果让他们知道 你们已经与家族签订了千年契约 再也没有机会笼络你们 那你们的对手 在和你们战斗的时候 就会更加的肆无忌惮 他没有深属 但意思上 蓝轩宇和白秀秀已经明白了 不得不说 这位老谋深算呢 连这些都已经算到了 也确实是为他们着想 吃过早饭 再次出发参赛 不知道为什么 在前往生龙台的路上 蓝轩宇发现 黄元朗似乎是距离自己远了一些 也没有平日里 总想要和自己搭讪的意思了 这是被我昨天的表现吓到了 不过不用跟他须衣尾衣 也是好事 我终于能清静清静了 再次飞上升龙台 在蓝轩宇升空之前 龙族大道两边的各族民众 看他的眼神 明显和之前就有所不同 从单纯的欣赏美丽和强大之外 还多了一些其他的东西 而当蓝轩宇和白秀秀 一起飞上升龙台的时候 感受到的 也是来自于众伪龙族的主目 这位杀伐果掘的金龙公主 现在已经是越来越被注意了 原本只是把他当成后起之秀的 一些龙族年轻一代强者们 都开始将视线注意到他的身上 蓝轩宇依旧我行我素地 来到第三战区这边的休息区 休息区内 已经少了之前最庞大的那个身影 这让同战区的其他众伪 也不禁为之唏嘘 蓝轩宇的目光 直接就落在了目前第三战区 胜余参赛者之中 体型最大的那位身上 这位就是他今天的对手 一位上尉龙族 尚不能化为人形的上尉龙族 全身长满了银色鳞片 身长三十米开外 全身都散发着淡淡的 银色光彩的上尉龙族 这位自然也感觉到了 来自于蓝轩宇的注视 下意识地 目光就朝着他看了过来 看到蓝轩宇的目光时 明显身体轻微地震颤了一下 咧了咧嘴 似乎是在向他露出一个笑容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关注喜岛公子 订阅本书 三十刻度团队 将为您带来更多精彩作品 第1149集 蓝轩宇目光回转 没有再理会他 作为这次参赛 被评价为倒数第三的对手 没有什么太多可理会的 打就是了 当众多参赛龙族先后到齐之后 银色光门再次开启 一道道强大的身影 从中走出 龙柱升腾 龙气奔涌 来自于神级龙族们 带来的好处又到了 当这些普通神级龙族 全部出场之后 一道强大而熟悉的身影 从银色光门之中走出 赫然正是木恐龙骑士 罗兰 罗兰的到来 领全场攻身 龙力柱上的龙族们 也全都起身 向着行礼 巨大的龙力柱 冲天而起 推动着罗兰的身体 升入五十米以上的空中 他的目光流转 直接就落在了蓝轩宇身上 蓝轩宇朝着木恐龙骑士 罗兰的方向 深深地攻身一礼 正在这时 那银色光门之中 又是一道身影走了出来 在场 中尾龙族 再次起身 龙骑士 又是一位龙骑士 全身清光缭绕 这位龙骑士 看上去很年轻 青年模样 相貌英俊 脸上始终洋溢着 充满阳光味道的微笑 这位可以说是蓝轩宇所见过的 龙骑士之中 最不严肃的一位 他只是很随意地 向在场众人挥了挥手 然后就在罗兰 略微靠后的位置 脚下清光升腾 龙立柱 推动着他的身体 很快就攀升到了 和莫恐龙骑士 差不多的高度 只是略微低了一点 罗兰扭头看向他 两人相视一笑 彼此点了下头 看得出 他们之间的关系 还是相当融洽的 白秀秀有些惊讶地 在蓝轩宇耳边低语道 还不知道是哪位龙骑士 但应该 没有莫恐龙骑士排位高吧 没等蓝轩宇开口 在他们身边不远处的 影龙林泽炫 就给出了答案 奥天龙骑士 奥天龙骑士 奥天城城主 是少见的 又是龙骑士 又为城主的存在 在十八位龙骑士之中 年龄相对较小 当然 也远远不是表面上 看上去那么小 最重要的是 他正是徐延末的老师 而徐延末 则是蓝轩宇 他们这一组的 种子选手 奥天龙骑士 身下的龙骑柱 是青壁色的 比身边 木恐龙骑士 罗兰的龙骑柱 颜色要浅一些 看得出 他是故意落后 罗兰几分 已是对罗兰的尊敬 可实际上 这位的排名 却还在 木恐龙骑士 罗兰之上 全部十八位 龙骑士之中 排名第六 罗兰的资格 比他老 而且 奥天龙骑士 龙朝阳 还曾经受过 罗兰的恩惠 所以 有罗兰在的时候 他一向是 会有所谦让的 两道清澈的目光 在下一瞬 也落在了 蓝轩宇身上 顿时 令蓝轩宇 倍感压力 眼观鼻 鼻关口 不再抬头去观看 无疑 他正在被 奥天龙骑士 所注意 不用问蓝轩宇 都能猜到 一定是 徐岩木 回去之后 向他的老师 汇报了 有关于自己的情况 今天竟然将 这位 奥天龙骑士 给惹了出来 也是来观察我的 徐岩木 早就已经朝着 奥天龙骑士的方向 深深地 鞠了一躬 向老师 行礼致意 龙朝阳 还微笑着 向他挥了挥手 奥天龙骑士 龙朝阳 自己没有后代 甚至 连伴侣都没有 在众多龙骑士之中 是比较少见的 徐岩木 一直被他 当成子嗣看待 关系密切 自是不用多说 两位龙骑士的 龙力柱 释放出 浓郁无比的龙骑 比第一天 甚至还有有过之 不过 今天罗兰 就没有再帮 蓝轩宇引导了 一次的引导 是奖励 过多的引导 就有备于 他身为龙骑士 崇高的地位了 蓝轩宇 此时 一副田径的样子 实际上 却是在拼命地 努力吸收着 空气中的龙气 凝聚成龙力液 储存起来 这样的好机会 可是不可多得的呀 要是龙骑士们 每天的比赛 都来观看 才是最好的 生龙大赛循环赛 第三轮开始之前 有事想宣布 一鸣看上去 中年人模样的 神级龙族 飘身从龙力柱上落下 这位的龙力柱很高 足有二十米开外 乃是一位 真神级强者 在场中卫参赛的 龙族年轻一代 赶忙纷纷站起身 恭敬地面向 说话着的方向 这位龙族真神 目光投向 第三战区的方向 陈生道 昨天的比赛之中 第三战区所属 韶秀战死 经过审判组判定 蓝在与韶秀的 战斗过程中 出于生命 受到威胁情况下 全力反击 致其死亡 特通报全族 批评一次 给予严重警告 如有再犯 将淘汰出生龙大赛 由风龙城城处 同时 也提醒众位 参赛过程中 你们所面对的 都是自己的族人 有意第一 比赛第二 不可再有伤亡 批评一次 严重警告 听起来挺凶的 可事实上呢 却啥实际处分都没有 也就是说 昨天蓝击杀 韶秀的事 就这么接过了 丝毫没有影响 蓝轩宇 接下来的比赛 听了这位 龙族真神的宣布之后 生龙台上 参赛的龙族们 顿时有些骚乱起来 一时间 议论纷纷 虽然大家都知道 不太可能 为了一个中卫龙族 大力处罚一位上卫龙族 却也没有想到 会如此轻易地就过去了 尤其是第三战区的参赛者们 脸色大多难看得很 只有徐岩木 依旧面色如常 偶尔目光落在 蓝轩宇身上的时候 更多的是一种兴奋感 强大的对手 才是他兴奋的源泉 才是他 真正想要面对的 蓝轩宇朝着那位 龙族真神 躬身一礼 什么也没说 事实上 也不用多说什么 明眼人都看得出 今天默恐龙骑士 罗兰 是为什么来的 有这位阵场 哪怕是排名 比他更高的 傲天龙骑士 都没表示什么 都主动陪在后面 谁还敢说什么 龙骑士尊严 不容触犯 比赛开始吧 罗兰的声音 从高高的龙力柱上 飘荡而下 龙族真神转过身 朝着他和傲天龙骑士 龙朝阳的方向 攻身一礼 是 循环赛第三轮开始 第一战区 滕小鹏对阵 姚艺成 第二战区 林滕月对阵 林京晨 第三战区 蓝对阵 周艺成 第四战区 第三战区 蓝轩宇依旧还是第一个出场 和前两轮相比 这次他越发地成为了被关注的对象 几乎是刹那间 所有人的目光 都在第一时间落在了他身上 成为了全场所关注的焦点 蓝轩宇缓步朝着第三战区的战场走去 今天和前两天相比 他有了一些变化 前行的速度 明显比前两天要缓慢一些 至少在走的时候是这样的 但是 就是在这样行进的过程中 他身上的气息 却开始持续攀升 低沉的龙吟 围绕着他的身体 盘旋往复 能够清晰地看到 淡淡的金色龙形光影 围绕在他身体周围升腾 最为可怕的是 胸利之气 伴随着他每一步走出而升腾 脚下 金色光环 绽放开来 凶悍无比的气息 犹如一头恐怖凶兽一般 正在一点点的 要从他身体之中钻出来似的 那完全可以用胸抱来形容的气息 宛如实质一般 当他走入场地之中 缓缓回过身 面对那全身覆盖着银色鳞片 同样跟随在他身后 有些战战兢兢走过来的周易诚实 他的双眸 已经化为了一片血红色 充满了凶恶气息的 血红色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关注喜道公子 订阅本书 三十刻度团队 将为您带来更多精彩作品 第一千一百五十集 周易诚眼神一宁 下意识地 脚步就停顿了下来 当他终于鼓起勇气 踏入第三战区的时候 瞬间就感觉到 来自于蓝轩宇身上 迸发而出的恐怖凶威 那实在是太凶悍的 凶利气息了 金色光环向外扩散 缩到之处 耳边回荡着的 似乎全都是 凶残的龙吼声 昨天才刚刚击杀了同族 今天才刚刚被警告 但这一切 似乎都根本没有影响到 眼前这位的凶狠 那凶悍的杀鸡 不知道要比前面两场比赛 强大了多少 而且 周易诚 还能清晰地看到 已经从蓝轩宇身上 释放出来的金色鳞片 正在轻微地震颤着 就像是前两天的震荡一样 看着这样的对手 他真的有种要 哇的一声哭出来的感觉了 这也太凶了吧 不是刚刚被警告过 不能杀龙的吗 怎么这位反而有些 变本加厉的味道了 这是为什么呀 我这到底是 倒了什么血霉呀 周易诚的运气并不好 他所属的家族 在整个龙族之中 是属于倒数第二的 而且 他也不是家族之中 这次最受重视的参赛选手 能够进入循环赛 他自己其实就已经很满意了 小组赛的前面两场 无一例外 全都输给了对手 黄元朗调查的资料 对他的评价很简单 胆小如鼠 崇尚安全第一 面对什么样的对手 就要使用什么样的战术 蓝轩宇前面两场的暴力手段 对着第三场 不无威慑 此时此刻 当他将金龙狂暴领域释放出来 将自身气息 以最凶狠的姿态呈现 把金龙王的恐怖威压 全部绽放的时候 周易诚 果然是受到了极大的影响 蓝轩宇右手虚抓 龙腔跃入手中 眼中瞳孔骤然竖起 血光仿佛要从双眸之中 透出一般 凝视着他的对手 比赛开始 龙族真神骤然宣布 全部十场比赛 再次开始 蓝轩宇仰天发出一声龙吟 先前就已经一直在积蓄的气势 瞬间升腾到了极致 能够清晰地看到 他周围的空气 都因为自身气势和力量的聚集 而扭曲起来 左脚在地面上重重一探 万千岛金芒 瞬间就从龙腔上绽放而出 依旧是昨天面对对手那一招 先夫所指 这一招他早就已经得到了精髓 再配合灭神阵 威力可想而知 所以昨天才能一击成功 看着蓝轩宇兄弟的眼神 感受着那恐怖的气息 和昨天一模一样的枪法 周易成内心的防线终于崩溃了 从一开始他就知道 自己基本不太可能是 眼前这位的对手 更重要的是 和这位战斗 那不是磨练 是要命啊 他还不想死 看来我只能出绝招子 我认输 周易成几乎是尖叫着 喊出这三个字的 全身荧光绽放 迅速蜷缩成一团 千百道金光 汇聚成一股 却已是向上挑起 金光略过 带着刺耳的呼啸声 最终 在防护屏障上 缓缓消失 蓝轩宇收枪而立 什么都没说 镜子向外面走了出去 周易成身体颤抖了半晌 感受到自己 没有受到任何伤害 才大大的松了口气 还下意识地 用笼掌摸了摸自己的头 头还在 不知道是从哪里 响起的第一声嘘声 很快 嘘声四起 瞬间遍布全场 丢人 实在是太丢人了呀 这周易成是在干什么 因为恐惧而投降认输了 这在生龙大赛 循环赛的历史上 几乎是极其罕见 会出现的情况 能够进入循环赛的 都是龙族年轻一代中的佼佼者 突然出现这么一个认输的 简直是激励贺群一般 就连充当裁判的那位龙族真神 都宛如吃了苍蝇一般难受 这也太丢人了 要知道 生龙大赛可是面对 整个天龙星直播的盛况 金龙公主 因为前面的表现 更是早就成为了 全场关注的焦点 转播肯定是优先在这边的 此时 这位龙族真神 都有种希望蓝轩宇 弄死这个家伙的想法 与其如此丢人 还不如被杀了呢 这次蓝很明显的手下留情了 攻击都没有奔着对手去 这能说啥 说他展现的气息太凶了 把对手吓尿了 那也是对手战斗意志不足啊 这点胆子 竟然还能进入循环赛 真的是太丢人了 蓝轩宇自己呢 其实也挺无语的 他一点都没有想要下退对方 只是利用对方胆子小的特点 好从容压制 按照战术 他就算不击杀对手 也是要将对手中创的 给下一轮的白秀秀 做好前职准备 可谁知道 这周一诚 完全不按照常理出牌 居然一上来 就因为恐惧而认输了 这和当初预赛的时候 严诚认主还不同 严诚那可以说是 心悦诚服的认主 愿为奴仆 可这周一诚呢 那可是上尾龙族啊 这简直是把上尾龙族的脸 都丢尽了呀 一时之间 观战的龙族高层们 都有些气息不稳 龙立柱的波动都出现了 可想而知 周一诚的这个认输 有多大的影响 周一诚这会儿呢 也从比赛场地中 走了出来 他也知道自己闯祸了 低着头 头都不敢抬起来 就像是鸵鸟一般 走到一旁的角落中 匍匐下去 虚声响彻全场 先前还有些针对蓝轩宇 昨天杀龙的那些 上尾龙族们 这会儿都不那么敌视蓝轩宇了 和蓝轩宇杀龙的行为比起来 这主动认输的 实在是要可恶的太多太多 这种丢龙的存在 还不如杀了呢 留着有什么用啊 蓝轩宇也很无奈啊 回到白秀秀身边 两人原地坐下 今天白秀秀的对手不存在 直接获胜 根本都不用出场 蓝轩宇有些无奈地 对白秀秀说道 我也不想这样的 你真是吓到小朋友了 真是不应该 只是明天 你不会认为 我连这样的对手都无法战胜吧 蓝轩宇顿时笑了 向他比出一个大拇指 当下安心地开始吸收龙气 巨大的龙力柱上 木恐龙骑士罗兰的脸色 阴沉得十分难看 扭头向身边的傲天龙骑士 龙朝阳说 这就是我们的精英啊 连这点战斗意志都没有 和平的时代对他们来说是不是太久了点 就这种渣子 要是面对上斗罗联邦的舰队 岂不是要吓得屁滚尿流吗 龙朝阳这会脸上的笑容 也已经消失了 眉头紧簇 没想到还有这样的上尉龙族 上尉龙族的脸都被丢尽了 罗兰叔叔 我觉得应该给严重的惩罚 这样的龙族 哪来的资格参加升龙大赛 甚至不配围龙 罗兰身以为然地点点头 目光头像归缩在角落中的周一成 怒哼一声 右手挥动 顿时 一股滔天龙力刮起 却只是针对那一脚 周一成只觉得 一股强悍无比的能量 卷住他的身体 下一刻 天旋地转之中 他已经被甩飞出了升龙台 嘘声停止 龙音声刹那间 响彻升龙台 就连正在战斗中的龙族们 也无不发出巨大的怒吼声 已发现内心的不满和愤恨 周一成翻滚地向下落去 好不容易才凭借着龙翼 控制住自己的身形 他在心中暗自嘀咕 我能怎么办 我也很无奈呀 我不想死有错吗 不让参加就不参加 安全第一 这安全第一的好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关注喜悼公子 订阅本书 三十刻度团队 将为您带来更多精彩作品 第一千一百五十一集 周一成倒是丝毫没觉得 自己有什么不对的地方 命只有一条 龙也只能回忆一次呀 比起昨天死的那个 我已经是很幸运的了 大不了折服一段时间 尚未龙族的位阶总不会变嘛 我依然能够过得很滋润 不同的龙 想法也同样不同 蓝轩宇和白秀秀 都不禁有些愕然 蓝轩宇忍不住 向白秀秀传音说 我怎么觉得 幸运之神 一直都站在你这边 白秀秀也不禁笑了 很显然 他明天的对手没有了 他能怎么办 他也很无奈呀 谁能想到 会是这样的情况呢 几乎没有费什么力气 就三胜一负了 他虽然也认输了一场 但他那场 绝对不会有人认为 他是怯战什么的 毕竟 对手不一样 他还是比赛开始之前就认输 不是迫于对手的气势 和周亦诚的认输 截然不同 战术施然 周亦诚有什么战术呢 前面两场本来就输了 他那是破罐子破摔 他投降的样子 完全是出于怕死 而且男女有别啊 女性 尤其是漂亮的女性 本来就很容易被同情的 白秀秀现在的排名 在第三战区 可是名列前茅的 比赛继续 几乎和前面两天情况一样 第三战区 依旧是进行最快 也是结束最快的 第三轮结束 蓝轩宇以三战全胜的成绩 与徐延末定列第三战区第一名 虽然只是三轮 还看不出后续的情况 而且 他前面的对手 也都相对较弱 但现在已经有很多人都认为 在这一组织中 未来最大的竞争对手 就是他们了 白秀秀这个幸运 也不只是蓝轩宇一个人这么说 幸运女神的称号 已经落在了他身上 有两位龙骑士在 今天蓝轩宇的龙利液 补充得格外充足 比赛结束 回归 辅助伙伴们修炼 两天的时间 其他所有的33天翼伙伴们 也都已经在树老处聚集了 昨天已经辅助过修炼的 今天继续巩固 没有被辅助过脆体的 尝试第一次脆体 帮助伙伴们 修炼一圈之后 返回 自行修炼 生龙大赛 循环赛的前三轮 无疑是非常顺利的 对白秀秀来说 第四轮 依旧可以不战而胜 但蓝轩宇却不同 他真正的挑战 从第四轮才真正开始 接下来同组之中 他将要面对的 全都是真正的上尾龙族 上尾龙族之中的强者 白秀秀的情况 反而比他还要更好一些 前面四轮 已经必定是 三胜一负的成绩 最后一轮 面对的正是蓝轩宇 如果蓝轩宇前面顺利的话 最后一轮放水给他 那他现在就已经是 四胜一负了 只要再争取 两场以上的胜利 前三名出现 大有机会 第四轮比赛 就是在这样的前提下开始 令蓝轩宇有些无奈的是 第四轮比赛 即将开始的时候 龙骑士们没有再出现 和第二轮一样 只有各大家族 和各大城市的龙族高层们 先来观礼 今天没有足够的龙器补充了 黄元朗的第三轮比赛 依旧被催 输给了对手 目前是三场 一胜两负 成绩不佳 他自己也没什么精气神了 黄道琪本来也没对自己这个儿子 抱什么希望 倒是也没有苛责他什么 只是叮嘱他 给蓝轩宇和白秀秀 做好后勤工作 升龙台上 第四轮比赛 即将开始 蓝轩宇站在原地 逼头看着脚下地面 他琢磨着 今天没有龙骑士补充足够的龙器 如果想要继续帮助伙伴们修炼的话 就要在升龙柱上打打主意才行了 否则的话 能量肯定是不够的 怎么才能在战斗中 从升龙柱上得到反馈呢 正在他琢磨的时候 耳边突然响起了一个声音 金龙公主女士 你好 蓝轩宇下意识地抬起头来 一名青年正在他身前不远处 面带微笑地看着他 比赛已经有好几天了 蓝轩宇当然认得 此时此刻出现在自己面前的这一位 就是自己即将要面对的对手 你好 蓝轩宇淡淡地说道 一边说着 他一边打量着面前的青年 这青年在第三战区之中 属于很不起眼的那一种 相貌普通 看上去甚至还有些憨厚的样子 身材略显肥瘦 咧嘴微笑时 总给人一种人畜无害的感觉 蓝轩宇因为每天都急于吸收容器 所以并没有刻意去观察过 其他人的比赛 他只是知道 面前这个叫唐燕轩的家伙 在前面的三轮比赛中 两胜一负 输的那一场 正是输给徐燕墨 在黄元朗给的资料中 这个看起来不太起眼的小胖子 却是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对手 出身于龙族世家 和风龙城皇家 还有点殷亲关系 是除了皇家之外 另一支以徒属性建长的龙族 当然 实力肯定不是皇家 所能比拟你的了 在自身家族之中 唐燕轩并不是敌长子 这次他是和他的兄长 一起来参赛的 他的兄长在另一战区 也是这次大赛的夺冠热门之一 请你手下留情 我也有点怕 唐燕轩笑呵呵地 向蓝轩宇说道 蓝轩宇双眼微眯 没有再理会他 而是闭上了双眸 一副冷峻的样子 讨了个没趣 唐燕轩摸了摸鼻子 却就在蓝轩宇身边不远处 站定下来 很快 众人到齐 比赛依旧是雷厉风行地 继续进行 有神级龙族执掌比赛 走入第三战区 蓝轩宇双眸微眯 凝视着面前的对手 唐燕轩依旧是一脸笑呵呵的模样 似乎并没有太担心什么似的 比赛开始 随着裁判一声令下 生龙大赛循环赛阶段的第四轮 正式开始 由于前面几场的表现 蓝轩宇这边 自然成为了被关注的焦点 除了其他各战区参赛的龙族之外 剩余的龙族们 大多是将目光投向了这边 张良锐小此时没有比赛 正站在齐天龙身边 低笑道 蓝碰上了唐燕轩这胖子 有意思了 不知道他那攻击手段 能不能破开胖子的硬壳 这胖子 着实是有点难缠的 齐天龙没有开口 前面三轮比赛 他也是三战全胜 在本组之中保持着第一的位置 今天这一场 他也比较关注蓝轩宇的表现 虽然前面三场 蓝轩宇也是三战全胜 但他所面对的对手 却都比较弱小 还有个吓得认输的胆小鬼 而从这一场开始 才算是真正面对 龙族之中的强者 这样的比赛 才能真正看出 他的实力如何 是否有资格 成为自己的竞争者 这些天 所有人都在研究对手 对于这个蓝的资料 自然也是收集得越来越多 尤其是其战斗的方式 华丽而有效的枪法 上尾龙族血脉中的佼佼者 血脉会带给对手 足够强大的压迫力 虽然是女性 却是以力量建长 本身对强大的血脉的应用 非常出色 这是前面的比赛中 他所展现出的能力 至于更多的能力 就要通过更多的比赛 来进行关注才行 第三战区内 伴随着一声比赛开始 唐燕轩的眼睛 顿时变得明亮起来 载的身体周围 黄色光芒 宛如光雁一般 升腾而起 空气瞬间就出现了一种 厚重的感觉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关注喜悼公子 订阅本书 三十刻度团队 将为您带来更多精彩作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